苏醒的剑王 不仁不轨的周老板 两个邪恶至极可怕无比的存在 同时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在这狭小压抑的牧师当中 散发着诡异的气息 怎么会这样 林子彤想不明白 江无声转世成了剑王 剑王转世后成了周老板 他们既然魂魄相同 为何还可以分开 成为两个独立的个体 严守一陈生说道 他们是江无声的二重生和三重生 龙飞城完全没听懂 严哥 这是啥意思啊 江无声真正的魂魄 依旧存在于周老板的体内 剑王之所以能复活 不过是因为他的尸体 保留了身为剑王和江无声的记忆 可以说此时控制剑王的 只是一道执念 严守一解释道 这就好比那个经典问题 如果给一个死人克隆 再给克隆体 复制其死人本体的记忆 那这个克隆体 算是本体的重生吗 答案是 不 记忆只是生命对世界的印象反应 真正决定其存在的是 这个人的性格和思想 用悬门的话来解释 证明一个人是他本人 只能通过起魂魄来判断 但不管严守一对眼前的事情 怎么理解和解释 眼下他们都要面对 剑王与鬼怪话的周老板 感受到他们身上 散发出来的气息 让严守一觉得很是棘手 杨丽感觉到事情不妙 愤怒地他质问严守一 臭小子 你到底都知道些什么 话音才落 站在棺果外面的周老板 忽然徒手抱起了 十分沉重的棺果盖 狠狠地砸向杨丽 杨丽没料到 周老板居然拥有如此距离 一时间逃跑的姿势有些狼狈 严守一淡淡地说道 等咱们活下来 我再慢慢解释 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吧 此时此刻 竹目视中 唯有严守一 林子彤 龙飞成 马家兄妹和杨丽 勉强再加上一个响头师 而他们的对手 正是江无声的二重申 与三重申 剑王与周老板 周老板对杨丽的怨念 似乎要更深一些 所以 刚刚获得了神秘的力量以后 居然只盯着杨丽追 杨丽气得骂娘 但也没有办法 她不知此时周老板的实力深浅 只能先与其在主牧师中周旋 等到试探出其实力以后 再思考如何应对 龙飞成健壮 忍不住笑话道 让你压完黄雀在后 现在自己被搭进去了吧 小龙 现在不是嘲讽杨丽的时候 严守一言诉道 唇王齿寒 现在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蚂蚱 这个剑王有我和子彤对付 你们其他人去帮杨丽 私人恩怨放在活下来之后 再算 大家也不是什么小心眼的人 很清楚现在的局面 马家兄妹当即前去帮助杨丽 而龙飞成则慢吞吞地说道 颜哥 要不我留下来 帮你们对付剑王吧 你难道觉得 剑王会比周老板弱 杨丽 小爷我来助你一臂之列 龙飞成举着彩威剑 就冲着杨丽的方向去了 而严守一和林子彤 终于能全身心地 对付棺材里坐着的剑王 剑王戴着一张金面具 看不清楚其容貌 身上的战甲刀痕累累 破碎不堪 但正是这种宝金风霜的战甲 才更具有威慑力 他手里的那柄长剑 更是袖极斑斑 可即便如此 依旧能让人感受到 这柄剑曾经的风光 死 呼 瞩目视里 响起了沉重的呼吸声 那剑王的胸口 如同气球一般 长到最大 又快速泄起 突然间 剑王从棺材中一跃而起 手中那袖极斑斑的长剑 直直向着林子彤劈来 林子彤赶紧闪躲 却发现剑王手中的长剑 竟劈出了一道两米之宽的剑气 一路延伸到十几米开外的岩壁上 在岩壁上 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剑痕 这一幕让岩手一大吃一惊 这剑王 怎么还能使用出剑气的 一击落空 剑王的动作 没有任何犹豫 转身 又追着林子彤 这下岩手一可不能再看着了 他召唤出斩破刀 从后方偷袭剑王 剑王却好像后脑少长了眼睛似的 头也不回地举剑格挡 强大的力量 直接将岩手一推开 这可怕的力量 岩手一被震得虎口发麻 自打他成为天煞施魁以后 体能和力量各方面 都有了巨大的提升 徒手撕鬼子这种事 他是真的能办得到的 可即便如此 在剑王的面前 他依旧没能讨到什么好处 林子彤一边后撤 一边提醒道 大傻子 你闻到了吗 剑王身上 有着和外头人永一样的药味 药味 经林子彤这么一提醒 岩手一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 外头的人永 乃是用活人塞进人永当中 在灌入各种药物保存肉身 最后练成类似僵尸一样的东西 或者说 如同古埃及的木乃伊 这剑王为了能够复活 必须保证尸身不服 想必也是用了一样的办法 只不过 外头的人永 被换成了他身上这副战甲 难怪这家伙 全身要包得密不透风 甚至脸上都要戴着一张面具 就连眼珠子都不肯露出来 先前对付人永 岩手一没用什么技法 只是斩掉了人永的脑袋 眼前这个剑王 应该也能用一样的方法对付 只不过 难度要高得多 可恶 要是现在我手里的是 真正的斩破刀 还担心破表这剑王的防吗 岩手一心说 剑王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紧追着林子彤不放 估摸着当年在江无声的记忆当中 当年的沁江国 是因为鱼蜀国公主的到来 才一片大乱 如果不是鱼蜀国公主 勾引走了沁江将军 她也不用奉命出来追击 最后更是不会失去妻子和孩子 当然 所有的仇恨 都是江无声的一厢情愿罢了 好在林子彤伸手矫剑 几次躲过剑王的攻击 但这样下去 并不是办法 岩手一抓住机会 杀到剑王与林子彤中间 用斩破刀 将剑王暂时击退 同时回头 对林子彤说道 快 无鬼斗煞咒 无鬼斗煞咒 是驴山派 用来限制目标行动的咒语 这一招 林子彤和岩手一早就配合过好几次了 所以 在听到岩手一的声音的下一秒 林子彤便毫不犹豫地摇晃起了招魂铃 四十八节 阴望而生 神不内养 外作邪精 九丑之鬼 知辱姓名 无鬼斗煞 听无号令 急需带去 不得久听 急急如律令 五只恶鬼 从地底冒出 伸出了他们扭曲的手 如同影子一般交织 将剑王束缚在原地 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三十六天刚 中天大法王 炎帝列鬼蟹 赐我为真皇 七总八元君 魏无驱祸殃 真气便雷火 老君浮炎光 天雷欲火绝 岩手一迅速结印 燃掉了道符 引来天雷火霹雳 直接落在剑王的身上 既然剑王和外面的人勇一样 而人勇的本质是僵尸 那么他就一定惧怕 至阳之刚的天雷火 刹那间 剑王的周身 被天雷火所吞没 火光将四周的壁画映得通红 成功了吗 林子彤来到 岩手一的身边 抿着嘴问 岩手一没有回答 双眼紧紧地盯着 沐浴在天雷火中的剑王 忽然 他沉生道 不对劲 虽然天雷火没有熄灭 但剑王也没有表现出 任何痛苦的反应 他任凭天雷火在身上烧 行动却没有半点迟疑 直接挥动手中的长剑 将束缚着自己身体的乌鬼 全部斩杀 不好 快走 岩手一拉着林子彤 便往一旁逃去 在他们逃走的后一秒 剑王便已经杀到 他的剑气贴着地面横扫而出 锐利的剑气 硬生生将地面削平击拟 他怎么不怕天雷火 林子彤无法理解 岩手一回头说道 应该是剑王身上的那身铠甲 隔绝了天雷火 历经了这么多年 剑王的铠甲 早就和他融为一体 和他的皮肤没什么区别 我们不可能让他脱下铠甲吧 林子彤皱眉道 事实也的确如此 眼下想要解决掉这个剑王 唯有在铠甲上留下伤口 让天雷火有机可乘 剑王身上的铠甲 虽然看起来有些残破 但他所有的裂缝都不深 严格而言的话 铠甲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岩手一掂量掂量手里的斩破刀 刚才他已经试过了 自己通过燃斧取物得到的斩破刀 虽然已经很厉害了 但还不够 对付眼前的剑王 连铠甲都破不了 他再一次感慨 如果自己手里的斩破刀 是斩破刀真身就好了 忽然 林子彤说道 大傻子 你手里的斩破刀 是用燃斧取物借来的法身 是啊 怎么了 燃斧取物 是我们驴山派的本领 施术者道横越高 借来的法身就越厉害 林子彤道 你将你画的取物符给我 我来帮你借斩破刀的法身 说不定就能对付剑王 眼手一眼睛一亮 燃斧取物 毕竟是驴山派的本领 说不定林子彤借来的斩破刀 于是他立即从胯包中取出取物符 交给了林子彤 同时自己往反方向跑去 你安心施法 我替你争取时间 好 林子彤重重点头 找了个角落便盘膝而坐 立即开始燃斧施法 而眼手一两手空空 却也毫不畏惧地冲向剑王 二人彼此信任 都在为对方而努力 为了给林子彤 争取燃斧取物的时间 眼手一必须拖延剑王的脚步 而且 此时他手里已经没了斩破刀 这意味着 他甚至需要斥手空拳 面对那身披铠甲 手持长剑 浑身沐浴在天雷火当中的剑王 这即便是对身为天煞诗魁的 眼手一而言 都是巨大的挑战 哼 二人碰面 剑王发出了一阵闷哼声 似乎瞧不上眼手一 但眼手一并不好对付 他弯腰 给了剑王一招扫堂腿 巨大的力道 甚至让剑王整个人翻转了过来 可剑王也不是吃素的 他只是轻轻地一拍地面 身体便又回正了 并且挥舞着斩破刀 劈向眼手一 天地玄宗 万气本根 广修万劫 正无神通 三剑内外 围到独尊 金光速献 附护无身 眼手一剑躲不过了 直接全力释放金光神咒 金光全部汇聚到他的双手手臂 正面扛下剑王的长剑直劈 枪 只听一声巨响 眼手一身子猛然下沉 膝盖都险些触地 他扛住了这一剑 但金光上也是裂痕遍布 下一秒就会支离破碎 赶在金光破碎之前 眼手一闪身躲过 随后趁机反手勒住了剑王的脖子 整个人顺势来到剑王的身后 用双脚锁住了剑王的身体 饶食剑王手持长剑 也无法攻击到身后的眼手一 而且眼手一的锁人技巧 让剑王根本动弹不得 颜哥 这时 本来在与周老板周旋的龙飞城 从眼手一和剑王的面前路过 他看着两人的姿势 忍不住评论道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强人所难 你他娘的开玩笑 也要分场合 还愣着干什么 砍他 眼手一怒道 龙飞城反应过来 急忙举起彩威剑去砍剑王 奈何就连斩破刀都破不了剑王的铠甲 彩威剑就更别提了 龙飞城一连冲着剑王的身体 砍了三四剑 愣是一点伤害都没有打出来 颜哥 不行啊 在剑王面前 我感觉我就是个战武渣啊 龙飞城着急道 耍阴招啊 你不是最会耍阴招的吗 有道理啊 龙飞城目光下移 抬脚就冲着剑王的裤裆踢去 去没想到 武装到牙齿的剑王 就连裤裆都被铠甲包围 龙飞城这一脚 差点没把自己的脚踝给踢脱臼了 他惨叫一声 丢掉了彩威剑 双手抱着自己的脚 单脚在原地跳个不停 痛痛痛痛痛痛 剑王似乎被龙飞城的 下三滥手段给激怒了 强行甩开严手一 一脚踹在龙飞城的屁股上 这一脚力道可不小 直接将龙飞城 踹飞十几米远 一头撞在了一根中乳石上 小罗 严手一面色一变 急忙呼唤龙飞城 然而却得不到回应 可想而知 这一脚怕是对龙飞城造成了重创 搞不好他的屁股都被踹烂了 着急的严手一捡起了地上的彩微剑 与剑王拉开距离 掌心雷 五雷正法 天雷欲火绝 三重杀招 一个接一个 不停地被严手一经由彩微剑释放 各种电光雷火 不停地落在剑王的身上 可剑王凭借着身上的铠甲 愣是眼睛都不带眨一下 慢慢地朝严手一靠近 他每前进三步 就会被严手一逼退两步 但不管怎么说 这家伙都在靠近严手一 迟早会来到严手一的面前 臭丫头 你要抓紧时间了 严手一没时间回头看林子彤 只能从牙缝中憋出一句话来 身后的林子彤 因为想要最大限度地 借来斩破刀的真身 给法身提供最强大的力量 所以 咒语念得格外地认真 道夫燃烧以后 他的面前出现了一片虚空 那里头 便是斩破刀的真身所在 林子彤咬咬牙 顶着几乎要晕厥的痛苦 把手伸进虚空当中 他高声呐喊 我有一柄斩破刀 可叫天地倾覆 山河断流 阴阳逆乱 枪 问 在林子彤从虚空中 拔出斩破刀的一瞬间 瞩目视中 响起了一阵利剑出鞘的声音 那声音仿佛都带着刀剑的锐气 刺的人耳朵生疼 紧接着 又是一阵嗡鸣声 那是刀刃与空气摩擦 震动所产生的声音 听到这个声音 严守医就知道 林子彤借到了斩破刀法身 而且 比他之前所借到的法身 要强大得多 然而 当他回过神来之时 剑王竟然已经来到他的面前 碰 剑王一脚将严守医踹飞五六米 紧接着 一个飞身来到他面前 一脚踩住严守医的胸口 他反握长剑 剑肩朝下 对准了严守医的胸口 大傻子 接到 危急关头 林子彤将斩破刀 抛向严守医 严守医咬着牙 精准地握住刀柄 在他握住刀柄的一瞬间 他的瞳孔猛地缩小 无尽的力量 竟然从他的身体里 强行被斩破刀抽出 这是什么回事 我的体内 为何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黑气萦绕在严守医的周身 甚至将剑王都掀翻在地 爬起来的严守医回过神来 这是 煞气 又是煞气 他又惊又喜 他知道自己体内有一位杀神 这位杀神 既能给予他强大的力量 也有可能抹去他的意识 所以这么多年来 爷爷从不让严守医 接触斩破刀的真身 就是因为害怕斩破刀 调动了严守医体内的煞气 煞气 会让严守医迷失自我 但这个时候 严守医也无法考虑那么多了 借着强大的煞气 和无可匹敌的斩破刀 严守医犹如有万军之势 冲向剑王 剑王似乎也被严守医的气势所吓到 他本来跪在地上 几次尝试竟然连战都站不起来 这让剑王感到无比的困惑 不对啊 我也曾是战场上杀敌千万的杀神 为何在此人的面前 我却心生退役 不敢与之正面交手 这强大的煞气 为何似曾相识 是他 是他 是那个真正的杀神来了 剑王的面具之下 双眼圆瞪 眼中透露着深深的恐惧 杀 严守医嘀喝一声 身体从剑王身边掠过 他手持斩破刀 保持着落刀的姿势 斩破刀上 滴血未沾 但身后剑王的脑袋 却是缓缓滑落 剑王那强大的铠甲 在强大的斩破刀面前 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严守医还保持着落刀的姿势 刀锋无比明亮 上面滴血未沾 而身后的剑王 却已经人头落地 他松开了手里的锈剑 身体无力地跪在地上 然后向侧面倒去 没了铠甲的保护 天雷火瞬间入侵剑王的身体 顷刻间将他的血肉 烧成了灰烬 风一吹 只留下一件铠甲空壳 其他什么都没留下 一代枭雄 就此彻底陨落 成功了 林子彤大喜来到严守医的身边 激动地说道 你做到了 你杀了剑王 严守医站直了身体 双手却不停地发抖 倒不是因为害怕 而是因为过度地兴奋 他努力握住斩破刀 感觉心脏几乎要跳出胸口 我虽杀了剑王 但体内还有力量 好像无穷无尽 必须释放出来 否则这股力量会把我撑爆 真正秒杀剑王的 不是强大的斩破刀 而是源于严守一体内的强大力量 林子彤文言 面色一变 是煞气 是 严守医咬着牙 煞气正在侵染着他的意识 让他变得嗜血狂暴 如果没能及时释放这些煞气 后果不堪设想 林子彤当即抱住严守医 嘴里催促道 联合 你快出来 这些煞气正是你所需要的 联合可以吸收煞气 并且将煞气转化成 对林子彤有益的力量 但严守医却忽然说道 等等 剑王虽死 但还有一个周老板没有解决 林子彤回过神来 连忙松开严守医 我在这里等你 等你对付了周老板 若是还难以自控 再让联合出来 好 严守医用颤抖的手 摸了摸林子彤的脑袋 以示安慰 下一秒 他的身体瞬间消失在原地 只留下一阵黑色的闪电 纵地金光 用煞气驱动的纵地金光 居然快得如此吓人 另一边 马家兄妹和杨丽 正在努力与周老板缠斗 周老板的身体 好像与棺材上的红色液体 完全融合 甚至变成了一团 没有骨头的粘液 就算马景轩用匕首 割断了周老板的手指头 他也能很快 长出来一根心的 而马兴平在周老板的身上 打出了一个窟窿 这家伙居然也能复原 二人觉得 此时的周老板 简直就是一只鼻涕虫 又恶心又难缠 杨丽咬牙骂道 早知如此 就应该再上头 把他给弄死 说话间 周老板猛然冲向杨丽 正面将之撞开以后 又化作液体 绕过了马兴平 最后抓住了马景轩 此时的周老板 足足有三米多高 他一只手 便将马景轩的身体握住 拎到了半空中 那丑陋的脑袋 张开了血盆大口 竟叫把马景轩往嘴里塞 马景轩疯狂挣扎 奈何根本不是对手 马景轩见状 当场红了眼 不要命地朝周老板冲来 就在此时 刷 只听一阵破空声传来 马景轩忽然落在了地上 他抬头看去 只见高大的周老板双肩上 竟站着严首一的身影 严首一就站在周老板的肩膀上 居高临下地 看着脚下的邪雾 严首一 死 周老板的嘴里 发出了模糊的声音 严首一身上散发着黑气 冷声说道 你是真正的江无声 这里所有的一切 都是你造成的 不 是你 是你 周老板挥舞着双手 想要抓住肩膀上的严首一 但严首一却是一个后空翻 落在了周老板的身后 哄 旋即一道掌心雷劈下 黑色的电光 让周老板浑身颤抖 没等他缓过神来 严首一的斩破刀 赫然从周老板的胸口刺出 世代的恩怨 该在此时做个了断了 严首一缓缓将斩破刀抽出 令人惊讶的是 周老板的胸口 那个被斩破刀贯穿的伤口 竟然没有如之前一样复原 躲在角落的降头事件状 不由得难难道 这家伙是怎么把杀气 据为己用的 这不科学啊 呸 这不符合道理啊 杀气如同硫酸 不仅阻止了周老板伤口的恢复 甚至在不停地向周围 扩散蚕食 没能恢复伤势的周老板 无力地倒在地上 但他的双眼 却还是死死地盯着严首一 眼里有着无尽的仇恨 你是 将军 我之前居然没有发现 周老板虚弱又悔恨地说 严首一撇了撇嘴 他体内的力量依旧澎湃 就趁此机会 斩草除根吧 天雷欲火绝 同样的一道天雷火 点燃了周老板那丑陋不堪的身体 将之化作灰烬 做完了这一切 严首一才感觉稍微好受一点 为了防止自己抱走 他赶紧丢掉了斩破刀 斩破刀才离手 便无火自燃 消失不见了 而严首一则是单膝跪地 喘着粗气 看起来很辛苦的模样 马家兄妹与杨丽 此时才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严首一竟然仅凭一人之力 轻松秒杀剑王与周老板 只是周老板 他们都需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还险些被他杀死 可严首一却 鲁班传人 当真如此强大的吗 尤其是杨丽 他是班山道人 自视甚高 尤其是在实力这方面 他自认就算那些 名门正派的弟子 也不如他 可如今见识过了 严首一的本事以后 他才知道 自己曾经的骄傲 在严首一的面前 是多么的荒唐 大沙子 林子彤及时跑了过来 搀扶着严首一 你感觉怎么样 需不需要让联合 不用了 严首一摆了摆手 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斩破刀会引发 我体内煞气的暴乱 现在我已经丢了斩破刀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严子彤替严首一检查了一番 确认他是真的没事 才放下心来 此时 主牧室里的剑王和周老板 都已经陨落 大家全都松了口气 颇有一种 劫后余生的感觉 严首一对着大家笑了笑 你们都没事吧 我们没事 那小龙严首一又问 严子彤道 他伤得挺重 但没有危及性命 现在还在昏迷当中 我这里有些药 大家先吃下 恢复点元气 为了让大家恢复 严首一拿出了东王葫芦 将老金给他炼的丹药 分给大家服用 其中 龙飞城的药是最珍贵的 严首一不希望 自己的兄弟有什么事 虽然龙飞城 现在没有生命危险 但剑王刚才那一脚 必定踹断了他的盆骨 这滋味肯定不好受 而在面对杨丽的时候 严首一想了想 还是没给他 他不是什么圣母 杨丽就是一个 偷鸡摸狗的小人 严首一不会把丹药 给这个家伙 杨虎为患的道理 严首一是懂的 什么人可以感化 什么人不需要浪费感情 严首一心里分得很清楚 如果杨丽一开始 就加入自己 严首一当然会像 对待马家兄妹一样对待他 但现在 他没这个机会了 杨丽看到其他人 都服用了疗伤的丹药 自己却空落落的一个人 心里也不是滋味 但却没有将不爽的情绪 表现在脸上 反而还要在一旁陪笑 现在他还有什么办法呢 之前他还想动动歪心思 但如今见识过 严首一的本事 还有他连杀两人 那凶神恶煞的模样以后 不知为何 杨丽心里提不起 一丝面对严首一的勇气 这家伙 分明是一个杀神 谁愿意和一个杀神作对 解决了剑王与周老板 大家开始收拾残局 龙飞城遭到剑王的重击 盆骨应该是碎了 严首一给他服用了老金的药 可以缓解他的疼痛 但还是必须早点带他出去 送到正规的医院进行治疗 马兴平则是来到 剑王尸体原来的位置 收集起了剑王遗留的铠甲和面具 还有那笔袖剑 剑王的这套装备 刀枪不入 水火不清 算得上是非常厉害的法宝了 如果不是遇到斩破刀 剑王几乎是无敌的存在 大家今天都要交代在这里 严兄 剑王是你斩杀的 他的东西理应归你 马兴平抱着剑王的遗物说道 严首一看了一眼 只是伸手 从中拿起了剑王的金面具 他说道 剑者有份 刚才要不是你们拖着周老板 我也没机会解决剑王 剩下的铠甲和袖剑 就给你和景萱吧 马兴平犹豫了一下 又看向杨丽 杨丽冷哼一声 既然严首一不想给 他当然不会拉下脸来要 于是 马兴平便欣然收下了这两件宝贝 其实严首一也不是什么大善人 他不要铠甲和袖剑 单纯的只是因为看不上而已 论铠甲 他是天煞失魁 铠甲对他没什么用处 给林子彤又不合身 而袖剑的话 他有斩破刀 林子彤有红神伞 还要袖剑做什么 做个顺水人情 才是最好的选择 分了宝贝 严首一皱着眉头说道 刚才因为压抑不住煞气 下手没轻没重 现在剑王和周老板都已经死了 不知该上哪去找原生蛊虫了 此次下剑王墓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帮林子彤解蛊毒 林子彤安慰道 原生蛊虫肯定就在这件王墓内 反正现在危险已经解除 我们还有时间 肯定能找到的 围巾之际 也只能硬着头皮找 严首一挣扎着站稳身体 煞气对他的影响太大了 环顾四周 除了墙上的壁画以外 整个主墓室里 也就只剩下棺谷 和里头的棺材了 如果有原生蛊虫的话 必定是在棺材里了吧 正当严首一打算靠近棺材之时 他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奶奶呢 奶奶是守墓人 他压制着剑王 不让剑王复活 而现在剑王已经死了 棺材也被打开了 怎么还没见到奶奶的魂魄 一股不祥的预感 在严首一的心中升起 就在此时 主墓室的门忽然打开了 门外竟然是 骑着青牛的山神严泽 严泽的出现 着实让其他人吓了一跳 杨丽还以为 又冒出了什么牛鬼蛇神 还要大干一场 但严泽并没有恶意 他骑着青牛走进主墓室 沉声对严首一说道 严首一 我错了 错了 严首一沉着脸 仿佛已经知道 严泽要说些什么了 严泽点点头 双眼盯着棺材看 我以为这墓中 只有剑王一人 你奶奶一直在压制剑王 但现在看来 你奶奶压制的 并非是剑王 而是 严首一缓缓说道 姜无声 此言一出 林子彤也忍不住变了脸色 什么意思 姜无声也在剑王墓中 马景轩直接甩出了飞虎爪 将自己掉在棺材上方 向下看去 他果然看到 棺材里还躺着一个 没有双臂的人 棺材里还有人 马景轩紧张地说道 马行平也意识到了 事情的不妙 轰隆隆 似乎是躲猫猫被发现了 棺材里的江无声 骤然睁开眼睛 腐烂的脸上露出了 诡异的笑容 那一瞬间 整个瞩目时的温度 骤降几十度 那中乳石上的水 都结成了冰 大地开始颤抖起来 不断地有碎石 从众人脑袋上掉落 马景轩立刻收了飞虎爪 落在地上 提醒严首一他们 棺材里的那个人 睁开眼睛了 我们快逃吧 虽然还没有看到 肉灵芝的踪迹 但棺材里的那个家伙 如此诡异 就连马景轩 也一刻都不想 在这里待着了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棺材里 江无声望着牧师的顶端 笑着说道 将军 公主 千年之后 我们又见面了 他是冲着我们来的 严首一喝道 你们快走 意识到这江无声本尊 恐怕没那么好对付 严首一不想连累无辜 催促着其他人 快离开这里 可话音才落 棺材里便伸出了一条触手 瞬间缠绕住了杨丽的脖子 然后将其拽了过去 严首一连忙抓住杨丽的手 虽然他不喜欢这个杨丽 但在江无声的面前 杨丽好歹还算是自己阵营的 杨丽眼里满是恐惧 张着嘴巴想要喊救命 却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用痛苦的表情哀求严首一 希望严首一千万 不要放手 严首一当然也不想放手 可瞎一秒 撕了 杨丽的手腕 竟然硬生生被撕断 他的身体瞬间被拽入棺材当中 严首一拿着杨丽的手掌 脸上满是飞溅出来的鲜血 马兴平上前将严首一往后拽 快走吧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杨丽显然已经没救了 那诡异的江无声 也在复活当中 剑王和周老板 已经如此厉害了 可想而知 等到江无声本尊复活之时 将会有多么恐怖 走 严则调转轻牛 带着大家往外跑 脑袋上掉落的碎石 全都被严则推向两边 马兴平扛起了龙飞城 带着马景轩 紧紧地跟在严则的身后 严首一和林子彤 也无奈地后退 想走 躺在棺材里的江无声 缓缓坐了起来 他脸上带着诡异的笑 盯着往外跑的众人 主牧师的门 开始闭合 主牧师没有别的出入口 一旦主牧师门闭合 大家都要被困死在这里 严则心念一动 上方的钟乳石直接掉落 卡住了大门 然而也仅仅只是 坚持了半秒钟的时间 就被木门夹碎 木门关闭 是大势所趋 所有人都不敢拖大 拼了命地往外跑 好在 大家的速度都很快 眨眼的功夫 严则已经冲出了主牧师 接着是扛着龙飞城的 马兴平和马景轩 轮到最后的严首一 和林子彤之时 大门上有一点时间 才完全关闭 可严首一的耳边 却忽然想起了一道慈祥的声音 留下来 留下来 这声音 不是姜无声吧 难道是 奶奶 严首一慌忙回头看去 只见姜无声的身后 竟有一道鬼影 从那勾楼的姿态看来 就好像严首一 在老照片中 见过的奶奶的模样 严首一陷入了纠结当中 她咬着牙 不知该不该留下来 万一是姜无声的计谋呢 可她立马又听到声音 你需要原生蛊虫 严首一的瞳孔一缩 是啊 如果现在逃出去了 臭丫头怎么办 原生蛊虫 只有在姜无声的身上 才能找到 不管是不是奶奶在提醒我 我现在都必须留下来 严首一咬了咬牙 在即将逃出主目式的那一刹那 忽然松开了手 在门前停下了脚步 而林子彤因为惯性 已经冲到了木门外 她震惊地看着严首一 快出来 傻站着做什么 严首一冷静地说道 我发过誓 绝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 如果现在逃出去 就绝对找不到原生蛊虫了 大傻子 你会死的 林子彤着急道 严首一却摇了摇头 主目式里不只有姜无声 还有我的奶奶 你要相信我 乖乖到地面上等我 我一定会带着原生蛊虫 出来找你的 可是 听话 乖 严首一大声打断林子彤的话 木门已经只剩一道缝了 根本无法让人通过 二人站在木门前后 只能通过这道缝 看着对方的眼睛 最后时刻 林子彤擦掉了眼泪 给了严首一一个放心的眼神 既然是严首一选的路 严子彤无力改变之时 便一定要让严首一 没有后顾之忧 只有让他放心 他才能全力以赴 我等你 你一定要活着来见我 否则 咱们就在黄泉路上再相见 看着完全闭合的木门 严首一一手扶着那沉重的木门 轻叹一口气 他也不确定自己的选择是不是正确的 但在刚才那种紧急的情况之下 根本由不得他去考虑太多 他只知道 留在这里 自己或许还能走出去 林子彤还有一线生机 而离开这里 就绝对找不到原生蛊虫 到时候 林子彤必死无疑 严首一已经失去过一次林子彤了 这一次即便拼了命 他也绝对不会放弃 于是 他淡然地转过身 看着棺材里那个坐直了的江无声 江无声没有双臂 皮肤苍白 脸上的肌肉松弛 尤其是那诡异的笑容 显得十分惊悚 此时严首一才发现 江无声的胸口 有一根类似血管一样的东西 已经钻进了杨丽的嘴巴里 杨丽虽然还有着意识 却无法反抗 管子里不停地有东西 在注入杨丽的身体 你如愿以偿了 严首一走向江无声 冷声说道 之前我还有所怀疑 直到刚才我才完全确定 沁江国的将军 就是我的前世吧 在严首一小的时候 爷爷就告诉过他 他的前世 是一名杀敌无数的将军 一个真正被煞气所包裹的杀神 即便投胎转世 将军魂魄所带的煞气 依旧惊天动地 沁江国将军 便是一名杀神 而且他就在严首一的体内 刚才江无声醒来之时 同时喊了将军和公主 严首一那时才完全确定 自己的前世 就是沁江国将军 江无声依旧保持着笑容 盯着严首一看 好像在看一个日思夜 想多年 苦求而不得的宝贝 严首一继续靠近 口中说道 我现在就在这里 你为什么不动手 你不是一直想杀了我报仇吗 江无声依旧无动于衷 这下严首一困惑了 江无声等了这么多年 不为了报仇 还能为了什么 却在此时 江无声身后的那道鬼影 化作一道鬼气 飘到严首一的面前 鬼气凝结 最终变成了一位中年妇女的模样 她的气质优雅大方 虽然穿着朴素 却不像是真正的村妇 她的眼中虽然没有瞳孔 看着严首一时 却满满的都是慈爱 严首一想起来了 当年奶奶去世的时候 自己才刚出生 那时候 奶奶不过也四五十岁而已 还不是真正的老人 看着近在咫尺的奶奶 严首一的心乱了 奶奶 奶奶慈祥地点点头 首一 你长大了 长成大人了 是个帅小伙 和你爸年轻的时候一样 这一瞬间 严首一彻底破防 直接跪在奶奶的面前 流着泪说道 奶奶 都怪我不好 害得您被困在这暗无天日的 见王墓近二十年 傻孩子 奶奶连忙伸手搀扶严首一 这与你有什么关系 严首一哭道 爷爷已经去世了 父亲在监狱里 蹲了十年的大牢 他们都不知道 您还活着 如果他们知道的话 他们一定会无比愧疚的 之前严首一便觉得庆幸 庆幸爷爷去世的时候 不知道奶奶的魂魄 还在见王墓 否则他一定会抱着遗憾此事 魂魄因为愧疚 而得不到安息 奶奶慢慢地摇了摇头 用手抹去严首一眼角的眼泪 安慰道 那些都不重要了 看到你健康长大 奶奶死而无憾 严首一更加憋不住了 他从小就没有妈妈和奶奶 父亲又早年入狱 自己只能跟着爷爷闯荡江湖 相依为命 大多时候 他都觉得自己 是一个没人疼 没人爱的野草 跟着爷爷在世上飘 后来他才发现 父亲一直在监狱里 关注着他 而奶奶也为了自己 与山神做了交易 心甘情愿地留在 剑王墓中 成为守墓人 自己的亲人们 一直都在默默地爱着自己 保护着自己 这让严首一 在心生温暖的同时 有一种说不出的愧疚 看着严首一痛哭的模样 奶奶心里反而更加欣慰了 虽然 他错过了严首一的童年 没有陪伴他的成长 但严首一 还是成为了一个 有担当 有责任心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这对于一个奶奶而言 莫过于是最大的冤枉了 所以 奶奶心里十分满意 他扶着严首一 轻声说道 你来了 我们以后相聚的时间就多了 但是眼下 咱们应该先考虑 如何处理江无声 严首一瞬间回过神来 连忙擦去眼泪 他不想在敌人面前 表现出自己柔弱的一面 他望向江无声 奶奶 江无声是怎么一回事 得知 你进了剑王墓 我只能全力压制江无声 所以刚才才无法帮你 但如今 江无声虽然醒来了 但他的肉身经过千年 已经腐烂不堪 根本没办法与你抗衡 所以才抓了你的朋友 准备夺舍他的身体 现在的他 没有任何的战斗能力 你必须趁现在杀了他 否则等到江无声完成夺舍 后果不堪设想 听了奶奶的话 严首一严肃起来 他立即走向棺材旁 召唤出了斩破刀 对江无声冷声说道 我这就杀了你 然后带奶奶离开这里 慢着 奶奶连忙拦住严首一 你需要袁生蛊虫 在杀江无声之前 必须问出 袁生蛊虫在哪 严首一醒悟过来 立声问道 江无声 袁生蛊虫在哪 江无声僵硬地笑着 转过头看了严首一眼 杀了我 你就等着下辈子 与公主相会吧 江无声的语调 没有任何起伏 完全听不出他的语气 仿佛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 严首一眼脚一抽 直接用斩破刀 刺穿了江无声的肩膀 说 江无声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 只是僵硬地说道 你前世好歹也是庆江将军 此时却要趁人之危 这还是你吗 他是他我是我 好遗憾 我等了千年 只想和你再打一场 证明我不是废物 证明我对师傅而言 还有利用价值 可这么多年来 我等到的 却是你这个乳羞未干的小毛孩 可笑 可笑 袁生蛊虫 我是不会交出来的 除非 你再与我打一场 严首一愤怒地看着眼前的江无声 他多想直接送江无声上路 可江无声从一开始就已经盘算好了一切 原来那鼓鼠是魂毒鼓 针对的不是林子彤 而是他严首一 准确而言 针对的是沁江将军 几个深呼吸以后 严首一冷静下来 他还有时间 只要赢了这个江无声 就有机会救林子彤 于是他冷声说道 好 我与你打一场 你给我起来 但江无声 现在根本动弹不得 更别提和严首一打了 只听江无声说道 待我夺赦成功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 严首一冷笑道 只需三天时间 三天 江无声就可以完全恢复实力 但林子彤等不了三天 严首一无法强迫江无声 只能与他谈判 我给你一天的时间 一天之后 咱们堂堂正正地对决一场 不 我需要两天 一天之后 子彤因你的鼓鼠 是魂毒蛊而死 他若是死了 我也没有顾虑了 到时候 不管你恢复了多少 我都会叫上所有 我能叫得动的人 让你一败涂地 将你打得魂飞魄散 不对 魂飞魄散太便宜你了 我会抓住你的魂魄 用世间最残忍的方式虐待你 让你生不如死 万劫不复 严首一头一回 说出如此威胁的话语 但这也是无奈之举 他实在没有时间了 江无声沉默了 似乎在思考 思考着自己一天之后 将会恢复到什么地步 没一会儿 江无声答应了 一天 一天之后 我会来找你 一言为定 我等了千年 不会违约 江无声说完 那封闭的木门 竟然缓缓打开了 林子彤等人还在门外 万万没有想到 竟然这么快 就能见到严首一 你们别进来 严首一喝道 万一大家都进来了 江无声又关上了门 怎么办 大家听到严首一的声音 全都止步在门外 没敢踏进来 只见严首一回头 对江无声说道 你还挺讲信义 我信你一回 一天之后 我在陈家村北山等你 好 江无声麻木地回答 依旧笑着 定了时间与地点 严首一默默地回过头 脸色缓和了一些 奶奶 我带您回家去 为了让林子彤活命 严首一只能与江无声达成协议 一天之后 江无声主动离开建王墓 到约定的陈家村北山 与严首一一决胜负 严首一之所以选择在北山 与江无声决战 就是想在爷爷他老人家的墓前 表现一番 让爷爷在天之灵能够看到 自己亲手培养出来的孙子 如今已经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有独当一面的能力 不过在临走之际 奶奶忽然伸手一探 江无声的棺材里 忽然飘出了一个肉团 那肉团是粉红色的 部分部位转变成了深褐色 看起来就像一团大脑 却长成了灵芝的形状 严首一一愣 想起了肉灵芝的事情 连忙双手接住勒他 这是肉灵芝 小时候要不是他 你恐怕性命不保 奶奶解释道 江无声似乎不想让严首 一拿走肉灵芝 但他现在可根本没有反抗之力 连动动手指头都不行 只能坐在棺材里单看着 严首一接下肉灵芝 对江无声笑了笑 这玩意儿 就当是咱俩约定的信物了 你没意见吧 江无声当然有意见了 可是有意见又能怎么办 他只能默默地摇了摇头 看着严首一捧着肉灵芝离开 奶奶 他没意见 咱们走吧 严首一笑着说道 二人走出主牧室 江无声似乎因为生气 立马关上了主牧室的大门 这让严首一有点不满 看来这江无声 没有什么凄凉 奶奶一阵无语 自己这孙子 看样子是不知道 肉灵芝的珍贵 那江无声能放你走就不错了 不生气才怪呢 刚离开牧室 奶奶便说道 首一 你身上有带樱幕吗 让奶奶进去休息休息 严首一这才反应过来 奶奶这些年镇压江无声 怕是一刻都没有休息过 她赶紧拿出一块樱幕 让奶奶进去休息 奶奶对山神点了点头 又慈祥地对着林子彤笑了笑 这才钻进樱幕当中 林子彤诧意道 发生什么了 刚才那位是 奶奶 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楚 咱们边走边说 先离开这儿吧 严首一说道 林子彤也没追问 两人刚刚经历过一场生离死别 现在严首一忽然回来了 她心里只有开心 其他什么都不重要 骑着黄牛的严泽说道 刚才江无声醒来 地动山摇 你们进来的入口 本来要坍塌的 是我保住了出去的路 你们现在快快回去吧 我们地面上再见 说完 严泽和青牛 就没入岩壁当中 他们是山神 准确来说 还是这山中金怪城的神 所以能控制山里的万物 之前严首一他们搞出的种种动静 要不是严泽顶着 整个建王墓搞不好 都已经塌了 现在人永也没了 巨型水塔也都被杀了 回去的路倒是安全 大家一边往外走 严首一一边将后来发生的事情 解释给大家听 好不容易从山洞里钻出来 天居然都已经亮了 大家在山洞中 根本没有什么时间概念 而且一路上遭遇各种危险 让大家全然忘记了时间 不知不觉 大家在地底下闯了一整夜 昨夜的雨也停了 阳光普照大地 大家迎着阳光走出山洞 身体总算感受到了一丝温暖 同时也有些疲惫了 这次下目的经历 虽然不算是最凶险 但一定是最难忘的 马兴平靠在一棵树干上 直接坐了下去 他身上有无数伤口 之前甚至都不觉得疼 现在却觉得 好像有无数只蚂蚁在身上咬似的 马景轩也挑了一棵树靠着 说道 除了我们 其他人全都死了 大家一阵沉默 倒不是说 对那些死去的奇人异事 有什么感情 大家只是想到 小小的一个贱王墓 搭上了那么多条人命 实在有些不值得 你们的使命结束了 严守一忽然将手里的肉灵芝 交给了马兴平 马兴平一愣 全都给我 我留着也没什么用 当然全都给你了 你们不是还急着用肉灵芝 救你们父亲的命吗 严守一笑道 剩下的事情是我们与江无声之间的事了 你们不需要掺和 马兴平拿着肉灵芝和马景轩对视一眼 两人眼里都有些说不出的滋味 忽然 马兴平拿出匕首 把肉灵芝一分为二 将另一半还给了严守一 严守一正要拒绝 马兴平却说道 一半的肉灵芝足够救我们父亲的命了 剩下的一半 就算你不要 也留给龙兄吧 他这次可伤得不轻 肉灵芝对他应该有帮助 龙飞城现在还昏迷不醒 屁股肿得像南瓜一样 想到这一点 严守一便也收下了 马兴平感慨道 其实 做我们摸金校尉这一行的 除了至亲 谁也不相信 因为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任何人都有可能会背叛我们 不过这一次 严守一 你让我们刮目相看 有那么夸张吗 严守一摸了摸鼻子 有点不好意思 不夸张 一点都不夸张 马兴平道 我们欠你一个人情 所以这次也不打算走了 至少留在这儿 先陪你对付了那江无声 马景轩也说道 没错 我们与你一起对付那江无声 既然他夺舍了杨丽的身体 那必定会继承一些 班山道人的东西 我们对班山道人颇有了解 说不定能帮得上忙 这 严守一迟疑了一下 还是答应了二人 不管怎么说 这也是马家兄妹的一片心意 而且多一个人总多一分力 那 我呢 这时候 木麻雀降头师 飞到了严守一的面前 苦了巴唧地说道 我陪你们到剑王墓走了一遭 差点魂飞魄散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现在你能释放我的魂魄 让我去转世投胎了吗 还没等严守一回答 三元就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 在降头师的脑袋上 狠狠地啄了两下 三元 你在叫我哥做事 严守一拦住了三元 然后对降头师说道 还记得那些 被你和周老板害死的村民吗 降头师连忙点头 你留在这儿 把村民们的魂魄找回来 一一将他们送上灵车 让他们找到转世投胎的路 等你做完了这一切 到陈家村去找我 我自然会还你自由 降头师听后 毫不犹豫地便答应了 做那些事 也算是给自己基因得了 安排了降头师 严守一也筋疲力尽 在林子彤的身边坐下 林子彤温柔地摸了摸他的脸 说道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说没有压力 当然是假的 这件事可是关你的生死 严守一说道 但我一定会拼尽全力的 我陪你一起 林子彤将脑袋 枕在严守一的胸口 两人就这么安静地躺着 头一回感受到了竹林的宁静 清风在山中穿行 摇摆着竹海 发出了沙沙的声响 让人的精神十分放松 大家都在享受着 这片刻的安宁 严守一尝出了一口气 他要往好的方面想 这次去见王牧 他成功地将奶奶的魂魄 带回来了 虽然爷爷 已经没办法再和奶奶相见 但父亲要是知道了 一定会很开心吧 奶奶他老人家 在剑王牧中 孤独了近二十年 现在好不容易出来了 一定要好好孝敬他才是 还有那从剑王身上 得到的金面具 应该也不是什么凡物 回头可以研究研究他的用处 安宁的环境没坚持太久 严守一忽然听到了 有东西靠近的声音 那东西速度极快 他皱着眉头睁开眼睛 朝着动静来的方向看去 却见一条老黄狗 屁颠屁颠地跑到他的面前 轻热地摇着尾巴 用舌头舔着严守一的脸 严守一认出了这条大黄狗 他惊讶地说道 你是狗叔叔养的大黄 你怎么会在这儿 这荒郊野岭的 出现一条大黄狗 倒是很正常 但不正常的是 这条大黄狗 是狗倒是养的 当初在荣城上火车的时候 大黄狗不能上车 所以狗倒是直接把他给放了 没想到他自己认路 跑了三百多公里 来到了陈家村 还直接在山里找到了严守一 老黄 真有你的呀 严守一开心地抱着老黄 在严守一小时候 狗倒是来家里做客 严守一就与这条大黄狗交了朋友 当时这条黄狗 就是老掉牙的模样了 现在十几年过去 他还是这个模样 那时狗倒是吃肉 老黄只能喝汤 严守一于心不忍 把自己的碗里的肉给了老黄 老黄也同人性 绝不吃严守一筷子夹着的东西 一定要让肉放在地上 他才会去吃 后来严守一经常带着老黄 去山里的杏子林偷杏子吃 严守一上树偷杏子 老黄就给他放风 要是有人来了 老黄叫唤一声 严守一就赶紧跑路 可真说得上是狐朋狗友了 汪汪 老黄叫唤了两声 随后看向竹林的深处 严守一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 不由地顺着老黄的方向看去 只见竹林深处 三道人影出现 缓缓向严守一他们走来 正是严绸 狗倒是 妙计五僧三人组 我爸他们来了 严守一小声说道 马家兄妹听说有长辈来了 多少有点拘谨 不敢坐在地上 撑着伤势站了起来 严守一和林子彤 也互相搀扶着站了起来 迎接严绸他们 嘿嘿 我狗倒是说得果然不错 守一这小崽子 绝对不会乖乖听你的话 他肯定会下墨 你们瞧 被我给说中了吧 狗倒是看到严守一 他们狼狈的模样 幸灾乐祸地说道 妙计五僧双手合十 道 阿弥陀佛 还好我们连夜赶过来了 看样子 你们没什么事 严守严肃地审视着 严守一和林子彤 长辈的责怪之意 不言而喻 严守一将林子彤 护在身后 他当然不能让林子彤 在自己老爸那儿挨骂 爸 有一些特殊情况 让我们不得不敬建王墓 建王墓 严守眉头一挑 看来你又知道了不少 就连严守 也只知道这 狗倒是好奇到 你们在那建王墓里 都见到什么了 这两个小家伙 又是什么身份 我怎么感觉 你们和之前 有点不太一样了 妙计五僧 打量着马家兄妹 推断道 摸金校尉 真是好久没见到 你们的踪迹了 马家兄妹 也在打量严守三人 毕竟狗倒是 和妙计五僧的这个组合 实在是太古怪了 但听到妙计五僧 一语点破他们的身份 他们还是肃然起来 严守没有理会 马家兄妹 只是盯着严守一说道 我叮嘱过你 不要下宋木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是嫌自己的命太长 还是觉得子童的命够硬 我只是让你等两天而已 两天的时间都等不了吗 此时严守 已经拿出自己 作为父亲的架子了 老子教训起儿子来 与其当然严厉 林子童这些后辈 此时大气不敢喘一下 都低下了头 在严守的面前 严守一 就像是个做错事的孩子 马家兄妹 是陪他一起 做坏事的小伙伴 现在被长辈抓了个正着 但这一次 严守一没有低头 反而是昂首挺胸 对严守说道 爸 那些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我在建王墓里 见到了奶奶 严守面色骤然一变 心跳和呼吸 仿佛都暂停了 一向沉稳的严守 愣了足足有三秒钟 才不敢相信地发出疑问 你见到奶奶了 这 这不可能啊 不仅是见到他老人家了 还将他老人家的魂魄 带出来了 严守一笑着拿出樱幕 解释道 奶奶当年死后 魂魄与山神 达成了协议 留在建王墓中 镇压建王 山神则是暗中保护我 这次我去建王墓 便将奶奶带回来了 只不过他正在樱幕里休息 不知现在能不能醒来 看着严守一手心里的 那块樱幕 严守的手 忍不住颤抖起来 樱幕里 是严守一的奶奶 也是他严守的母亲 相比于严守一 这个从未见过奶奶的小屁孩 严守对自己母亲的思念 才真叫一个牵肠挂肚 这么多年过去了 当年在建王墓中的生死离别 严守依然历历在目 他每天都在后悔 为何当初 没能将自己母亲带出来 他每个夜晚都在做噩梦 梦到自己的母亲 在那暗无天日的古墓中 承受着怎样的痛苦 可现在 母亲居然回来了 还是被自己的儿子 冒险带回来的 这一切对严守而言 如同做梦一般不真实 这时 骑着轻牛的山神炎泽出现了 他无视了其他人 只是对严守点了点头 随后 他冲着严守一手里的樱幕 轻轻吹了口气 一阵轻烟飘出 缓缓地在严守的面前 形成了奶奶的模样 这个女人穿着朴素 却气质优雅 眼中满是慈爱和温柔 严守在见到她的那一瞬间 便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当场跪了下去 声音颤抖地喊了一声 妈 奶奶也有些哽咽 她俯下身子 抚摸着严守的脸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也老了不少 头上有了白头发 胡子也扎人了 越发地像你罢了 听到这话 严守又没控制住 一时间泪如泉涌 妈 是孩儿不孝 这么多年了 都未曾回去找您 让您吃了这么多年的苦 爸也已经去了 我们一家再也没有团聚的机会了 父母在 人生上有来处 父母去 人生再无归途 或许这就是让严守不顾形象 放声大哭的原因吧 在严守一给严守 传达了爷爷的死讯时 严守虽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悲伤 但那时候的严守便知道 他不再有家了 没了父母 他在这个世界上 永远找不到属于自己的避风港 所有的苦难 都要自己承受 无人诉说 而如今他发现 自己的母亲魂魄伤在 哪怕能再和母亲说一句话 他也满足了 家 还在 坚强如严绸 这辈子也只哭过三次 第一次 严守一的母亲 男查死 第二次 在剑王墓中 痛失母亲 第三次 也就是这一次 时隔近二十年 母子重逢 严绸抱着奶奶 哭得像个孩子 一旁的严守一和林子彤 眼眶也有些发红 奶奶轻叹了一口气 她知道 自己此时出来 老伴多半已经不再认识 但天命难为 她也没有什么办法 她只能好好对待 剩下的亲人们了 狗倒是咳嗽了两声 对严守一说道 要不咱们 还是回避一下 给你爸留点面子 说实话 我和你爸当这么多年兄弟了 还没见他哭成这样过 可惜我手机没电了 否则必定要录下来 发给兄弟们看看 妙计武僧淡淡地说道 大善 翻译以后就是 你他娘的说得对 好在严绸哭过以后 很快就稳定了情绪 她擦干了眼泪 反过来搀扶着奶奶 您魂魄还很虚弱 还是先回去休息吧 确实如此 奶奶脸上有一丝疲惫 她近二十年没有休息过了 严守一赶紧拿出樱幕 让奶奶回去休息 当奶奶化作青烟消散以后 所有人大眼瞪小眼 都有点沉默尴尬 主要是刚才见识到了 严绸泪崩的模样 现在大家一时间 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继续话题了 呃 老爸 严绸打断道 行了 你私自项目的事情 我就不追究了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先回陈家村吧 看样子 老爸是想让大家换个场景 让大家忘了 刚才他大哭的事情 严守一本是想 直接把江无声的事情 告诉给严绸的 但现在看来 好像只能先顺着老爸的意思 给他一个台阶下了 于是乎 大家便收拾了一番 一起返回陈家村 只是回村的时候 严绸的心情明显十分愉悦 脸上的笑容 是这么多年来 从未出现过的 陈家村 可一点都不太平 因为昨晚 严守一他们的帮助 之前被周老板 他们俘虏的 陈家村村民们 全都连夜跑回了村 翘首已盼的亲属 看到自己的亲人回来了 全都激动万分 又听说了 他们在山里的遭遇 大家群情激愤 一个个嚷嚷着 要抄家伙上山 找周老板算账 但那些村民 好不容易才逃回来 又建设了那么多 可怕又不可思议的东西 此时哪里还敢回去呢 大家折腾了一晚上 等到天亮才睡下 所以今天的陈家村 比往常要安静许多 平日里热闹的村子 今天却是异常的安静 喜欢在村口聊天的 大妈奶奶们 也全都没了踪影 当严守一他们 回到村子的时候 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 这里是陈家村吧 狗倒是有些怀疑地说道 应该是吧 严守一的底气 明显不太足 他们一行人回陈家村 在村口的时候 马兴平忽然提出不进村 严守一稍微思考了一下 便知道 他心里在想什么了 因为之前马兴平 是跟着周老板的 虽然他们没有迫害村民 但也算是凶手之一 所以 马家兄妹不敢进村 否则必然会成为众矢之地 严守一知道 他们本性不坏 甚至周老板 在压迫那些村民的时候 他们兄妹俩 还偷偷帮助和保护村民 所以他答应了 马兴平的请求 没有让他们进村 马家兄妹 自己在村子附近 找安身之处 等到江无声 找上门来的时候 他们在现身帮忙 之后进村 一路上 大家都没见到什么人 只有村里的几条野狗 闻着老黄的味跟了过来 不停地对着老黄 咬尾巴献殷勤 结果被老黄一脚 一个踢得嗷嗷直叫 跑远远地 不敢再靠近了 等回到家门口 严筹推开院门 看到自家院子里 居然坐着一个女孩 不由得一愣 这女孩不是别人 正是担心着 严守一他们安全的江婷 江婷本来也有些泛猛 但看到后面 站着的严守一和林子彤 她当即喜出望外 连忙跑了过来 严大哥 子彤姐 你们总算回来了 看到你们没事 我就放心了 林子彤牵住了江婷的手 发挥了自己身为家里 女主人的身份 赶紧把大家迎进来 严守一好奇道 你二叔回来了吗 江婷连连点头 回来了 她说是山神出手 救了他们 她这么和你们说的 严守一咳嗽了两声 回想起来 当时她和林子彤 也只是出手干扰周老板他们 基本没有现身 也难怪他们会以为 是山神出手帮忙的了 而真正的山神 严守一回头看向严泽 这个小屁孩全程都在摸鱼 普通人压根看不见他 却还以为所有的好事 都是他做的 严守一又问 回来的村民有多少 你们统计过吗 还有多少村民没回来的 提起此事 江婷又有些难过起来 粗略估计 还有二十几人没有回来 活着回来的人 都让我们别去找他们了 说是他们都死在山里了 闻言 严守一和林子彤对视一眼 都默默地叹了口气 其实那些村民们说得不错 到现在还没回来的 多半是凶多吉少了 毕竟大家都是附近 土生土长的村民 不可能找不到回家的路 因为周老板 因为那件王墓 断送了二十几条人命 真是造念 林子彤看了严筹他们一眼 便牵着江婷的手 说是要陪他出去走走 其实 他是想把江婷带出去 把院子留给严守一他们 毕竟大家还有不少的事 需要商量 等到林子彤走了以后 狗倒是羡慕地说道 大哥 我别的不羡慕你们家 就羡慕你们家 有这么个懂事贤惠的儿媳妇 这个话可着实让严筹心里舒服 他甚至骄傲地说道 羡慕有什么用 你连儿子都没有 还怕啥媳妇啊 狗倒是 杀人诛心 杀人诛心啊 你们严家人 真是太猖狂了 大家夸奖林子彤 最开心的人自然是严守一了 不过现在不是傻乐的时候 他心里还悬着一块大石头没放下呢 此时妙记武僧正从屋里出来 他刚将昏迷的龙飞城 送上床休息 还帮他稍微诊断了一番 阿弥陀佛 龙飞城的盆骨碎裂 伤得比较严重 但有了守一之前为他吃的药 还有肉灵汁 他没什么危险 不日便可恢复 得知龙飞城没事 严守一松了口气 他拉来椅子 让几位长辈坐下 等到大家都坐下了 严守一才严肃地说起了 今天发生的事 从回来后遇到匠头师 到搅局周老板 再到遇到严泽 之后与周老板等人 合作进入墓穴 周老板 剑王 江无声 甚至包括严守一的前世 是沁江国将军 这些事严守一全都说了出来 这些都是姓名攸关的大事 严守一没必要藏着掖着 而且在场的都是 他最信任的长辈前辈 说出来 让大家一起帮忙分析分析 指不定还能多想点办法呢 苟道是 妙记武僧 他们也算是老江湖了 但听完了严守一说的话以后 也是嘖嘖称奇 苟道是道 大哥 守一的身世 居然如此离奇 尤其是 关于他前世是古蜀将军之事 你们早就知道了吗 妙记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难怪守一身上 总是有一股若有若无的煞气 严愁微微叹气 守一的命 我们早就算过了 但算命归算命 只是知道的大概 不可能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前因后果全部搞清楚 看来守一敬见王牧 也是命中注定 老天爷要让他亲自搞清楚 前世发生的事 他顿了顿 又对二人问道 你们对那江湖声 有什么看法 妙记冷笑道 没什么可怕的 明日他赶来 咱们大家一起出手 将之捉拿 还怕问不出 原生蛊虫在哪 狗道士却连连摇头 这家伙为了等守一 千年的痛苦寂寞都熬得住 我们那点审问手段 怕是奈何不了他 此事关乎子童性命 不可拖大 严守一又问严守一 你呢 你自己怎么看 问题又抛回 给了严守一 但严守一也不拒绝 发表自己的看法 江湖声是很强大 但他需要夺赦 才能离开建王牧 区区一天的时间 他应该恢复不了多少实力 或许我应该按照约定 和他堂堂正正的一决胜负 万一他输了不认账怎么办 狗道士问 他不会的 千年的痛苦他都熬过来了 我想 他要的不只是报仇那么简单 严守一轻声说道 他想要再试一次 三名长辈望着严守一 见其如此笃定江湖声的想法 只能支持他的决定 既然约定了要打一场 那就好好打吧 赢了自然好说 输了 我们几个当爹做叔叔的 再帮你打回去 不就得了 毕竟现在的严守一 可是有后台有靠山的二代呢 严筹从口袋里拿出烟盒 给狗道士和妙计扔了两只 自己最后也点了一只 深吸了一口烟后 他意味深长地说道 既然决定要打 你就要拿出十二分的精气神来 别给我们鲁班传人丢人 我看 也是时候带你去取斩破刀真身了 对付江无声 手里没见真正的兵器怎么行 去 斩破刀的真身 听到严筹说出这番话来 严守一不自觉地愣了好几秒 斩破刀 当年爷爷的好兄弟张三通 所使用的武器 后来由爷爷封印在陈家村的某个地方 传了燃斧取物给严守一 严守一一直知道 斩破刀会激发他的煞气 让他体内的将军变得嗜血暴躁 所以 这么长的时间以来 严守一一直都是借用着斩破刀的法身 从未真正地使用过斩破刀真身 他缓了好一会儿 不自信地说道 爸 我现在取斩破刀 不会被他所影响吗 严筹瞇着眼睛问 你怕了 狗倒是嘻嘻哈哈地说道 怕也是人之常情 毕竟他把刀不是普通人能驾驭得了的 他身上的煞气 可不比你前世的少啊 如果你畏惧斩破刀 我也不会抢求你 你狗叔叔喜欢收藏 让他借你几件法宝 应付江无声 应该没什么问题 狗倒是连忙捂住自己的裤斗 说着说着 怎么还把主意打到我的口袋里来了呢 看着自己老爸和狗倒是 一唱一喝地使用激将法 严守一哭笑不得 爸 狗叔叔 你们这是在担心我不敢碰斩破刀 严守一问道 妙计武僧在一旁严肃道 斩破刀飞等闲之辈所能驾驭的 我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严守一哈哈一笑 可我是鲁班传人 我姓严 岂是等闲之辈 况且 我已经见识过斩破刀的力量 也与前世的将军有过交流 为何还要畏惧斩破刀 年少轻狂 年少若不轻狂 还是年少吗 别看严守一平日里和和气气 看起来老实巴交 没有什么傲气 但不代表他没有傲骨 严守一一直都是有傲骨的人 只不过他习惯把自己的傲骨藏在深处 当有人一层一层地拨开他的外表 才终于看到他的傲骨之时 无一例外 都要被其震撼到无以复加 就如当初严守一心急 拿出一大堆稀释珍宝 像林子彤的父亲强女儿一样 严守三人审视着严守一 似乎在估量着 这小子是不是已经拥有 拿起斩破刀真身的资格 听了严守一的那番话 三人脸上的严肃瞬间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欣慰 严守说道 看样子 你已经做好准备了 既然如此 你便先去休息一番 正午时分 我带你去取斩破刀 做好准备的严守一 没有半句废话 留下了奶奶的樱幕以后 便回自己的屋子休息去了 他的心里 自然是对斩破刀满怀期待 严守一回去以后 严守拿起了樱幕 一时间感慨万千 他拿着烟盒和打火机 起身说道 我出去一趟 狗倒是笑道 去吧去吧 我们不会跟过去 看你哭鼻子的 滚 严守瞪了狗倒是一眼 默默地走出院子 此时的他 不像是一个强者 更像是一个归家的游子 身影略显孤独 狗倒是和妙记武僧都知道 严守这是要带着严守一奶奶的魂魄 去探望一下爷爷的墓 十几年前 严守离开了这个家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他离开时 爷爷的身体还算硬朗 头上只是有少许的白发 他回来时 爷爷变成了黄土下的白灰 永远没有声音了 接下来的时间属于严仇 其他人都不会打扰 一晃眼的功夫 已经到了正午 严守一醒来时 林子彤正坐在床边 姜婷走了吗 严守一问 嗯 刚才回去陪他二叔了 林子彤答道 严守一爬起床 用手揉了揉自己的鼻梁 让自己清醒一些 他是天煞失魁 本是不应该感到疲惫困乏的 只是昨晚下了剑王墓 连续的战斗 消耗了太多的精力 你不睡一会儿吗 严守一又问 林子彤摇了摇头 轻声说道 我不敢睡 我想多看看你 说什么丧气话呢 严守一顿时生气了 你不会死的 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出事的 只是这事儿 给了我一些启发 我想 我要更珍惜 我们在一起的时光 林子彤双手抱着自己的膝盖 没了女强人的气质 有的只有小女人的可怜 严守一心疼这样的林子彤 连忙把他染入怀中 有时候严守一心里满是愧疚 因为他知道 林子彤太爱自己了 他把一切都交给了严守一 甚至在自己有生命危险的时候 想的不是死亡 而是想着 陪伴严守一的时间会少一些 傻丫头 严守一抚摸着林子彤的长发 轻声说道 我们命运多舛 眼前只是我们人生 最不起眼的一个小坎 后来还有很多麻烦等着咱们呢 如果现在我们就这么悲观 以后遇到更大的麻烦怎么办 我觉得 咱们应该想一些好的 比如 等我们安定下来 你想要去哪 想做点什么 林子彤的眼里 稍稍有了些光 他想了想 说道 其实我很喜欢咱们戎城的西湖 我想和你回到西湖去 爸爸他们不是 已经开始在西湖 给咱们盖房子了吗 我就想住在西湖 我们俩 再生一对龙凤胎 看着他们健康快乐地长大 你想要孩子 严守一插一道 林子彤翘脸发红 你我都一样 从小轻轻总是缺失了一块 或许是自己淋过雨 所以就特别想为别人撑起伞 我希望我们有孩子 他们有疼爱他们的父母 当他们还弱小的时候 在我们的羽翼下成长 当他们长大的时候 我们放手 让他们自由地飞 这就是我想要的 严守一听完 思考了许久 见状 林子彤皱着眉头问 我的想法 和你有很大的出入吗 他生怕自己构建的美好未来 不是严守一想要的生活 如果两个人对未来的期盼不一样 即便再爱对方 或许都很难坚持到最后 谁曾想 严守一用为难的语气说道 我觉得我现在没办法满足你 什么 至少要等我战胜了江无声以后 严守一小声说道 否则我没心情 林子彤睁大了眼睛 望着严守一 半天才回过神来 不由地抡起小拳头 捶了几下严守一的胸口 我又不是现在就要 他的小脸通红 羞得感觉脑袋都要冒烟了 严守一被捶得连连咳嗽 他下了床 双手扶着林子彤的肩膀 认真地说道 你想要的 就是我想要的 早这么说不就好了 林子彤称怪道 严守一笑了笑 你好好睡下吧 昨天经历了那些 连我都有些熬不住 更何况是你呢 我与江无声决战之时 你肯定想在一旁 我为我加油助威吧 那你就乖乖躺下 踏踏实实地睡一觉 养好精神 替我加油 这套说字很有效 林子彤的心安了 立刻就感觉到了困意 几乎让她的眼皮 有千斤重 林子彤在床上躺好 严守一为她盖好了被子 最后还在她额头上 轻轻地吻了一下 乖乖等我 我跟着老爸去取斩破刀 一定赶在 你睡醒之前回来 嗯 千万小心 知道了 严守一换好了衣服 在回头之时 林子彤已经睡着了 还发出了轻微的憨声 看样子 是真的很累了 严守一的脸上 不由自主地 浮现出幸福的微笑 她深深地看了林子彤一眼 想把这一刻 永远地印在脑海中 而后 她推开门 走了出去 斩破刀 我来了 屋外比严守一想象中的 要热闹 村民们得知 严守回来了 都在村长的带领下 过来与严守打招呼 相比于严守 严守一毕竟是小辈 之前村民们 多时来看望严守一 而对严守 他们则要尊敬许多 老村长握着严守的手 不肯松开 兴许是想到了严守一的爷爷 老村长老泪纵横 哭了好一会儿 大家看到严守一出现了 又围了上来 七嘴八舌地 说着感谢的话 那些逃回来的村民 后来才得知 是严守一冒险进山 救了他们 如今对严守一的感激之情 简直无以言表 我早就说过了 守一继承了他爷爷的衣钵 以后肯定会有大出现 守一 这次要不是你 叔叔我就要 交代在那山上了 那个周老板 现在怎么样了 你有没有替我们报仇 具体的事情 严守一要是解释起来 大家恐怕根本都听不明白 所以 他只是总结性地说道 周老板和他的同伙全都死了 大家想报仇 恐怕都没有机会了 那些冤死在山里的乡亲们 我已经安排了人超度他们 引导他们的魂魄 前去转世投胎 不至于成为孤魂野鬼 大家伙听了 又是一阵感恩戴德 结果严守一画风一转 不过 乡亲们 那周老板一伙人虽然死了 大家也都回到村子里了 但不代表大家就安全了 你们也知道那山里有些什么 今天夜里 明天黎明之前 大家最好都待在家里 不管听到什么动静 都不要出去 老爸和我会将山里的威胁解决 还大家一个安全的陈家村 本来严守一还担心 自己与江无声的战斗 会牵连到村里无辜的人 所以 这会儿就趁机提醒一下大家 让大家别出门 免得伤及无辜 陈家村的村民们 十分信任严守一 老村长当下便说道 今晚都给我在家好好待着 谁要是出门找死 可怪不得任何人了 大家连连摇头 尤其是在见识过舍鬼的恐怖之后 那些村民们打死也不愿意再面对了 他们以为严守一要对付的是舍鬼 殊不知 舍鬼早就死光了 今晚的敌人比舍鬼要恐怖无数倍 严守在一旁观察着 他发现自己的儿子 成长了不止一心半点 即便在面对江无声这样的敌人 严守一也表现出了难得的冷静 他考虑了很多事 包括村民们的安全 等到和村民们寒暄得差不多了 严守一便来到严守的面前 小声问道 爸 我们现在走吧 嗯 严守不慌不忙地起身 喊上了狗道士和妙计 村民们一看他们父子俩 一副要办大事的模样 当然都没有阻拦 目送他们一行人走出院子 走出村子后 严守一忍不住说道 爸 你和奶奶去见爷爷了吗 去了 墓碑叼得不错 严守叼着烟答道 那奶奶他老人家 他想单独陪陪爷爷 所以我 暂时把鹰幕留在了爷爷的墓旁 让三元在那儿保护他 这样 严守一就放心了 他又问 斩破刀的真身在哪 严守停下脚步 转过身 面对着陈家村 陈家村在严前山下 光秃秃又十分巨大的石头山 似乎就悬在陈家村的脑袋上 上面只有一些难看的藤蔓 严守说道 陈家村的风水不算好 但为什么我和爷爷走遍了天南地北 最后却选择在这里落脚 你知道吗 严守一低头想了想 道 兴许 陈家村现在的风水一般般 但在许多年前 陈家村的风水很好 岩绸眉头一挑 何出此岩 之前我也只是怀疑 但后来得知 江伯伯的山下 有建王墓以后 就十分笃定这个想法了 严守一分析道 首先当年建王风光一时 死后不可能把自己葬在一个普通风水的地方 所以陈家村的风水在建王时期必然是极佳的 但我们建州处于地震带的边缘 总归是会受一些影响 所以千年之后 因为地形的改变 陈家村的风水才被隐没 根据我是推测 还原了当年陈家村的风水 发现陈家村与武夷山脉相连 而且 岩前山很可能是处于武夷龙脉中的龙眼位置上 如果过去陈家村的风水是这样的话 将之称为龙脉也不为过 这里是真正的风水宝地 听完严守一的分析 狗倒是忍不住鼓掌 还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臭小子才这个年纪 就对风水造诣如此之深了 严守一谦虚地说道 多亏了建王牧 否则 我是不会往那方面去想的 严筹没有谦虚客套 他认为自己的儿子就应该是如此优秀 要是严守一领会不到这一层 他就该发脾气了 分析了陈家村的风水后 严守一也大概猜出 严筹问这个问题的目的了 他试探地说道 爸 所以当年你们选择陈家村 就是看中了陈家村的风水 但这和斩破刀有关系吗 难道 陈家村的风水 是用来镇压斩破刀的 严守一越想越觉得有这个可能 但相应的 他对斩破刀的认识 也重新被刷新了 需要用一条曾经的龙脉镇压的刀 究竟有多么可怕 严筹看出严守一 已经猜出了自己想说的话 于是他便没有在废口舌去解释 而是指着陈家村后头的石头山说道 石头山的山顶 有一处被藤蔓掩盖了的山洞 洞里有两座龙虎雕像 出自你爷爷的好兄弟张山通之手 那雕像可不简单 龙虎山的龙虎之意 被封印其中 用来镇压斩破刀 你想要获得斩破刀 就必须通过龙虎的考验 来自龙虎山的考验 严守一的神色 变得严肃认真起来 他本以为去取斩破刀 不过就是找到斩破刀 再将之拿起来那么简单 那龙虎山可是道教圣地 龙虎之意 更是龙虎山的利教之本 岂是那么容易通过考验的 但严守一并不畏惧 他望向石头山的山顶 眼神坚定 斩破刀 非他莫属 严前山 其实是那座据说是 天外陨石下的大山 此时严守一便在严前山中 天色还早 阳光穿过层层树叶 只剩下一道道光柱 点缀在山林里 约某爬了半个小时的山 一面岩壁挡在了严守一的面前 准确来说 这不是岩壁 而是石头山的一个小角落 由于实在是太大了 站在他面前根本看不出弧度 所以才给人感觉像一面岩壁 严丑等人 止步于此 儿子 取斩破刀是你的事 所以剩下的路 都要由你自己走了 严丑说道 严守一抬头看了一眼 看不见石头山的顶 他问道 没有上山的路吗 严丑摇了摇头 陈家村的村民认为 石头山是神山 没人敢爬上去 那爷爷和张山通爷爷 他们不都爬上去了吗 严守一苦笑道 严守笑了笑 取斩破刀的路 和你今后要走的路是一样的 那是一条先有人走 不满荆棘的路 往上看就是蓝天白云 往下看就是万丈深渊 听着父亲这看似玩笑 却充满了暗示意味的话 严守一感觉自己的双腿 都沉重了一下 狗倒是拍了拍严守一的肩膀 指着石头山说道 你爸就是喜欢说一些云里雾里的话 我瞧着这石头山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要是不想爬 我高地给你弄条路出来 取斩破刀已经够麻烦的了 没必要把时间和力气浪费在爬山上 严守一无语道 狗叔叔 那路哪是说弄就弄的呀 你不相信狗叔叔的实力 狗倒是邪魅一笑 严守一愣了愣 难道狗倒是真有那种本事 严守催促道 时间不多了 你赶紧出发吧 严守一回过神来 点了点头 早点取到斩破刀 他心里也踏实一些 于是他与大家告别 往手心吐了口痰 搓开了以后 开始爬山 石头山的岩壁长满了青苔 而且没什么着力点 饶势严守一都爬得十分辛苦 更何况 他还没有带任何的攀岩装备 甚至没有绑上一条安全绳 就这么徒手往上爬 但严守一没有畏惧 既没有想终点在哪 也没有低头 去看自己爬了多高 只是一门心思地往上爬 看着严守一那逐渐变小的身影 严守自言自语道 没错 爬吧 用力爬吧 狗倒是为了看热闹 甚至爬到了树上 手一直二 再加把劲 你已经爬了三分之一了 狗倒是 一副看好戏的模样喊道 严守一如同壁虎一样 紧紧地贴在岩壁上 凑巧这儿的位置不错 可以让他双脚站立 让手臂得到片刻的休息 他头也不回地喊道 狗叔说 您别喊了 我不想知道自己在哪 为什么 那样 我会错估自己的力量 万一力量耗尽 我还没有爬到山顶 那可咋办 说的有道理 我不喊了 狗倒是的脸上 浮现出一丝欣赏 一丝羡慕 一丝骄傲 他没有老伴 更没有后代 看到严守一如此优秀 如此有悟性 就好像是自己的儿子似的骄傲 严守一就这么闷头爬着 不知过了多久 无意间 眼角余光瞥见了外面的景色 一时间忍不住停下了攀爬 侧头看去 他已经爬得很高了 比下方最高的树都要高 因此 他看到了以前从未看过的美景 远方的五夷山脉 如同卧龙盘踞在白云之下 溪水自山中流出 如同两道白铃 蜿蜒美丽 脚下是小小的陈家村 村里已经生起了鸟鸟的吹烟 严守一注意到 村子里有不少人已经发现 他正在爬石头山的事了 纷纷走出家门 三三两两地聚在一块 对着自己指指点点 陈家村里 姜亭快步跑进严家的小院 子童姐姐 龙大哥 你们在吗 林子童被吵醒 连忙披上外套走出房间 见识姜亭 便问 怎么了 姜亭指着后方的石头山说道 严大哥 严大哥是不是在爬石头山 林子童的势力 当然要比普通人好 他一眼就看到了 正在爬山的严守一 在石头山面前 严守一就如同一只小蚂蚁 缓慢又艰难地向上攀登 林子童妄得出神 是他 严大哥 为什么要去爬石头山啊 姜亭不解 为了 保护大家 保护我 林子童难难道 这时 龙飞城的房间 也传出了声音 哎哟 有没有人啊 快来帮我看看 我的屁股 是不是碎成丝绊了呀 林子童一阵无奈 上前去帮龙飞城 推开窗户 提醒道 你受了伤 但不致命 咱们已经从剑王墓里逃出来了 还给你 为了肉灵芝 你很快就能痊愈的 啊 龙飞城一时还没缓过神来 林子童又指了指 石头山上的严守一 说道 大傻子正在爬石头山 你要不要替他加加油 龙飞城一愣 看清楚了严守一以后 直接忘记了自己受伤的事 大声对着石头山喊道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严哥加油啊 兄弟我屁股坏了 否刀伤活海也陪你上 龙飞城的声音响彻山中 隐隐约约传到了严守一的耳朵里 这让严守一不由地笑了 这声音仿佛给了严守一力量 他攀登的速度变得更快了 守一 加油 等你回来 王大娘给你炖土鸡吃 我们家献杀一只大鹅 就等你了 千万要小心别掉下来啊 陈家村里 大家都开始给严守一加油打气 山里的某个角落 马家兄妹也爬到了树顶 默默地注视着正在攀登的严守一 忽然 一阵狂风刮过 山里的主海沙沙作响 严守一一时不慎 被这狂风吹得失手坠落 所有人的心都悬到了嗓子眼 但好在他及时抓住了 岩石突起的位置 只是往下掉了一两米而已 他定了定神 咬着牙 继续疯狂攀登 日落时分 夕阳面前 晚霞如同火烧一般 红彤彤的 石头山顶 一只满是伤痕的手探了出来 稳稳地抓住凸起的位置 随后 严守一的整个身子都压了上来 他趴在山顶上 喘着粗气 山中响起了大家的欢呼声 严守一也笑了 他抹了一把自己满是汗水和灰尘的脸 挣扎着站了起来 对着大家挥挥手 总算是爬上来了 严守一看向远处 夕阳说不出的美 家乡说不出的亲切 是时候收拾心情 去取斩破刀了 他欣赏了一会儿美景 便重新上路 在山顶上 寻找严守所说的那个山洞 其实山顶一眼就能看得到头 藤蔓密布的地方 也就只有一处 他来到那儿 拨开藤蔓 便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山洞 说是山洞 倒不如 说是一座小庙 庙里供奉着两尊雕像 一龙一虎 龙缠绕在虎的身上 虎的脚下 踩着一把丑了巴唧的刀 几十年的风雨 让这把刀看起来脏兮兮的 蒙着厚厚的灰 属于那种丢在路边 连卖废铁的 都懒得看一眼的 但严守一认的 这就是斩破刀 没想到 自己一路来披荆斩棘的力气 真身竟然是这副德行 还被虎像给踩在脚底 什么龙虎考验 考验在哪儿呢 严守一观察了一阵 并没有发现什么端倪 于是打算先来点硬的 直接把斩破刀 拔出来试一试 然而 当他的手握着斩破刀的那一刻 他的耳边 骤然传来虎啸龙吟之声 声音的距离无比的近 震得他脑袋发晕 耳朵几乎要龙了 抬头看去 龙虎石像竟然双双复活 那龙飘在空中 张牙舞爪 那虎呲牙咧嘴 对着严守一不停咆哮 如此近距离地 遇到这两个可怕的家伙 就连严守一 也忍不住撒开了手 一屁股蹲坐在了地上 可当他坐在地上 回过神来时 龙还是石头龙 虎还是石头虎 斩破刀也被石头虎踩在脚底下 仿佛一切都是他的幻觉似的 可他心里非常清楚 刚才自己看到的 绝对不是幻觉 这就是龙虎之意 严守一咽了口唾沫 鼓起勇气 重新握住了斩破刀柄 好 眼前的世界 色彩仿佛都变得鲜艳起来 飞腾的龙 威武的虎 再次在严守一的面前复活 这次严守一没有退却 而是硬着头皮 死死地握住斩破刀 二位前辈 晚辈乃是严百祥之孙 严守一 这斩破刀本是张山通爷爷的法宝 但他老人家已经传给了我严家 今日晚辈便是来取刀出去 斩妖除魔的 还请两位前辈高抬贵手 龙虎听了严守一的话 停止了威吓 龙离开了虎 绕着严守一飞了好几圈 似乎在审视着这位年轻人 是否有拿起斩破刀的资格 虎的脸上 竟然有着一丝拟人话的嘲笑 似乎很是看不起严守一 严守一也被这两位十分有性格的家伙 给长了见识 实话说 他见过老虎 但从未见过 看起来如此凶悍的 至于龙 他是真没见过 所以 龙在打量着严守一的同时 严守一也盯着龙看 这时 虎发出了一声沉重的醒鼻声 而后口吐人言 这刀 你拿不走 斩破刀 我取不走 严守一脸色一僵 有些尴尬 但却没有第一时间退缩 反而追问道 为什么 这么多年来 严守一一直借用斩破刀的法身 虽然从未握住过真正的斩破刀 但他心里早就将斩破刀 当作是自己的兵器了 现在好不容易见到他的真身 怎么可能空手而归呢 虎再次醒鼻 小儿 本尊说你取不走 你就取不走 问为什么 不过是自取其辱 没想到这只大虫 脾气居然这么暴躁 而且无比傲娇 有驴山派大长老驴金那弯了 说起来驴金也是大胡子 和眼前的大老虎简直神似 严守一的思绪一瞬间飞回了戎城 短暂地呆滞了一下 最后竟然笑出了声 老虎一愣 随后怒道 你笑什么 他乃是神虎 百兽之王 谁见了他 不得俯首称臣 没让这小子跪下就不错了 他居然还对着本尊笑 神虎简直气不打一处来 谁曾想 严守一还老实地回答 没什么 只是想到 前辈我认识的另一个前辈 长得有点像 神龙大笑着 绕过了严守一 回到了神虎的身边 他笑道 我倒觉得 这小子蛮有意思的 神虎不屑地摇了摇头 黄毛小儿 不过如此 凭他现在的本事 根本取不走斩破刀 还是不要浪费时间 打扰我们二人修行 从哪来回哪去 赶紧滚 严守一望着这神龙神虎 心想 这两个家伙待在一块 不觉得孤独吗 自己来 他们不仅不开心 还觉得打扰到了他们 着急赶人走 要是用龙飞城的思维 此时指定要怀疑一下 这神龙和神虎的性别爱好了 但严守一不会问出口 那就是自寻死路 自断前程 严守一表现出一副虚心的模样 对看着比较好说话的神龙说道 神龙前辈 晚辈一直借用斩破刀的法身 这些年除魔味道 对斩破刀已经足够熟悉 今日遇到强敌 才来打扰二位 晚辈自觉 这些年的经历 已经足够让我拿起斩破刀 还请两位前辈给个机会 让晚辈试一试 神龙用爪子理着自己的龙须 悠哉悠哉地说道 你太低估斩破刀了 他的杀意太重 杀气太浓 就算我们让你碰他 你也会被他的杀气所侵染 沦落为一个神志不清的试杀之人 本尊瞧着 你也算半个年轻有为 还是不要赌这一次 让斩破刀毁了你的前程 神龙说话和和气气 比神虎要容易交流许多 通过他的答复 严守一也大概知道 他们为何不肯让自己 取走斩破刀了 只要不是他们的问题 那可就好解决多了 严守一拱手道 斩破刀之前 是我干爷爷张山通的法宝 干爷爷已经认可了我 切 少拿那张山通来吓唬我们 神虎咧着嘴说道 他当年也是通过了我们的认可 才能使用斩破刀 所以他的认可不管用 得我们二人认可才行 那如何才能通过 二位前辈的认可 严守一追问道 问到这一步 取走斩破刀的希望就出现了 神虎发现自己失言了 不由得有些气急败坏 本尊何时说要考验你了 严守一 现在 神虎 神龙在一旁哈哈大笑 龙爪捧着肚子 整个身子不停地 在半空中转圈 严多必失 严多必失 看来咱们是太久没和活人说话 都忘了该如何交流了 神龙笑道 阿虎 你也别针对这小子了 咱们就给他来一场正经的考验 只要他能通过考验 让他取走斩破刀又如何 神虎反驳道 可他若是通过了考验 取走的可不是斩破刀 反正我瞧着 这小子不够资格 不一定 神龙摇摇头 说道 他是张山通认可的小子 应该有过人之处 神虎似乎认可张山通 在听到神龙提起他的名字之后 神虎思考了一阵 最终点了点头 那就让他试试 阿龙 你可不准对他放水 我是那种人 呸 我是那种龙吗 神虎显然对神龙的龙品 十分不信任 他对严守医说道 小子 考验很简单 我和阿龙各自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没有正确答案 你想到什么就答什么 只要你的回答 让我们满意 这斩破刀你就拿走 并且 我们还会各自送你一份大礼 严守医犹豫了一下 神龙疑惑道 你要退缩了 神虎嘲讽道 真是个美种的东西 这就退缩了 本尊果然没有看错人 然而严守医却弱弱地回答 前辈 我只要斩破刀 不要你们送的礼物行不行 神龙 神虎 这小子 这小子 怎么不按套路出牌 寻常人有这样的机缘 那不得高兴地拍大腿啊 这小子倒好 居然不要他们的礼物 神虎当即扑了过来 一副要撸起袖子 揍眼手艺一顿的架势 臭小子 数千年来 你是第一个看不起我们的人 受死吧 阿虎冷静啊 咱们好不容易才遇到一个有缘人 神龙赶紧阻止了神虎 但神虎还是气呼呼地说道 看在你的面子上 本尊暂且饶过他 待会儿考验结束 不管他通过与否 本尊都要揍他一顿 眼手艺哭笑不得 这神虎的性格越发像驴精了 连生气的模样都一模一样 神龙劝住了神虎 回头没好气地瞪了眼手艺一眼 你为何不要我们的礼物 眼手艺老实地答道 我若是收了二位的礼物 就沾染了二位的因果 搞不好后来会惹来一身麻烦 而我这辈子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我只想解决掉我自己的麻烦 然后回家和老婆生孩子 得到眼手艺的回答 一时间神龙都差点没忍住要揍他 神虎还在一旁煽风点火 你看到了吧 这小子就是剑骨头 一会儿我打他你 可别拦着我 神龙心想 我绝对不拦着你 但这小子的想法 却是很难让人不幸福 神龙干脆耍起了无赖 小子 你若是不接受我们的礼物 这考验你也别想了 眼手艺这么随意的吗 就是这么随意 神龙剑兮兮地说道 谁让是我们守护着斩破刀呢 神虎也见笑起来 一副欺负眼手艺得逞了的小人模样 眼手艺无语 这一龙一虎 恐怕是孤独寂寞太久了 憋出心理疾病来了 而且那所谓的礼物 多半被自己说中了 若是接受 肯定会招惹麻烦 但他现在有求于二者 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选择接受 于是他盘膝而坐 说道 行 我就勉为其难地接受 二位前辈的礼物 神虎面色一变 吐槽道 你当我们真想给你送礼 先通过考验再说 行 那我接受你们的考验 神龙神虎都有点猛 明明一开始 是他们瞧不上眼手艺的 怎么现在听起来 好像是他们 求着给眼手艺考验呢 唉 不管那么多了 随便问两个问题 让这小子灰溜溜地滚蛋得了 神虎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他缓缓走到眼手艺的面前 巨大的身影 直接挡住了眼手艺面前所有的落日余晖 此时眼手艺才真正感受到来自神虎的强大气势 本尊问你 你这一生可曾有过君临天下 为我独尊的想法 眼手艺一愣 这是什么问题 他问道 这很重要吗 神虎冷笑道 你只有回答的资格 没有提问或者质疑的资格 那有现实吗 少废话 快回答 虽然搞不懂神虎的提问到底有什么目的 但眼手艺还是很认真地思考了一阵子 想好了吗 神虎不耐烦地催促道 神龙见眼手艺犹豫的样子 忽然抢着说道 算了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吧 本尊问你 你认为 你身上具备包容万物的潜质吗 神虎愤怒地说道 谁让你插嘴的 我怎么就不能插嘴了 神龙对眼手艺说道 小子 你甭管他 先回答我的问题 不行 先回答我的问题 神虎却一点都不认怂 靠 上回张山通 也是你先问的 这回轮到我了呀 你这叫不守规矩 信不信我贬你啊 想打架是吧 来啊 眼手艺哭笑不得 这神龙神虎 真是一对火宝啊 眼看两位就快要打起来了 眼手艺连忙劝架 二位前辈别吵了 这样吧 两个问题晚辈一起回答 二者都闭上了嘴 诧意地说道 你确定 他们都认为自己的问题 十分难回答 眼手艺却要一起回答 这不是平白给自己增加难度吗 这小子 果然不按常理出牌啊 神虎难得对眼手艺刮目相看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形 本尊难得 从你身上 找到一个欣赏之处了 那就按你所说的答吧 神龙也说道 慢慢答 我们不赶时间 夕阳的最后一丝余晖消失了 哪怕是石头山的顶端 也被黑暗所淹没 眼手艺回头看去 陈家村已经亮起了点点灯火 尤其是自己的小院 灯火尤为通明 他仿佛能够看到 林子彤与龙飞城的身影 眼手艺回过头 而后昂首挺胸 让月光照亮他的脸 他朗声道 我姓眼明手艺 名字是我妈起的 他希望我能够手艺而终 希望二位前辈能记住我的名字 神龙前辈问我 我身上是否具备包容万物的前置 我的回答是否 因为我已经做到了包容万物 神龙饶有兴趣地理着自己的龙须 说道 哦 何出此言 说来听听 眼手艺不紧不慢地解释道 我是鲁班传人 自小修行鲁班书 鲁班书及天下百家之所长 而我习了百家之精髓 心胸早已海纳百川 可以算得上是包容万物 神虎前辈问我 我可曾有过君灵天下 为我独尊的想法 我的回答是否 因为我早已经将这些想法 贯彻到行动中去 鲁班出自民间 我学成之后 从未用这些技法为自己磨过力 相反 我利用这些能力 除魔未到 造福百姓 从未动过邪念 此乃君灵天下 唯我独尊 神龙对眼手艺的回答 还算满意 一时间没有提出自己的见解 但是神虎却笑了 他笑话眼手艺 你这回答的 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 我问你可曾 有过君灵天下 唯我独尊的念头 你却告诉我 你在除魔未到造福百姓 这二者有关系吗 眼手艺轻笑一声 自信地答道 我心中的君灵天下 不是弃吞山河 不是雄霸天下 不是给百姓带去战争与苦难 我心中的唯我独尊 不是万人之上 不是木空四海 不是将力量当作统治的手段 我认为 帝王爱江山 君王爱黎明 我纵然有一身本领 却未曾离开过百姓 自百姓中来 到百姓中去 所作一切 皆为了天下苍生 即便我截然一身 穿着布衣 我依旧是君王 不管到哪儿 都是君灵天下 唯我独尊 阎首一的声音 质地有声 仿佛在神龙与神虎的耳边 萦绕不绝 与此同时 山中响起了一阵阴厉声 颇有种石破天惊的感觉 神龙与神虎 愣了半天 都没能从阎首一回答时 那种磅礴的气势中 缓过神来 阎首一回答完 闭着嘴 安静地等待着二者的回复 而神龙与神虎的表情 从僵硬到恢复 再到神采意义 眼中甚至都亮起了光 神龙迎道 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神虎也跟着喊了一句 四海翻腾云水路 五周震荡风雷击 此时也只有这两句诗句 能表达出 他们对阎首一的赞赏之情 臭小子 你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 神龙高兴地 在天空中飞舞起来 数千年来 我们见过了 无数个像你这样的小子 但只有你的回答 让我们拍手称快 神虎也说道 好一个君灵天下 唯我独尊 你小子果然不按照常理出牌 角度兴起 令人折服 神龙与神虎 好像等到了多年来 一直想要的答案 就差高兴到在地上打滚了 对此 鹏首一则是以平常心来对待 因为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如果因此而 感到骄傲和自豪 反而有故意捏造回答的嫌疑 从小 爷爷就教育 他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教育他除魔味道 心细苍生 他只是把自己想的 做的 说出来而已 就这么简单 小子 这斩破刀你拿走吧 神虎直接抬起了脚丫子 鹏首一一个不留神 已经将斩破刀给举起来了 看着手里的斩破刀 他不解地问 就这么简单 神虎笑道 咋地 难道还要我们 给你放一串鞭炮庆祝吗 不是 这斩破刀 难道没有什么劲值吗 就只是被神虎前辈 你踩在脚底下 鹏首一傻眼了 神龙飞了过来 守护斩破刀 又不是我们的第一任务 这玩意儿就放在这里 谁有本事谁就拿走 要是不想回答我们的问题也行 把我们打一顿再抢走也可以 鹏首一 这 的确和他想象的情况 有些不太一样 但不管怎么说 考验他已经通过了 斩破刀 他也拿到手了 好像自己的目的也达成了吧 鹏首一将斩破刀挂在背上 飞快地对神龙神虎抱拳 多谢二位前辈 晚辈就不多讨扰了 家里人还等着我回去吃晚饭呢 咱们有缘再见 说完 鹏首一直接一招纵地金光 消失在原地 拿了斩破刀 他得赶紧开溜 因为鹏首一明显感觉到 这神龙和神虎 对他还有别的企图 而且是那种很不好的企图 可谁曾想 下一秒 鹏首一消失的位置 神龙和神虎夹着他又回来了 鹏首一被两位大佬夹在中间 满脸的尴尬 二位前辈还有事吗 废话 你小子少他妈装算 我们说好了 要送你礼物 你可别想拒绝 神虎见兮兮地笑道 鹏首一干咳两声 我爷爷教育我 无功不受禄 神龙道 你回答了我们的问题 通过了我们的考验 礼物是给你的奖励 奖励是教育不可取 这样会养成孩子的功利心理 神虎微微一笑 亮出了自己的胡爪 想死的话 就拒绝我们吧 鹏首一 果然 这礼物不是什么好东西 否则 他们也不会硬要送给自己了 但现在 鹏首一没有和他们谈判的实力 只能认栽 他苦着脸说道 好吧 那是什么礼物啊 臭小子 你这是收礼物的表情吗 给本尊开心起来 神龙拍了一下 鹏首一的屁股 鹏首一勉强挤出了一个笔窟 还难看的笑容 只见神龙在他的面前飞舞了一阵 随后画出了一道神符 打在了鹏首一的手心里 鹏首一好奇道 这是什么 神龙缓缓道 当年道教祖师爷张道陵 在龙虎山九天神丹 丹成龙虎县 因此异象才给龙虎山改了现在的名 而在那次异象之中 张道陵一共获得了青龙与白虎的三个传承指点 分别是致命五月 习赵万灵 即神虎秘文 后来他才成为了天师 创立了天师府 你手中的这个 正是习赵万灵 传承于青龙 可好百兽 赵千情 令万物 不过 这只是一个印记 你可以选择自己消化 或者传承给其他人 毕竟作为一个君王 不仅自身要强大 也得学会用人之道 所以这 习赵万灵 最后归谁 你可以自己决定 听完神龙的解释 鹏首一心里万分惊喜 这礼物一点都不吓人啊 明明很棒啊 他暗自后悔 刚才自己的表现 是不是太过唐突了一些 神龙会不会因此 而把给自己的奖励减少了 现在亡羊捕捞 应该不晚吧 于是 鹏首一连忙 抓住了神虎的大爪子 挤出一丝可爱的笑容 说道 神虎前辈 您的礼物呢 神虎恨不得给鹏首一一大嘴巴子 刚才喊着不要不要 现在喊着快点快点 你小子真特么贱啊 只见龙虎醒鼻一声 直接吐了个神符 顶在鹏首一的额头上 鹏首一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诧异地问 这又是什么 神虎密文 啥 神虎密文 它是一个印记 获得了它 就意味着获得了青龙与白虎的认可 意味着你成为了下一代的龙虎山天师候选人 臭小子 偷着乐吧 你叫 神虎不耐烦地说道 鹏首一愣了愣 随后面色大变 差点就爆了粗口 果然不是什么好事啊 他才不要当什么天师候选人呢 自己的鲁班传人还没当明白 去龙虎山凑什么热闹 早知如此 刚才拿了 席兆万灵 就应该收拾东西跑下山 不陪这两个妖怪完了 造孽啊 见到鹏首一一父被坑了的泪绝不爱的表情 神虎气得咬牙切齿 天师乃是天道的继承人 多少修道之人恨不得杀了你再顶上去 你小子怎么得了便宜还卖乖 在这里哭惨 听到神虎说 很多人恨不得杀了他自己顶上去 鹏首一就更郁闷了 自己就说了一句话 就成了所有修道者羡慕嫉妒 甚至想要谋杀的对象了 这还不准让人哭了 造孽啊 拿了斩破刀的鹏首一 此时一点都开心不起来 他对所谓的龙虎山天师 没什么兴趣 自己的麻烦事还一堆呢 哪有空去当什么天师啊 但神龙和神虎 好像不是这么想的 他们已找到了鹏首一 这么一个杰出的继承者 而沾沾自喜 好像会得到什么奖励似的 神龙用龙爪拍了拍 鹏首一的肩膀 笑道 你也别太高兴 和你一样的天师继承人 每一甲子会出现三个 鹏首一愣了愣 三个 那我岂不是可以不当天师了 反正继承人有三个 但天师的位置只有一个 他不去当 自然有人会去当 这可把鹏首一乐坏了 自己只要把神虎密文藏好 让其他人去追杀 另外两个继承人就好了 然而神虎生气道 你小子就这么不想当天师 你的能力 你的天赋 你的报复 都是天师的最佳人选 别轻易放弃自己啊 鹏首一谦虚地说道 多谢前辈看中 但晚辈真的不想当什么天师 当不当天师 一样可以除谋味道造福百姓 而且 晚辈自己 还有一堆烂摊子要收拾呢 听了鹏首一的回答 神龙和神虎都 有些遗憾 他们可惜了 鹏首一这个好苗子 却没有后悔 将神虎密文给他 于是神龙说道 不管怎么说 神虎密文既然给了你 我们就不会收回来了 至于你想不想当天师 能不能当天师 都是你自己的命 我们也干预不了 鹏首一点点头 由衷地说道 不论如何 还是谢谢两位前辈 神虎不耐烦地说道 行了行了 少在那叽叽歪歪的了 你不是急着下山吗 赶紧滚犊子吧 鹏首一再一次 在神虎的身上 看到了驴精的影子 两人连骂人的话 都一模一样 那晚辈就不多讨扰了 希望以后还要再见之日 鹏首一也不想在这多停留 他对神龙神虎抱拳行李后 便背着斩破刀退走了 等他走后 神虎不屑地说道 臭小子 还真说走就走 不是你要赶他走的吗 神龙笑道 可惜了 本以为咱们俩这回 能找到一个好苗子 谁知鹏首一 居然不想当天师 这一甲子的天师 怕是要被别人给抢走了 那可就不算咱们的功德了 神龙的言下之意 应该还有另外两组 神龙与神虎 在世界各地 寻找天师继承人 而最后哪一组挑中的继承人 成为了天师 他们也会跟着沾光 神虎对此没什么感觉 就算他有心当天师 也不是说当就当的 能被咱们挑中的人 都是人中龙凤 个个都有着 不属于他的实力 和胆识魄力 神龙点点头 说白了 还是看造化 但这小子真不错 他很不一样 神虎不置可否 眼中对鹏首一 还是有些期待的 收拾收拾吧 咱们在这鸟不拉屎的坡地 也待了二十几年了 是时候回山复命了 神龙话音落下时 鹏首一恰好转过头来 想最后再看一眼 神龙和神虎 但他却没有再看到 二者的身影 只看到那山洞中 碎了一地的石块 连原先石像的模样 都看不出来了 刚才的那一切 都好像是一场梦 唯一能验证 神龙和神虎真的存在的 只有鹏首一背上 背着的斩破刀 二位前辈 多谢了 鹏首一再次抱拳鞠躬 转身准备下山 他来到石头山的边缘 低头往下看去 只看到被黑夜笼罩的树林 看不到树林里 瞪着他的眼瞅等人 正当鹏首一 打算往下爬石 背上的斩破刀 忽然闪过一道 诡异的光芒 随后 这斩破刀 瞬间竟有千斤之重 恐怖的重量 直接将鹏首一压的 单膝跪地 膝盖硬生生 把身下的石头 撞得粉碎 怎么回事 鹏首一面色大变 咬着牙坚持 但此时他的背上 仿佛背的不是斩破刀 而是一整座石头山 恐怖的力道 死死地压着鹏首一 别说重新站起来了 就连维持着跪姿 都十分困难 更加让鹏首一担心的是 他已经站在山的边缘 一旦自己撑不住了 怕是要一头摔下山去 斩破刀 果然不是普通人 能驾驭的 这千斤重的 是煞气 是杀意 鹏首一苦苦支撑 可他的脊梁 却一点一点地弯下 终于 他撑不住了 向侧面倒去 一头摔下了山顶 快速坠落的风声 在鹏首一的耳边 呼呼作响 他看到石头山顶 离自己越来越远 就在他即将落地之时 山林中忽然飞出了 一个飞虎肘 牢牢地抓住了 鹏首一的脚踝 马家兄妹从山林中 冲了出来 勉强捞住了鹏首一 在他们落地的一瞬间 山神炎泽和青牛 忽然出现 稳稳地接住了三人 快 扔了你背上的那把刀 炎泽警告道 炎首一翻身下了 青牛的背 整个人被斩破刀 压得趴在了地上 甚至有点喘不过气来 但他却没有听从 炎泽的警告 扔了斩破刀 马景轩还以为 炎首一没有力气了 连忙去帮忙 没想到 却被炎首一喝退了 别 别碰我的斩破刀 马兴平着急道 炎兄 这把刀有古怪 我知道 炎首一喘着粗气 说道 寻常人驾驭不了他 但我一定可以 如果现在丢了他 就是在对他低头 再认输 这次我扔了他 以后就再也没有 拒弃他的资格了 闻言 马家兄妹赶紧收了手 紧张兮兮地站在一旁 不知如何是好 炎泽则是眉头一皱 命令轻牛 去把炎愁他们喊过来 炎首一趴在地上 背上的斩破刀 倾泻出了黑色的煞气 渐渐地将炎首一包裹 煞气 又是煞气 炎首一略显烦躁 却在努力保持冷静 只要他能做到 不受煞气影响 就一定可以 没有顾虑地使用斩破刀 克制 冷静 保持清醒 我不能 不能对斩破刀低头 尽管炎首一嘴里 不停地在提醒自己 但他还是 渐渐地失去了意识 黑色的煞气 彻底将他吞噬 马家兄妹他们 根本就看不到 炎首一的身影了 炎兄 马欣平焦急不已 千军一发之际 众人耳边忽然传来了一阵 如同钟鸣一般 浑厚沉重的声音 猫 那声音古老沧桑 仿佛来自千万年前 能够净化世界上的一切误会 消除人心中的所有杂念 这一瞬间 天亮了 周围的树木都消失不见了 有的是一望无际的平静湖水 马家兄妹低头一看 脚下的湖水 甚至能映出他们的脸 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 这是怎么回事 忽然 脚下的湖水消失了 当他们再次抬起头看时 炎筹 狗道士 妙计武僧三人 已经来到炎首一的身边 那道亘古的声音 来自于妙计 马欣平震惊了 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 为什么自己一点都没有察觉到 只见妙计双手合时 身上散发出了金光 整个人如同活佛在世 圣洁庄严 阿 妈 那 北 咪 哦 佛家六字真言 一个一个地被妙计从口中吐出 每一个真言 都在他的面前形成金色的佛印 打在包裹着炎首一的那团煞气之上 当六字真言全部出现之时 直接结成了一张大网 将煞气收拢 炎首一和斩破刀的身影 逐渐显现出来 六字真言 慢慢地将煞气 全部压回到斩破刀上 最后又变成了一串佛印 深深地烙印在斩破刀的刀刃上 就如同如来佛祖封印 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一样 六字真言 如同五指山 镇压着斩破刀的煞气 这一刻 马欣平才感受到妙计的可怕 他是武僧吗 看打扮 很像 但他的佛法造诣 看起来简直和活佛没什么区别 炎兄的父亲叔叔们到底是什么来头 实力为何如此可怕 在佛光的笼罩之下 斩破刀倾泻出来的煞气 尽数被封印回了刀内 六字真言烙印在了斩破刀的刀刃上 死死地镇压住了这柄不祥之刃 但这还没完 只见妙计走上前 拿出了一串佛珠 绑在了斩破刀的刀柄末端 其他的大刀 末端一般系着红缎带 目的是为了及时擦掉刀刃 或者刀柄上的鲜血 防止在战斗的时候打滑脱手 但妙计却在刀柄末端绑上了佛珠 这很是奇怪 佛珠被固定好以后 斩破刀上的煞气彻底消失不见 妙计看向盐绸 只见盐绸缓缓缓点头 可以了 妙计长出一口气 这一套操作下来 对他而言也不是那么轻松 狗倒是和老黄狗一起 来到盐手艺的身边 蹲下身子推了推盐手艺 手艺 臭小子 别睡了 月亮晒屁股了 盐手艺徐续醒来 趴在地上却抬着头 狗叔叔 老黄 我这是怎么了 他捂着头回忆了一下 想起自己被斩破刀压地昏过去的事情 他连忙问道 刚才斩破刀的煞气爆发 我没有伤到谁吧 盐手艺还以为自己失控了呢 却听狗倒是笑道 就你这点实力 就算失控了 又能伤得了谁 盐愁淡淡地说道 没事就赶紧爬起来吧 地上湿气重 盐手艺一脸猛逼地爬起来 他发现自己依旧背着斩破刀 但斩破刀已经不像之前那样 有万钧之众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从背上取下斩破刀 眼手一眼就看到了 刀刃上的六字真言 还有刀柄末端多出来的那一串佛珠 佛珠上仿佛有千万根金丝 编织出金色的佛光 刀刃上的六字真言 散发着一种令人安详的感觉 虽然手握一柄充满了杀意的刀 但内心却感到无比的安宁 如同置身在一片明镜湖水当中 水面上一点波纹都没有 倒映出碧蓝的天空 还不谢谢你妙记叔叔 颜愁提醒道 眼手一顿时反应过来 连忙捧着斩破刀 对妙记武僧道谢 谢谢妙记叔叔 您为斩破刀下如此封印 不会对您自己 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吧 妙记摇了摇头 不碍事 不碍事 那说明多多少少 还是有些事的 眼手一心中有愧 于是便说道 妙记叔叔 等回了戎城 我让小龙带您去嗨皮一下 妙记双眼一瞪 随后眉开眼笑 好小子 叔叔没有白疼你 一旁的狗倒是急了 听听 听听 你们这说的叫什么话 手一 狗叔叔必须教育你了 妙记秃驴是出家人 怎么能沾染这些 不干净的东西呢 还是让狗叔叔 我替他遭受这些苦难吧 眼瞅感觉 这对话的内容 越来越不对劲 不由地打断道 行了 这种话适合在这时候谈吗 狗倒是和妙记武僧闭上了嘴 眼手一也善笑几声 把斩破刀重新背在了背上 眼瞅恢复了脸色 说道 斩破刀受到佛法封印 煞气暂时受到了控制 但一旦你动用斩破刀 多多少少还是会泄露出来一些 不过泄露便泄露吧 一点点煞气 反而能助你一臂之力 煞气会使人冲动 从某种角度而言 它的作用和肾上腺激素差不多 人在面对危险的时候 会分泌肾上腺素 刺激心脏跳动扩张血管 使人发挥出超长的潜能 眼瞅一点了点头 略显骄傲地说道 有了斩破刀真身 今晚斩杀江无声不在话下 若是往常 眼瞅恐怕要教育一下眼瞅一 不要夜狼自大 但今天眼瞅并没有 似乎他对这个江无声 并不是很放在心上 眼瞅跳过了这个话题 直接问道 在取斩破刀之时 你遇到了什么 山上的龙虎 有没有给你什么 闻言 眼瞅一愣了愣 父亲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分明是对山上的龙虎神 知道些什么 难不成 父亲一开始 就知道神虎密文的事情 难道父亲是故意 让我去取斩破刀 然后获得神虎密文 成为天师继承人的 仔细一想 眼瞅一又不觉得奇怪了 斩破刀本来就是 爷爷和张山通干爷爷 封印在石头山上的 之后又把法身 传给了眼瞅一用 这不分明就是为他准备的吗 可以说 当年爷爷将斩破刀 封印在神虎脚下 就已经做好了 未来让严守一来取的准备 让他成为天师继承人 也是爷爷蓄谋已久的事情 严守一的眼神透彻了许多 他问严绸 神虎密文 天师继承人 是您和爷爷 想让我走的路吗 面对儿子这聪明的提问 严绸微微汗手 他沉声说道 一切都只是为了让你活命 成为天师也是 没错 我明白了 严守一叹了口气 虽然他很不想让自己的生活 变得更加复杂 但活下来 才有和林子彤 长相厮守的机会 所以 他逃不掉 竞争天师之位的事了 严绸说道 你好好准备准备 先迈过了江无声这道坎 再去想别的事情吧 孩儿明白 严守一点点头 收拾了东西 对马家兄妹说了声谢谢 然后启程往陈家村的北山走 马家兄妹在一旁 已经呆若目击 刚才的事情 让他们震惊到无以复加 先是妙计武僧展现实力 封印斩破刀 后是严守一说出 他成为天师继承人的事情 什么时候 道教圣地龙虎山 可以由一个出生民间的 民间教派传人来继承了 这完全是超出 马家兄妹理解范围的消息 他们想要拉着严守一问个清楚 但现在显然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江无声就会从剑王墓里出来 和严守一在北山上一决胜负 此时严守一的背上 一定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吧 马景轩心里如此想到 这时 马新平注意到 严绸正对他们招手 他诚惶诚恐地 走到严绸的面前 前辈 有何指教 严绸点上了一支烟 十分惬意地说道 你们摸金校尉 有没有兴趣 去到一个帝王之墓 马景轩惊讶到 帝王墓 纵观华夏上下五千年 帝王的名号 能数得清清楚楚 其中大多数 都已经被倒斗前辈给光顾了 现在要是能进一次帝王墓 对他们兄妹二人而言 简直是比重彩票还难的事 只听严绸说道 对 一个超级帝王大墓 我们当然有兴趣 马新平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敢问是什么帝王 严绸并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说道 具体的信息 回头我自然会让人交代告诉你们 对此 我只有一个条件 你们到那帝王墓中 为我取一样东西 除了那样东西 墓里的任何东西 你们都可以随便拿 马新平好奇道 那样东西 是给严兄弟的吗 是的 严绸道 所以 你们有兴趣帮忙吗 马新平没斟酌多久 便答应了下来 严兄弟对我们恩重如山 我们兄妹俩也想报答他 这帝王墓 是我们心知所向 如果能借此报答 严兄弟的恩情 自然再好不过 行 今天的事情结束以后 你们到知诚的 知诚宾馆开一间房 安心地等上几日 我的人自然会联系你们 严绸笑了笑 给马新平留了一样东西 便带着狗道士他们离开了 马新平目送严绸他们离去 才摊开手心 只见他的手里 只有一块巴掌大的令牌 这是什么令牌 马景轩忍不住问 马新平的声音 都变得有些颤抖起来 妹妹 这令牌上只有一个字 什么字 情 黑暗当中 严首一走在前头 一个人来到北山 严绸他们和严首一 保持五十米左右的距离 远远地跟着他 北山的竹林里 冷风吹的竹林沙沙作响 在竹林的深处 一座孤坟立在那 坟前放着一些吃的 还有烧的只剩下一滩辣的蜡烛 这本是一个诡异的场景 若是换作别人 大半夜必然不敢在孤坟面前徘徊 但严首一却走了过去 对着坟前喊了一声爷爷 这是他爷爷的墓 是严首一亲自踩的点 然后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 最后也是 他亲手把爷爷的骨灰葬在里头的 时隔三个月 再回到爷爷的墓前 严首一早已今非昔比 心里多有感慨 当年跟着爷爷走南闯北 学了一身本领 虽然一直都在成长 但远不如这三个月成长来得快 或许人生就是一段孤苦的旅途 只有在孤独和痛苦当中 才能快速成熟 好在 这一路上严首一收获了友情 得到了爱情 还一点点地找回了亲人 找回了失去的爱 严首一有许多话想说 但他只是站在墓前 将想说的话 全在心里说完了 而后他看向一旁 又亲切地喊了一声奶奶 奶奶的魂魄缓缓显现 他拥抱着严首一 微笑着喊了一声孩子 今晚我就在这儿等江无盛 我要让爷爷他老人家 看看我的进步 严首一说道 傻孩子 爷爷他肯定一直相信着你 你是我们严家的骄傲 奶奶欣慰地说道 奶奶名叫温玉仙 她的性格与气质 温润如玉 仿佛仙女下凡 严首一现在算是知道 为什么当年爷爷和张山通 会被奶奶迷得神魂颠倒 全都爱上奶奶了 温玉仙注意到 严首一背上的斩破刀 似乎也勾起了回忆 她说道 上一任斩破刀的主人 和我与你爷爷颇有渊源 也不知他现在身在何处 是死是活 奶奶说的是张山通爷爷吗 严首一问 温玉仙一愣 你怎么知道他 是你父亲告诉你的吗 严首一摇了摇头 笑道 我在荣城遇到了 张山通爷爷的魂魄 还认他做了干爷爷 干爷爷传了重地金光给我 还帮我化解了不少麻烦 温玉仙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半想才无奈摇头 看来咱们家与他的缘分还没断 得知张山通死了 但魂魄尚在人世 温玉仙的心里也有了些安慰 而严首一看着自己的奶奶 心里若有所思 他考虑着 要不要给奶奶和张山通一次机会 让他们完成一下人生第二春 毕竟爷爷已经走了 魂魄也已经入了轮回 不过这个想法 严首一也只敢在心里想象 要是真说出口了 怕不是要被严绸掉在树上垂了 将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想法甩出去 严首一和温玉仙打了声招呼 然后找了个石头坐在上面 他取下斩破刀 平放在自己的腿上 然后直接开始闭目养神 很快江无声就要来了 他必须尽快调整好状态 以最佳的状态去面对这个宿敌 温玉仙也不打扰 默默地飘向严绸他们 此时 江婷和林子彤也找过来了 看着闭目养神的严首一 林子彤也没有要去打扰他的意思 只是和严首一的家人们站在一起 狗道士说道 我在周围布置了阵法 那江无声只要赶来 就别想活着出去了 其实情况很明显 严绸他们在场 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严首一死掉的 但那江无声就说不清楚了 之所以他们没有直接出手 也是希望锻炼严首一 让他自己解决江无声 同时获得成长 严首一静坐在坟前的竹林间 一动不动 如同石像 时间来到凌晨 陈家村的村民们 十分懂事 听话的全都回到家里 锁好门窗 躺在床上 足足盖了三层被子 连一根脚指头都不敢露在外头 他们知道 今晚严首一他们在北山斩妖除魔 不敢出去添乱 只能在床上默默为严首一祈祷 凌晨时分 一朵黑云遮住了月亮 大得说不出的黑暗 哄 轻微的震动 从山林中传出 惊飞了无数飞鸟 吓跑了千万走兽 蛇虫鼠已都在逃跑 碰 突然间 将有名的那座山猛然爆炸 一道黑光自爆炸中飙射而出 静止往北山而来 听到响动的岩绸他们全都摆出了严肃之色 顺着声音来的方向看去 只见那黑光从天而降 如同陨石般砸落在北山上 硬生生将地面砸出了一个深坑 周围两米都是焦土 来者 已经不是那个躺在棺材里 没有手臂的江无声了 而是被江无声所夺舍的班山道人杨丽 杨丽身材高大魁梧 满身横肉 此时他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地露出了他的可怕肌肉 肌肉呈现出腐烂的黑紫色 上面暗红色的血管 十分显眼 因为严手一和江无声之前扯断了杨丽的手腕 此时他的手腕断口处 被江无声装上了马家兄妹 遗落在剑王墓里的飞虎爪 飞虎爪嵌套在杨丽的手上 如同针手一样灵活 甚至杀伤力要比普通的手大得多 稍微一划拉 都是连皮带肉地扯下来 庆江将军 江无声瞪大了黑漆漆的双眼 远远地盯着严手一 嘴里发出了沙哑的声音 我等这一天 已经好久了 严手一十分淡定 他徐徐睁开眼 打亮着眼前的江无声 他说道 周围设置了阵法 我家长辈在一旁看着 你应该知道 这一战你有来无回 江无声笑道 我等了千年 如今的我也不过是一道执念 真正的我早已经死了 所以 我既然来了 就没打算回去 不过是来了结一个执念罢了 真正的江无声魂魄 其实投胎在周老板的体内 剑王和眼前的江无声 不过都是当年江无声的执念罢了 这一战 不管是输了还是赢了 这个江无声都将了却执念 彻底消失在天地间 与其说 这一战是两人的宿命之战 倒不如 说是严手一一个人的宿命之战 这个江无声 只是挡在严手一面前的一道坎 原声鼓虫 你带来了吗 严手一问 江无声笑了笑 从怀里掏出了一个鼓钟 放在了面前 他指了指鼓钟 道 鼓钟上下了静止 强行打开 就会直接杀死里面的原声鼓虫 只有你杀了我 或者我杀了你 这禁止才会解开 明白了 严手一淡然地回答 随后握住了身边的斩破刀 缓缓站起身 江无声的眼里 已经闪烁起了 充满战意的激动光芒 苦求不可得 辗转不能寐 和严手一再打一场 就是江无声的执念 而对于严手一而言 了却江无声的执念 也能成全他自己 这是他斩断前世纠葛的第一步 冷风呼啸而过 吹落了不少竹叶 在一片枯黄的竹叶中 严手一举起了斩破刀 开始朝江无声靠近 江无声也亮出了飞虎肘 向严手一走来 二人越走越近 越走越快 最终全速冲向对方 江无声吼道 沁江将决 让我看看 你这一时的本事 还配不配得上沁江之名 战斗一触即发 黑夜之下 竹林之中 两道人影互相冲向对方 他们的速度之快 肉眼难以捕捉 所到之处 只卷起了漫天的枯竹叶 竹林中响起的破空之声 犹如孤独的剑客 吹消毒揍 猛然间 二人相撞了 严手一举着斩破刀 以霸道之势 压着江无声 江无声半跪在地 以飞虎找来格挡 下一秒 黄蜂自严手一的身后 袭向江无声 将江无声身后的枯竹叶 吹到远处 愣是把他身后吹得干干净净净 黄土全都暴露了出来 见到这一幕 狗倒是眼前一亮 乖乖 看样子是手一占上风啊 妙计武僧也自豪地说道 阿弥陀佛 手一进步很大 他在速度上不逊色江无声 力量上更是占了优势 看来今晚 咱们无需担心了 林子通的眼光 没有两位前辈那样毒辣 他只是一只 手紧攥着放在胸前 皱着眉头盯着严手一看 就算占了优势 他依旧担心严手一的安全 严愁吸了口烟 淡淡地说道 那江无声 只用了一天的时间恢复 倘若再给他几天时间 咱们的阵法 未必困得住他 这点狗倒是倒是承认 他甚至觉得 再给江无声一些恢复的时间 自己都不会是他的对手 但眼前的江无声 只是一道执念 不会考虑太多 他的目的 只不过是和严手一打一场而已 呵 二人在相撞后的一瞬间 又瞬间分开 接近着在电光火时间 又交了几次手 打得你来我往 难解难分 然而 这看似精彩的过招 不过是双方最普通的试探 两人都还没有拿出真本事 一番交手之后 严手一找到机会 一刀斩向江无声的右手 然而江无声却尽力躲开 最终只是在他的手臂上 留下了一道浅浅的伤口而已 随后二人便拉开了距离 江无声的手臂伤口中 并没有流出鲜血 不过严手一并不觉得奇怪 江无声夺舍了杨丽以后 应该将杨丽的身体 变成了行尸走肉 只见江无声伸出了长长的舌头 舔了舔自己的伤口 应笑着说道 你的实力大不如当年 是投胎转世的原因 不过我也没有完全恢复 所以 咱们这次较量还算公平 严手一不由得皱眉 他发现 江无声的伤口里 竟然开始钻出了一些古怪的虫子 虫子是黑色的 跳蚤大小 密密麻麻 分布在伤口两侧 不停地蠕动着 他心想到 这江无声是鱼鼠国人 后来又拜师庆江国国师 好似会一些古术 他伤口里的虫子 难道是古虫 这古虫 又有什么特殊本领吗 来不及多想 江无声已经卷土重来 严手一决定 先观望一下江无声伤口的情况 于是举刀格挡 然而 就在江无声距离他 还有六七米距离的时候 江无声的伤口当中 猛然钻出了一条触手 狠狠地抽打在严手一的身上 严手一完全没有料到 有这么一出 触手是暗红色的 上面长满了倒沟 严手一正面挨了一边 身上顿时血淋淋的 很是吓人 但这样的伤势 严手一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所以他忍着疼痛 无视了伤口 打算反击 可江无声的触手太过于敏捷 刚刚抽了严手一一边 下一秒又直直地撞在他的胸口上 触手的尖端分裂成了四个小触手 死死地将严手一锁在地上 见状 严重眉头一皱 这个江无声 以身养骨历经千年 原来他向阳丽身体里 转移的不是魂魄和执念 而是他饲养千年的骨虫 狗倒是咋舌道 这也推狠了点吧 江无声是个狼灭啊 阿弥陀佛 众人虽然担心严手一 却并没有出手帮忙 否则大家就拿不到原生骨虫 来救林子彤了 江无声抓住了严手一 一跃而起 来到他的面前 他正要说些什么 却见地上的严手一 周身竟然泛起了金光 天地玄宗万气本根 广修万劫 正无神通 三界内外 围到独尊 金光速献 附护无身 金光神咒 金光神咒乃是道教八神咒之一 而且 严手一是以龙虎山的法门发动的 金光可杀退 一切邪碎 所以 江无声的触手 立刻开始冒起了白烟 好像是被烙铁烫着似的 疼痛让触手不停地挣扎 想要退缩 江无声见状 直接将严手一举了起来 狠狠地撞在一旁的岩石上 严手一再遭重击 嘴角不由地流出了一丝鲜血 一连撞了几下 江无声也承受不住被灼烧的痛苦了 打算将严手一甩出去 而这时 严手一反击的时候到了 他反手抓住了江无声的触手 认其如何挣扎 就是死死不放手 这下江无声着急了 他控制着触手 疯狂地甩动 想要将他从触手上甩出去 严手一左手抓着触手 愣是将弯口粗的触手 勒得只有婴儿的手臂粗细 最后他右手抄起斩破刀 直接将贯穿触手 将制定在了脚下的岩石之上 固定了触手 江无声便受其限制 几次挣扎都没能逃脱 严手一擦掉嘴角的鲜血 随手捡起地上的碎石块 直接踩着江无声的触手 朝他跑去 最后一跃而起 对着江无声迎头一击 这一击 愣是将石头给砸碎了 江无声的脑袋都凹了半边 伤口触目惊心 很是吓人 但严手一知道 这样的攻击 是不可能杀得死江无声的 所以他落地之后 一脚重重地踏在地上 困字 坤公 入地天师 山崩地炼 奇门盾甲之术瞬间展开 竹林中出现了一个 巨大的八卦罗盘 罗盘不停地转动 最终在江无声的脚下 锁死了困字坤公 下一秒 周围的碎石 如同有了雌性似的 全都飞向江无声 愣是江之的身体掩埋 变成了一个小石堆 只留他的脑袋在外头 奶奶温玉仙的眼中 闪过一道金光 好孙子 竟将奇门盾甲之术 练得如此德心应手 奇门盾甲之术 难就难在一个算字上 想要成功布下八卦阵 需要将天时地利人和 全部考虑在其中 通过计算后 才能成功施展 就算是换作温玉仙出手 想要施展奇门盾甲 也得在心里算个十来秒 而严手一 只是在刹那间就算出来了 施展奇门盾甲的速度 快到令人咋舌 严仇也露出了一丝小小的自豪 说实话 在奇门盾甲一术上 严家还没有比严手一 更出色的人存在 就算是严仇自己 也不如严手一 清出于兰儿 胜于兰 江无声被奇门盾甲所镇压 触手又被斩破刀给定住了 一时间动弹不得 而严手一 则是取出了三张道符 捏在手心 念起了掌心雷的咒语 角积之精 甲以神灵 阳波鼓舞 云雷速星 群魔游时 静解雷霆 千千解手 万万减刑 顺无者生 逆无者轻 稍微无令 如逆上轻 急急如绿令 三张道符 在严手一手中燃静 化作银白色的电光 几乎囊括了严手一整条手臂 这已经不是 普通的掌心雷了 说他是掌心炮也不为过 三个月的独自历练 严手一经历了很多 他的道心愈发的稳 道横愈发的深 如果说三个月前 他的掌心雷 只是小电蛇的话 如今他的掌心雷 已经是一条千年蛟龙 虽不是真正的无敌手 但也是肉眼可见的强大 今非昔比 对此了解甚深的狗道士 眼中燃起了火 在年轻一辈中 狗道士从未见过 有严手一如此本事的人 电蛇在严手一的右手臂上肆虐 他的掌心处 更是有一团亮的刺眼的雷球 可想而知 这一团雷球砸在江无声的脑袋上 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那被镇压着的江无声 眼中也出现了一丝巨异 该结束了 严手一冷漠地说完 一掌拍向江无声的脑门 然而 就在他即将给江无声脑袋开光之时 江无声脑袋上 先前被石头砸出来的伤口 猛地喷出了大量的污秽 这些污秽 逼得严手一不得不后退避让 手里的掌心雷也拍错了地方 直接在江无声左肩 炸出了一个大洞 这个大洞 让江无声的左臂灰飞烟灭 而严手一也及时后退 躲过了江无声脑袋里喷出来的污秽 还没等他站稳 镇压着江无声的石队 便一阵颤抖 随后向四周爆炸 无数小碎石 飞向四面八方 妙计武僧见状 直接双手合十 周身散发出金光 化作了一口巨大的透明金钟 将所有人保护在其中 飞石叮叮当当地打在金钟上 好像有人拿着枪 对着金钟扫射 却没有任何一颗石头 能击穿着金钟 严手一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妙计武僧并没有出手帮他 所以那些朝他飞来的石子 是结结实实地打在他的身上 一时间 严手一满身伤口 有被石头打到的瘀青肿胀 也有被尖锐石头划破的伤口 好在他用手臂挡着脸 才没被伤到眼睛 石子飞过后 严手一放下手臂 抬起头来便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江无声已经脱困 而他的脑袋上 竟然又长出了一个更大的脑袋 这个脑袋如同灯笼般大小 头顶没有一根毛发 只有丑陋的暗红色血管 如同蜘蛛网似的 遍布整个脑袋 脑袋上的两颗眼珠子 都有拳头大小 十分突出 上面布满了血丝 充满了杀意 他张开嘴 嘴里居然有三排牙齿 每一颗牙齿都十分尖锐 好似鲨鱼一板 而江无声原本的脑袋 则好像被抛弃了似的 无力地歪向一边 眼珠子也不动弹了 真是个怪物 严手一不仅弥谈 被折腾成了这样 杨力显然是活不成了 这个江无声 用自己的身体饲养蛊虫 足足养了千年 结果自己也变成了一条蛊虫 一个怪物 然而 江无声的变化 还没有结束 他的左臂 已经被严手一的掌心雷炸碎 此时那断口处 再次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黑色蛊虫 随后 一条粗壮的手臂 艰难地长了出来 啊 江无声那丑陋的脑袋 发出了一声诡异的叫声 而后他用巨手怒拍大地 愣是将自己被钉在岩石上的 触手给扯了回来 斩破刀十分锋利 江无声这么一扯 触手直接从中短开始分叉 但分叉后的触手 并没有失去活性 反而一分为二 可以各自控制 这下 江无声如同三头六臂的哪吒 更加难以对付了 庆江将军 如今的你 能奈我何 江无声发出猖狂的笑声 场面十分诡异可怕 如果是普通人看到这一幕 怕是会直接被下进ICU当中进行抢救 但严手亦没有半点距移 他一个飞身上前 拔出了斩破刀 随后掏出道符 将之贴在刀刃之上 无视洞中太义军 头戴七星布四灵 手持龙刀镇上力 力训寻离直至昆 对护游行至前害 遥望天门夜帝君 坎子横山顶上过 直下更攻封鬼门 敢有不顺无道者 驱来见下化卫尘 急急如律令 咒语念碧 道符燃烧起了火焰 掩手一瞬时 用火焰划过刀刃 斩破刀的刀刃上 也跟着燃起了熊熊烈火 驱散了周围的黑暗 离火赤刃咒 将无声丑陋的脑袋上 露出了一抹金色 此乃上古神咒 你怎么会 很显然 江无声还不知道 严守一是 鲁班传人的身份 而连他都知道 离火赤刃咒 就能明白 这咒语有多么的古老 严守一挥舞着斩破刀 淡淡地问道 怎么 当年的沁江将决 不会这一招吗 江无声默然道 他只会杀人 那我不一样 严守一微笑道 我所会之法 是为了震邪除妖 话音落下 严守一师斩纵地金光 瞬间消失在原地 江无声震惊地 看向四周 却迟迟没有找到 严守一的身影 他的眼中 流露出了一丝愤怒 该死 他躲到哪里去了 怎么到处都找不到他 等等 天什么时候亮了 江无声抬起头来 只见自己的脑袋上 好像出现了一轮猎人 不 那不是猎人 那是严守一手中 挥舞着的斩破刀 江无声心声退役 急忙撤退 并且用触手抵挡 但触手在斩破刀 和离火赤刃咒面前 却不堪一击 严守一只是随意挥刀 便将触手斩断 断了的触手 掉在地上 如同蚯蚓一般扭动挣扎 但没多久便腐烂 直接陷入了黄土当中 离我远点 江无声怒吼一声 直接用锯手 连根拔起了一棵小树 朝严守一扔去 严守一微然不惧 一刀斩下 小树分成两段 并且燃起了烈火 落在地上 将竹林印的火红 严守一落地 周身笼罩在火光之中 犹如重新回到战场之上 身后的火焰 不是普通的火焰 而是战火 脑袋上的浓烟 不是普通的浓烟 而是狼烟 江无声 严守一吼道 给本将军认说 江无声瞳孔皱缩 一时间定在原地 仿佛又看到了那个 在战场上大杀四方的杀神 庆江将军 那种刻在灵魂上 发自内心的敬畏 让他待在原地 不知如何是好 斩破刀的真身 本就削铁如泥 是世间斜碎的克星 再加上有离火 赤刃咒的加持 此时严守一手中的斩破刀 可谓是强大到了极致 只见火光与刀光融合在一起 似乎要将天与地切开 火光里 严守一从天而降 斩破刀自左上刀右下 斜披在江无声的身上 尽管江无声用巨手抵挡 可终究不是斩破刀的对手 他的巨手瞬间断裂 那剑射而出的离火刀器 在江无声的胸口上 留下了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口 伤口周围 燃烧着火焰 再也不见那黑色蛊虫的身影 好强 站在远处的马家兄妹 姗姗来迟 正巧看到了 这令人震惊的一幕 门星自问 这马家兄妹 要是站在江无声的面前 恐怕撑不了十个回合 而严守一 却能压着江无声打 这两天 严守一一系列的表现 不停地刷新着兄妹二人的认知 同是源自民间 为何这家伙 强得如此离谱 斩断了江无声的触手与巨手以后 严守一没有任何停歇 他生怕江无声还有后手 所以打算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直接给他一个了断 于是他挺身而尽 手中的斩破刀 瞬间贯穿了 毫无还手之力的江无声的胸膛 被火焰包裹着的刀尖 从江无声的后背穿出 火焰更胜了 江无声脖子上那巨大的脑袋 表情痛苦地扭曲起来 嘴里也发出了 无意识的哀嚎和惨叫 千年了 我追击千里 已身四骨 失去了妻儿 又等待了千年 为何还不是你的对手 江无声痛苦地发问 难道就因为 我是于蜀国的小人物 而你是顶天立地的 沁江将军吗 严守一不知江无声 为何对自己有如此深的怨念 只觉得这家伙的恨早 已经走火入魔 他推动江无声的身体 缓缓拔出斩破刀 冷声说道 你还有后手吗 江无声直接跪在了 严守一的面前 他没有后手了 已身四骨 已经是他最大的后手 只可惜 他给自己恢复的时间太少 否则今日的严守一 还真不是他的对手 看着眼前的江无声 严守一叹了口气 他将斩破刀 架在了江无声的脖子上 问道 你还有遗言吗 就当是告诉庆江将军了 江无声抬起头 看着严守一 说出的不是遗言 而是质问 庆江将军不过是一个伪君子 为了一己私欲 出卖整个庆江国 还出卖了文言公主 文言公主与你青梅竹马 等了你那么多年 可你最后却选择了 于蜀国的那个女人 你可知道 你走之后 文言是什么下场 这一瞬间 严守一发现 江无声对庆江将军的恨 竟然不是来源于他自己的死 而是 文言公主 这又是哪档子人 不管是在联合的记录中 还是自己与庆江将军的对话里 严守一都没有听过文言公主的名号 所以 此时的他 完全一脸猛逼 不知道江无声到底在说些什么 但有一点 严守一心里清楚 江无声 你自己不是 也背叛了于蜀国 投入庆江国国师门下 你有什么资格 看不起庆江将军 江无声一时无言以对 他的一生是悲惨的 小时候在于蜀国被人欺负 长大了到军营里被人侮辱 后来投奔庆江国 以为得到了国师的认可 谁知 国师也只是把他当作工具 好不容易显向还生 有了妻儿 却被庆江国的人给残忍杀害 怨念盘踞了上千年都不散 最后的最后 他还是输在了严守一的手里 江无声的眼里没光了 他的魂魄早就散了 如今又输给严守一 他的执念也散了 我 江无声张开嘴 可还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他竟主动一头撞在斩破刀之上 斩破刀上的离火 瞬间将之焚烧 严守一也没想到 江无声最后居然会选择自杀 等他反应过来时 都已经太晚了 他拔出斩破刀 看着被离火包裹着的江无声 心里忽然有点不适滋味 他头一回 对当年发生的事情有些好奇 千年前的那些人 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爱恨情仇 才会让这些情感 在千年之后都没有磨灭 哪怕身体腐烂 魂魄消散 执念依旧留在人间 闻言公主 严守一重复着这个名字 他打算若再有机会 与联合或者沁江将军对话 一定要问清楚这个名字的主人 众人围到了严守一的身边 他们没有切身经历战斗 也不知道江无声都说了些什么 所以对江无声的死没有什么感触 大家只知道 严守一赢了 江无声死了 严守在斩破刀上轻轻一点 上面的离火瞬间熄灭 而他拍了拍严守一的肩膀 夸赞道 这次表现得很不错 不管是对鲁班书中法术的使用 还是对奇门遁甲的熟悉 亦或是战斗时候的果断 在严筹这儿 严守一都算是过关了 严家的男儿 就该是这样 狗道士也夸奖道 当年你老爸已经十分优秀了 但比起现在的你 都还差那么一些 严守一回过神来 谦虚地回应着大家的夸奖 随后抓着林子彤的手说道 我们快去看看原生蛊虫 随着江无声的死去 那放在一旁的原生蛊虫 也解除了禁止 狗道士走上前 捡起了蛊虫 打开检查了一番以后 确认无误 没有问题 子彤小丫头的命 算是保住了 他将蛊虫丢给了林子彤 林子彤打开后 便见里头趴着一只肥肥的小虫 林子彤可不像其他的女孩一样叫情 直接用手指头捏起了小虫 放在手心上 小虫用触角试探着什么 随后身上的虫足 刺入林子彤的皮肤当中 没一会儿 蛊毒便被小虫给吸了出来 原本白色的小虫 最后变成了黑色 随着蛊毒被吸干 小家伙也没了性命 林子彤体内的蛊毒 也总算是被清理干净了 他感觉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都好了不少 眼手一松了口气 忍不住抱了抱林子彤 这只原生蛊虫 本是鱼鼠 视魂毒蛊的母体 他这一生 只有两个目的 生出蛊毒 然后吸收蛊毒 再用蛊毒 重新繁育后代 妙记武僧在一旁解释说道 林子彤手心里的原生蛊虫 在死去以后 身体如同鸡蛋似的 很快被撞破了 里头钻出了五六只小蛊虫 这些蛊虫 便是视魂毒蛊的幼体 只不过因为它们 现在还太过幼小 没有什么毒性 林子彤正打算消灭掉这些蛊虫 狗倒是却忽然阻止了它 别浪费啊 这玩意儿可不常见 营养丰富啊 眼手一一愣 狗叔说 你不会是要吃掉它们吧 吃毒蛊的勇气 眼手一还真没有 只能说 意高人胆大 不愧是狗疏手 只见狗倒是摇了摇头 指着老黄狗说道 是它要吃 老黄 林子彤迟疑了一下 真的没事吗 能有什么事 狗倒是笑道 你尽管给它就好了 见狗倒是如此自信 林子彤便不再犹豫 将蛊虫喂给了老黄 谁曾想 这老黄见到蛊虫幼崽 就如同见到零食似的 高兴地不停咬尾巴 一口就将毒蛊全吃了 连嚼都没嚼一下 吃掉以后 它还意犹未尽地舔着嘴唇 用眼神 询问林子彤 这种小虫虫还有没有 林子彤不由地感到惊奇 老黄真不是普通的狗 它是什么来头 老黄当然不是普通的狗 狗倒是诡异莫测地笑了笑 然后顿了足足有五秒钟 吊足了大家的胃口后 它说道 老黄 是我狗倒是养的狗 眼手一和林子彤 顿时无语 妙记五僧冷笑道 阿弥陀佛 是不是有那么一瞬间 你们真以为它的狗嘴里 能吐出什么象牙来 诶 怎么说话呢你 狗倒是白了妙记五僧一眼 但并没有继续与妙记抗争 看样子肉搏的话 它恐怕不是妙记的对手 江吴生死了 林子彤的毒也解了 陈家村的危机也全都解除了 大家彻底安下心来 温玉先飘到了眼手一的面前 慈祥又欣慰地说道 手一 记忆中的你 还是个只会啼哭的婴儿 如今的你 已经是独当一面的小伙子了 她当然为眼手一感到自豪 眼手一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后脑勺 旋即她又想到了什么 连忙将林子彤拉过来 奶奶 她叫林子彤 是我的 妻子 林子彤也特别不好意思 声音软软糯糯地喊了一声奶奶好 温玉先一阵错愕 似乎是没料到眼手一都已经结婚了 她还夸眼手一是小伙子 实际上 眼手一早已是一个家的顶梁柱 好丫头 快过来让奶奶看看 温玉先将林子彤招到面前 双手扶着她的肩膀 不停地打量着 嘴角的笑容就没有消失过 真漂亮 真漂亮 好丫头 我们家手一能娶到你这样的媳妇 那可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啊 温玉先对林子彤赞不绝口 一旁的眼手一心里偷笑 确实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没有上辈子庆江将军和鱼鼠公主的爱恨纠葛 她和林子彤这辈子也未必有缘分在一起 林子彤红着脸说道 奶奶过奖了 大傻子她 我是说手一 她也特别好 温玉先打量着林子彤 又问道 好丫头 你是哪人呀 家里几口人 我看你也有修为在身 不知是继承谁家的一波 上了年纪的女人都免不了喜欢八卦 林子彤也不介意 一五一十地达到 我是建州历城人 家里最亲的就只有我和爸爸 妈妈去世的早 我失诚驴山派驴静生 听闻林子彤母亲去世了 温玉先亲身安慰了几句 随后又说道 驴静生呢 她现在还活着吗 严守一哭笑不得 奶奶 驴掌门活得好好的呢 驴静生已经成掌门了 温玉先不由的唏嘘 上次在龙虎山 罗天大叫见过她一次 眨眼功夫 都已经过去了二十几年 她居然都成了驴山派掌门了 其实 驴静生何止是成为了掌门 还辞职不干了呢 但可以听得出 温玉先也不是什么普通人 二十几年前 她应该也是活跃在 悬门道门当中的人物 这让严守一和林子彤 不免有些好奇 因为奶奶的死 一直是爷爷和父亲心中的痛 所以严守一长这么大 很少听他们提起奶奶的事情 自然也就不知道 奶奶是什么身份 年轻的时候 又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严守见他们 聊得没完没了 便出声打断道 妈 守一刚刚经历一场战斗 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善后 温玉先白了严守一眼 江无声都已经死了 你还担心什么 我拉着孙子孙媳妇说几句话怎么了 你是不是嫌弃我老了啰嗦了 严守 妈 我不是那个意思 还有 在大家面前 能不能给我点面子 狗道士和妙记武僧这两个损友 已经背过身 偷偷地酷呲酷呲地笑了起来 想来这两人也是常常被严守支配 如今看到严守被温玉先给支配了 心里说不出的爽 严守恢复了以往淡漠的神色 对温玉先说道 妈 时候不早了 好歹先回村子 向大家报个平安吧 行 那就一年 反正老妈已经死了 说话也不管用了 温玉先扫兴地说道 严守没办法 只能在前头哄着温玉先 其他人与严守保持着距离 远远地跟在后头笑 与江无声的战斗 让周围的环境有些狼藉 严守一稍微收拾了一下 还不忘去给爷爷的坟上炷香 随后 他才重新背起斩破刀 跟上大队伍 队伍里 马家兄妹来到严守一身边 马兴平夸赞道 严兄 今夜一战 真是让我们兄妹二人大开眼见 严守一拱手谦虚 鲁班传人与摸金校尉各有所长 没有什么可比性 严兄真是谦虚了 马兴平顿了顿 忽然从怀里 拿出了两套袖真版的飞虎肘 严兄 你解决了江无声 我们兄妹二人 也要带着肉灵芝 回去就父亲了 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这两套飞虎肘 就当是我们送给你们二位的纪念吧 这两套袖真版的飞虎肘 可以直接藏在袖子里 外人根本看不出来 他们没有什么杀伤力 但基本可以满足一些探抓 飞锁的基本需求 与完整版的飞虎肘区别 旨在于爪子的大小 还有爪子上的倒钩 完整版的飞虎肘 是有攻击性的 而袖真版的没有 飞虎肘可是摸金校尉的看家法宝 严守一这两天 也亲身体会过 这玩意儿的方便和好用 当然是选择收下 其实飞虎肘的结构不难理解 严守一也可以用木头造出来 但他唯一造不出来的是 飞虎肘这种金刚 此乃摸金校尉的不传之秘 这飞虎肘要是太软就会变形 太硬就容易折断 要是危机关头掉链子 那可是丢小命的事 所以飞虎肘还得是摸金校尉出品的 才好使 严守一和林子彤一人 收了一个飞虎肘 当场就绑在了手腕上 袖子放下来就啥也看不着了 严守一感谢道 马兄 谢谢了 该我们谢谢你才是 马清平说道 陈家村部欢迎我们 我们这就打算离开了 到时候还要麻烦你帮我们向龙兄道个别 这当然没问题 严守一笑道 不过小龙也有话让我带给你们 什么话 马清平一愣 他说 希望你们不要再喊他龙兄了 听起来好像是龙兄 马景轩无奈又好笑地摇摇头 这个家伙 马清平笑道 哈哈 知道了 下次我们也喊他小龙 这样可以 双方站定身子 互相抱拳 算是做了的告别仪式 随后马家兄妹便在严守一的目光之下 使用了飞虎爪 很快消失在竹林当中 他们好像很着急的样子 林子同道 他们赶着去救人呢 当然着急了 严守一笑道 一行人回到了陈家村 天微微亮 天边泛起了鱼堵白 将万崇山的轮廓勾勒出来 像是一幅山水画 往常这个时候 陈家村勤劳的村民都已经起床干活了 但今天不一样 没有攻击打鸣 他们是万万不敢走出家门的 后来还是村长透过窗户 看到平安归来的严守一他们 才扯着嗓子喊了几句 守一他们回来了 咱们安全了 大家快出来哦 因为陈家村很小 村头喊一句 村尾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所以村长刚喊完 家家户户都打开了窗户 好奇地往外看 村长问严守一 守一 那妖魔鬼怪被你给收拾了 严守一笑答 村长爷爷 您放心吧 已经被咱们给除掉了 陈家村太平了 那可真是太好了 村长高兴道 严守本来打算直接回自己的院子 但他忽然想起了什么 静止走到村长的窗前 问道 村长伯伯 我爹当年交给你保管的东西还在吗 站在后头的严守一 露出诧异之色 爷爷还有什么东西 需要交给村长保管的 他要是有什么贵重的东西 不都藏床底下吗 而且还会用鲁斑胶独门的技法 打造一些外人打不开的密码箱装着 只见村长露出思考之色 看样子是年纪大了 记不太清楚了 严守见状 有点着急 您老可千万要想起来啊 村长不确定地问 老爷给我的 是不是一本破书 对对对 严守松了口气 村长好歹是想起来了 村长招呼道 你们进来 我这就取给你们 大家走进村长家 便看到村长拄着拐杖 慢悠悠地走出来 走到堂前的时候 他弯下腰 在麻将桌的桌腿子底下 拿出了一本破破烂烂的书 是这个吧 村长问 严守严角抽搐 这么多年来 您就拿着书店桌脚 当然不是了 村长理直气壮地说道 这台麻将桌 村里上个月才买的 严丑 他连忙检查了一下书的情况 好在并没有什么问题 才回过神 对村长说谢谢 村长笑了 嘴里没有一颗好牙 道别后 严守捧着古书往回走 严守医不由地追上去问 爸 这是什么书 为什么爷爷要交给村长保管 严守翻看着书的内容 头也不抬地说道 传说中的鲁班书下卷 你说这是什么 严守医瞪大了眼睛 忍不住揉了揉自己的耳朵 他现在都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只见严守淡定地翻阅着古书 似乎在查看里头的内容有没有破损 他答道 鲁班书下卷啊 有什么问题吗 严守医沉默了一阵 随后笑道 嗨 原来只是那个外人看红眼 动不动就要杀咱们抢夺的鲁班书下卷啊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严守这下抬起头了 不解地看着严守医 你不惊讶吗 老爸 主要是因为你的反应太过于淡定 如果我表现得太惊讶 岂不是显得我很没见识 严守医反问道 一旁的温玉仙等人忍不住笑了起来 狗倒是道 守医这小子也学会阴阳怪气了 不过狗叔叔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就特喜欢你这阴阳怪气的模样 严守翻了个白眼 显然这帮家伙就是想看自己吃别 但他是严守医的父亲 怎么可能吃亏 只听严守淡淡地解释说 你爷爷觉得大隐隐于事 如果费尽心思将鲁班书下卷藏起来 总会留下蛛丝马迹 有心人早晚会找到 还不如随便交给一个无关紧要 还不识字的人来保管 这样就算是天王老子也了 也算不到外头争破了头的鲁班书下卷 会在一个平平无奇的老村长家里 还用来垫桌脚 显然老村长用鲁班书下卷垫桌脚的事情 严守也没有想到 好在这艘操作 并没有破坏到鲁班书的内容 温玉仙笑道 你爷爷就是歪点子多 说这话的时候 温玉仙的语气里充满了怀念 严守医也回想起 当年跟着爷爷的情形 爷爷确实歪点子多 否则也不会追到奶奶这样的大美人 看着严守手中的鲁班书下卷 严守医心里忍不住生出了一丝好奇 爸 这鲁班书下卷记载了什么 你忘了我上次与你说的话了吗 严守说道 知道的越多就越危险 严守医闭上了嘴巴 没有多问了 她遇到的麻烦事已经够多了 就不掺和鲁班书下卷的事情了 温玉仙安慰道 守医有些是不了解 反而是好的 奶奶嫁入严家这么多年 也从未看过鲁班书下卷 对这个秘密知道与否 不影响我们的生活 奶奶说的有道理 林子彤深以为然 所以她甚至都没在意过 严守手里的那本书 严守一点点头 表示自己不会再多问了 严守也暂时将鲁班书下卷给收了起来 大家总算是回到了自家的小院 姜亭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 等大家回来了 立刻就迎了出来 看到大家平安无事 真是太好了 你们都饿了吧 我准备了面条 这就给大家煮去 狗倒是当然饿了 所以一时间对姜亭十分看好 这女娃娃可真乖啊 姜亭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到厨房去忙活去了 丹爹 两位亲叔叔 还有颜哥和嫂子 你们回来了 龙飞成因为有伤在身 还不能下床 只能趴在床上 努力把脑袋挺起来 探到窗台上 与严守一他们打招呼 严守一无语 和严仇他们说了一声 便去到龙飞成房间里 此时的龙飞成 屁股被包了好几层纱布 活脱脱像一个穿着纸尿裤的变态 我们打败了姜无声 也给子瞳解了毒 严守一问道 你的伤势如何了 龙飞成拍了拍自己的翘臀 说道 不疼了 应该很快就好了 说不定明天就能下地走路了 我觉得应该不是快好了 而是没知觉了吧 龙飞成 啊 这 不会吧 你挨了剑王一脚 那一脚直接把你的盆骨踹碎了 是靠着老金的药材 让你捡回一条命 后来大家又给你 为了肉灵汁 严守一道 有这么多的药物帮助 你的屁股应该能够恢复如初 但肯定不是明天 你还是坐好在床上 趴半个月的准备吧 龙飞成听了 表情一阵绝望 他长这么大 就从来没有闲过 让他在床上趴半个月 光是想想就难受 哦对了 马兴平和马景轩 已经离开了 严守一又说道 龙飞成遗憾道 他们怎么说走就走啊 我还没来得及 刘萱萱的电话呢 得了吧 还萱萱 马景轩可不是好惹的女人 我劝你不要招惹她 否则下场会比你在平安大厦 遇到那个衣柜里的女鬼 还要凄惨 嗨嗨 严哥你别想太多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还不了解吗 我就是一个爱好广泛 喜欢交朋友的有志青年啊 有志青年先安静一会儿吧 严守一道 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你好好休息吧 妥妥的 龙飞成又拍了拍自己的翘臀 就当是和严守一说再见 严守一摇头 苦笑地走出房间 没一会儿 姜婷和林子彤 端着一大盆面条 来到院子里 众人饥肠碌碌 又挨着寒风 很快便将面条一卷而空 嘴里喝着热气 露出满足的表情 没了那些威胁 大家都放松了下来 吃饱喝足以后 就这么在院子里坐着 谁都没有讲话 大家都在享受着 这片刻的宁静 许久 严守一打开了话题 爸 咱们要在陈家村住多久 怎么 你已经不习惯老家 想要回戎城了吗 严筹笑着问 严守一摇摇头 不 其实我是想在这儿 多住一段时间 沉淀沉淀 严筹露出欣赏之色 懂得沉淀是好事 多少青年才俊 急功近利 稍微有点实力 就目中无人了 自己的儿子 性子倒是稳 明明已经很强大了 却还知道停下脚步 沉淀沉淀 他说道 我们在陈家村 过了元旦后再走 严守一点点头 还有小半个月的时间 那咱们去哪呢 严守想了想 看向温玉仙问道 妈 您想回去看看吗 温玉仙自然是想的 他死得太早 这世上还有好多故人 连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 等等 严守一忍不住问 爸 你和爷爷从来没有 对我提及过奶奶的身份 哦 以前我们不太愿意提 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 严守淡然道 你奶奶是峨眉山天台宗宗主 也算是峨眉派掌门吧 严守一 原来奶奶的来头这么大的吗 峨眉派掌门呐 当年爷爷是拯救了银河系 才娶到了奶奶吧 现在严守一算是知道了 为什么以前那些富家千金 想要和自己订娃娃亲 全都被爷爷给拒绝了 而且爷爷还说 他们配不上自己 当时严守一不懂 那些小姐姐又漂亮又有钱 有一些还是真的善良 为啥爷爷全都看不上呢 废话 爷爷娶的可是峨眉派掌门 说是仙女姐姐也不为过 难怪看不上 严守一常叹一口气 还有多少事情是我不知道的 有些事情你不问 我们也不晓得你知不知道 严守笑道 可你们不说 我连自己该问什么都不知道 严守一身吸一口气 问道 老爸 我问您 我妈是什么身份 提起了严守一的母亲 严守的表情忽然僵了一下 严守一的母亲 似乎是严守心里不愿提及的伤 狗倒是和妙计武僧 也是脸色微变 气氛一时间冷了下来 严守一似乎也意识到 自己说错话了 正要转移话题 却听严守说道 你妈妈就是再普通不过的 一个普通女人 没有什么身份 也和咱们的圈子搭不着边 严守一低下头 其实她心里还幻想着 或许妈妈和奶奶一样 有着神通本事 或许她也还没死 只是在一个 大家都不知道的角落 但气氛到这儿了 她不敢再问下去了 为了打破尴尬 温玉仙笑道 这段日子 大家就在老家休息 元旦过后 仇儿带我去峨眉山 守一你们呢 有什么打算 打算 严守一寻思了一阵 问严筹 爸 有关于神虎密文 和天师继承人的事情 我该什么时候去处理 明年清明之后 龙虎山会举办道教圣典 也叫罗天大教 届时你自行前往 严筹说道 到时候 我们在龙虎山上相见 也就是说 严筹这一走 多半不会回荣城 直到罗天大教召开时 才能相见了 严守一猜想 父亲被关在监狱里十几年 应该留了很多烂摊子要收拾 所以并没有问严筹 要去做什么 此时他心里对未来的安排 已经有数 先在陈家村休养生息 沉淀沉淀 再回陪林子彤回荣城 见见阿公老金 那群老朋友 等到清明之时 再去龙虎山 参加罗天大教 只是这其中 又会发生多少故事 严守一心里 也没谱 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是 亲人朋友 还有自己最爱的人 此刻都在自己的身边 距离击败江无声 已经过去了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严丑等人 几天前就离开了 说是要带着奶奶温玉仙 去峨眉山 见见故人叙叙旧 这一去 大概就要等到清明后的 罗天大教才能见面了 严守一也习惯了分分合合 好在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有手机在身 随时都可以联系 时间来到一月 过了元旦没多久 新年的气氛已经到来 陈家村家家户户 都挂上了红灯笼 陆陆续续 有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回村 让这个孤独的村子 重新焕发生机 严守一 林子彤和龙飞城 留在陈家村 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三人真算是过了一次 田园木戈的生活 早上醒来 严守一就扛着锄头 拖着龙飞城去菜地 中午时带回来新鲜的蔬菜 沿途各家邻居 又送了一些鸡蛋 林子彤和时常过来的江亭 一起下厨 给这个小家 做一顿丰盛的午餐 下午时 严守一会到陈家村 前面的小河钓鱼 一坐就是一整天 但他也不完全是在钓鱼 大半的时间 他都在盘膝打坐 闭目清休 到了晚上 大家围在院子的篝火旁 聊聊天 没多久就各自回房间 进入梦乡 这日子会让人慵懒 可大家却出乎意料的 十分适应 甚至想一直这么下去 这天中午 吃过饭以后 严守一发现 龙飞城一直捧着手机 表情有点严肃 他不由地问道 小龙 你有心事吗 龙飞城干咳两声 弱弱地说道 颜哥 那个反盐筹联盟群里的家伙们 好像开始怀疑咱们了 那你 颜守一心里一紧 赶紧拿出手机 查看聊天群里的信息 现在颜筹不在 要是群里的那些筹家找上门来 对颜守一而言 是一个不小的麻烦 这一个月的时间 群里的那几个大佬 在宾州蹲颜筹 足足一个月 别说颜筹了 连个屁都没蹲到 但龙飞城 还是整天在忽悠他们 让他们有耐心 接着等 直到今天早上 大佬总算是等不下去了 找龙飞城心事问罪 血滴子 Eddy生鲜罐小胖堆 龙飞城 TMD 你这家伙的消息 到底准不准 颜仇人呢 老子在宾州机场 等了一个月 刚刚被机场的工作人员 当作是叫花子 给赶出来了 宁静致远 你是不是在晃点我们 龙飞城 当然是在晃点他们了 但这个时候 怎么能说实话呢 只见龙飞城 接下来回复的语气 十分无辜 各位前辈 别动怒啊 我们抓住了 颜仇的儿子 关于颜仇的下落 都是他儿子说的 群里沉默了一下 二人应该是在思考 毕竟之前龙飞城 发他殴打 颜首一的视频里 那个颜首一和颜仇 长得简直一模一样 他们可以肯定 颜首一就是颜仇的儿子 宁静致远 那颜仇的儿子 是不是还在你手上 你在哪里 我们这就过来找你 血滴子 没错 杀不了颜仇 我们就先杀了他儿子 龙飞城 颜仇的儿子 前两天跑了 群里顿时炸开了锅 一大堆群友 跳出来指责龙飞城 说颜首一这么重要的人 怎么能让他给跑了呢 血滴子 跑了 跑哪儿去了 龙飞城回复道 我得到确切的消息 他跑去北江了 宁静致远 北 北江 这小子是属兔子的嘛 怎么东奔西跑的 看到这里 颜首一忍不住笑出声 心里默默为这帮可怜的群友 默哀了一下 碰到龙飞城这个温神 算他们倒霉 华夏有这么多省 足够再晃点 他们两年了 然而 群友们也不是傻子 北江太过遥远 而且面积太大 荒无人烟 想要去那儿找到颜首一 无异于大海捞针 所以 大家纷纷将矛头指向龙飞城 不论如何先过来见龙飞城一面 然后大家再做打算 龙飞城还没说话 大家既然都已经商量要上门了 直接断了龙飞城拒绝的机会 因为大佬们都位高权重 没办法亲自过来 所以他们合计着 各自派出一名得意门生 或者优秀的后代 让他们组团到龙城来找龙飞城 问清楚情况 最好再找到一些颜首一和颜绸的蛛丝马迹 让大佬们好找到两人的藏身之处 看到这儿 颜首一的眼角开始抽搐了 小龙 你又造孽了 龙飞城苦笑道 这也不怪我啊 我天天忽悠他们 也不容易的 忽悠了一个月 已经是极限了 颜首一当然知道 这不能怪龙飞城 毕竟别人也不是傻子 恐怕这帮家伙早就开始怀疑了 但眼下 反言仇联盟的心声带力量 马上就要组成团队来找龙飞城了 这该如何应对啊 直接退群完消失 这样反而会让他们 无法得到这些仇家的内部消息 搞不好未来这帮人 随时会跳出来捅刀子 颜首一思考了一阵 忽然有了点子 他笑着对龙飞城说道 不要怕 你继续忽悠他们 就装作十分欢迎的样子 把他们全都骗到龙城去 龙飞城诧异道 为什么呀 这不是萤火烧身吗 我寻思着咱们的身份 应该也瞒不了太久了 还不如干脆趁着这个机会 搞一波大的 颜首一坏笑道 龙飞城一愣 搞一波大的 颜哥 你要想清楚啊 你可是有家世的男人 嫂子的武力值也蛮高的 颜首一也愣了愣 随后愤怒地纠正道 我说的是搞一波 大的 不是搞一 波大的 你TM的 这破路也能开车 龙飞城思考了半天 才恍然大悟 理解了颜首一的意思 他挠着后脑勺 不好意思地说道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当年我也是送人外号 飞凤山车王 思路太宽阔了一些 你接着说 别管我 颜首一白了龙飞城一眼 解释道 反正咱们和群里的那些人 已经势不两立了 他们的弟子或者后代 肯定也是咱们的敌人 所以这次干脆趁机会 设下天罗地网 把他们的弟子和后代一锅端了 然后再要求他们 解散这个狗屁联盟 龙飞城的眼睛 渐渐亮了起来 还的是你呀颜个 我怎么没想到呢 别拍马屁了 你小子想到的主意 肯定比我的更损 只是太过有为伦理 才没说出来而已 颜首一鄙视道 龙飞城善笑道 其实我想的 把他们绑架以后 扔到金三角卖屁股去 拐卖人口是犯法的 颜首一提醒道 所以我这不也只是想想吗 颜首一把手机还给龙飞城 随口说道 那剩下的事情 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必须的 交给我就行了 龙飞城拍着胸口保证道 大多时候 这家伙都特别不靠谱 但是在忽悠人这件事上 颜首一可以完全信任 自己这个好兄弟 话音才落 颜首一忽然听到 院外有动静 好像是汽车压马路的声音 他感到一丝好奇 最近村里回来了不少年轻人 这帮在外打拼的年轻人 一年也就这么一次 回家装逼的机会 几乎要穿最好看的衣服 开最贵的车 要多招摇 有多招摇 要多高调 有多高调 就是要让全村人 知道他们在外头混得不错 给自家人长脸 所以 现在又是谁家的玩回来了 来到门外一看 只见一辆白色的宝马车 在路上缓慢行驶 车窗是全部打开的 里头的DJ音乐 开到最大声 整个村子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驾驶座上 一个年轻的光头 抽着中华香烟 嘴里哼着歌 十分高调 他的车速 蜗牛看了 都要比试一下 等到车子 驶到严守医院子门前 那光头注意到了严守医 立刻便打了方向 把车停在了他家门口 然后夹着一个公文包 从车上走下来 大声地对严守医打招呼 严守医 嘿嘿 好多年没见了 没想到你还在村子里啊 严守医盯着这光头 看了半天 愣是想不起来 这光头是谁 光头自己也有点尴尬 他指着自己说道 我呀 不认识了 王大志啊 严守医突然有了印象 王大炮 王大志顿时更加尴尬了 哎 大家都是社会人了 以前的外号就别乱叫了 现在你可以喊我王总 王大志之所以有这个外号 不是因为他在小时候 猛得向的大炮 而是因为他小时候 用炮炸炸粪坑 结果刚把炮杖扔进去 自己一个脚滑一头 摔进粪坑里 然后砰了一声 当时的画面太过精彩 以至于严守医到现在 还印象深刻 从那以后 王大志就落了个 王大炮的外号 因为他的威力 比炮杖要大多了 严守医扫了一眼王大志的车 笑盈盈地叫了一声王总 其实他对王大志 没什么好印象 这家伙小时候 就是个孩子王 经常带着一群小孩 到处捣乱 欺负一些性格孤僻的同龄人 严守医的童年 其实更多的是在家待着 没和王大志玩到一块 哦对 当年被江亭修理的 陈家村孩子王 就是这个王大志 现在王大志 似乎是混出了个人样了 着急回家炫耀 看到严守医站在家门口 急急忙忙地下车 假装寒暄 实则是在炫耀自己呢 严守医也没有点破 配合着王大志 闲聊的时候夸了他几句 愣是让王大志感觉飘飘然了 因为小时候 陈家村的孩子 都会给王大志面子 可严守医是例外 王大志使唤严守医的时候 换来的基本都是无事 只有他好好与严守医说话 严守医才会回答几句 而如今 看到严守医还在陈家村 而自己已经开了宝马 当了包公头 王大志心里要多爽有多爽 顿时感觉把儿时的气全都出了 连腰杆子都直了不少 严守医和这位王大炮 其实也没有很熟 他心里更想和对方说再见 然后去河边钓鱼打坐 奈何王大志 似乎找到了一个 可以装逼发泄的人 没完没了地拉着严守医说了起来 严守医出于礼貌 没有直接打断他 而因为他家门口 停着一辆宝马车 周围的街坊邻居 便都过来凑热闹来了 老村长拄着拐杖 慢吞吞地走到严守医家门口 指着王大志的车问道 这是谁家的车啊 王大志一回头 看到问话的是老村长 立刻满脸骄傲地说道 村长 这是我的车 我是王大志啊 王大什么 王大志 王什么志 王大志啊 村长 什么大志 严守医笑道 村长爷爷耳朵不太好使 谁知村长下一秒就生气道 你才上俺家吃屎 严守医 在一旁村民的解释下 村长才总算是听明白 严守医和王大志刚才在说什么 老村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用拐杖指着王大志的宝马问道 炮 你这是什么车啊 BWM 别摸我 王大志干咳两声 是宝马 几十万呢 哟喝 那可了不得了 村长乐呵呵地说道 想不到当年炸屎坑的炮 现在这么有出息了 王大志哈哈大笑 那可不 紧接着 王大志一副说教的姿态 转头对严守医说道 严守医啊 你也老大不小了 该出去闯一闯了 别整天待在这小山村里 没出息的 严守医无语 咋又开始装逼了呢 村长帮忙解释道 守医之前去了城里闯荡了几个月 年底才回来的 王大志一听 更是鄙夷了 怎么才去了几个月就回来了 我看你小时候 也是个蛮聪明的孩子 怎么长大了 一点韧劲都没有了 城里人是惊了一些 可咱们也不差啊 不能遇到一点小小的挫折 就回村里 村里是没出路的 看王大志这副得意的模样 严守医心里却没有任何感觉 他根本懒得与王大志计较 难得王大志这么开心 自己就配合配合他 满足一下他小小的虚荣心 不打破他美好的幻想 反正生活是自己的 外人怎么看都不会影响 所以严守医觉得 没有解释的必要 可这时候 有人不答应了 只见江婷提着一个菜篮子 从外头走来 满脸不爽地对王大志说道 王大炮 你懂什么 我们严大哥在城里可了不得了 而且他年前回来的时候 还帮我们村收拾了一堆妖魔鬼怪 王大志恐怕对江婷这个大姐头 还有心理阴影 见到他就忍不住后退了两步 但他想起 大家都已经长大了 江婷也不过是个女人罢了 顿时又不害怕了 反而前进几步 什么妖魔鬼怪 现在是讲科学的 你们不会还信他们家 那封建迷信的一套吧 那都是骗人的 江婷和村民们哈哈大笑 自然是在嘲笑王大志 什么都不懂 但王大志不知道 大家是在笑话他 还以为他们笑话的对象 是严守一呢 王大志拍着严守一的肩膀 语重心长地说道 严守一呀严守一 往我过去那么欣赏你 结果你变成了现在这样 算了算了 看在咱们同乡一场的份上 过完年 你跟我去荣城 我在荣城有个工地正缺人手 你过去帮我搬砖 一天给你五百块钱 一个月也有一万五了 如何 严守一笑着摇了摇头 推开了王大志的手 说道 不必了 我自有去处的 不用你担心了 你有什么去处 换个地方继续啃老啊 哦 不好意思 我忘了 你爷爷去世了 你父亲还在监狱 此言一出 严守一不由得有些脸黑 爷爷去世 是他心里的痛 父亲蹲监狱 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王大志为了装逼 竟然已经开始伤害别人了 这让严守一有点受不了 还没等他开口 姜婷就气不过地说道 严哥在荣城可有出息了 他 他 姜婷想帮严守一说话 但是他好像对严守一 在荣城的情况 也不太了解 一时间支支吾吾 半天说不出来 王大志笑道 编呀 你继续编 我等你 姜婷怒道 严大哥娶了一个 特别特别漂亮 家里特别特别 有钱的嫂嫂回来 噗 王大志哈哈大笑 我当是什么呢 就这 不是我吹 在荣城 只要兜里有钱 什么样的女人都能找到 严守一 你家的那口子长什么模样 让他出来对我瞅瞅看啊 严守一黑着脸 冷声说道 你说看就看 你算老几 王大志一愣 你 你怎么说话呢 严守一冷哼一声 压根不想搭理王大志 先前看在同乡一场的份上 他可以配合王大志 满足一下他的虚荣心 但王大志这家伙得寸进尺 竟然开始侮辱起严守一来 严守一觉得 自己没必要忍下去了 他用肩膀撞开王大志 淡淡地说道 回来就回来 租量二手破宝马 跟谁装逼呢 王大志好像被扯掉遮羞布似的 仗红了脸大声道 谁说这是租的 你有证据吗 我告诉你 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 是不是租的你心里有数 严守一不搭理王大志 正要走呢 迎面忽然又开来了一辆奔驰 这宝马奔驰凑一块 直接将严守一家门前的路权堵住了 只见奔驰上下来一位西装革履的年轻人 王大志一看到他 就上前点头哈腰 满脸陪笑 老村长打招呼道 老八回来了呀 这位开奔驰的外号陈老八 比严守一王大志 他们大几岁 他们家本来就有钱 陈老八开的奔驰 应该是自己买的 不像王大志那样是租来的 王大志也是知道陈老八的身价 所以才上前讨好 但那陈老八对王大志 并没有什么兴趣 他注意到严守一也在村子里 便随意打了声招呼 严守一 好久不见啊 嗯 好久不见 严守一的脸色缓和了一些 毕竟他和陈老八没什么恩怨 王大志插嘴道 老八 你也在荣城 严守一也在荣城 你听说过他吗 哪知陈老八居然点点头 听说了呀 王大志一愣 他本来是想让陈老八帮着羞辱 羞辱严守一 没想到陈老八居然真的知道 严守一在荣城 这可不得了啊 要知道陈老八一般不喜欢和穷人来往 要是他都知道严守一 怕不是严守一真的在荣城混出了名堂来 下一秒 陈老八就说道 我前几天在荣城遇到了陈大为 他说 严守一现在在上行一校当保安队长 我有什么事解决不了 可以去找他 王大志沉默了一下 随后放肆地大笑起来 笑得捧着肚子 脸都抽抽了 哎哟 我当你真混出什么名堂来了 原来只是当学校里当保安 瞧把你给神气的 王大志毫不留情地嘲笑严守一 陈老八也没解释 其实他也乐于欺负人 只不过他不会亲自开口罢了 严守一看着这两人无奈地摇摇头 和这帮家伙解释再多又有什么用 把车挪开 别挡着我家的路 严守一淡淡地说道 王大志挑衅道 这路是村子里大家一起出钱修的 我爱停在哪就停在哪 你管得着吗 严守一点点头 看向陈老八 老八 你挪不挪 陈老八答道 我这刚回来 好歹让我喝口水再挪车吧 行 见到两人都没有挪车的意思 严守一也就不客气了 只见他走到两辆车中间 踩着他们的前轮 一脚一个 愣是将宝马踢到自家围墙上 把奔驰踹钩里去了 这下 他门前的路可就宽敞了 中间再停一辆车也不成问题 王大志和陈老八看到这一幕 顿时惊掉了下巴 这小子是超人吗 力量怎么这么大 陈老八怒道 这是我新买的奔驰一级 五十几万 你就这么给揣钩里去了 五十几万也不过是破车 一脚就揣钩里去了 有什么好稀罕的 严守一旦旦地说道 王大炮你那辆就更别提了 咱们还是谈谈帮我修补 怨强的赔偿费用吧 王大志气地浑身发抖 你小子真是无法无天了 敢这么对我们 你们怎么对我 我就怎么对你们 不服的话 整死我啊 严守一冷声说道 你 就在王大志和陈老八 气得头顶冒烟的时候 一道倩影从严守一家里 款款走出 用清脆动人的声音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严守一淡淡地答道 两个不开眼的东西 欺负到咱家门口了 林子彤眉头一皱 生气道 谁这么不长眼 算了 没你什么事 你回家里待着去 那怎么行 我可是你老婆 家里有事 当然要一起解决了 林子彤道 随后 他看向了王大志和陈老八 而这两人 此时大脑已经一片空白 林子彤一出现 王大志和陈老八 顿时愣住了 他们可以发誓 整个戎城找不到 哪怕一个可以与林子彤 相媲美的女人 林子彤实在是太美了 如同电视里走出来的女明星 即便是身在农村 也是满身的光亮 仿佛自带聚光灯一般 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王大志吞了口唾沫 这是阎首一 从城里娶回来的老婆 真有点 过分漂亮了吧 陈老八也是看直了眼 她已经算是很风流的了 一周七天 至少有六天在会所过夜 但就算把整个会所 所有的美女叠在一起 都不如眼前林子彤 十分之一好看 想到这女人 居然是阎首一的老婆 陈老八心里要多嫉妒 有多嫉妒 林子彤到陈家村一个多月 乡亲们都十分和睦 这还是她头一回 见到有人招惹阎首一 她了解阎首一的脾气 要不是这两个年轻人 欺人太甚 阎首一是绝对不可能生气的 更不可能把他们的车 踹到沟里去 于是 她皱了皱眉头 低声问阎首一 你确定不追究了 就这么过去了 阎首一怂怂间 和这帮家伙 有什么可计较的 等他们把车子 从沟里开出来再说吧 林子彤也觉得 阎首一说的有道理 为了不让阎首一生气 她干脆挽着阎首一的手臂 说道 今天我陪你去钓鱼吧 那王大志和陈老八 看得眼睛都直了 如此美女 还这么懂事体贴 别说是陈家村了 就算在荣城 也是打着灯笼 也找不着的呀 而她居然嫁给了一个 没钱 没势没钱的阎首一 光是想想 就让人极度万分啊 陈老八个是情场老手了 平日里在荣城灰金如土 什么样的女人都勾搭过 所以她本能地以为 林子彤也不是什么 高不可攀的女人 便自信地走上前 递出了自己的名片 刚才肯定是一场误会 弟妹 这是我的名片 我们留个联系方式 朋友多好办事 未来指不定 有什么生意来往呢 陈老八说话的时候 还不停地眨巴掩 模样和发情的泰迪 没什么区别 她故意露出了 手腕上价值几万块钱的 劳力士手表 以彰显出自己有钱人的身份 这一招在过去都很好使 但今天在林子彤面前 结果可就不同了 林子彤压根没有正眼看 陈老八一眼 甚至没有伸手去接名片 直接把她给无视了 而阎首一则是拿过名片 随手丢到沟里去了 老八 你是真以为我阎首一没劈钱 明目张胆地勾搭别人的老婆 这已经不只是侮辱那么简单了 好在是这段时间 阎首一沉淀了不手 否则早就一拳打过去了 而且 以她现在的拳头 陈老八估计一拳都挨不住 当场就要去见阎王爷了 所以 阎首一克制着 但也只留最后一线 要是对方在得寸进尺 她可就不讲情面了 陈老八先是被阎首一给吓了一跳 她觉得自己在荣城叱咤风云 身上已经有着一股 普通人难以直视的气势 但在刚才阎首一的面前 她就好像是个 手无缚机之力的孩子 阎首一的眼神 都好像能杀人 但几秒钟过后 陈老八忽然发觉 自己好像被阎首一给唬住了 她刚刚回村 就这样丢脸 那怎么能行 想到阎首一 不过是个木匠出生 无权无势更没有钱 分明是一个任人揉捏的穷鬼而已 陈老八心里忽然有了底气 她就是要明目张胆的 抢阎首一的老婆 于是她冲着阎首一的背影喝道 阎首一 娶了个漂亮老婆 你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 你就是一木匠 给人打床修房子的 有什么可牛气的 你老婆现在还天真 才会选择跟着你 以后你们没钱了 她就会无情抛弃你了 真以为你找到真爱了呀 信不信我分分钟拿出一百万 就让你老婆改嫁 扑 陈老八话还没说完 忽然遭到重击 整个人凌空飞起来 一头撞在了阎首一的院墙上 她捂着自己的胸口 仿佛刚才是被火车头给撞了似的 肋骨不知道断了多少根 嗨嗨嗨嗨 她不停地咳嗽 嘴角也流出了鲜血 王大志在一旁都看傻眼了 分明前一秒 阎首一还背着他们外村外走 下一秒 她就出现在陈老八的面前 一脚把陈老八踹飞了出去 这是人能办到的事 只见阎首一收回了腿 冷声说道 之前看在你是同乡的面子上 不想与你计较 你倒是不知死活得寸进尺 怎么样 我好欺负吗 说着 她在奔驰车的引擎盖上 轻轻地拍了两下 当场留下了两个巴掌印 陈老八看得心惊胆战 此时才明白 阎首一不是什么普通人 至少她这个蛮横的身体 足够一个人单挑全村人 在村子里横着走了 陈老八害怕地大叫起来 阎首一打人了 她一个外乡人 打我们陈家村的人 大家快来帮帮忙 住持公道啊 围观的村民 大多都姓陈 是陈家村的本地人 有些人和陈老八 还是亲戚关系 但此时 压根没人站出来 帮助陈老八 一是他们 本来就更喜欢阎首一 二是刚才陈老八说话 的确过分 阎首一可是救过他们性命的人 而陈老八呢 不过是陈家村的一个后生 顶多家里有钱臭钱罢了 从未帮助过村民 所以 阎首一才是明星所向 此时连一个愿意站出来 搀扶陈老八的人都没有 村长更是严肃地说道 老八 你刚才说话确实太乱来了 俗话说 祸从口出 快点给首一道歉 让他原谅你 陈老八不敢相信地看着村长 分明是他挨打了 怎么还要他道歉呢 该道歉的人是阎首一才是 他没资格让我向他道歉 林子彤满脸不屑地看着陈老八 淡淡地说道 像你这种自以为是的家伙 我在荣城见过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真以为手里那点破钱 很了不起吗 钱在我眼里 不过是一串没有意义的数字 王大志直到现在 还没有醒悟过来 脑子里只想着帮陈老八说话 日后可以让陈老八 欠他一个人情 所以他赶紧跑去搀扶陈老八 还帮着反驳林子彤 你们家穷 没见过钱 你知道一百万有多少吗 我确实不知道 林子彤笑了 因为我从没见过那么少的钱 王大志一阵错愕 吹 吹牛也应该有个度 一百万还嫌少 这话在王大志眼里是个笑话 在林子彤眼里更是笑话 他在荣城经手的钱 至少都是千万上亿打底 的确不知道 一百万这么点钱 到底是什么概念 陈老八咬牙道 严首一 你给老子记住 有本事就别回荣城 只要你敢回去 老子一定找人废了你的腿 不知好歹 严首一眼中闪过一道寒芒 正当他打算说话的时候 村口忽然一阵骚动 有人边跑边喊道 大家快跑啊 黑色会来了 所有人都愣住了 什么黑色会 不是早就没这玩意儿吗 前些年 国家扫黑除恶 稍微有点势力的人 都被抓进去蹲大牢了 现在人打架都不敢喊人 生怕被人认为是黑色会 却见村口 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库里 男领着头 后面清一色的 全都是奔驰麦巴赫 最后才是一些奔驰S级 这些车骑刷刷地开进陈家村 把陈家村的小路挤得满满当当 而车上坐着的 全都是穿着黑色西装 戴着墨镜的男人 他们表情严肃 不苟言笑 一副生人无尽的模样 看着就十分吓人 这不是黑色会 还能是什么 村子里的人 一时间全都严阵以待 生怕被一帮外来的黑色会给欺负了 甚至有人都已经跑回家 去拿锄头当武器了 严守一心里也纳闷 就算是黑色会 怎么会跑到陈家村这个穷乡僻壤来 吃饱了闲的吗 此时 车队很快就开到严守一家的门口 因为王大志和陈老八的车的缘故 宽大的库里南无法再往前进了 于是 车队停了下来 车上走下来了一位 穿着中山装的老人 陈老八看到此人气质非凡 一定是什么大佬级别的人物 尤其是对方 还开着劳斯莱斯库里南这种超级豪车 他可万万招惹不起 所以他哪怕顶着肋骨骨折 都要拿出奔驰钥匙 对王大志说道 大胖 快 拿我的钥匙 给大爷的车让路 这副低声下气的模样 简直和刚才在严守医面前 趾高气昂的模样 判若两人 王大志拿着钥匙 正要挪车 却听那大爷摇头说 不用挪车了 我们就到这儿 接了人就回去 到这儿 接人 这么大的阵势 竟然是来接人的 大家不由得好奇 陈家村什么时候出了这么有能耐的人 竟然能让劳斯莱斯和奔驰的车队 专程过来接 只见老人 转身面向严守医和林子彤 公生说道 老奴叶成佛 特来接小姐姑爷 回荣城 此言一出 全场哗然 尤其是王大志和陈老八两人 村里的其他村民 其实一直都觉得 严守医是个有出息的孩子 只不过不知道他到底有多有出息 但王大志和陈老八 一直觉得严守医 就是个没权没势的穷鬼 运气好娶了个漂亮老婆而已 可现在看来 事情可不是那么简单 正是如此夸张豪华的车队 是来接他们二人回荣城的 严守医皱着眉头问叶成福 叶爷爷 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 就来这找我们了 叶成福道 家主在西湖给小姐和你修建的房子 出了点问题 着急等你回去解决呢 西湖又出问题了 难怪这么着急 严守一点点头 表示理解 他说道 不过你们来都来了 就别着急回去了 先到我家里坐一会儿 叶成福也没拒绝 直接一挥手 让手下全部把车靠边停好 守在严家院子四周 那群黑衣人训练有素 快步守住严家院子的四面八方 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其中两名黑衣人喊道 叶先生 这两辆车挡住了姑爷的家门口 叶成福只是扫了一眼 察觉出这两辆车并非是严守医朋友的 于是干脆说道 什么人敢把车子停在我们严家姑爷的家门口 这不是挡了姑爷家的阳光吗 给我砸 砸废了再抬出去 扔到村口的垃圾堆里 再一把火烧了 就两辆车 能挡住严家的阳光 叶老爷子 您找借口砸车 能不能编得好一点的借口啊 不过大家都知道 叶成福就是想砸车 借口编得越随意 越体现出他互独子的性格 要说互独子 叶成福可一点都不属于严仇 上次严守医在上行一校抓鬼 被校领导刁难 叶成福直接就对学校施压 给了严守医一个保安队队长的职务丸 毕竟严守医可是叶成福眼中的姑爷 他家小姐的丈夫 岂能被外人给欺负了 叶成福一声令下 那些黑衣人手下立刻行动起来 人高马大的他们 合力将奔驰和宝马 砸了得稀巴烂 然后抬到村口的垃圾堆 一把火就给烧了 王大志和陈老八 看得目瞪口呆 老村长嘀咕道 这是真黑色惠啊 还好这帮黑色惠 只欺负坏人 王大志只是个小老板 根本无法理解 荣城那些顶级家族 到底有多么强大 所以他忍不住骂道 你们这帮人也太过分了 有钱了不起啊 有钱就可以随意砸别人的车吗 太嚣张了吧 叶成福笑了 哪条法律规定人不可以嚣张的 陈老八此时已经有些退缩了 他发现自己 招惹了不该惹的人 正想着稀释宁人 然而王大志却冲动起来 信不信我报警抓你们啊 你报吧 叶成福淡淡地说道 不过在你报警之前 我想你应该还有几个电话要接 什么电话 王大志不解 你叫什么名字 老子叫王大志 叶成福点点头 示意身边的手下去打电话 手下拿起手机 只拨了一个号码 也只说了一个名字 没多久 王大志的手机就响起来了 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顿时面色一变 来电方是他的金主爸爸 王大志能混到现在的水平 全靠这位爸爸提携 他接起电话 只是听了几句 脸色就更加难看 甚至双腿都忍不住颤抖起来 他的所有工程 不管是接了的还是没接的 全都被叫停了 理由是 他惹了不该惹的人 王大志不需要去怀疑消息的真假 因为给他打电话的人 就是他的金主爸爸 这事儿是不会开玩笑的 工程被叫停 意味着王大志需要补偿各种工程款 然后慢慢地和金主爸爸打官司 他的所有工程款都是贷款来的 自己根本没几个钱 而金主爸爸有专业的法务团队 就算打不赢 也能硬生生把王大志给拖破产 王大志没有靠山 哪里拖得起 而这 只是因为叶成福手下的一个电话 一个电话 就让王大志丧失了这些年 打拼累积的所有人脉和资本 这是何等的人物 拥有着何等的权势 王大志手里的手机 啪哒一声掉在地上 滚进了一旁的水沟里 但他已经忘记去捡 他呆呆地看着叶成福 看着严守一 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事情 这就是严守一的靠山 自己之前在他面前炫富 还说他没出息 如今想来是多么的可笑 难怪自己怎么侮辱严守一 他都没反应 雄狮怎么会和苍蝇一般见识 只听叶成福说道 你现在可以报警了 如果你还有胆子的话 王大志浑身一抖 对方一个电话 就把他搞废 自己还有必要报警吗 就算报警 对方也不过赔一辆车的钱 而对方开来的 劳斯莱斯库里难 一个后视镜 就和他的车一样贵了 为了一辆车 再招惹对方 这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啊 此时王大志就算再蠢 也反应过来了 严守一可不是 没出息的农村小伙 而是荣成顶级家族的孤野 说难听些 是吃软饭的 可就算是吃软饭的 也不是他这种角色招惹得起的 更何况 王大志觉得 叶成福对严守一无比尊敬 这根本就不像是吃软饭的孤野 该有的待遇啊 王大志直接扑通一声 跪在严守一的面前 痛哭流涕道 严守一 我错了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求你看在同乡的份上 放过我一马 我上游老下游小 一家人等着我去养活 可不能倒下 严守一眼神淡漠地看着王大志 他对王大志已经心软过好几回了 是这家伙不停地突破着他的下限 才落得如此下场 要是再饶过他 自己就不是人了 而是活菩萨 所以他冷声说道 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小伙 你还会觉得愧疚 会道歉吗 饭可以乱吃 话不可以乱说 这是你自己刚才说的话 林子彤则是丝毫不给面子 你仍然还有三分火气呢 我老公之前不跟你一般见识 你倒是得寸进尺 当初欺负人的时候 怎么没想过自己会是什么下场 滚开 别挡着我家的道 要么说林子彤是女强人呢 说话的态度要比严守一强硬许多 毕竟严守一还念及一些同乡之情 林子彤就完全不用在乎了 叶成福一声令下 几个黑衣人上前将王大志给拖走 王大志好像失了魂似的 也完全放弃了抵抗 表情全都懊恼和后悔 拖走了王大志 叶成福又看向陈老八 陈老八忍不住打了个韩战 轮到我了吗 叶成福拿出手机 对着陈老八拍了一张照片 很快 陈老八的所有信息 就都摆在了叶成福的眼前 叶成福只是稍微看了一眼 嘴角露出了一抹玩味的笑容 小姐 这个家伙倒是和您有一些关系 不如让您来处理吧 林子彤皱了皱眉头 怎么会和我有关系 您看看 叶成福将资料交给了林子彤 林子彤看了后才知道 原来陈老八的家族生意 一直是依托着林子彤 所经营的公司做的 甚至有一些合同 还是林子彤亲手批的 搞不好当时陈老八就在场 林子彤随手将资料还给叶成福 淡淡地说道 林家要爱护自己的羽毛 不能和狗眼看人低的家伙合作 让我们的人和他们 断绝所有生意往来 并且在业内将他们拉入黑名单 一切听小姐的安排 叶成福笑着点头 很快 陈老八也接到了电话 内容和王大志的如出一辙 所有项目全部叫停 断绝了一切生意往来 行业内的所有大佬 都把他们给拉黑了 从此以后 整个建州都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 除此之外 陈老八还收到了另一个消息 那就是下 这个命令的人 是林家的千金大小姐 林子彤 一瞬间 陈老八想起了在荣城看过的金融新闻 想起了那个备受瞩目的 立成林家大小姐 林子彤竟然在陈家村 他居然嫁给了严守医 还到陈家村这个穷乡僻壤来生活 陈老八是想破了脑袋 也无法想象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而他唯一知道的是 自己惹了不该惹的人 甚至还妄图染指林子彤 他本以为回陈家村 自己可以横着走 谁知道刚进村 就踢到了铁板上 让自己乃至自己全家人 都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我 陈老八张了张嘴 林子彤眉头一皱 谁能把他也拖走 他呼吸过的空气 污染到我老公家了 陈老八 叶城福一白手 他的手下立刻将陈老八拖走 在他被拖走的时候 林子彤身上 那灵力果断的女强人 气质瞬间消失 他挽着严守医的手臂 半个人都挂在了他的身上 撒娇道 老公 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不要打理那些垃圾 今天我陪你去钓鱼 陈老八一阵绝望 如此漂亮 如此有权势 如此有钱的女人 被严守医取回家了 也就算了 重点是 这个女人还对严守医 如此体贴乖巧 疯了 疯了呀 严守医宠溺地摸了摸 林子彤的脑袋 他答道 其实我确实不太知道 该怎么对付普通人 这事儿 以后都交给你来处理吧 林子彤当然乐意 如果说薛凯 是严守医的影子的话 林子彤愿意成为 严守医的门面 他不想做 不适合做的事情 林子彤都愿意 帮严守医处理 严家门前 浩浩荡荡的豪车车队 停得整整齐齐 那些严家带来的黑衣人 站得如同镖枪 将严家守得严严实实 今天陈家村的人都知道了 严守医在荣城 混出名堂了 而所有人 关注的核心人物 严守医 却拉着林子彤 去河边钓鱼去了 叶成福看着二人的背影 也不忍心破坏两人的美好 自己苦笑着摇头 随后对姜亭问道 小丫头 我们可以进去做吗 姜亭愣了愣 他第一次与这么厉害的大人物说话 一时间有点紧张结巴 我 我不是严家的人 不过 也可 可以吧 请进请进 叶成福走进了严家的院子 打亮了一眼四周 一眼就发现了 坐在窗台上 正拿着手机 黑黑傻笑的龙飞城 龙飞城先生 叶成福打招呼道 龙飞城抬起头来 见到是叶成福 颇为意外 叶老爷子 您怎么来了 快请坐快请坐 您舟车劳顿 辛苦了 可不可饿不饿 要不要我 叶成福眼角抽搐 不必了 我在这儿等小姐和姑爷 等他们回来 就接你们回龙城去 龙飞城一惊 龙城咋地了 怎么这么着急 接我们回去呢 叶成福叹了口气 还不是那西湖 出了点怪事 老爷解决不了 驴山派也没法子 便让我来请小姐和姑爷回去了 叶成福坐在 严守一家的院子里 喝着姜亭泡的茶 一坐就是一下午 好在还有龙飞城 在旁边陪叶成福聊天 好歹姐姐们 令叶成福感到有趣的是 严家的院子里 摆着不少木雕 有小动物 也装饰品 还有一些叶成福 说不出来是啥的东西 这些东西 都是严守一最近在家里做的 说到底 鲁班传人也是个木匠 是闲不住手的 总想做点什么东西 等到太阳落下 严家的院门被推开 严守一和林子彤二人 在夕阳的余晖之下 手牵着手回到家中 男孩手持鱼杆 提着一筐鱼篓 女孩戴着一个明显大鱼 他尺寸的草帽 二人有说有笑 好似住在桃花园里的神仙眷侣 一时间 叶成福看呆了 他从未见过林子彤 如此放松开心的模样 林子彤从小就有着 很强的好胜心 凡事都要争第一 所以 即便林若甫从未要求过林子彤什么 他却总是自己默默地努力 从小到大 林子彤都没有松懈过 但自打他遇到严守一以后 不管是身体还是心都围着严守一转 他身上的那股冲劲也慢了下来 叶成福不由地感慨道 这或许就是幸福的模样吧 这就是他们俩每天的模样 江婷憧憬着说道 叶成福笑得很开心 看样子 小姐每天过得都很幸福 唯独龙非诚郁闷地说道 这就是他们每天喂我吃的狗粮啊 严守一放下鱼竿 笑着对叶成福说道 叶爷爷 不好意思 让您在这儿等了一下午 不碍事 叶成福摆手道 在城里习惯了 倒是喜欢乡下的感觉 在这儿坐了一下午 也呼吸了一下午新鲜空气 说起来还要托你的福 让我偷懒了 林子彤叫上了江婷 将严守一调来的河鱼 拿去厨房处理 打算给叶成福做一道鲜鱼包 放下东西 坐下来后 严守一问道 爷爷爷 之前您说西湖建房遇到了阻碍 是怎么一回事 严守从李家那儿 要来西湖的所有权以后 就让林若府派人在西湖上 给严守一和林子彤建婚房 严守一没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因为他觉得西湖虽好 却太过招摇 容易成为众矢之地 但如果建房受到阻碍 他也必定会出手管的 一旁的龙飞成也说道 对啊 叶老爷子 有什么问题你就说吧 实不相瞒 我最近也跟着严格学了不少本事 指不定都不需要严格出手 我一个人就摆平了 叶成福叹了口气 解释道 为了能够让房子快点建起来 家主动用了一切关系 可最近这半个月 偏偏卡在了打庄这一环上 那奇怪的庄愣是打不进去 不管家主喊来多厉害的施工队 总是会出各种问题 严守一想了想 问道 是不是撞煞了 他第一次去荣城的时候 张国栋的桥也是差不多的问题 怎么盖都盖不起来 后来还是严守一出手 才让工程顺利进行 其实工地上风水没看好 撞煞是常有的事 但大部分情况下 问题不大 严重的也就是出一点小意外 若是有鬼怪捣乱 一般连人命都不会出 叶成福说道 要是撞煞了 倒是好解决 家主请了驴山派驴经掌门帮忙 驴经掌门去现场走了一圈以后 居然直摇头说 处理不了 龙飞城纳闷了 怎么会处理不了呢 驴经掌门可是有真实力的狠人呢 严守一也觉得奇怪 驴掌门说了 咱们西湖工地上出的问题 不是什么撞煞 也不是什么风水 而是人祸 人祸 严守一心里一惊 照您这么说 是有人故意 在背地里使绊子 不让我们把房子盖起来 叶成福点点头 旅掌门是这么说的 严守一直起腰板 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思考起来 他在荣城 确实有不少仇家 但大多数都被他给解决了 就算还活着的 也不至于不知死活再找上门 所以他认为 在背地里使绊子的人 不是他的仇家 难不成是老八的 也没这个道理啊 知道严家在西湖盖房子的人少之右手 真有仇家 应该直接去找老爸 不应该去荣城才对 严守一百思不得其解 倒是龙飞城开口问 阿公和罗宁他们 有没有去看过 去过了 叶成福说道 其实我这次突然来接你们 也是他们给的建议 哦 他们说什么了 严守一问 阿公和罗宁这两人 没事的话是不会来找他的 连他们都催着 让叶成福来陈家村 那事情指定不简单 只见叶成福从怀里拿出了一个牛皮包 拉开拉链后 从中取出了一把黑乎乎的铁菜刀 菜刀放在桌上 发出叮当的声响 听着声音便知 这是一把好刀 你看看吧 叶成福道 这有什么可看的 就一把破菜刀 龙飞城不屑道 但严守一却是面色严肃 把菜刀拿起来仔细端向了半天 菜刀开了风 刀刃被磨得无比锋利 泛着荧光 刀背上有脆火后的金属光泽 刀柄的纹路一点也不乱 十分考究 重点是 这刀面上刻着一个蛇子 看到这个字时 严守一才彻底确定了来者的身份 严哥 你的脸色怎么不太好看啊 龙飞城好奇问 严守一叹了口气 道 西湖的事情确实是人祸 而且对方还是咱们的本家 龙飞城一愣 民间叫拍 对 叶城福建严守一已经猜出大半 便接着说道 这把菜刀是对方留在我们西湖工地上的 当时罗宁小姐在现场 她看到这把菜刀后 便说 这事情外人解决不了 必须得把你请回来才行 严守一点了点头 民间教派的事情 外人确实解决不了 就算是驴巾掌门也不行 等等 这都什么和什么啊 龙飞城不解的捂着脑门 严哥 对方到底什么来头 这么嚣张 而且连你都如此严肃对待 严守一放下了菜刀 淡淡地说道 对方是 射刀人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民间忽然出现一批人 他们游走在全国各地 背着各种刀具和磨刀石 到村镇中吆喝 他们手里的不只是菜刀 还有剪刀 柴刀 镰刀 反正与刀沾边的东西 他们都带着 奇怪的是 他们的刀只设不卖 而且每次留下刀 必然也会留下一些预言 他们与买家约定好 如果预言没有实现 那么刀就送给对方 可一旦预言实现 他们就会来收钱 或者是最初谈好的好处 这个预言也分很多种 有时候是天灾 有时候是人祸 但也有时候是一些发财 得子之类的预言 这一类人 在民间称之为 蛇刀人 蛇刀人 意思很容易理解 他们身上的刀只蛇不卖 而且 蛇的日期也不定 走的时候 他们会留下一句预言 也就是古人讲的称语 这个职业最早出现到宋代 他们则自称鬼谷子传人 民间最初称他们为补卖 总体而言 蛇刀人属于民间教派 明面上他们是卖刀的 实际上却是一群算命卖因果的 算错了 不再见面 算对了 按照约定收好处 以刀立信 以信行道 这就是蛇刀人走江湖的规矩 当严守一看到菜刀上的蛇字时 就明白来者的身份了 但龙飞城却不明白蛇刀人的含义 追着严守一问个不停 严守一怕他没完没了 便解释给他听 龙飞城听后 才想起 自己小时候 似乎也见过蛇刀人 严守一和叶成福一听 便让龙飞城 把他小时候见过蛇刀人的故事 讲给他们听 原来 龙飞城小时候 住在荣城老旧的胡同里 当时一个胡同能住上百号人 家家户户有点什么事 整个胡同立刻就能知道 那时同胡同有一对夫妻 男的是开诊所的医生 女的是缝纫厂的工人 他们结婚八年 愣是没生出孩子 双方都做过检查 身体都特别健康 可偏偏他们怎么办事 那孩子死活就是没有 有一天 忽然来了一个蛇刀人 留下了一把剪刀 说是他们夫妻命中有一劫 这一劫没过去 阎王爷不敢让孩子投胎到他们家 这个蛇刀人说 让女的之后的七天 乖乖留在家里 而男的 则七天不能回家 必须在外头待着 否则会染到煞气 将或是引来 只要这七天 夫妻俩分开不见面 就可以安然度过这命中一劫 孩子自然 也会有了 蛇刀人说完就走了 并许下七天后来 兑现承诺的诺言 夫妻俩都想要孩子 而且也怕蛇刀人说的劫难到来 于是男的当天晚上 就收拾行李 跑回老家去住了 前几天都还好 相安无事 可男的到家后 总觉得心里坠坠不安 好像有什么坏事要发生 那时候的老百姓 已经不太信封建迷信的那一套了 加上同村的人 总是用异样的眼光看那男的 那男的就更受不了了 所以他在第六天晚上 偷偷回了城里 悄悄到胡同去 至少远远地能看一眼 妻子也满足 听到这儿 严守一边叹了口气 为什么这种故事里 总有一个做死的男主呢 叶成福也说道 这男的不守规矩 自讨苦吃啊 龙飞城也十分认可 没错 这男的就是自讨苦吃 那天晚上 他悄悄回到了胡同里 来到自家的窗前 爬上去一看 吓得脸都绿了 你们知道他看到了什么吗 气氛已经被调动起来了 连严守一都感到好奇 他看到什么了 龙飞城猛地一拍桌子 吓二人一跳 男人看到啊 他老婆正和那奢道人鬼混啊 其实那压根 就不是什么真正的奢道人 而是他老婆的老相好 故意装作是奢道人 把男的支开 好方便 他们俩办事 男的同村人之所以用异样的眼神看他 就是因为听到了一些风声 但不好意思告诉他而已 严守一 叶成福 本以为这是一个 有关于奢道人的传奇故事 却没想到 竟然是一个家庭伦理故事 真不愧是你啊 龙飞城 严守一瞪了龙飞城一眼 以后肚子里没屁 就别他妈撅屁股 浪费老子时间 叶成福则是捂着自己的心脏说道 下次讲故事 别一惊一乍的 我年纪大了 经不起下 龙飞城黑黑一笑 随后却叹气道 后来那个男人一怒之下 用奢道人给的剪刀 愣是将那对狗男女给捅死了 当时这事闹得挺大 我们那个胡同的邻居 也都吓得搬走了 之后便有传言 新搬来的人 总能在半夜看到那个房间亮着灯 有人还听到男人女人的惨叫声 现在想来 那些人撞鬼 指不定也是真的 龙飞城坐回椅子上 身体往前倾 道 严哥 你说这奢道人没事 为啥找上咱们 严守一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 但奢道人是民间教派中 最讲道理的一伙人 他们不会无端招惹欺负别人 也就是说 这个奢道人找上咱们 一定是与咱们产生了因果 因果未了 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叶城府也明白 为何罗宁看到菜刀以后 直接就让他们来找严守一了 解铃还虚系铃人 这个奢道人 他们谁也对付不了 只有严守一亲自回去 事情才可以解决 开饭了 这时 林子彤和姜亭端着香喷喷的饭菜 来到院子 众人闻到那香气 都忍不住食指大动 你们聊了什么 林子彤坐下后问道 严守一将奢道人的事情 告诉给了林子彤 林子彤也意识到了 这事的严重性 于是大家当场一和解 决定今晚在家里最后住一晚 明天一早就收拾东西 出发回荣城 他们一口气 在陈家村待了一个月 对荣城的人和事 甚至都有些生疏了 但他们也明白 陈家村不是他们最后的归宿 至少现在不是 不管在陈家村过得有多快乐 他们始终是要回到荣城 重新面对那些麻烦事 经过了昨天夜城府砸车的事情 陈家村的百姓 对严守一的认知 有了巨大的改变 大家看着严守一长大 都觉得他十分亲切 就是个会些本事的林家小孩 但如今 严守一展现出了 其强大的实力背景 不免让大家 对他产生了一丝距离感 倒不是故意疏远他 而是担心严守一 会看不起村民们 这个早上 陈家村冷冷清清 村头那些喜欢凑一块八卦的 大妈和奶奶们也都不见了 严守一起床后 感受了一番宁静的陈家村 随后便叫上了林子彤和龙飞城 三人从家里收拾了一堆东西 撇下了夜城府 开始挨家挨户地敲门 最先被敲开的是村长家 老村长的熊孙子 屁颠屁颠地跑出来开门 见到是严守一他们 立刻就把脑袋缩回去了 一口一个爷爷地喊着 等到老村长出来 严守一便从带来的东西里 拿出了一根精致的拐杖 递给老村长 村长爷爷 我们马上要回龙城了 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这些日子多亏了大家的照顾 这是我特意为您做的拐杖 您试试看手感如何 老村长一把年纪 早就活成人精了 不像其他的村民那样 会有无端的担心 他满脸笑容地接过拐杖 走了几步路 不觉得有任何不适应 反而要比原来的拐杖好用许多 守一啊 你是好孩子 老村长拉着严守一的手说道 走 我跟你们一块去谢谢村民们 他看出了严守一的心思 他们三人抱着的一大堆木匠礼物 其实都是严守一这段时间一直做 早就准备好送给村民的 但因为发生了昨天的事情 严守一才急于将礼物送出 打消大家心中的担忧 说白了 就算严守一飞黄腾达 心里也念着乡亲们对他的好 不想和乡亲们断了联系 这就和那王大志与陈老八不同了 这二人发了财 只想着回村炫耀 屁点忙都帮不上 竟恶心人来了 所以 老村长才要陪着严守一 挨家挨户地去敲门送礼 让村民们都知道 严守一还是那个严守一 王婶 听说您腰不太好 这把椅子坐着 能治你的腰病 陈六叔 这是我专门编的藤席 冬暖夏凉 躺着对身体好 周老伯 您爱喝茶 我特意给您造了个茶盘 您老收好了 村民们收到了严守一的礼物 一个个全都放下心来 眉开眼笑 高兴不已 这些礼物 全都是严守一亲手制作 而且还是大家正着急需要的东西 可见 严守一对他们每一个人 都是真心对待的 得知严守一要回荣城了 村民们都依依不舍 跟在他们的后头 于是乎 严守一每敲一户人家 队伍里就多了几个人 直到最后 全村的人都跟在了他的身后 一直来到村头 严守一看着乡亲们 心里也颇为不舍 乡亲们 我还会回来的 大家请回吧 守一啊 去了荣城 可别忘了咱们啊 天冷了多穿衣服 天热了别到处乱跑 婶儿这有土鸡蛋 你带着到城里去 城里可吃不着家乡的味道啊 村民们或许给不了 严守一金山银山 但却将他们能拿出来 最好的东西 全都拿了出来 严守一也不想辜负 大家一片好意 便让叶成福的手下 将礼物全都收了 于是乎 那价值百万的 麦巴赫后备箱里 塞满了土特产 尤其是村民们 刚挖来的冬笋 上面还沾着黄泥 但那也是家乡的黄泥 看到严守一 如此受村民爱戴 叶成福欣慰不已 得名心者得天下 叶成福认为 但凡给严守一一个机会 自家这位姑爷 一定会成为那个 受人敬仰 备受爱戴的万人之上 守一真是 越来越了不起了 叶成福感慨道 与村民们寒暄后 严守一他们 最终还是坐上了车 在村民们不舍的目光之下 车队离开了陈家村 浩浩荡荡地行驶在公路上 严守一也缩回脑袋 关上车窗 尝出一口气 陈家村的日子结束了呀 在陈家村是真惬意 林子彤笑道 下回应该带我爸 也来这儿感受感受 龙飞成笑道 要不咱以后 直接在陈家村 搞个农家乐 林子彤问严守一 我觉得可行 你觉得呢 我不反对 严守一两手一摊 不过 咱们还有个人没说再见呢 谁啊 严守一指了指窗外 只见在陈家村外的山下农田里 山神严泽正骑着青牛 远远地看着严守一他们的车队 山神有山神的职责 若非必要 他们是不能随意和普通人接触的 所以 自打严守一战胜江无声以后 严泽就一直没出现 刻意避开和严守一他们接触 但如今严守一要走了 山神便没忍住现身 也算是和这位自己暗中保护了多年的孩子告个别 龙非成直接将头探出窗外 对着山神喊道 山神大人 下回我们回来 一定给你带礼物 你的肚都太难看了 我给你买几套童装吧 严守一面色一变 胆紧捂住龙非成的嘴巴 把他往车里转 果然 下一秒前头的马路就出现了一个凸起 把车里的几人 颠的脑袋都撞到车顶上了 严守一则怪道 你真是口不择言啊 我以为山神大人 不会和我一般见识呢 龙非成善笑道 严守一无奈地摇摇头 随后对着山神的方向摆了摆手 轻声说了句谢谢 虽然声音很小 但他知道山神肯定能够听得到 山神惬意地挥动着小辫子 骑着轻牛在田园中漫步 看着越来越远的陈家村 严守一的嘴角扬起了一丝微笑 这故土的人和事儿 就留在故土吧 陈家村永远都是严守一心里的避风港 不受外头的风雨干扰 四个小时后 接送严守一等人的车队 终于抵达戎城 由于严守一 已经辞去上行一校的保安职位 也就没了过去的宿舍可住 倒是贴心的老丈人 将他们安排到了 靠近西湖的一栋别墅 从这栋别墅的阳台 可以直接看到整个西湖 但是这一栋的价格便已经破亿 而且是即便有钱都买不了 必须要有一定的权势才行 自打三大鬼王世家相继落幕以后 历程林家便与驴山派合作 成了新进的顶级世家 他们虽然没有鬼王坐镇 但背靠驴山派 已经足够屁腻整个戎城了 车队开到别墅 在门口停了下来 严守一他们被夜城福 领着往里走 其他手下则开始搬运 从陈家村带回来的土特产 家主说了 在西湖的新房没盖起来之前 你们就暂时住在这儿 这里风景好 也算安静 距离西湖也近 放眼荣城 找不到比这房子更合适你们的了 夜城福介绍道 严守一打量了一圈 发现这房子也是极为考究的 不管是位置还是设计 都很符合风水学的标准 所以他对此很满意 林子彤问道 夜爷爷 我爸呢 他就在屋里等着你们呢 夜城福笑道 林子彤开心起来 拉着严守一往里走 龙飞城紧紧地跟在后头 然而 推开客厅的大门后 二人发现 客厅里不止坐着老丈人林若甫一人 客厅里除了林若甫 还有一位严守一曾经见过 长相和林若甫十分相似 但却要年轻许多的家伙 此人名为林凡 是林子彤的亲叔叔 也就是林若甫的亲弟弟 他的年纪要比林若甫小不少 算是当年林子彤爷爷老来得子 从小就受到万般宠爱 所以 性格和林若甫完全不同 属于那种狂妄自大 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的家伙 林子彤一直都知道 这个亲叔叔 一直盼着他死 上次林子彤被公司副总刘全 和自己多年的助手 江韵宁谋害 差点就车祸而死 这背后就有林凡的影子 严守一警告过林凡 不过自从那之后 林凡似乎真的没再对林子彤出手了 不过这并不代表 严守一就会瞧得起林凡 如今林凡出现在这儿 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吗 严守一和林子彤 对林凡都没有什么好感 所以 二人刚走进来 就拉下了臭脸 没给林凡什么好脸色 更是连招呼都没打一声 林子彤直接无视林凡 绕过了他坐在林若甫身边 轻易地喊道 爸 我回来了 回来好 回来好 在陈家村那儿 还住得习惯吗 林若甫笑道 习惯 那儿环境可好了 人也都特别轻 下次有机会 一定要带爸您过去住一段时间 严守一也坐了下来 道 爸 您看看这一个月 我有没有照顾好子彤 看看他胖了没有 林若甫打量了林子彤一番 胖了 胖了怕是有十来斤 林子彤面色一变 哪有那么夸张 十来斤对女生来说 可是毁灭性的 林子彤嘴上不说 但心里还是很在乎 自己的形象和身材的 要不是现在不合适 他真想立刻找一面镜子 看看自己哪胖了 爸跟你开玩笑呢 林若甫哈哈大笑 林子彤美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直接甩开了林若甫的手 坐到严守一身边去了 林若甫看呆了眼 半想才无奈地摇头叹气 女大不忠留幼 林子彤翻了个白眼 要不是自己这个老爹不正经 他乃至于生气啊 不过虽然是生气 但那也是温情的生气 反而给这个家增加了一些温度 龙飞城和叶城府跟了进来 两人一看 还有个林凡在 叶城府便喊龙飞城出去抽烟 龙飞城也没什么心思 屁颠屁颠地就跟着叶城府走了 别墅里只剩下严守一 林子彤 林若甫和林凡四人 一时间气氛有些尴尬 林凡为了避免尴尬 便想找个话题聊一聊 他发现严守一进来的时候 拿着一根用布条缠起来的东西 便好奇地伸手 想拿起来掂量一下 守一啊 你这是什么东西 从老家带来的土特产吗 蝶洞 严守一一声爆喝 吓得林凡如触电般缩回手 随后心有余悸地责怪道 不让碰就不让碰 这么大声做什么 吓我一跳 严守一默默地将被布条缠绕起来的斩破刀拿起来 放在自己的身后 解释道 这里面的玩意儿 你碰了 我怕你会丢了信念 林凡面色一变 小声嘀咕着哪有什么东西那么厉害 碰一下就会死 其实严守一的斩破刀真身 至今只有严守一自己能拿得起它 一个月的时间过去 就连林子彤都没摸过 因为斩破刀上的煞气 严守一能镇压 其他人却办不到 就算是林子彤碰了斩破刀 都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 更别提林凡这种普通人了 严守一藏好了斩破刀 淡淡地问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因为有恩怨的缘故 严守一连禁语都不用了 面对林凡这种人 他觉得自己无需礼貌 林若甫和林子彤 也不会放在心上的 守一 此事说来话长啊 林若甫叹气道 我知道林凡和咱们有一些过节 但他毕竟是我们林家的人 我的亲弟弟 他有难 我不能做事不管 林子彤冷笑一声 爸 咱们把他当自家人 他有把咱们当自家人过吗 您忘了 他以前是怎么对我的吗 林若甫表情一僵 脸上露出不忍之色 林子彤干脆拉起 严守一的手 冷漠地说道 爸 真有什么事 也是我们自家解决 不用麻烦守一 你 林若甫无语道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你就着急护着你老公 合着我这个当爹的你 也不管了是不是 其实林子彤心里 还是分得很轻的 如果是林凡有什么麻烦事 他自己能解决就解决 必定不会牵连到严守一 可严守一 也不是那种心安理得的人 他将林子彤 拉到自己身后 轻声说道 虽然心里很不情愿 但您的事 就是子彤的事 子彤的事 就是我的事 先不说我帮不帮的上忙 至少先听听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吧 作为一个有责任 有担当的男人 这时候 严守一 是不会躲在林子彤身后的 毕竟林凡能影响到林若甫 间接影响到的 还是林子彤 但凡是和林子彤沾边的事 严守一 就不可能视而不见 林凡的脸色好看一些了 忍不住夸奖道 大哥 您这女婿找得太直了 我是美女儿 否则一定也要让她 嫁给守一这样的男人 你还是省省吧 林若甫冷着脸说道 你是美女儿吗 你当年的那些女儿 不都被你打掉 死在娘胎里了 你就想生儿子 惦记着我们林家的家业 林凡尴尬道 大哥 话不能这么说 那话还要怎么说 这次要不是事关咱们林家 老子才不会拉下脸 来把手艺和紫彤找回来呢 林凡我告诉你 我是念在咱们兄弟之情的份上 想最后拉你一把 你要是还不知好歹 老子现在就让你滚蛋 林若甫突然硬气起来 这语气是林凡从未见过的 但其实林若甫也是忽然想通了 严守一是愿意不计前嫌 但她林若甫不行 所以必须将丑话说在前头 她今天就算是和林凡断绝兄弟关系 也绝对不让自家的宝贝女婿吃亏 林凡愣了半天 总算是明白了林若甫的意思 她长叹一口气 说道 大哥 我知道了 只要能够度过这次难关 以后我再也不惦记着家里的产业 算你还懂点事 林若甫说道 回头我让叶老做一份合同 白字黑字 你在上头签上你的大名 林凡惊讶道 大哥 咱自家的事 用不着写合同吧 亲兄弟名算账 好 好吧 林凡彻底屈服了 林若甫也算是为严守一和林子彤 出了口恶气 严守一淡淡地说道 发生了什么事 简单地说说吧 林凡低着头 满脸苦瓜样 这次 你们遇到的蛇刀人 其实不是冲着你们来的 而是冲着我来的 严守一眉头一挑 他还纳闷呢 自己和蛇刀人 可真是清清白白 应该不会招惹上这行的家伙 对方怎么就跑到西湖工地上撒野来了 之前怀疑是父亲严仇 甚至有可能是爷爷 结果思来想去 竟然是林凡这个王八蛋惹来的 一时间 严守一还真想不搭理这个林凡 直接回陈家村继续清修去 不过既然都回来了 自然要会 一会拿蛇刀人 于是他问道 你和蛇刀人做了交易 林凡无奈地点点头 那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那年我也才刚成年 年少轻狂意气奋发 喜欢我的女人 那是从家门口拍到 说重点 林若甫直接捶了林凡一拳头 林凡赶紧说出自夸 继续说道 当时我也不太懂事 搞大了好几个女人的肚子 其中好些个 还是风尘女子 我要是带她们回家 让老爷子看到了 肯定会打死我的 所以我就给了她们一些钱 让她们把孩子打掉 其他的女人都乖乖听话 把孩子给打掉了 但偏偏有个贪心不足的女人 悄悄地把孩子生了下来 竟拿孩子来要挟我 她一开始想嫁入豪门 被我给拒绝了 紧接着 她又要求我 每个月给她带一笔钱 否则就去老爷子那里告发我 我也是实在拿她没有办法 就拿钱养的她 谁想到她还不知足 要的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我当时也没接管家族的生意 手上的钱也不多 最后甚至都不够给那女人勒索的 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 撞见了一个射刀人 射刀人一眼 就看出了我所有的问题 说的也与事实完全一样 并说 只要我拿了她的刀 答应她一些要求 她就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麻烦 我以为她要杀人 但她却说不是 她有不见血 却能一劳永逸的办法 我本来是不信那射刀人的 但也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 答应了她的要求 她的要求很简单 只要是成之后 我给她买一包烟就行了 那射刀人直言 让我带着孩子 去做一下亲子鉴定 鉴定结果出来以后我才发现 那孩子压根就不是我的 我当时高兴极了 立刻就甩掉了 那个不要脸的女人 还狠狠地臭骂了她一顿 最后 我也兑现了承诺 给那射刀人买了一包好烟 算是完成了我俩之间的交易 可谁知道当天晚上 那个无耻的女人 就抱着孩子跳楼了 曾经欠下风流债 后来引火上身 这很符合林凡的性格 听到这儿 严守医一点都不觉得意外 仿佛林凡这个人 就该遇到这些麻烦似的 普通人觉得 命理深不可测 各种算命之术 神之又神 实际上 不管是小六人神术 还是梅花艺术 都是结合多方面因素 通过一些公式推演出来的结果 影响其结果的 不只是生辰八字 还有人的性格 例如性格冲动的人 算命先生随口说他 有个血光之灾 大概率会实现 因为这类人异母 做事不重视细节 往往会惹火上身 比如他们开车霸道 早晚都会出车祸 而林凡这种出身豪门 从小受到万般疼爱的家伙 向来性格傲慢 不懂得尊重人 吃喝嫖赌 必是样样都会 他们享乐其中 最后也因这些而倒霉 对于林凡的过去 严守一不需要掐指算 光是与他聊上几句 便能猜中十之七八 那个女人跳楼之后 我悄悄地给他父母 挥了一大笔钱 以为事情就此了结 可现实远没有那么简单 一开始 我总是在家里 听到女人哭泣的声音 我以为那都是幻觉 直到一次洗澡的时候 我看到浴室的玻璃后头 明明有个人影 走到外头一看 却什么都没有 我睡觉的时候 被子里仿佛总有一双 冷冰冰的手抓着我的大腿 早上醒来 腿上果然有两个红手印 甚至就连我在大白天出门的时候 也时常在大街上 看到熟悉的身影 有时那身影 会突然出现在我的车前 吓得我紧急刹车 缓过神后人又不见了 不仅如此 我的右腿开始出毛病 总是使不上力 也开始不听使唤 我去医院检查 愣是什么都没检查出来 后来听医生的去拍了CT 片子出来以后 医生说 医生说 他们说 片子显示 在我小腿上挂着一个婴儿 那婴儿的四肢 死死地抱在我的脚踝上 骨头好像都和我的骨头 长到了一块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十年 但此时林凡提起 依旧是满脸的惊恐 可想而知 当时他看到那个CT片以后 是什么样的表情 医生们根本无法解释 我身上的事情 甚至建议 我去找个城隍庙拜一拜 只有我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那个女人 她跳楼的时候穿着红衣 死后变成了厉鬼 和她的孩子一起缠着我 想要索命 我连续找了好几个法师 但他们都是江湖骗子 给我的道夫和咒语 根本不管用 甚至那些无用的道夫 反而还激怒了那个女人 甚至到了后来 只要夜里我往窗外看 就能看到她坠楼时的模样 有时候 她坠楼的速度非常慢 我可以看到 她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 头像下慢慢地从窗台上滑落 那几个月 我都快被折磨疯了 精神状态也越来越不正常 就在我快要崩溃的时候 之前给我出主意的 奢道人又出现了 她似乎知道 我遇到了什么 还没等我开口 她就说能帮助我 解决掉那只女鬼和她的孩子 但有一个条件 条件是 十年之后 我必须把荣城西湖 送给她的徒弟 听到这里 林若甫气的脸都绿了 没忍住一脚 踹在林凡的身上 之前林凡还算是 有头有脸的人物 但现在的她 如同丧家之犬 被林若甫一脚踹翻在地 也不敢反抗 更不敢还嘴 林若甫怒道 她要你给西湖 你就真敢答应 你有什么本事给她西湖 看林若甫如今的反应 她之前显然是 不知道这些事的 如今得知后 才如此震怒 毕竟西湖是属于严家的 林家只是代管而已 林凡可算是 让林若甫丢尽了脸 林凡弱地说道 我当时 我当时乃知道这些 我想着 西湖本就不属于我 反正我也拿不出来 而且十年后的事情 放到现在 谁还记得呢 再加上我 着实被逼到绝路了 才答应了她 林若甫又要发怒 被严守一给拦住了 只听严守一道 爸 先让他把事情说完 咱们再做打算 好 听你的 林若甫憋着气 甚至都不正眼看林凡 见林凡又半天没说话 他冷哼一声 哑巴了 接着说啊 林凡这才开口 我答应了 赦刀人的条件以后 他留下了一把菜刀 并说 十年后 他的徒弟会来找我兑现承诺 除此之外 他还给了我一些道符 让我晚上将道符贴在门窗上 然后特意开窗 让女鬼进来找我 而我只需要躲在床底下 不让女鬼看见 他到时候自会现身 将女鬼解决 我回到家里以后 全都按照他说的去做 到了晚上 老老实实地躲到了床底下 半夜十分 果然有冷风进屋 紧接着 便听到那女人凄惨的哭声 还有古怪的咚咚咚声响 我躲在床底下 害怕极了 却又忍不住看外头的情况 结果我这一看 正好看到那女鬼的脸 她跳楼的时候 是头朝地的 所以死后也是头朝地 我听到的咚咚咚声 是她倒立着进房间 不停地用脑袋撞地的声音 好在关键时刻 那个奢道人出现 将女鬼和她的孩子 打得魂飞魄散 才彻底让我逃过一截 那个奢道人十分有本事 杀女鬼不过几招的功夫 本来女鬼还想逃 也被她的道夫给挡了回来 她 林凡还想描述一下 奢道人的本事 却发现 林子彤看她的眼神 十分不爽 她顿时回过神来 知道这个时候 并不是夸奢道人的时候 她还指望着 严守依和林子彤 对付奢道人呢 于是她善笑一声 道 不过那奢道人虽然厉害 但比起守依和子彤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林子彤不屑一笑 压根不斥林凡这一套 林若福冷哼一声 该说的都说了 那现在怎么办 难道要老子 把西湖给她吗 她想得美 这西湖是手艺的 就连我也没有决定权 林凡顿时慌了 大哥 这可不行 她现在给我的儿子下咒 他们都已经命悬一线 要是咱们不答应她的条件 下一个死的人 就会是我啊 林若福将林凡甩开 死就死了 你这些年要是干过 哪怕一件好事 我今日也还念及兄弟情义 但你当初可是连子彤都想下手 让我如何帮你 林凡一着急 直接扑通一声 给三人跪下了 还不停地磕头 大哥 手艺 紫头 我知道是我错了 我已经知道错了 我会用下半辈子 来弥补自己犯的错 但我的儿子们是无辜的 求你们 一定要出手帮帮他们啊 林若福叹了口气 林凡有一句话说得不错 他的孩子们是无辜的 林凡虽然可恶 几个儿子还都是私生子 但不得不说 他的私生子有几个 还算是优秀 不像他们的老爹那样废物 林若福说道 不如找来那名射刀人 我们和他们好好聊聊 西湖肯定是给不了 我们就尽最大的能力 给他们满意的补偿 这是林若福能想出来的 唯一不影响到 严守医的方案了 但严守医却摇头道 没用的 射刀人在江湖上 有个名头 叫做铁口直断射刀人 他们说出的话 就像是泼出去的水 不可能收回的 林子彤抿着嘴道 那难道真的 要把西湖给他们 他心里是一万个不愿意 就严守医不在意 这件事也必定会成为 林子彤心里的疙瘩 其实射刀人表面上 要的是西湖 实际上讨的却是一块 风水宝地 严守医说道 这样吧 这几天找机会 我们与那射刀传人碰碰面 搞清楚他要的到底是什么 如果能找到 令他满意的替代品 西湖就可以保住 林若福愧就道 守医 这种事情 本不应该影响到你们 希望这次之后 林凡能够成长一些吧 严守医淡淡地说道 即便林凡辈分上 是严守医的叔叔 而且年纪也比他大不少 但严守医却直呼其名 甚至说希望他能够成长 说明他从心底里 还是瞧不起林凡这个人 林凡也颇为无奈 整个人丢了精气神 好在严守医愿意出面 他感激地说道 守医 子彤 我以后一定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你走吧 林子彤压根不想看到 林凡这张脸 林凡没有一点脾气 答应了一声 就走了出去 林若福叹了口气 起身说道 既然事情商量好了 我也就走了 你们小两口回来 本应该好好休息 爸 没事 您不要放在心上 林子彤露出一丝笑容 我们俩的朋友也挺多的 那舍道人多多少少会给些面子 这不是什么大事 唉 我出去再训训林凡几句 给你们出出气 林若福毕竟是男人 表达情绪的方式很直接 随手找了个桌上摆着的花瓶 就气势汹汹地出去了 见状 严守医倒是觉得好笑了 看来不需要咱们教训林凡了 他就应该常常记性 林子彤撅着嘴说道 算了 林凡那几个私生子被吓了咒 我们就不出面处理了 正好最近教了小龙不少本事 这次就让他来处理 就当是练练手 严守医说道 好 我去和他打声招呼 让他直接跟着林凡走 林子彤说着也走出了别墅 严守医坐在沙发上 伸了个懒腰 他拿出了奢刀人留下的那把菜刀 放在桌上打量 听完了林凡的故事 他发现 这位奢刀人的师父 似乎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搞不好他一开始盯上林凡 就已经在打十年后 抢西湖的算盘了 西湖是严筹为了严守医弄来的 严守医自然不可能送出去 所以 到时候与那奢刀人传人谈判 恐怕也不会太过顺利 龙飞成跟着林凡和林若府去了医院 没过多久就回来了 他回来时 严守医和林子彤 正在别墅的露台里泡茶 瞅见二人这惬意的模样 龙飞成郁闷道 合着我在外头干活 你俩躲在这儿惬意啊 学了本事 总是要有用武之地 否则你装逼给谁看呢 严守医问道 龙飞成笑了笑 说得也是 严守医给龙飞成沏了一壶茶 问 情况如何 解决了吗 龙飞成急急忙忙地喝茶 结果被烫了一嘴 忍不住一直吸凉气 好一会儿 才捂着嘴巴打道 就是一些简单的民间小诅咒 我过去没多久就解了 严守医点点头 看样子 这个蛇刀人 还没下重手 龙飞成嘀咕道 也不知道那蛇刀人 什么时候会再出现 想要吸湖的是他 所以他早晚会找上门来的 咱们该干啥干啥就好 严守医说道 早些休息吧 明天一早 咱们去见见老朋友们 容成有不少朋友 驴山派的人 罗宁 阿公 柳家人 夏之警官 还有上行一笑的那些小保安 三人喝了几口茶 闲聊了几句 便回房休息去了 第二天一早 严守医三人来到了 市郊老金的回春堂药铺 这一个月不见 回春堂可是大变模样 首先 隔壁的鞋铺关门了 原先的店面 竟然被老金给承包了下来 将问诊区和抓药区分开了 而且 卫生也收拾起来 搞得像模像样 之前那乱七八糟的药铺 就差把拥一二字 打在招牌之上了 现在收拾了以后 总算有那么点 开管行一的模样了 严守医他们在车上观察了一阵 发现在回春堂里干活的 一直是两个年轻人 仔细一看 似乎是当初为了和老金的女徒弟 躲躲套近乎 才跟着老金学古医的 两个医学院学生 后来他们俩见识了老金的本领 也理解了古医的观念 便也正是跟着老金学习 现在老金多半是 把他们俩当伙计使唤 让他们来看着回春堂了 怎么不见老金呢 龙飞成嘀咕道 去问问不就知道了 严守一直接下了车 三人下了车 来到回春堂门前 那两个学生忙得晕头转向 根本没时间抬头看人 就急着开口 看病先排队 咱们这儿主看内科 副科病请出门左拐 严守医的脸上 冒出了几道黑线 他拦着其中一名学生 问道 老金人呢 那学生愣了愣 认出严守医来 哎 你不是那个 那个谁 老金呢 严守医懒得自我介绍了 那学生黑黑一笑 道 出门左拐 严守医 他退后两步 往一旁看去 只见在原本的回春堂隔壁 居然开了第三间铺子 名为 第二春堂 龙飞城看了这牌匾 忍不住说道 老金果然是人才啊 这名字咋一看是回春堂的二号店 但仔细一品 就觉得又猥琐又淫荡 没错 这就是老金那个贱人的味道啊 林子彤满脸无奈 要不是大家曾经同甘共苦过 他现在真想转身走人 他们走进第二春堂 看到里头有个帘子 老金那圆润的影子 就在帘子后头 妇科并请往这儿来 那影子开口喊道 唉 连影子都散发着淫荡的味道 严守医示意大家不要说话 自己走到了帘子后头 老金观察着帘子里严守医的影子 不由得眉头一皱 小姐 您的身材略微魁梧 不像是容易生病的模样啊 算了 让我替您把把脉 看看情况 您先把手伸进来吧 严守医听话地伸出手 老金顿时被这一只 粗壮有力的胳膊给吓到了 但他还是上手把脉 这一侧之下 老金直接变了脸色 你你你 你是什么东西 严守医可是天煞尸馈 严格而言 他是没有心跳 更没有脉搏的 所以 老金直接吓得变了脸色 甚至要喊人救驾了 严守医直接从帘子后头钻了出来 对着老金说道 是我 老金的魂这时 才回到身上 整个人无力地摊坐在椅子上 他妈的 原来你这个魂小子 吓死我了 我以为僵尸 跑到我这第二春堂看妇科病来了 龙飞城 老金 你这脑洞也是够大的 你们都回来了呀 老金看到三人 一阵开心 你们此去之城 有什么收获呀 收获倒是不少 回头慢慢告诉你 严守医问 阿公和罗宁呢 老金答道 阿公这小子 已经到古陵柳家 当了大半个月的上门女婿了 我也许久没见到他 罗宁昨天接了个大单 替人赶失去了 今天早上才刚出发 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赶请严守医他们回来了 其他人反而都各忙各地去了 他心里有点小小的遗憾 本来还期待着和大家重逢呢 龙飞城此时坐了下来 兴致勃勃地讲起了他们 在陈家村的经历 什么鲁鱼鬼车啊 斩蛇鬼就村民啊 觐见王牧沙将无声啊 只是龙飞城的版本 显然和真实的版本不太一样 从龙飞城嘴里说出来的故事 严守医反而不是主角了 仿佛一切都是龙飞城在背后运筹帷幄 让大家顺利存活下来似的 严守医倒是不反感龙飞城吹牛 反而听得津津有味 吹到最后 龙飞城道 我们离开陈家村时 村里的百姓跟着车跑 一边跑一边哭 嘴里喊着不要走 一连追了五里路 路上经过了三个加油站 最后我实在不忍心 下车与他们一一道别 村民们才一一不舍地回去 老金听着 脸上露出了皮笑若不笑的表情 仿佛在告诉龙飞城 你接着吹 我能信你半个字 就是脑袋让驴给踢了 不过通过龙飞城的描述 老金也大概知道 这一个月发生了什么事 他不由地感慨 想不到前世的纠葛 要再今生画个句号 也不知道我前世是什么人物 严守医笑道 沁江将军和鱼鼠公主 曾经被青后山的青后鬼衣所救 指不定你的前世 就是那名青后鬼衣呢 嗯 说不定有可能 老金笑道 最近我总梦到自己 被人追杀砍死 严守医干咳两声 从胯包里拿出了一张金面具 这是 老金疑惑道 这就是在剑王墓里 我从剑王身上得到的金面具 剑王的袖剑和屁火铠甲 我送给了马家兄妹 只留下了金面具 但是始终没研究出来 它有什么作用 所以特意给你看看 说不定你能发现 它身上的妙用 严守医解释说 老金接过面具 认认真真的研究了一会儿 甚至还戴上试了试感觉 最后他推断道 这张面具的功效 应该是屏蔽或者改变人身上的气息 有这种功能 严守医惊讶道 之前便有提起过 有些奇人异士 能靠着人身上的气息来辨别人 例如 降头师之前接近姜亭一样 都是靠着气息认人的 人的容貌可以改变 声音可以改变 甚至体型也可以改变 但唯独气息是不会变的 但戴上这金面具以后 竟可以改变气息 这岂不是意味着 只要严守一想 戴上面具在乔装打扮以后 任何人都认不出它来 龙非诚也评价道 这简直就是偷鸡摸狗 溜门翘锁 寻花问柳 杀人越货的必备神器啊 林子彤嫌弃道 这么好的宝贝 怎么从小龙你的嘴里说出来 就那么阴暗呢 严守医道 但这玩意儿 确实是个好宝贝 这倒抖 的确能弄到一些金钱 买不到的好宝贝 严守医现在忽然明白 为什么会有摸金效尉 班山道人这一群人了 剑王的这张金面具 就算是他也造不出来 这其中的玄机 以他现在的认知 是不足以理解并复刻的 龙非诚后悔道 颜哥 当时咱们应该从剑王墓里 多带出来一些东西的 指不定就是毁天灭地的神器呢 严守医笑道 做人要知足 如果剑王手里 真有能毁天灭地的神器 他还会死吗 说得也对哦 但龙非诚还是觉得遗憾 那你送点马欣平他们呢 送出去的东西 难道你还想要回来啊 严守医白了他一眼 嘿嘿 我就开个玩笑 现在咱也可是有实力 有档次的人了 龙非诚善笑道 不管怎么说 金面具的作用 还是让严守医挺满意的 他的神奇功能 指不定能在以后 派上大用场 说起来 林子彤也从剑王墓里 弄到了一样宝贝 那就是原本用来锁住 江无声双臂的蜀灵蛇索 那条蜀灵蛇 现在还缠绕在他的招魂灵上 和金面具不同的是 林子彤早已经知道 蜀灵蛇有什么用了 那是联合在重新进入沉睡之前 传给林子彤的 蜀灵蛇产自于蜀国 也有一定的灵质 但和三元不一样 他们只能执行一些简单的指令 没有完全独立思考的能力 附着在招魂灵上的蜀灵蛇 还可以增强林子彤的法力 不论是使用法术 还是招魂术 威力都会比原来大上不少 弄明白了金面具的作用以后 严守医又和老金闲聊了几句 最后还给他留了一些 从陈家村带回来的土特产 骑士过来与老金打招呼 只是顺路而为的 严守医今日真正要去的地方 乃是荣城西湖 那蛇刀人在西湖工地上搞的鬼 还等着严守医去收拾呢 三人坐上了林子彤的兵力坐驾 离开了回春堂 半个小时后便来到了西湖边 如今西湖的管理人员 已经全部由李家人 换成了林家的人了 那些在林家干活的人们 入职之前 必定要备下一些特定的车牌号 其中就有林子彤的 所以他们一看到林子彤的车驶来 立刻便放行了 这一幕引来不少路边游客羡慕的眼神 要知道 荣城西湖可是位于荣城最市中心的位置 平日里 这里堵车堵得水泄不通 想要停车更是难上加难 普通游客停好车 还要走好久才能到景区里 但林子彤的车不一样 他可以直接开到景区里 有专门的内部车位 省去了不少的麻烦 将车停好后 三人下了车 便见到一名胸前带着工作证 脑袋上顶着一个安全帽的男人 带着几个愣头青迎了上来 请问三位可是严守一先生 林子彤小姐 龙飞城先生 那男人十分尊敬地问 林子彤点点头 你是 三位好 彼人名叫秋剑 是西湖新项目的总负责人 秋剑毕恭毕敬地说道 方才我们已经收到消息了 说三位会过来查看工地的情况和进展 特意让彼人过来领路 严守一观察发现 这个秋剑明面上对他们十分尊敬 但眼里却有一丝不服 他多半是把他们三人 看成是什么都不懂 却要来工地凑热闹捣乱的富二代了 不过严守一也懒得解释 他们在秋剑的带领之下 边走边聊 龙飞城还是老样子 走进了游客进入区以后 就拿出手机自拍了 严守一随口问道 丘师傅 请问您是什么来头 是怎么接到咱们这个项目的 只听秋剑骄傲地说道 彼人毕业于清化设计院 也曾去过欧洲各国留学 归国后负责了不少重大项目 荣城的好几个展馆 体育馆 文化工 都是出自彼人之手 这次之所以能得到这次机会 也多亏了林老爷的赏识 秋剑的回答 大半都在炫耀自己 最后才顺带地客气一下 提起了林若福 可以看得出 秋剑是个适才傲物的家伙 但这也不是什么缺点 他确实有这个实力 严守一又瞟了一眼 跟在他们身后的几人 他们又是 哦 他们是彼人在清化设计院的学弟学妹 这次接到了西湖项目 彼人特意把他们喊过来 学习学习 嗯 严守一没太放在心上 其实说起设计 他才是真正的老怕 在鲁班淑的面前 秋剑都是个弟弟 所以 别人尊重秋剑 严守一却只是把他当平辈看待 尽管秋剑看起来 已经四十几岁了 他淡然的态度 在秋剑的几个学弟学妹眼里 就显得有些傲慢了 他们在后头小声嘀咕起来 这三个小屁还是谁啊 拽得跟个二五八万似的 咱们可是名校毕业的学生 他居然一点面子都不给 就是瞧不起咱们也就算了 他好像也尊敬秋学长 他以为自己是谁呢 嘿嘿 他们好像是咱们这个项目的金主 不把咱们放在眼里 好像也很正常 切 什么金主不金主的 我看就是个官二代 西湖这种地方 怎么可能是私有的 嘘 小声点 别让他们给听到了 我现在已经开始祈祷 希望这三个愣头青 不要不懂装懂 到时候乱改咱们的方案 你这么一说 我已经开始掉头发 几人小声的讨论 其实严守一听的一清二楚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没放在心上 原来的西湖雅居 已经被完全拆除了 通往西湖雅居的连郎 也被改了方向 从原本的通往湖中心 改到去了西湖的侧面 那儿有一座湖中小岛 上面长满了浓密的凤尾竹 小岛的对面是国宾馆 寻常人无法入内 而严守一和林子彤的心房 就坐落在小岛后头 这个位置更隐秘一些 在享受西湖美景的同时 又不会成为 被景区游客们参观的对象 安静低调 更符合严守一的性格 大家顺着长廊 来到工地处 严守一发现 工地此时正处在停工阶段 工地上只有几个测绘师 正在测量数据 严守一停下脚步 问道 他们这是在做什么 测绘啊 秋剑心里一笑 按道严守一 果然是个不懂行的愣头青 测绘师正尝试着 在湖面上搭建测绘仪器 这种仪器在地面上很管用 但放在湖面上 可就不那么方便了 首先测绘师们坐着船 左摇右晃得根本稳不住 其次湖面上什么都没有 想要立住仪器 可谓是难上加难 严守一看他们如此艰难的模样 便拿出手指头比划了一阵 随口说道 他们现在测的位置 总长是132 33米 让他们回来吧 要测哪告诉我 在湖面上挺危险的 秋剑一愣 严先生 这些测绘师测的可是房子的地基长度 稍微错几厘米 都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这事儿可不能乱来 秋剑身后的几人 也对严守一不屑起来 真当自己是葫芦娃千里眼 一百多米的距离 能看得分毫不差 下一秒 测绘师便高声大喊 测出来了 总长121 11米 秋剑闻声 嘿嘿一笑 严先生 您可真是好眼力 误差居然在10米左右 已经很了不起了 严守一眉头一皱 他们测错了 让他们重新测 他们都是专业的测绘师 仪器也用得最好的 怎么会出错呢 秋剑有点不爽了 但严守一却坚持自己的观点 要求严建让他们重测 严建也拿严守一没办法 谁让他是大家的金主爸爸呢 就当是陪爸爸玩一会儿吧 于是 秋剑便让测绘师们重测 测绘师们接到命令 心不甘情不愿地重新摆弄起来 然而没一会儿 就听到他们错恶的声音 刚 刚才测得好像不对 现在测出来的数据是132 33米 什么 秋剑一愣 你们再测一次试试看 试过了 还是一样 132 33米没错 测绘师们心有余悸 忍不住喊道 秋公 还是您厉害啊 要不是您开口指出我们的错误 我们可就要闯祸了 秋剑信信地笑了笑 用不可思议的眼神 打亮着严守一 严先生 您的眼睛 严守一笑了笑 解释道 我小时候当过木匠 眼神特别好使 多长多远 一眼就能看出来 可 可您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实在是有些夸张了吧 秋剑却不太相信 严守一眉解释太多 一旁的林子彤疑惑道 设计不是早就定下来了吗 为什么现在还要重新测绘 秋剑答道 之前 我们只是做了湖面勘测 没做过湖底的地质勘测 结果打庄下地基的时候 才知道湖底居然是岩层 想要下庄很麻烦 所以现在需要重新做一个方案 严守一听了 诧异地问道 你们以为下不了庄是地质问题 不然呢 秋剑一愣 随后笑道 极为该不会是相信之前工地上的传言吧 什么菜刀 什么撞杀之类的 那都是封建迷信 工人们以讹传讹 不足为信的 龙飞城听后哈哈大笑 你说他们封建迷信 他们还笑话 你无知呢 龙先生 您这话什么意思 秋剑脸色有点难看 毕竟是在他的学弟学妹面前 龙飞城说话实在太不好听了 严守一摆了摆手 示意龙飞城别说话 他自己沉声说道 原来的方案 由我爸操过刀 不需要做任何改变 既然装打不下去 那就解决装的问题 我们今天来 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听说严守一是来解决打装问题的 秋剑没说什么 但他身后的学弟学妹 却忍不住了 我说这位公子哥 虽然您是咱们的金主 但搞建筑这种事情 还是让我们专业的人来做吧 这事可不能胡来 万一有一点数据不对 到时候 楼塌了 遭殃的可是你们自己啊 后背发话 秋剑本来应该喝纸的 但他却愣是等到 他们说完了以后 才向征信地教育道 别这么说 严先生好歹也学过木匠 说不定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龙飞城呵呵一笑 说不定有什么过人之处 我们严格的本事 说出来能让你们下尿裤子 鲁班传人 做的可不只是木匠 更是雕刻家 建筑家 桥梁工程师 严守一在建王墓内的时候 就靠着强大的三维构建能力 帮助大家指明方向 一个房子的承重结构结不结实 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根本不需要借助任何的仪器 靠的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 但这些智慧 如今却被后人所质疑 严守一叹了口气 其实自己的职业和古衣有些相似 因为传承的原因 没能发扬光大 导致行业渐渐向着西方发展 如今 人们对房屋的审美 也越来越偏向西式 反而对传统的建筑嗤之以鼻 认为那是土和封建的象征 殊不知 真正的传统建筑 是有着千年底蕴的 其中的任何一个角落 都是几千年工匠智慧的结晶 每一个设计都有其存在的意义 只不过时过境迁 曾经十分重要的东西 在现在看来 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但这并不能否认 曾经那些工匠们的精神和智慧 严守一回过神来 淡淡地说道 我不怀疑你们的专业性 但这儿的事 是你们解决不了的 秋剑的学弟们来了脾气 怎么解决不了 我们今天就解决给你看 一直没说话的林子彤 忽然说道 好啊 那你们就解决给我们看 先从最简单的开始 下妆 龙飞城也说道 对 你们别的事先别做了 只要今天能在西湖里 打下一根妆 咱们立刻走人 不再掺和你们的事 其实三人早就知道了 西湖的事 是奢刀人搞的鬼 这种煞是蛮力无法破解的 所以 任凭秋剑他们用什么办法 都绝对不可能把妆打下去 此时就连秋剑都沉不住气了 半开玩笑 半当真的对严守一说道 严先生 事关咱们的专业 我也不得不说两句了 您说打庄之事可当真 严守一点点头 给你们稍微降低点难度吧 西湖范围内随便找一点 但凡你们能将庄 打入湖底超过一米 我们就绝不插手工地上的事了 好 这可是您说的 秋剑始终觉得 严守一他们是不学无术的富二代 巴不得想办法把他们赶走呢 于是 双方就这么约定了下来 秋剑信心满满的喊人 拿来地质测量仪器 因为秋剑是国内顶尖的建筑设计师 林家又不缺钱 所以 西湖工地上的所有装备 用的都是世界顶尖级别的 就如秋剑此时拿着的仪器 只要将鸡蛋大小的零件 扔进湖水里 就可以通过超声波声纳 探测出整个西湖水底的地形和地质 通过这种方法 他们可以很轻易地找到 能够打庄的地方 所以 在秋剑等人的眼里 严守一他们今天是输定了 严守一等人丝毫不慌 也根本没将此事放在心上 而是自顾自地赏起了西湖的美景来 不得不说 荣城西湖湖面平静如静 远处的四周又高楼耸立 颇有一种闹钟取静的意思 当年李家人在这儿 也不知沾了多少光 秋剑等人看到 严守一他们 这副悠闲的模样 心里忍不住冷笑 再有几分钟 结果出来后 就让你们滚蛋 一帮不学无数的富二代 不一会儿 设备的探测结果就出来了 结果显示 西湖的底部 只有少量岩石分布 大部分还是厚厚的淤泥和沙子 想要打入一米深的桩 根本不需要掉任何设备 他们徒手就能打进去 于是 秋剑找工人们 弄来了手臂粗的木棍 寻了处水浅的地方 开始准备打桩 他们甚至不用喊工人了 自己扛着几把大锤 准备亲自动手 严先生 你们看好了 秋剑站在一旁 指挥着几个学弟 准备开始打桩 严手一站在不远处 双手扶着栏杆 淡淡地说道 开始吧 好 开始 给我打 秋剑立刻喊道 三个身高超过一米八的学弟 平日里因为常在工地出没 那叫一个又黑又壮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非洲兄弟呢 他们撸起袖子 高高地举起大锤 看准了立在面前的木桩 闷哼一声 狠狠地砸了下去 砰 低锤 木桩就下降了半米之身 秋剑见状 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按照他的经验 这半米应该是打进淤泥当中了 这说明 他们挑对了位置 打下一米 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碰 第二锤落下 木桩下降了二十几公分 距离一米的红线 只剩一个矿泉水平的高度了 严先生 这两锤就下降了这么多 您看还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吗 秋剑笑道 严手一眼皮 都不抬一下 继续 秋剑嘴角一抽 随后回头喊道 继续 第三个学弟的手臂 要比前两名粗壮不少 一看就没少在健身房撸铁 他用鼓胀的手臂 举起了沉重的大锤 发出了一声爆喝 用尽全力落锤 碰 这一次木桩下降的 比他们想象中的要少许多 只有几公分而已 若不仔细看 压根看不出来 前头的学弟忍不住说道 你有没有用力啊 我们俩随便都锤那么深 你咋一点变化都没有呢 是啊 看你满身肌肉 难不成都是吃蛋白粉吃出来的 那名魁梧的学弟也不明白 不对啊 我分明用了全力了 算了算了 我们再锤几下 大家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 又抡起锤头 连续锤了几下 然而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 方才明明很轻松的木桩 此时却好像打在了水泥地上似的 愣是无法再深入半分了 距离一米的红线 还有不少 可始终没有变化 不对啊 真邪了门黑 怎么砸不下去了 是不是一气出问题了 不可能啊 西湖的淤泥都不止一米深了 咱们这木桩才多长 应该连淤泥层都没有穿过才对 那究竟是什么情况 秋剑的那些学弟学妹 开始纳闷起来 不管他们怎么使劲 木桩就是下不去了 不幸邪的秋剑亲自出马 也是一连捶了好几下 捶得气喘吁吁 甚至最后还扭了腰 木桩依旧纹丝不动 一定是设备出问题了 秋剑喊道 重新下设备 好好查一下 学长 对啊 我们测了好几遍了 不会有错的 听着学弟学妹们的回答 秋剑心里也纳闷 这西湖 怎么一点科学都不讲啊 严守依一直在旁边看戏 其实他对西湖湖底的情况 还算了解 毕竟当初他 可是那位一脚 让西湖断流的男人 要是情况需要 他现在也可以 再让西湖断流一次 这木桩打不下去 显然不是仪器的问题 也不是秋剑他们的力量不够 这就是因为那奢刀人 暗中搞鬼 给工地下煞的缘故 所以不管秋剑他们怎么努力 这桩都不可能打下去 哎呦 我不行了 我不行了 快来大把手 不信邪的秋剑 一连挥了好几次锤子 每一锤落在木桩上 都好像锤在花缸岩上似的 木桩纹丝不动 反倒是秋剑自己 被震得虎口发麻 最后他直接闪到了腰 直都直不起来了 愣是要那些学弟学妹们 将他搀扶到一旁坐下 脸色才好看一些 真是出轨了 秋剑怒道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仪器没错 他们的专业知识没错 大家的力气也不小 甚至木桩 还要比正常的木桩系许多 照理说 只是下根木桩而已 不应该如此困难啊 龙飞城用嘲弄的语气说道 怎么样 你们认输了吗 秋剑脸上无光 却还是不肯认输 他说道 刚才不算 我们重新挑一个位置 肯定可以打下去的 这种问题 甚至不需要严手一出面 龙飞城就直接答应了 秋剑也算是豁出去了 连面子都不要了 亲自出马 寻找打桩的点 这一次 他们比之前要小心许多 秋剑甚至让一个学弟 直接跳进水里 感受一下湖底的情况 他们忙活的时候 严手一完全没有看他们 而是自顾自地 查看起周围的情况 心房的悬点和基本设计 是由严绸一手定下的 必定是整个龙城最好的位置 所以 严手一不需要去怀疑 严绸定的位置的风水 有没有问题 但风水一学 千一脉而动全身 稍微有一些细节的变化 甚至有可能将一个扶菊 变成货菊 如今严手一要做的 就是找出射刀人 在哪动了手脚 小龙 借你一根头发用用 严手一说完 就从龙飞城脑袋上 拔下了一根头发 龙飞城疼得嗷嗷叫 捂着脑袋说道 严哥 我头发本来就不多了 你怎么不拔自己的头发 拔自己的头发会痛吗 说得好有道理 我竟无言以对 严手一捏着龙飞城的头发 举过眉毛 撒手之后 便看到头发丝 向着西南方向飘落 怎么样 看出什么来了吗 林子彤好奇道 驴山派最不擅长的 就是风水和布阵了 所以这事林子彤 帮不上什么忙 严手一皱着眉头说道 这个时节 西湖应该刮的是东南风 老爸设计的房子 能将此时的风 化作川塘风 有助于居住在屋里的人 神清清明 但是现在这儿 刮的却是西南风 风向的影响有多大 林子彤问 本身影响不大 但产生的连锁反应却不小 你们看 工地上的工人 一个个神色为米 有气无力地 正是受风水影响 再这么下去 工人们迟早会失手 造成工地事故 严手一顿了顿 又说道 这个出手的射刀人 在风水学上的造诣不弱 总结了风向问题以后 严手一又在周围转了几圈 一口气发现了 实际处风水问题 但那些大部分都是小问题 严手一顺手就给解决了 不得不说 西湖的风水实在是太好了 即便射刀人动了这么多的手脚 也改变不了西湖的顺风局 顶多是天天堵 不会影响大局 解决了一圈的问题后 风水果然变化了不少 工人们的精神状态好了许多 即便是在寒冬腊月 依旧感觉到春风暖暖 还有多少问题没解决 林子彤问 严手一竖起了一根手指头 又用这根手指头 指了指水下的某个位置 就剩最后一个了 也就是这打撞的问题 我估摸着 那射刀人应该在水底动了手脚 搞不好咱们一会儿 要下到水下去看看 龙飞城第一个摇头 我可不去 这天这么冷 我又从小体弱多病 要是下水了 回头准生病 严手一白了他一眼 子彤是女孩子 也不可能下水 说白了 还是得我亲自出马 林子彤抿着嘴说道 我下去也可以 你别瞧不起我 我乃是瞧不起你啊 严手一笑道 上周二 村里的一头公牛发疯 在村子里横冲直撞 大家都不敢靠近 我又不在家 只有你挺身而出 一拳就把那头疯牛的头骨 都给打碎了 龙飞城狂点头 多亏了嫂子 咱们那天晚上吃了五斤牛肉 晚上撑得都睡不着觉了 林子彤美好气地说道 不是说好不提这事了吗 她的形象是女神 女强人 气质美女 可不是一拳打死牛的女汉子 开玩笑归开玩笑 严手一最后还是温柔地说道 这天冷水凉 你碰了对身体不好 我是天煞失魁 能扛得住 文言 林子彤这才作罢 没有坚持要下水了 此时 秋剑他们总算是找好了新的打妆点 吆喝着 让严手一他们过去看 新的打妆点更靠近岸边 其实秋剑也有些作弊的意思 根据他的观察 这个位置往下三米都是淤泥 想要打入一米深的木桩 简直不要太简单 但他并没有说出这个秘密 如今为了争一口气 他什么都顾不上了 严手一三人来到后 秋剑等人立刻开始行动 碰 碰 碰 锤子接连锤在木桩之上 那木桩也如秋剑想象中的一样 快速下沉 然而 就在他以为这次十拿九稳的时候 木桩竟然又停住了 距离那一米的红线 仅仅只有几公分之差 可就是那几公分 此时却好像天与地的区别 任凭他们怎么用力 都无法再深入半分 这下 秋剑沉默了 他那些名校毕业的高材生学弟学妹 都面面相去 半天说不出话来 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龙飞成朗生问道 你们还打不打了 秋剑感觉脸上发热 甚至不知该说什么了 他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来 我打不下去 你们来就打得下去了 这话好像给他们 找到了一个狡辩的缺口 几人顿时七嘴八舌地 为自己开脱起来 对啊 我们现在打不下去 不代表我们真的打不下去 给我们几天时间 我们肯定可以找到原因的 说难听一些 我们没办法 这世界上就没有人有办法了 严守一摆了摆手 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他淡淡地说道 人类进入真正的科技时代 不过百年时间 而我们的老祖宗 研究房屋建筑和风水 已经数千年 这数千年的智慧结晶 很多因为传承问题 已经无法解释 但不代表那些图法子 就没有科学依据 科学与玄学 并非是背道而驰的 当有一天 我们能够解释玄学的时候 玄学也就成了科学 这番话 让众人听得一愣一愣的 大家似懂非懂 总觉得严守一说的话 太过深奥 这时 严守一脱掉了外套 爬到了护栏外头 秋剑回过神来 忍着腰疼 也要上前拦着严守一 严先生 您这是干什么 去解决问题 说完 严守一便甩开了秋剑 纵身一跃 跳进了西湖当中 秋剑人都傻了 回头一看 林子彤和龙非诚 居然也没有丝毫 要阻止的意思 只见严守一 在湖水中翻腾了一下 探出头来 深吸一口气 这湖水 真是冷得刺骨 你小心一些 林子彤提醒道 放心 严守一说完 直接沉入水中 眨眼的功夫 就连影子都不剩了 湖面上波光零零 倒映着天上的蓝天白云 秋剑有点懵了 严先生上哪去了 等于等于等于第375章 漩涡陷阱等于等于等于 融成西湖的水还算清澈 严守一潜入水中后 还是有机密的能见度的 这些年 西湖的管理越发严格 到访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但能跳下西湖游泳的 也就只有严守一一个了 好在他们所在的位置 是非旅游区 游客们根本看不到这边的情况 冰冷的湖水刺骨 但严守一的适应能力很强 一会儿就没了感觉 开始按照他所怀疑的方向游去 以他对风水的了解 西湖中一共有三个点 可以被蛇刀人动手脚 但想要确认 就必须一一过去检查了 首先他游到了湖中心 潜到深处后 果然在水底 发现了一座玄武石像 上回他让西湖断流枯竭的时候 曾经留意过 西湖水底有三座玄武石像 多半是用来震水的 有它们仨的存在 才让西湖水一年四季 既不会干涸 也不会肆虐 如果西湖出了问题 那必定是这些玄武石像 出了问题 第一座玄武石像 没有任何的问题 严守一检查了三圈 确认无误以后才离开 第二座石像也是一样 等到他检查到 第三座石像的时候 不由得眉头一皱 心想到 果然是玄武石像出了问题 他上到水面上 换了一口气 也让林子彤他们 得知他所在的位置 连郎上的秋剑他们 脸色精彩 因为严守一这一潜水 竟然硬生生在水底下 待了有十分钟之久 期间好几次秋剑 想要喊人来帮忙 以为严守一溺死在水里了 好在林子彤拦着他 而严健不知道的是 严守一不仅在水中 潜了十分钟 还又过了半个西湖 已经完全超出了 常人能够拥有的体能范畴 更何况 是在如此寒冷的冬天 龙飞城高声问道 颜哥 发现问题了吗 严守一远远地竖起了大拇指 算是回应 而后又一头扎进水里 龙飞城看向林子彤 嫂子 颜哥有发现 咱们要不要也过去看看 去吧 林子彤当下喊人开了一条船 让他和林子彤一起去到了 严守一刚才冒头的地方 此时严守一再次回到湖底 游到了那最后一座 玄武石像的身边 如同面包车大小的玄武石像 半个身子都被埋在淤泥当中 而露出来的上半身上 也缠满了一些水草和藻类 严守一清楚地看到 那玄武的脑门上竟然插着一把菜刀 和玄武石像不同 菜刀身上并没有长水草 所以 他应该是才出现在这不久的 按推测 必定就是奢刀人留下来的 严守一靠近一看 果然在菜刀上看到了 奢刀人独有的奢字标记 更加确定了他的想法 那么 只要把这把菜刀拔出来 就能让西湖恢复原样了 心里这么想着 严守一直接上手 双手握住了菜刀的刀柄 双脚踩在玄武石像的脑袋上 然后卯足了劲用力 但令他意外的是 这菜刀居然死死地 嵌在玄武石像的脑袋上 认他怎么用力 就是拔不出来 几次尝试以后 严守一就没有再坚持了 他很清楚 奢刀人在这把刀上下了咒 不破了咒的话 刀是拔不出来的 如何破咒呢 严守一皱着眉头思考了一阵 奢刀人的菜刀 其实没什么特别的 无非是沾染了一些杀生之气而已 而论杀气 严守一可从没怕过谁 只可惜 他今日没带斩破刀出门 否则只要拿出斩破刀 面前这高傲倔强的奢刀人菜刀 立马就会认怂 心甘情愿地当个臭弟弟 不过这也不妨碍严守一 处理这把菜刀 只见他双手握住刀柄 却没用力 只是闭着眼睛 努力地在心中 唤醒那隐藏在灵魂深处的力量 煞气 那股桀骜不驯 目中无人的力量 一直被严守一压制在身体里 而这一次 他居然主动去调动煞气 咕噜噜 忽然间 严守一的周身 开始冒出气团 形成了一个个小水泡 飘到了水面 还在船上的龙飞城 忽然发现 平静的湖面开始冒气泡 好像湖水被煮沸了似的 不由地喊道 嫂子 你快看看 这是什么情况 林子彤也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只是皱着眉头观察 水中的严守一 猛地睁开眼睛 霸道的煞气 在他周身形成了小小的漩涡 一直传导到他的双手 随着他的用力 菜刀开始松动 几次尝试之后 菜刀总算是被他 从玄武石像的脑门上 拔了出来 眼看大功告成 严守一连忙 压制住体内的煞气 那些煞气也算听话 很快就被控制住了 严守一松了口气 心想到 自打见过了几次 沁江将军 这些煞气是越来越听话了 说不定 今后他们 还能为我所用 随后他看向手中的菜刀 这奢刀人 也是够缺德的 为了报复凌凡 居然往玄武石像 脑袋上砍菜刀 就不怕折兽吗 好歹玄武也是四神兽之一 射刀人这么做 必遭报应的 这一点 让严守一十分纳闷 他知道的事情 那射刀人不应该不知道 可既然如此 射刀人为什么 还要用这种 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方法来报复呢 这不合常理啊 正当他思考纳闷之时 一点突起 那玄武石像 脑袋上被菜刀砍出的缺口 忽然出现了裂缝 并且迅速扩大 发现这一情况的严守一 面色骤变 已经预知了危险 急忙向上方游去 只听砰的一声 玄武石像轰然碎裂 石像的底部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洞口 四周的湖水疯狂地 向着洞口灌入 这是陷阱 严守一暗道不好 如果这是射刀人的陷阱 那么他很有可能 已经中了圈套 湖水湍急 犀利巨大 就算他的体力超乎常人 想要从这漩涡中脱困 也十分困难 而一旦他没扛过去 就要被吸入那湖底的洞中 不知会被冲到哪 有可能会永远地被困在地下 与此同时 湖面也出现了巨大的变故 林子彤最先发现 四周的水 开始向他们的位置靠拢 几个呼吸的功夫 湖面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他所乘坐的小船 开始剧烈晃动起来 随时都有可能轻浮 龙飞城惊恐地扶着船的两边 大喊道 这是什么情况 负责开船的工作人员喊道 咱们快要被卷到漩涡中心了 我们必须赶紧把船开走才行 不行 林子彤冷声说道 你把船稳定在这 我要等他回来 林子彤要等人的 自然是还在水中的盐手衣 万一盐手衣脱困 却没有船来帮忙 又被卷回去怎么办 工作人员已经快要吓尿了 他打算保住自己的性命 强行把船给开回去 龙飞城猛然按住了动力吧 冷声对那工作人员说道 做好你该做的事 没等到我严格回来 咱们谁都别想走 工作人员实在拿龙飞城没有办法 只能努力稳定船身 保证不被漩涡卷进去 连廊上的邱剑他们 已经乱做了一锅粥 其他的工作人员 也开船过来准备救援 而林子彤面色不改色 稳稳地站在船边 双眼在水中寻找着盐手衣的身影 大沙子 你在哪 他的神色略显紧张 突然 翻滚的漩涡中 标射出了一个铁爪 那铁爪飞离湖面十几米的距离 然后无力地往下坠落 林子彤认出了那铁爪 那是马兴平送给他和盐手衣的简易飞虎爪 不用多想 飞虎爪的另一头肯定是盐手衣 他在用飞虎爪求救 林子彤毫不犹豫地抬起左手 对着坠落的飞虎爪 发射出了自己的飞虎爪 两个飞虎爪 就如同盐手衣和林子彤的手 努力地想要抓住对方 千军一发之际 林子彤的飞虎爪 稳稳地抓住了盐手衣的飞虎爪 稳住 林子彤大喝一声 随后用尽全力往上拽 龙飞成见状 催促那开船的工作人员 全速驶离漩涡区域 快点 船的发动机 发出了轰鸣声 掀起了阵阵水浪 很快 船就驶离了漩涡的中心区域 林子彤也隐隐看到了盐手衣的身影 他用力一拽 总算是将盐手衣拽到船上来了 上了船的盐手衣 浑身湿漉漉地不停地喘着粗气 你没事吧 林子彤扶着他问道 盐手衣后怕地说道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咱们连剑王墓都闯出来了 可刚才我差一点就要死在那漩涡当中 漩涡不知通向何方 刚才盐手衣要是真的被吸进去 就算活着 也会永远生活在地底 不知何时才能回到地面 而更大的可能 是死在地底 好在 他和林子彤的默契 又一次经受住了考验 林子彤及时出手 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拽了回来 漩涡还在继续 没一会儿的功夫 西湖的水位已经开始下降 湖边的堤坝上露出了深色的水渍 散发着腥味的水草和螺 吸附在上头 盐手衣他们 乘船离开了漩涡的中心区域 他回望着那巨大的漩涡 脸色不太好看 颜哥 你在湖底遇到什么了 怎么突然就出现了这么大的漩涡 龙飞成诧异地问 湖底的玄武石像的脑门上 被射刀人留下了一把菜刀 正是那菜刀坏了西湖的风水 让木桩打不下去 我拔出了菜刀后 没想到玄武石像破碎 底下有个大洞 湖水封了式的往里灌 听了颜手衣的解释 林子彤也沉下脸来 所以 这是一个陷阱 这指定是陷阱啊 龙飞成怒道 那射刀人 虽然是冲着林凡去的 但这陷阱 显然是冲着破坏他计划的人来的 颜手衣也觉得 这是一个陷阱 而且是一个杀人陷阱 之前射刀人的种种干扰 还没有到伤人性命的地步 但这一次不一样 要不是林子彤反应快 连他都要交代在湖底 危及到性命 那可就是另一种性质了 此时此刻 岸边有不少游客 注意到西湖的异动 纷纷围在岸边观察 有人见识过 上次西湖断流的情况 便开始散播言论 说西湖又一次要枯竭了 等到颜手衣他们回到了连郎上时 西湖水已经下降了将近一半 秋剑等人大惊失色 严先生 您都干了些什么 在他们的眼里 现在的西湖就好像一个大浴缸 严手衣刚才下水 似乎是把浴缸的出水口 开关给拔了 这才造成西湖现在的情况 但他们却没想过 他们认为是富二代的严手衣 有没有这个能力和本事 严手衣没答话 让他们退后一些 严哥 你要做什么 龙飞成问 上次我一脚 让西湖断流 这次就能一脚 让西湖恢复正常 严手衣说完 深吸一口气 随后一脚踏地 碰 一阵清风吹过 秋剑等人只觉得晃了晃神 却根本没有发现 有什么异变 但在林子彤和龙飞成的眼中 严手衣的脚下 已经出现了一张 巨大的八卦阵 比起上一次 在陈家村 施展奇门遁甲之术 这一次的严手衣 施展出的八卦阵 要比上次大的多 八卦阵几乎囊括了半个西湖 这意味着 只要严手衣愿意 他完全可以攻击到半个西湖内的任何一个人 严哥 又变强了 龙飞成 谜南道 他觉得奇怪 这段时间 严手衣每天要么是在钓鱼 要么是在研究那些 要送给村民们的木匠礼物 压根没有认真修炼过 反而是龙飞成自己 每天都在勤学苦练 有时候背经书 要背到深更半夜 就这还只是 学了一些三脚猫的本事 远不如严手衣那样强大 可严手衣还是进步了 而且进步的速度十分吓人 渡门 砍弓 玄武吊水 可在千番 随着严手衣口令喊出 他脚下的八卦阵 迅速转动起来 林子彤和龙飞成的耳边 甚至响起了齿轮转动的声音 那并非是真正的机械声 而是严手衣调动自然 运用规则 产生的自然的声音 叮 猛然间 八卦阵停下转动 锁住了渡门与砍弓 那西湖里的漩涡 瞬间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 不断喷涌出的清水 之前那些被吸走的湖水 此时好像全都还回来了 严手衣睁开眼睛 确认自己没有失误 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而站在一旁 看热闹的秋剑等人 他们虽然 看不到严手衣脚下的八卦阵 但却能够感受到 从严手衣体内 散发出来的那股气势 最重要的是 被吸走的溪湖水 真的回来了 简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这分明是神迹啊 秋剑呢难道 秋剑身后的那几人 更是呆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严手衣说道 林子彤还没说话 秋剑就已经拦在严手衣的面前 双眼瞪得滚圆 严先生 刚才那一切都是您做的 你可以选择相信 也可以不信 严手衣给了一个 模棱两可的答案 他确实懒得解释太多 秋剑若是相信 他放个屁都是神迹 秋剑要是不信 他解释一万遍 也是徒劳 好在那严剑也算长点脑子 他上下打量着严手衣 嘴里感慨道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严先生真乃陆地神仙 夸张了 严手衣摆了摆手 也就是会点老祖宗们 传下来的本事而已 那可不仅仅是本事 严剑喊道 那是老祖宗们5000年来 智慧的结晶啊 严手衣 刚才这货 好像不是这么理解的吧 不过能听到 这个秋剑说出这番话 严手衣心里 还是有些小小的欣慰 他觉得自己 做了和老金相同的事 那就是告诉秋剑 这样的现代人 老祖宗的本事 有多么强大 是不该被抛弃和遗忘的 秋剑激动地说道 您是有真本事的人 我这一时太激动 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你先别着急激动了 让你的人试试 现在能不能把装打下去 严手衣淡淡地说道 哦 对 我这就去 秋剑回过神来 连忙吆喝着 大家尝试着打装 为了验证问题是否解决 他直接在之前 打不下装的位置 重新尝试了一下 结果显而易见 刚才他们使出 吃奶的劲都下不了的装 如今彻底恢复正常 一切都符合了他们的科学 这下 秋剑等人彻底 相信了严手衣的本事 甚至对他佩服到五体投地 严手衣道 西湖的问题解决了 所有的一切 全都按照我们之前的图纸 来建造 不要有任何私自改动的地方 明白 秋剑兴奋地答应道 他之前是对 严稠的设计图纸 感到万分不懈 有些地方 他看着觉得别扭 既没有实用性 也没有美观可言 但现在他明白了 那些他搞不懂的地方 被设计出来 只有一个目的 风水 一切他不懂的 不是不合理 只是他还无法理解而已 秋剑开始期待 这栋房子盖起来以后 将会是何等的模样 原本只是打算捞金的他 此时开始认真起来 而吩咐好了一切的严手衣等人 暂时和秋剑 他们分开 在岸边找了片树荫坐了下来 林子彤担心道 那射刀人用心险恶 即便我们这次解决了麻烦 恐怕他还是会制造新的麻烦 龙飞城也说道 颜哥 要我说 就不能惯着他们 有什么事 不能大大方方地站出来谈呢 为什么非要在背地里 搞小动作 我明白 严手衣看着手里 那把射刀人菜刀 已经决定 要那个射刀人一点颜色瞧瞧 今天是他幸运 才能逃过一劫 要是出事的是 工地上哪个工地 岂不是没有回天之力了 严手衣拿出了一条红绳 林子彤见状 瞬间反应过来了 你要用追魂术 嗯 至少先将那家伙给揪出来 说着 严手衣把红绳的一段 系在自己的小拇指上 另一端系在菜刀的刀柄上 他说道 一会儿我施展追魂术 那射刀人会受我影响 你们趁机在周围 寻找他的踪迹 龙飞城疑惑道 严哥 你的意思是 那射刀人就在附近 林子彤分析道 那射刀人的目标就是西湖 所以他大概率会在西湖周围徘徊 而且 我们刚刚破坏了他的招数 他很有可能会过来查看情况 原来是这样 龙飞城拍了拍胸口 严哥你放心 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我一定帮你找到那个射刀人王八蛋 然后痛扁他一顿 严守一点点头 当即开始施法 炉头威猎将 感应将桑同 诉出九阴卫 星火降谈中 追魂千里去 射破急如风 魁心流雷转 刚要起昏蒙 如等闻无止 有命即遵从 母犯风督令 罪报永无穷 随后 他咬破舌尖 血溅红绳 红绳顿时泛起光芒 起作用了 林子彤提醒道 严守依闭着眼 猛然爆喝一声 蛇刀人 咱们同出民间 有什么事儿 不能好好商量 在西湖底下制造陷阱 那是小人所为 有本事就站出来 与我当面聊聊 上一次使用追魂术 还是用于追查 罗宁的师父终起 这一次的追魂术 也有同样的效果 那西湖边上 游客最密集的地方 一名穿着卫衣的男人 猛然摊坐在地上 双手捂着耳朵 痛苦挣扎 哎哟 这小伙子你没事吧 要不要送你去医院啊 快起来快起来 地上多凉呢 怎么还吐血了 快来人呢 这里有人吐血了 热心的路人 围在那人的身边 七嘴八舌地关心着 但那男人 却是硬撑着爬起来 没有理会路人的好意 粗鲁地将他们推开 着急忙慌地往外跑 他那带血的嘴角 低声自言自语 居然是追魂术 可恶 那林家找来了什么帮手 难道是毛山派的人 可不对啊 刚才我在西湖边上感应到的 分明是奇门盾甲之术的气息 对方到底什么来头 起作用了 我们快去找 林子彤见眼手艺的神色 就知道追魂术有效果了 立即喊上龙飞城 去寻找藏在周围的奢刀人 龙飞城脑子也算机灵 抢了一旁工作人员的电动车 道 咱们分开找 这样有效率一些 说完 龙飞城就一个油门冲出去了 林子彤想拦着他 都没有这个机会 眼看着龙飞城远去 林子彤无语地说道 你找到了 也得打得过他才行啊 那奢刀人的道横不弱 要是被龙飞城单独遇上了 指不定是谁收拾谁呢 不过龙飞城已经走远了 林子彤想追也追不上 只能另选一个方向找了出去 严守一坐在树下 稍微顺了几口气 睁开了眼睛 施展追魂术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他也需要缓一阵子 才有行动能力 缓过神来以后 严守一往四周看了一眼 并没有什么发现 于是他拿出了罗盘 稍微算了算 奢刀人也是民间教派 同样有五必三缺 所以他们的命 和严守一一样硬 也就是说 严守一是无法轻易 算出对方的位置的 但严守一算的 并非是奢刀人的位置 而是四周的风水方位 他要从八个方向 挑选出一个 最适合自己去的方向 往那个方向去 必定能有一番发现 更挂 东北方 罗盘有了结果后 严守一便往东北方向看去 那已经是 西湖公园的出口了 奢刀人倒是很有可能 往出口的方向跑 他正起身要追 忽然想到了什么 顺手从胯包里 掏出了金面具 戴在脸上 而后又戴上口罩 戴上帽子 伪装了一番 他寻思着 那奢刀人 可能已经见过他的模样了 要是一会儿遇到 对方肯定会提前逃跑 所以他戴上金面具 隐藏了自己的气息 即便遇到奢刀人 对方也反应不过来 西湖公园出口处 三个年轻人 正皱着眉头站在路边 他们的目光 不断打亮着四周 眼里有着 一丝好奇和防备 听他们说话的口音 便知 他们并非是见州省的人 燕师兄 你确定刚才这个 戎城西湖 有风水波动 开口之人 是一位看起来 只有16岁的小姑娘 她只有一米五的身高 扎着马尾便 脑袋上 戴着一顶兔耳朵毛绒 嘴里含着一根棒棒糖 背上背着一个小书包 人还没有行李相大 不过看起来十分可爱 而她说话的对象 是一名长相颇为英俊 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的男生 男生也不过二十多岁的模样 此时她手里 正拿着一个怀表大小的罗盘 似乎正在勘测着什么 最后一人 是一名留着寸头 大冬天却穿着单薄短袖的男生 男生的脸上有着一道刀疤 但看起来并不显得凶神恶煞 反而有些痴痴呆呆的 女孩与眼镜男对话的时候 这寸头男只顾着发呆 林师妹 俗话说天下风水出昆仑 你可不要怀疑我昆仑山的本领 眼镜男艳师兄说道 行吧行吧 就你最能了 好像我们峨眉山没本事似的 双马伟林师妹嫌弃地说道 正在两人争论之时 一道身影与他们擦肩而过 那呆头呆脑的寸头男 忽然出手抓住了那人 你干什么 被抓之人有些慌了 愤怒地呵斥道 放开我 寸头男道 这位兄弟 你吐血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贫僧会一些医术 要不要替你看一看 长山师兄 这种闲事 咱们就别管了 林师妹吐槽道 话音才落 燕师兄突然开口 长山 你小心点 此人有问题 被那长山和尚抓住的人 正是慌忙逃走的蛇刀人 此时蛇刀人发现 眼前的三人不是普通人 当下便将他们视为敌人 施展了一手脱骨之术 手腕关节瞬间脱臼 从长山的擒拿中 划了出来 正脱了束缚 正脱了的蛇刀人 立刻朝着人多的方向逃跑 喂 你的伤 长山似乎是个二愣子 他完全不觉得 蛇刀人对自己有什么威胁 只觉得对方受了伤 应该尽快得到医治 算了 别追了 燕师兄淡淡地说道 他好像不是咱们 要找的人 对对对 咱们要找的 也不是在西湖搞风水的人 而是咱们长辈所说的那个 叫什么来着 林师妹一时间 想不起来那个名字了 还是鱼目脑袋长山说道 严守一 对 乳班传人严守一 那个恶贯满营的十三太保之手 严筹的儿子 林师妹喊道 嗯 正在追赶蛇刀人的严守一 猛然听到有人 喊自己的名字 不由地停下脚步 侧头看向三人 这三个人 是来找我的 可我不认识他们啊 严守一悄悄地打量着他们 心里忽然间猜到了他们的身份 反言筹联盟群里的那几个老不死 之前说了 要派自家年轻子弟 或者门下得意门生 到荣城来找龙飞城 目的是为了协助龙飞城 一起抓捕逃走了的严守一 这三人应该就是 那群家伙的小辈 这是来抓自己来了呀 严守一正想避开他们 未曾想拿着罗盘的艳师兄 猛然看向他的方向 尽管对方戴着眼镜 但眼神却格外犀利 严守一只是与他一个对视 就知道 对方已经发现自己的不同了 艳师兄低声说了什么 灵师妹和常山 也往严守一的方向看来 该死 走不了了 明白自己处境的严守一 脑子飞速转动 刹那间就想好了说辞 于是他没有逃跑 反而主动赢了上去 对着三人拱手说道 三位远道而来 在下有失远迎 真是失礼了 严守一主动打招呼 倒是让三人有些犯猛 灵师妹疑惑道 你是谁 你认识我们 在下昆絮山生仙冠小道士 法号无念 师父和师叔曾言 不日将会有一群外地来的道友 到荣城来办事 但师父师叔正在闭关 无法接见 便算到了此时此刻 让小道前来迎接三位 小道如有怠慢 还请三位见谅 严守一好歹也是走了多年江湖的人 这忽悠人的话 可是信守拈来 说得三人一愣一愣的 艳师兄三人 的确是奉命到荣城 来找生仙冠的三位道长的 只不过 他们得到的信息也不多 对对方不是特别了解 而严守一这么一说 他们顿时信了八分 而且还佩服起 那已经死去的三名生仙冠道士 认为他们神机妙算 居然算到 他们此时此刻会出现在西湖 还提前派弟子无念来接他们 厉害啊 艳师兄首先抱拳 九仰生仙冠大名 今日虽没能见到三位道长 但也已经大开眼见 过奖过奖 严守一假装谦虚 以为自己已经圆过去了 没想到那聪明的艳师兄 紧接着又问了一句 令师可曾提起过 我们三人的身份 严守一一愣 乖乖 这家伙的疑心不小啊 好在他早有准备 刚才一通胡扯的同时 也在悄悄观察三人的打扮 尽管他们一副普通人的打扮 但一些细节 还是会暴露他们的身份 首先这位艳师兄 手里拿着一个小罗盘 明显是一名风水师 正所谓天下风水出昆仑 对方80% 就是昆仑山的人 不过严守一之所以确定 对方是昆仑山的人 还是因为他手里这个罗盘 和其他门派的罗盘都不同 是只能配合着 昆仑山风水口诀使用的 这细微的差距 不认真看 根本发现不了 另外 艳师兄手里的罗盘背面 刻着一个艳字 这让严守一想到了 昆仑山上的一个古老家族 艳家 那位灵师妹 别看他可可爱爱萌萌哒的模样 他那拿着棒棒糖的手 可是有这一层厚厚的茧 而且老简的位置 主要在食指中指 虎口的位置 这是常年练习 峨眉山特色武器 峨眉刺 才会留下的痕迹 所以很明显 灵师妹是峨眉山的弟子 最后 这位长沙二愣子 看其外表就知道 他是和尚了 其实论和尚 建州省的和尚 在全国也排得上好 因为建州有一个南少林 除了南少林以外 佛门还有几个 发展不错的寺庙 分别是洛阳白马寺 杭州灵影寺 三秦法门寺 每一个寺庙 因为地理和文化的原因 都会有一些特点 例如这位长沙二愣子 细皮嫩肉的 多半是来自于富饶地区 八九不离十 就是灵影寺了 虽然这些都是 严守一的猜测 但应该猜中的几率很大 所以他斗胆说了出来 三位分别来自 昆仑山燕家 西川峨眉山 还有杭州灵影寺 燕师兄三人对视一眼 随即抱拳道 方才失礼了 严守一松了口气 看样子 自己猜对了 他笑着说道 出门在外 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很正常 无妨无妨 燕师兄此时才自我介绍 昆仑山燕家 燕南飞 双马尾灵师妹 笑嘻嘻地道 峨眉山 林小小 常山木论道 林影寺 法号常山 严守一点着头 将三人的身份名字 全都记在了心里 这三位大爷 可都是来杀自己的人啊 燕南飞他们自我介绍以后 轮到他们询问 严守一情况了 林小小虽叫小小 但却有些没大没小的 他指着严守一的脸问 为什么你要戴着这张面具 严守一本能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脸 而后声音低沉地说道 我小时因为火灾烧伤了脸 一直有些自卑 甚至不敢与人说话 最后是师父赐了这张面具给我 才让我重拾自信 所以 不好意思了诸位 恐怕接下来几位要一直与我这张面具打交道了 对不住了阿公 严守一借用了阿公的故事 眼前的三人没有任何怀疑 憨厚的常山安慰道 阿弥陀佛 道兄莫要自卑 心静则茂朗 燕南飞也道 有句俗话说得好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衣 我觉得无念道友就十分有趣 不必在乎容貌 谢谢 这三人交往起来 竟然感觉还不错 严守一心里纳闷了 既然对方也不是什么坏人 当年是怎么和自己老爸结仇的 这其中的阴阴果果 恐怕得有时间去问问老爸了 之前严守一没有过问 主要是因为严守的仇家太多了 光是那个聊天群里 就有一百多号人 一个个讲过去 恐怕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还有一件事 让严守一很纳闷 老爸不是 带着奶奶回峨眉山了吗 算日子也应该到了才是 怎么现在这个林小小 还上门来寻仇 严守一疑惑时 一只手忽然拍在他的肩膀上 回过头见是龙飞城 严守一顿时面色一变 还没来得及拦着 便听龙飞城喘的粗气说道 严哥 我找了半天 还是没找到那小子 你说那小子 是不是压根就没在这附近啊 他刚才喊你什么 燕南飞诧一道 他喊的是 念哥 严守一连忙介绍道 这位是我的师弟 名叫龙飞城 他小时候脑袋让驴给踢过 脑子有点不正常 林小小和常山顿时抛来同情的眼神 生仙冠不愧是道教名冠 我等佩服 可不是吗 别的门派都挑一些长相过关 资质上等的弟子 而生仙冠收的 要么是小时候被火烧 要么是脑袋让驴给踢了 都是一帮老弱病残啊 但三人也是真的佩服生仙冠 他们认为门派就应该这样 只不过 现在大多数门派都开始追名逐利 有点忘了本了 龙飞城一脸猛逼 自己怎么就成小时候 让驴踢脑袋的智障了 好在他和严守一 还是有一定的默契的 很快就发现 眼前这三个陌生人的情况 旋即便想到了聊天群里的事情 事实上 龙飞城比严守一 还要了解这帮人 因为正是他一直在群里 忽悠那些严仇的仇家的 甚至他还强烈要求他们 多派出一些长相交好的女弟子 每期明曰必要的时候 可以色诱严守一 于是 回过神来的龙飞城 立即打招呼道 哎呦 这位应该就是 昆仑山燕家的燕南飞师兄吧 这位是峨眉山的林小小师妹 嗨 常山小师傅 久仰大名 久仰大名 这祸与三人热情地打招呼 好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似的 把一旁的严守一看得一愣一愣的 燕南飞见着新来的龙飞城 竟然能喊出他们的来历 对严守一他们的信任又多了几分 严守一将龙飞城拉到一旁 小声问道 你认识他们 认识啊 龙飞城说道 这次他们一共派了五个青年才俊来追杀咱们 本来约定好是后天才到的 但不知为何 他们仨居然提前到了 也就是说 还有两人没到 嗯啊 行 我告诉他们说 咱们是师兄弟 师父们在闭关 你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演了吧 龙飞城比划出OK的手势 自信满满地说道 放心吧颜哥 我这是没机会进演一圈 否则奥斯卡小金人 我年年都能拿 严守一白了他一眼 别吹牛了 小心为上 这些人可不是善茬 二人沟通好 回过头都露出了笑容 林小小好奇问 你们刚才好像在追谁 龙飞城一愣 随后恼怒地拍着大腿 还能是谁啊 当然 是那个坏事坐镜 挨千刀的鲁班传人 颜守一了 此言一出 颜守一忍不住在心里 给龙飞城竖起大拇指 真尖能颠呢 三人大惊失色 刚才那人就是颜守一 你们撞见他了 龙飞城有点心虚 那你们看到他的模样了没有 燕南飞摇摇头 他戴着帽子 我们也一时没注意 不过听你们这么一说 现在想起来 便觉得就是颜守一了 常山也说道 他吐血了 似乎是受了伤 见到我们很是慌张 那就对了 颜守一也配合着说道 他知道 咱们是来抓他的 所以才慌了 燕南飞皱着眉头道 可他已经跑了 现在追也来不及了 抓射刀人的事 本来也是颜守一的目的 但如今燕南飞他们来了 这事 恐怕要往后推一推 他必须想想办法 把这货不速之客 给搞定才行 于是颜守一说道 咱们背后的西湖里 有他想要的东西 所以他一时半会儿 不会离开荣城 咱们之后 必定还有机会抓住他 不如这样 三位远道而来 一定累了 我先给三位安排住处 这话算是说到 三人心坎里了 毕竟他们这次出远门 是有任务在身 一路上就没怎么 好好休息过 而且 长辈给的经费也不多 现在到了地儿 有人愿意安排伙食住宿 他们可开心了 不过装 还是要装一下的 那林小小故意说道 这怎么好意思呢 其实我们自己 也有落脚的地 哎 荣城是我们的地盘 当然要我们安排 三位尽管听我的便是 颜守一哪会看不出 林小小的小心思 一句话说的 让林小小对他好感倍增 好久没见到 这么懂事的冤大头了 颜守一转头 对龙飞城说道 你给臭丫头打个电话 说明一下情况 顺便让他 把酒店安排安排 得嘞 呃 是 师兄 龙飞城故作模样 对颜守一 行礼后退到一旁 给林子彤打去电话 不一会儿 事情就都安排好了 颜守一带着三人 按照林子彤给的地址 来到了林家旗下的一家 五星级豪华酒店门口 看着那气派的酒店 常山有点难为情 阿弥陀佛 出家人讲究一切从简 如此奢华的酒店 我心里住得不踏实 燕南飞倒是很领情 还帮着安慰道 常山 你们佛门不是讲究修来事吗 你今生今日能住这个酒店 必定是前世帮助过无念道友 无念道友报恩来了 所以 你就心安理得地住下吧 一旁的颜守一听了 觉得无比离谱 请你们住酒店 道成我欠你们的了是吧 回头把你们搞定了 有你们可哭的 说服了常山后 颜守一给他们办理了入住手续 乘坐电梯上到客房 林晓晓可是一点都不客气 进了房间后 就往床上跳 嘴里还发出一些轻松的哼哼声 站在走廊的龙飞城 低声对颜守一说道 颜哥 我觉得我的爱情来了 滚犊子 上次你带我去洗脚的时候 你看到那技师 也是这么对我说的 结果一问之下 人家三胎离异 你又说实际味道 颜守一瞪了龙飞城一眼 你那是喜欢吗 你那是缠人家的身子 你下见 龙飞城 你们说什么洗脚 正在此时 林子彤悄悄地来到二人的身后 颜守一顿时肩膀一僵 立刻转移话题 他们三人就在里头 一会儿你就说 你是我的师妹 小龙的师姐 知道了吧 知道了 但洗脚是怎么一回事 林子彤问 颜守一 龙飞城直接面向一旁抽起烟来 假装什么也没听见 林子彤美好气地白了两人一眼 也没有深究 而是说道 那蛇到人是不是溜了 颜守一道 暂时是错过了 但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咱们正好转移一下视线 让这三个家伙 有事可干 说话间 屋里的三人已经放下了行李 来到了走廊 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师妹 小龙的师姐 颜守一介绍道 林子彤对着三人行李 补充道 法号子卿 三人见到林子彤 颇有一种惊为天人的感觉 毕竟他们在各自的老家 也见过不少貌若天仙的美人 但像林子彤这种 出于泥而不染着 清廉而不妖的女子 却是头一回见 例如燕南飞所在的昆仑山 上山都是一些出臣女子 走起路来都是 仙气飘飘 令人心生距离感 而林子彤出生世俗 却走路道门 仙气与俗气皆有 美貌惊人的同时 又让人生不出疏远感 燕南飞甚至不自觉地咽了口唾沫 林子彤见状直接挽住了 严守一的手臂 道 我与无念师兄乃是道理关系 林小小张大了嘴巴 随后露出羡慕的神色 真是一对神仙眷侣 看得出来 这小丫头对爱情 也是有几分憧憬的 而那燕南飞 也算是个正人君子 得知林子彤名花有主后 眼里就没有任何一丝 别样的意思了 她甚至对严守一抱拳 算是为刚才的冒犯 而悄悄道歉了 这让严守一十分意外 心里也觉得 燕南飞是个敢作敢单的正人君子 林子彤说道 几位周车劳顿 一定也饿了 师父令我们摆了酒席 今晚大家边吃边聊吧 林小小忍不住咽口水 好啊好啊 我早就饿了 跟着燕师兄和常山师兄 这两个木头脑袋 可一点都没被照顾到 两伙人于是有说 有笑递下了楼 仿佛真相是道友相聚 气氛无比融洽 但他们下楼以后 一名穿着卫衣的男人 却是低着头 来到林小小的房门外 他那被隐藏在帽子阴影里的眼睛 露出一丝怒意 原来你们都是一伙的 白天让我受伤 晚上我也不让你们好过 这名舍刀人决定反击一次 给严手一等人一点颜色看看 他自信满满地 拿出翘所用的铁丝 随后对着高档酒店客房的电子 锁犯了猛 正当他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酒店的服务员路过 看到舍刀人一脸纠结的模样 便主动拿出了密码卡 这位客人 您是把房卡忘在房间里了吗 蛇刀人默默地点点头 我替您打开 服务员的贴心服务 直接让蛇刀人 轻松打开了林小小的房门 然而开了门后 蛇刀人和服务员都愣住了 房间里都是林小小的衣服 不仅粉粉嫩嫩的 尺寸还都特别小 就算此时蛇刀人想说自己是女装大楼 服务员都不会相信了 于是双方对视一眼后 蛇刀人直接将服务员打晕 迅速脱入房中 紧紧地关上了房门 哇哦 林小小刚刚走进酒店的餐厅 就忍不住惊喜地怪叫起来 燕南飞连忙捂住她的嘴巴 小声地说道 林师妹 你好歹矜持一点 别让无念道友他们 看了咱们的笑话 因为没有提前准备 林子彤只能带他们到酒店的自住餐厅来吃饭 不过这自住餐厅的规格也不低 按照人头 算一个人也需要一千块钱一顿了 各种山珍海味摆在台子上 穿着整齐训练有素的厨师站在台后 客人们需要什么 他们便会热情招待 拿出最新鲜最美味的食物 林小小之前一直在峨眉山上清修 这次是她第一次下山历练 刚出了山门就与燕南飞结伴行 一路上被燕南飞管着 压根没体会到这花花世界的有趣 如今算是长剑舍 林小小挣脱了燕南飞的束缚 指着一个方向说道 可你看长山师兄 燕南飞顺着林小小所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长山已经掏出了一个木波 对着一名负责素菜的厨师型佛礼 阿弥陀佛 这位女菩萨 可否施舍一点饭菜 燕南飞羞愧地捂着脸 真是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她是昆仑山燕家的人 从小也算是锦衣玉食 林小小和长山没见过的东西 她全都见过 这次拦住了林小小 却没想到漏了长山 严守一当然没嘲笑他们 而是笑着上前 给长山解释了一番自助餐的意思 长山听后 惊讶地说道 这么多食物 竟可以随便拿 嗯 我们已经按人头一次性付过钱了 长山顿时有点怀疑人生 我在山中苦修 每日要下山到周边村子里化缘 能得到一些残羹剩饭 就已经很不错了 想不到城里的人竟有这么多吃的 嗨嗨 现在国家富强 人民富裕 时代不同了 严守一心想 林隐寺坐落在杭州 属于富饶之地 就算是农村 也不可能过得太拮据 长山之前过得如此辛苦 多半是那长山的无良师傅 在历练他 也不知道这一趟出来的见识 会不会颠覆长山的三观 大家拿了吃的 挑了张大桌坐下来 燕南飞十分尴尬地说道 无念道有 实在是不好意思 小小和长山过去 一直在山里修炼 这还是第一次下山历练 严守一摆了摆手 这有什么 大家只是不了解而已 很快就会适应的 林小小捧过来一大盘蛋糕甜品 嘴里还塞着一个冰淇淋 含糊地说道 对对对 要是接下来每天都这么吃 我肯定会很快适应的 燕南飞更尴尬了 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 严守一发现 这三人比他想象中的 要有意思一些 之前第一次与严仇的仇人接触 便是生仙观的那师兄弟三人 他们自己心术不正 满脑子都是骇人的想法 而眼前三人 俨然一副正派人士模样 言行举止都没有什么问题 尤其是这位长山和尚 完全按照在寺庙里的规矩 要求自己 不吃荤腥不沾酒色 和他相比起来 庙纪五僧反而更像反派了 还有燕南飞 要不是这家伙是来杀自己的 严守一还真想和他交个朋友 至于林小小 完全是个傻白甜 也不知道峨眉山的妹子 是不是都这么傻白甜 想必奶奶当年也是这样 然后被爷爷给忽悠拐走了的吧 林子彤给林小小倒了一杯可乐 你放心 只要你愿意 接下来咱们可以天天这么吃 我还可以带你 去吃遍整个容成 谢谢痴青师姐 林小小甜甜地喊了一声 随后喝了一口可乐 整个人都忍不住发抖 这 这是什么神仙饮品居然这么好喝 龙飞城扑斥一声笑出来 你该不会没喝过可乐吧 林小小摇摇头 过去在山上每天最多喝些蜂蜜水 嘖嘖嘖 太可怜了 龙飞城说道 这叫可乐 也叫肥宅快乐水 怎么样 喝了以后 有感觉到快乐吗 林小小重重地点点头 我快乐了 以后 我要天天快乐 正在林小小为 未来的幸福生活感到开心的时候 燕南飞忽然泼了一盆冷水 不行 咱们不是来享乐的 话题骤然转移 燕首一他们默默地闭上了嘴巴 对视了一眼 聊得开心归开心 他们可不敢忘了 这三位来荣成的目的 只听常山说道 没错 我们不应该贪图享乐 我们是来抓燕首一的 燕首一叹了口气 这三人要是和自己没仇该有多好 说不定大家还能交个朋友呢 他问道 三位 能否问一下 你们各自的长辈和严仇 都有什么仇什么怨 为什么一定报复严家人呢 燕南飞拍桌怒骂 那还用问吗 严家人狡猾奸诈 坏事做尽 草奸人命 丧尽天良 还有那严首一 据说也是一个水性洋花的灯徒子 杀人放火的事儿 每天都做 还玷污了无数无知少女 燕首一 龙飞城和林子彤 玩味地盯着燕首一看 那眼神好像在说 哇 感情 你做了这么多坏事 燕首一也想说一句 原来我做了这么多坏事 这些你都是听谁说的 林子彤问 燕南飞道 自然是我父亲 燕家族中的长辈吗 龙飞城追问 燕筹当年 怎么你父亲了 提到此时 燕南飞就恨得牙痒痒 燕筹当年欺骗我姑姑的感觉 将我们燕家祖传的燕心罗盘 给骗走了 那可真是可恶 燕首一附和着 默默地伸手 将胯包里的罗盘 藏得更深一些 她还纳闷呢 自己手里的罗盘背面 为何刻着燕心二子 原来是当年老爸 从昆仑山燕家那忽悠走的 燕南飞哀声叹气 燕筹骗财也就算了 重要的是她欺骗了 我姑姑的感情 这么多年过去 我姑姑依旧独守空房 心心念念的 依旧是燕筹 如同被勾了活似的 我父亲每次看到 姑姑那落魄伤心的模样 就恨不得把燕筹碎尸万段 当然 要是能抓住燕筹的 那个龟儿子 我们也会用 同样的手段对付她 燕首一深吸一口气 乖乖 可千万不能让燕南飞 知道自己的身份啊 那可真是不供带天之仇 龙飞成点点头 问林小小 林师妹 你们峨眉山 又是怎么回事 林小小嘴里塞满了蛋糕 一时间噎住了 赶紧猛灌一口可乐 这才缓过气 我们啊 我们倒不是因为燕筹 而是因为燕筹的父亲 叫什么 燕百祥好像 燕百祥把我们的前掌门 给忽悠走了 燕南飞怒道 这燕家 果然都是一群色批 燕首一咳嗽几声 据我所知 燕百祥和你们峨眉山 前掌门温玉仙 乃是两情相悦 怎么能说是忽悠走了呢 燕首一觉得自己 还是有必要为爷爷 和奶奶的感情证明的 却听林晓晓道 我们峨眉山有规定 历代掌门不能有儿女私情 前掌门当年刚刚被推举上任 当天晚上 那燕百祥就潜入我们山门 第二天早上 就搂着前掌门 对前前掌门宣布 他们俩有孩子了 气得老掌门当场脑溢血 百年倒横毁于一旦 燕首一 早孽哟 燕首一觉得自己的人生 已经够精彩的了 却没想到 父亲和爷爷年轻的时候 比他如今要精彩万倍 看不出爷爷 当年居然是这种狼面 所以你们就盯上了燕家的人 燕首一问 林晓晓点点头 现任掌门 也就是我师父有令 只要抓住燕家人 就将他们全部阉割 让他们以后没机会干坏事 燕首一咽了口唾沫 应该的应该的 一旁的林子彤和龙飞城 看到燕首一那憋屈的模样 差点就要笑出内伤了 最后的最后 燕首一看向长山 这家伙是出家人 出家人以慈悲为怀 应该不至于出手太狠吧 问起缘由 只见长山放下筷子 双手合十 说了一句阿弥陀佛 而后 燕首那狗日的 将老子一把 是一把妙养大的妙技 带下山破了迎界 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 老子将妙技强行带回山 燕首就带着一帮魂囚 上山闹事 不仅抢走了妙技 还在菩萨的脑袋上撒尿 长山 你若是见到燕家人 什么话都不用说 直接给他来一套如来神掌 送他们去见地藏王菩萨 说完 长山恢复了正常的模样 师父原话是这么说的 燕首一等人目瞪口呆 原来妙技叔叔 是这么上了贼船的啊 难怪他一个出家人 天天嚷嚷着 要和狗道士 一起去会所嫩魔 不对 狗道士也是出家人啊 之前燕首一便有猜想过 妙技应该是灵影寺的和尚 如今倒是从长山这儿 得到了验证 听完了三人身上 带着的恩恩怨怨 燕首一不禁压力倍增 不可否认 燕南飞三人都不是什么坏人 要怪就怪自己老爸 和爷爷年轻的时候太过轻狂 闯了一堆的货 欠了一堆的债 如今却要燕首一这个孙子来还债 简直可恶啊 之前燕首一觉得自己的人生 已经算是快夜恩仇精彩万分了 如今从仇家的口中 听说了爷爷和父亲年轻的时候 干过的那些事 燕首一才明白 自己原来是个老实人 要说性格 他指定是遗传那素未蒙面的母亲的 燕南飞端起了酒杯 进了一圈 喝得脸有点泛红了 打着酒格问燕首一 无念道有 你们生鲜冠与严仇 又有什么过节 可否说来给我们听听 啊 这 燕首一结巴了一下 差点忘了该如何编故事了 没想到关键时刻 居然是龙飞城旧场 哎 说起我们生鲜冠与他们严家的恩怨 那没个三天三夜 可真是说不完呢 听着龙飞城那深沉的语气 燕南飞林小小他们都来了兴趣 急忙追问道 可否挑起剑来说说 咱们都是自己人 但说无妨 龙飞城摆了摆手 压低着嗓音说道 我们的恩怨 还得从严仇的父亲 严百祥开始说起 当年我们生鲜冠养了一只神兽 模样好似青牛 年纪比我师父的师父的师父的师父 还要大 平日里 我们见到他 都要卑躬居膝喊一声太师叔 谁曾想 那严百祥有一天 闯入我们生鲜冠 将我们的太师叔给宰了 当我们找到太师叔的时候 太师叔已经被红烧了 死 燕南飞三人听了 都忍不住道吸一口冷气 乖乖 这生鲜冠 没想到藏得这么深 竟然在山门中 养了一只神兽啊 那严百祥也是可恶 居然将神兽给红烧了 他就不怕遭报应吗 常山当即念了几句阿弥陀佛 一旁的严手衣 隐藏在面具下的脸 已经开始抽抽了 但他现在已经无法阻止 龙飞城吹牛了 否则怎么圆谎 只听龙飞城接着说道 然后是咱们的仇人严仇 此子实力高强 手段很辣 我们的师祖 为了给太师叔报仇 一路寻到了严仇身上 说是要负债子长 可严仇的实力 早已经超凡脱俗 愣是将我们的师祖 打得身受重伤 道横尽师 最后只能退隐江湖 隐姓埋名 甚至不让我们承认 生鲜冠有他这么一号人物 为的就是 不回我们生鲜冠的名声 只可惜师祖的用心良苦 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 那严仇实力有多强 燕南飞咽了一口唾沫 问 这么形容吧 他的修为 怕是已经赶超道祖张道陵了 没那么夸张吧 严首一都忍不住吐槽了 就算不急 也差不了多少 龙飞城拍捉道 燕南飞三人 此时已经心生退役了 要是严仇真有那么强的话 他们还来容成干傻啊 找屎吗 难怪严仇惹了那么多仇家 至今还能活得好好的 燕南飞更是恨恨地说道 难怪我弟弟会将这个差事让给我 原来是想让我来送死 林小小呜呜地哽咽起来 师父不喜欢我了吗 居然让我来执行这么艰难的任务 我要回家 呜呜 常山一副悍然赴死的模样 一声不吭地转动着佛珠 看到三人的模样 严首一已经目瞪口呆 小龙敢说 你们还真敢信啊 真是一群傻白天啊 林子彤也对三人抱以同情的目光 你们这三人组能活着来到荣城 已经很不容易了 唯独龙飞城沾沾自喜 他觉得自己胡编乱造的能力实在太强了 不去写小说真是浪费了 燕南飞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说道 那严首一实力如何 与你们又有什么过节 没想到龙飞城猛地捂住燕南飞的嘴巴 小声说道 小心隔墙有耳 在外头 轻易不要随便喊出这个名字 因为他无处不在 嗨嗨 夸张了 严首一赶紧咳嗽两声 提醒龙飞城瞎编也要有个度 按照他这么编下去 自己怕事已经成仙了 燕南飞他们也不是傻子 编得太离谱 肯定会怀疑的 龙飞城也咳嗽几声 重新理了一下思绪 说道 严首一字小跟着他爷爷在外历练 这么多年 在民间累积了不少人脉 稍有风吹草动 他的朋友就会把消息传到他耳朵里 所以咱们不能轻易喊他的名字 燕南飞默默地点点头 压低了声音问道 他与你们有什么过节 严首一和我们倒是没什么过节 但听说他在荣城 拐跑了驴山派前掌门的青传女弟子 燕南飞咬牙道 严家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林子彤一愣 差点没气地抱走 林小小也说道 他们真是不知羞耻 怎么竟对梁家少女下手 龙飞城已经憋出内伤来了 严首一满脸的无奈 只不过都被面具给隐藏了 没人能看到他的表情 龙飞城紧接着又说 他身边还有一名来自民间的猛将 其实严首一没什么可怕的 倒是他身边那个猛将着实厉害 我们的师父之前抓住了严首一 就是被他那兄弟给抢走了的 哦 他那兄弟是什么来头 他那兄弟 长得和我有几分相似 龙飞城道 行了行了 这些事儿就别再讨论了 严首一为了防止穿帮 只能出口打断龙飞城 要是再让他编下去 严首一可就不是主角了 龙飞城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 其实他本来还想说说 这猛将的光辉事迹 寻思着能不能俘获一下 林小小的芳心的 说了这么多 总归就是一句话 严家的人不好惹 严首一道 你们确定还要找严首一麻烦 燕南飞三人沉默了一阵 没想到最先开口的居然是长山 只见长山摇了摇头 我严首一没有恩怨 本不想参与此事 但失命难违 林小小嘟着嘴说道 其实我听说 后来严百祥和温掌门过得很幸福 我觉得峨眉山也没必要找他们的麻烦了 但是 失命难违啊 最后是燕南飞 他没有解释什么 只是跟了一句 失命难违 严首一算是看出来了 所谓的仇都是隔代的仇 三人压根不计恨严家人 但是失命难违 他们不可能空着手回去 那是没法交差的 搞清楚三人的想法以后 严首一反而轻松许多了 既然大家都没什么深仇大恨 那说不定 未来真可以做朋友呢 至今为止 严首一对他们 还是很有好感的 而且 多一个朋友 总好过多一个敌人 接下来 众人又聊了许多 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 而对于还未出现的另外两人 大家也十分好奇 吃饱喝足以后 严首一送大家上楼休息 并且约定好 明天一早再碰面 一起去接另外两人 于是乎 双方分开了 告别了叶南飞他们的严首一 却并没有第一时间 回西湖边的别墅 而是让林子彤开车 送他到飞凤山 白家庄园瞧一瞧 来这儿 不是为了看白家人 现在的苦逼模样 而是来看望一个人 当初被留在这儿的邹瞎子 白家的庄园比起之前 倒是荒凉了不少 没有专人打理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 院子里就长满了杂草 严首一三人走进院子 居然有种时隔多年 再回来的感觉 龙飞城小心翼翼地 走在杂草里 道 严哥 要不是我也学了点本事 大晚上的 还真不敢到这儿来 这里之前多么豪华 现在愣是 整得像鬼屋似的 林子彤道 有邹叔叔在这儿 白家人不敢进来 这里自然没人打理了 奇怪 之前老爸刘邹叔叔 监督西湖工程的事情 之前出了那么多事 他怎么都不现身 严首一正式想到了这个问题 今晚才一定要过来 看望一下邹瞎子 林子彤和龙飞城 也摸不着头脑 只能在白家庄园里 寻找邹瞎子的身影 可白家庄园也不小 一间一间找 也不知要找到猴年马月 龙飞城挠着后脑勺道 邹叔叔怎么都不开灯的 他要是开了灯 咱们就好找了 眼手一白了他一眼 邹叔叔又看不见 开灯有什么用 哦哦 说的也是 龙飞城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三人往里走 忽然间听到了悠扬的琴声 那取掉悲伤中 带着浓浓的思念 心里若没有一个思念到极致 仿佛肝肠寸断的一个人 绝对弹不出这样的味道来 三人对视一眼 知道这琴声 只能是邹瞎子弹出来的 便循着声音找去 在一间偏僻的小屋外头 他们停下了脚步 琴声正是从眼前 这间小屋里传出来的 邹瞎子放着那些豪华的房间不住 却住在这一个破烂小屋 让眼手一心里 有种说不出的愧疚感 他们不仁打断邹瞎子的琴声 便在外头等了片刻 几分钟后 琴声戛然而断 突兀地让眼手一等人 几乎是惊醒的 邹叔说 眼手一上前敲门 我是手一 我回来了 然而 屋里居然没有任何的回应 这让眼手一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他又喊了几声 最后干脆一脚将门踹开 好黑啊 我啥也看不见 龙飞城走进屋里 摸黑开了灯 屋里的灯一亮 三人便看到倒在地上的邹瞎子 他面前的地盘上 还有一大滩黑色的鲜血 邹叔叔 眼手一连忙上前查看 今日见到邹瞎子 比起一个月前 竟然消瘦许多 好像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 连眼窝子都深深地凹陷下去了 不好 邹叔叔的魂魄 有些散了 眼手一猛地惊呼 邹瞎子不是简单的生病 而是危及到了生命 今晚要不是眼手一他们过来 恐怕邹瞎子 就要死在这个无人问津的角落了 让我来 林子彤连忙摇动招魂灵 利用驴山派的法术 暂时将邹瞎子的魂魄 封在了体内 眼手一的脸色很不好看 他不明白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没一会儿 邹瞎子缓过气来 徐徐地睁开眼睛 龙飞城赶忙说道 我去找点水过来 龙飞城走后 眼手一皱着眉头问 邹叔叔 您这是怎么一回事 邹瞎子费力地抬起眼皮 空洞的眼睛 不知在看何方 随后欣慰道 你们回来的真是时候 我还以为我这个老瞎子 真要一个人孤独地死了 邹叔叔 林子彤不忍地说道 您病得很严重 这事儿 为什么不通知我们 邹瞎子摇了摇头 我的身体我自己明白 说了也没用 怎么会没用 您是我爸的好兄弟 他一定会想尽办法救您的 眼手一咬牙道 你爸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不能把时间和精力 浪费在我的身上 说着 邹瞎子又剧烈地咳嗽起来 一连吐了好几口血 好在龙飞城 及时拿着水回来了 邹瞎子喝下以后 脸色稍微好看了一些 眼手一不明白 老爸有什么事那么重要 竟然可以 对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 不管不顾 他直接拿出手机 说道 我这就打电话让我爸回来 不要 邹瞎子抓住了眼手一的手 努力地摇头 不要让他回来 是我故意 不告诉他这些的 可是 我活不了几天了 就算你现在告诉你爸 他也赶不及回来 嘿嘿 眼手一默默地放下了手机 难受地说道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都是命 是我必须要还的债 您别这么说 眼手一声气道 您和我爸青铜手足 对我而言 您就是我的另一个父亲 不管有什么困难 咱们都能想办法的 似乎是父亲一词 让邹瞎子有所触动 他的眼角 竟然控制不住地 流下了浑浊的泪水 这让大家一时间乱了阵脚 小孩哭也就算了 邹瞎子这一把年纪 还是大家的前辈 一个绝世高手 忽然在三个晚辈面前流眼泪 三人完全不知该怎么处理 林子彤轻声说道 要不就让邹叔叔自己哭一会儿 眼手一犹豫了一下 而后点头 嗯 他们默默地将邹瞎子扶到床上 然后退到屋外 黑夜中 小屋外 万类俱进 只有邹瞎子 那虚弱沉沉的哭声 哭声没有撕心裂肺 却让人有一种肝肠寸断的感觉 和之前邹瞎子所弹的曲子 所蕴含的情感一模一样 龙非诚低着头说道 眼哥 不知怎么回事 听到邹叔叔的情声和哭声 我突然间想到了 我那素未蒙面的父母 我也有点想妈妈 林子彤难过道 眼手一叹了口气 邹叔叔的情迹 早已经出神入化 他可以通过情声 控制人的心智 刚才他的曲子 多半是倾注了真情实义 才让咱们感同身受 这么说 邹叔叔是在思念家人 林子彤反应过来 大傻子 你知道邹叔叔有什么家人吗 眼手一却直摇头 我对邹叔叔的了解也不深 林子彤叹了口气 兴许邹叔叔有一些亲人 因为某些原因离开了他 而他现在病入膏肓 大陷将至 所以忍不住开始思念了吧 三人在屋外站了许久 等到邹瞎子的哭声 渐渐弱下来以后 才听到邹瞎子 招呼他们进去 三人怀着忐忑和关心的心情 走进了小屋 只见邹瞎子 平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若不是看到他还在呼吸 真就和尸体没什么区别了 眼手一似乎能明白 现在邹瞎子的感觉 那是一种绝望的感觉 躺在床上的邹瞎子 空洞的双眼盯着天空 如同尸体一般一动不动 唯有偶尔起伏的胸口 证明着他还活着 邹叔叔 眼手一说道 我们已经通知老金过来了 他是古一传人 多多少少能给您提供一些帮助 邹瞎子点点头 可从他的表情来看 他似乎并没有多少 想要活下去的意思 眼手一不明白 邹瞎子为何突然就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甚至一心求死 嗨嗨 首一 我这一辈子欠了太多人 我欠你父亲的 欠狗倒是他们的 还有 邹瞎子哽咽了许久 最终没吐出那个名字 只听他长叹一声 道 我本想截然而去 但如今在弥留之际 又觉得厌果留生 我邹瞎子活了一辈子 最后连个屁都没留下 着实不甘心 说着 邹瞎子将自己的古情 交给了林子彤 道 林丫头 手艺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我这古情也不便传于他 索性就送给你了 这儿还有一本 我花费毕生心血写下的情谱 你拿着好好参透 对你日后会有莫大的帮助 林子彤接过那苍老的古情 还有一本破破烂烂的情谱 心里很不适滋味 邹叔叔 您为何不愿意活下去了 韩风透过门缝钻进屋内 发出呜呜的声响 龙非诚嫌烦 转身去降门关警 邹瞎子却喊住了他 把门打开吧 好 龙非诚没问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 邹瞎子现在的时间太宝贵了 不需要浪费在解释这些小事上 看着门外的黑暗 邹瞎子虚弱地诉说起他的故事 二十几年前 我患上了癌症 只剩八个月的时间 那时的我还年轻 不知道生命的意义 一想到自己马上要死去 便对一切都感到绝望 我废弃了学业 与家人决裂 一个人远走高飞 漫无目的地流浪 不想治疗 想着走到哪儿 就死在哪儿 随着时间推移 我走到了洛阳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 最后病奄奄的连路都走不动 我丢掉了背包 在一个桥洞里躺了下来 我闭着眼睛 打算静静地等待着死亡 路过的人来去匆匆 没有人在意我的死活 毕竟对这个世界而言 我无足轻重 就在那时 我突然听到了一阵琴声 那琴声悠扬婉转 仿佛是从春天吹来的暖风 让人心情舒畅 好像沐浴在阳光中 琴声扫走了我的阴霾 我用尽力气睁开眼睛 看到桥洞里 有一名女孩正弹着古琴 尽管她的琴声悠耳 但依旧没人在意 路过的人甚至不愿意停下来 多看她一眼 我从未如此在意过一个陌生人 琴声好像给了我活下去的力量 我重新爬了起来 坐到了那女孩的身边 她竟也不介意我破破烂烂的模样 就这样 她弹着 我听着 从日出到日落 我们未曾说过一句话 等到桥洞再无形人 她也依旧弹着 似乎只为我一个人弹走 从那之后的一个月 我拖着残破的身躯 每天坐在桥洞里听她弹琴 我本该活不了这么久 可我确实活着 也许是她的琴声治愈了我 我看着那个女孩 那个女孩却看着琴 我以为她已经熟悉我的存在 于是我鼓起勇气上前打招呼 却把她吓了一跳 直接乱了琴弦 我才知道 原来那个女孩看不见 一个月的时间里 女孩从不知道我的存在 她只是暗示到桥洞里 弹琴 然后回家 我问她叫什么名字 她摇头不语 我问她我能否继续听她弹琴 她笑了笑 说很少有人喜欢听她弹琴 在这个世界里 愿意倾听他人心情的人不多 时间对每一个人而言都很重要 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 而我这个本该更加珍惜时间的人 却已经不在乎一切了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我死的时候 都能听到她的琴声 她的出现 好像就是一个奇迹 我本该在一个月前就死去的 但在她的身边 我多活了两个月 我陪着她 从日出到日落 她的琴声抚慰着我 从日出到日落 后来如你们所想 我对她产生了一丝爱慕之情 从那一丝情绪出现之时 我似乎不想任凭并魔宰割了 时间也好像有了意义 那天清晨 我按时来到了桥洞下 准备了一束鲜花 还有早就写好了的告白诗 我一个人不停地念着 紧张到手心出汗 但那一天 我没能等到她 后来我才知道 就在这天早晨 她对生活绝望 从自家阳台跳了下去 如今正在医院 生死未卜 我曾经把她视作希望 她象征着美好 她的琴声是那样的温暖 可我没有想到 她竟会掀我一步崩溃 我做着准备 心想 如果她没能活过来 我也就不活了 但不知为何 本来已经不惧死亡的我 那时却没有勇气了 我害怕我死了以后 这个世界将不再有人记得她 不记得那个在桥洞下 弹琴的市民女孩 不记得她那如春风般的琴声 她活下来了吗 林子彤轻声问 当时的情况 几乎不可能活下来 我遇到了一个人 与她做了一场交易 严守一问 什么人 蛇刀人 什么 众人都感到惊讶无比 没想到邹瞎子 竟还与蛇刀人扯上了关系 只听邹瞎子说到 蛇刀人可以想办法救她 也可以让我活命 但有一个条件 蛇刀人预言 未来的我 与她将会生下一子 蛇刀人要的 就是我的孩子 你答应她了 严守一如梗在喉 邹瞎子无奈地点点头 她那时只是一个普通人 根本不懂这些 她的心态与当年的林凡一样 觉得只是给蛇刀人 许下了一个空头承诺而已 未来能否与女孩在一起 能否生孩子 都不是定数 即便答应了 又能如何 蛇刀人也的确做到了 她所承诺的一切 她活过来了 我也通过一些方法 得以续命 我在病房里对她表白 她也答应了我的爱 我们结婚 生子 本应该就这么幸福美满地在一起 直到 蛇刀人回来收账了 说到此处 邹瞎子痛苦地捂着脑袋 她抢走了我们的孩子 我根本无力阻拦 那个晚上 我的妻子痛骂我是无能的废物 而我也因为无力改变这一切 最终与她分开 只是 我心里的愧疚 让我始终无法释怀 我决定至少做出一些弥补 所以我将我的眼角膜 悄悄换给了她 她曾给我光明 如今我将光明还给她 后来 我仿佛又回到了得绝症的日子 我带着她的琴 在黑暗中行走 独自寻找着那个蛇刀人的下落 在寻找的路上 也认识了你父亲 狗道士 妙计突驴他们 可多年以来 蛇刀人就好像鲁般传人一样 绝技于世 不论我走遍天涯海角 都没有找到被抢走的孩子 到如今 当年被蛇刀人所需的命 也已经到期了 我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但心头的愧疚 就好像扎在眼里的一根刺 我至今 未能再见到儿子 哪怕眼 我怕我死不瞑目 邹瞎子流下了浑浊的泪水 用干哑的喉咙 发出不干的乌液 这就是邹瞎子的故事 一个本不应该活着的人 不断找到希望 又失去希望的故事 他和那个女孩的故事 就如同薄牙与紫妻 高山流水玉之音的故事 只可惜 他们的结局 比薄牙紫妻还要悲惨 如今严守一等人终于明白 邹瞎子 情生中那个令人肝肠寸断的痛苦 来自于哪了 是他对自己孩子的思念和愧疚 是他在面对死亡时 唯一的牵挂 我这辈子 恐怕再也懂不到他了 邹瞎子哽咽着说 严守一赶紧握住邹瞎子的手 道 邹叔叔 实不相瞒 我们遇到蛇刀人了 邹瞎子一愣 随后强颜欢笑 你们不需要编造谎言来骗我 是真的 为了让邹瞎子相信 严守一直接拿出了蛇刀人留下的两把菜刀 邹瞎子一见那菜刀 顿时双眼圆瞪 脸上满是震惊 他当然认得这菜刀 因为当年蛇刀人 也给他留下了同样的一把刀 你 你们说的是真的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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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瞎子激动地咳嗽起来 龙非诚赶紧帮邹瞎子顺气 林子彤安慰道 那蛇刀人如今就在荣城 他盯上了西湖 今日还与守一交手了 严守一也说道 您一定要坚持住 我们这就去找蛇刀人 问出您儿子的下落 你们当真没有骗我 邹瞎子还是感到不可思议 绝对没有 严守一笃定地说道 恰逢此时 老金赶来了 他一看邹瞎子的脸色 也被吓得不轻 一番把脉诊断后 倒是邹瞎子自己着急地问 我的情况如何 还能活几天的时间 老金神色为难 想要与严守一 先单独谈一谈 但邹瞎子却怒道 就在这当面说 不用遮遮掩掩的 严守一也点了点头 老金这才说道 您的身体情况很差 我尽全力 应该也只能让您再活一周 一周 够吗 邹瞎子问严守一 严守一咬牙道 我明天就将那奢刀人 活捉到您面前 别了邹瞎子 严守一回到西湖别墅 这一晚 他着实没睡好 虽然有老金的照顾 邹瞎子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但严守一 心里还是提前感受到了 生死离别的不舍 更让严守一在意的是 邹瞎子恳求他 不要将此事告诉他父亲 似乎严守正在忙着 某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重要到邹瞎子快要死了 都不愿意打扰到严守 严守一躺在床上 辗转反侧 始终无法入睡 最终他还是没有履行承诺 默默地起床 给严守打了一通电话 可惜的是 这通电话并没有接通 那冰冷的声音提醒严守一 严守暂时不在服务区 没有办法 严守一只能编辑了一条短信 将邹瞎子的情况告诉严守 希望严守能尽快回复 第二天一早 没怎么休息的严守一 不显疲惫 他戴上面具 和林子彤龙飞城二人来到酒店 约定和叶南飞等人碰面 在一起去接新来的两个家伙 等他们到酒店的时候 叶南飞和长山也已经起床了 但却唯独不见林小小出房间 林子彤站在房门外喊了几声 房间里也依旧没有动静 林师妹不会出事了吧 林子彤担心道 叶南飞无奈道 林师妹一睡着 就算是地震也正不醒 估摸着她还没睡醒 不如这样 我们先去接人 吃午饭时再喊她 也行 严守一没有多想 众人结伴出了酒店 到约定的地点接人 昨天 严守一已经通过龙飞城 大致了解了一番 反言筹联盟这个聊天群里的成员 并不全是互相认识的 经常冒泡的 也就只有那么几个 这次来荣城抓捕严守一的 共有两伙人 分别是叶南飞 常山 林小小 还有今天到来的两人 至于这两人是什么身份 叶南飞他们并不知晓 龙飞城虽然有他们的微信好友 却一直没掏出什么有用的信息 总的来说 今天到来的这两位 十分神秘 没人知道他们的身份 更不知道他们的实力深浅 双方约定 在火车站前的广场见面 火车站前的广场人来人往 严守一他们坐在花浦旁 观察着来来去去的行人 好奇来者究竟是什么模样 突然 龙飞城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脸色微变 不动声色地 把手伸进口袋里挂断了电话 叶南飞诧意道 龙兄 为何不接电话 应该是骚扰电话 龙飞城干笑道 还有 别喊我龙兄 听着怪怪的 喊我小龙就好 说话间 一男一女 突然出现在龙飞城的身后 Ohhio 裤子以马斯 龙飞城转过头 疑惑地打量着那个男人 随后笑道 没想到咱们还遇到一个小日 小日子过得不错的霓虹有人 你是不是不会说中文 那男人看着龙飞城 笑而不语 龙飞城指着那霓虹人 道 你滴 霓虹人的干活 你滴 不会说中文的干活 严守一他们只是 看了一眼 便没多搭理 这里是火车站 外国人也不是什么特别稀罕的存在 男人不回答 龙飞城乐坏了 小鬼子 当年欺负咱们华夏人 现在还好意思 来咱这旅游啊 身边还带着一个花姑娘 难道是日本花姑娘 谁知那女人不屑地说道 我是华夏人 龙飞城顿时尴尬了 你 你是华夏人 怎么不给震妮红人翻译 哪我寻开心呢 因为我会说中文 男人突然开口 龙飞城双眼一瞪 更生气了 会说中文 刚才还说什么鸟语 你们俩真是拿我寻开心 因为我们是来找你的 女人满脸的嫌弃 那你 你是生鲜罐的谁 女人问 龙飞城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其他人也将目光转移了过来 这两人 该不会就是大家今天要来接的人吧 男人拿着手机摇了摇 说道 我叫身天一郎 我的父亲是华夏人 母亲是霓虹人 我从小生活在霓虹 最近才刚刚回国 受父亲之命 前来与诸军见面 龙飞城愣了愣 随后将严守医拉到一旁 严守医疑惑道 怎么还有个霓虹人 我也不知道啊 龙飞城无语道 难怪我和他聊天的时候 这货的语法很奇怪 还总喜欢说一大串废话 这么说 咱们要等的人 确实是他们了 应该是 严守医捂着脑袋 我老爸当年到底干了啥 居然还招了到国外去了 龙飞城笑着竖起大拇指 没想到咱爸还是位抗日英雄 闭嘴巴你 严守医推了龙飞城一下 让他把这没正经的模样收一收 龙飞城嬉皮笑脸地转过头 对申田一郎问道 你低 和申田永美是什么关系 申田一郎明显脸色一僵 露出一丝不悦 严守医和燕南飞 都白了龙飞城一眼 玄机发现对方的小动作 又都心领神会地笑了 唯有林子彤和常山 不知道这位申田永美 是何方神圣 只见申田一郎臭着脸说道 申田是我母亲的姓氏 我父亲姓赵 所以 你的中文名字是 赵一郎 赵申田 燕南飞咧着嘴说道 大家都是严重的仇人 就别在意那些细节了 还未请教这位小姐事 物贞派 依和欢 女子简单地介绍后 居然对着燕南飞 抛了个媚眼 燕南飞听后 面色一变 忍不住后退两步 燕师兄这是怎么了 龙飞城不解道 燕南飞直接指着 依和欢骂道 她是妖道中人 我不能与她为伍 妖道 什么妖道 龙飞城稍稍激动了一下 难不成这个依和欢 是个狐妖 依和欢长得 其实远不如林子彤好看 甚至都不如林小小 但她身上天生 有着一股魅劲 会让男人心里产生冲动 被她的气质所吸引 今日虽然天冷 依和欢穿的也不少 但却在一些部位 故意露出了一些 例如黑丝末端的大腿 胸前敞开的领口 物贞派 最早始于隋唐 胜于宋元 开山之祖 是紫阳真人张伯端 后来也和全真道 创始人王重阳扯上关系 他们以周易参同契 一书为根本 奉张伯端 物贞篇为圣书 主张阴阳物贞 也就是双修 双修 是我想的那种双修吗 龙飞城咽了口唾沫 就是你想的那种 燕南飞肯定道 一时间 林子彤看依和欢的眼神 也有些古怪了 一直没怎么说话的长山 突然念了起来 杨礼因精致不刚 独修此物转营区 劳行暗影皆非道 福气也侠总是狂 杨礼因精 几只真精是也 精能升高 高能升神 荣为一身 莫大于此 游枯灯灭 水节人亡 此言精气时 一身之根本也 一何欢笑了 没想到小师傅 对我们物贞派如此了解 甚至知道物贞篇的内容 难道小师傅对双修感兴趣 常山老师的低下头 阿弥陀佛 哼 矫情 一何欢称怪道 你们出家人最装了 龙飞城问道 双修是妖道吗 当然是了 燕南飞激动道 双修名义上是双修 实际上却是一人修炼 一人成了要顶 以牺牲别人为代价 成就自我 什么孤婴不自产 寡羊不自成 都是放屁 他们还以什么百日助鸡为噱头 忽悠普通人去修炼 实际上却是那些物贞派的核心成员 得了好处 那些不知真假的普通人 平白损失了几十年阳寿 而不自知 龙飞城脑袋一说 这 这么说来 物贞派的确是 关于燕南飞对物贞派的看法 严守一是同意的 民间教派虽然修炼的也是短法 但却自己承担天前 而不是像物贞派那样 为了短期得到实力 牺牲别人 身田一郎 忽然脸色一变 一把推开依和欢 怒道 你昨天晚上 是不是吸我了 依和欢的动作 看起来柔弱无骨 却没有被身田一郎 这突如其来的一场推倒 他依靠着一旁的树干 声音软糯地说道 我也让你舒服了 咱们各取所需 难道不好吗 身田一郎 气得直骂巴嘎鸦路 连蛋舌都出来了 但依和欢听不懂 也满脸不在乎 燕南飞冷声说道 即便是有共同的敌人 我也绝对不会和依和欢 这种妖道同行 常山 你呢 常山双手合十 我跟着燕师兄 燕手一一时间 也不知该怎么办 要是不把依和欢 身田一郎拉进队伍里 之后 恐怕会有不少麻烦 但这双方人的确合不来 而且依和欢一看 就不是什么好人 不等燕手一发话 那依和欢竟然笑着说 我也不屑 与你们这些弱者为伍 只是杀一个燕手艺而已 我还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那可正好 燕南飞摆着臭脸说道 咱们就此分道扬镳 看谁先抓到燕手艺 依和欢不屑一笑 似乎连跟燕南飞 比的兴趣都没有 无念道有 你如何抉择 燕南飞问燕手一 燕手一没多纠结 选择跟燕南飞他们一块 好歹燕南飞他们都是正派人士 燕和欢太过危险 于是他对燕和欢抱拳道 不好意思 道不同不相为谋 咱们就此别过 去吧 燕和欢完全没放在心上 自顾自地点起了一根香烟 我们走 燕手一带着众人离开 燕和欢则是目送他们 等到燕手一他们走出几十米 燕和欢看向身边的申田一郎 你呢 还留在这里做什么 申田一郎含着脸道 我不能让你白袭扬手 那今晚继续 我在上面 好 申田一郎最终还是选择和燕和欢一带 他回头看着燕手一等人的背影 随后拿出了手机 对燕和欢说道 我已经找到燕手一了 燕和欢眯着眼睛 我也是 回去的路上 龙飞承频频回头看 模样好像恋恋不舍 燕手一见他这模样 忍不住骂道 能不能有点出息 怎么见一个爱一个呢 龙飞承回过头黑黑一笑 广撒网是作为一名海王最基本的操作 别了 我怕你网撒多了 舔不过来 燕手一嘲笑道 师兄 你这是不相信我的能力啊 龙飞承挺直了腰板 在海王和舔狗之间 他必须要为自己证明 行了行了 我信还不行吗 但是那个一和欢 我劝你真的别对他有任何的想法 否则最后精进人亡 可不是开玩笑的 燕手一劝道 燕南飞也十分严肃地说道 龙师弟 这事儿确实不是开玩笑的 物贞派的妖道 害死了不少人 若不是我们和他 有共同的仇家 今日见面我已经对他出手了 龙飞承咳嗽几声 他们修炼的那啥玩意儿 真的那么厉害 说不定我天生体质非凡 反过来吸走他的道行呢 你觉得你有这种体质吗 林子彤问道 不是是怎么知道 闻言 林子彤举起了手 用招魂铃在龙飞承耳边晃了几下 没曾想那清脆的铃声 在龙飞承耳朵里 却十分刺耳 他当场捂着耳朵惨叫了一声 随后 好像回过神来似的 有点茫然地说道 我们刚才在聊什么呢 燕手一等人大吃一惊 看向林子彤 小龙刚才 林子彤点点头 被一和欢魅惑了 我被魅惑了 被那个一和欢 龙飞承惊讶到 他长得也不好看啊 我怎么 乖乖 是我太弱了 还是他太强了 这个女人真是不简单 当然是你弱了 众人面面相去 刚才大家只不过打了个照面 那一和欢也没做什么特别的事情 居然就将龙飞承给魅惑了 这里头的原因 除了龙飞承的心智太容易失手以外 确实也能够看得出一和欢的本事 如果他稍微用点心 攻克岩手一 燕南飞 长山他们似乎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你现在还想和一和欢双修吗 燕手一问龙飞承 龙飞承连忙摇头 这女人太诡异了 我可不想不明不白地丢掉我的节操 你的节操早就碎一地了 林子彤吐槽道 燕南飞道 反正咱们和他们各走各地 互不干涉就行了 但那个深田一郎怎么办 长山问 深田一郎看着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燕南飞恨恨地说道 我也不喜欢与你红人为伍 众人深有同感地点点头 其实在他们的心中 厌恶霓虹人和妖道的水平 是差不多的 当然 漂亮的霓虹人除外 燕手一摸了摸下巴 说道 那个深田一郎的中文名字 是赵深田 说起赵家 我倒是知道一个 大家分分头来好奇的目光 东北赵家 一个从东北出马仙世家中 分离出来的小家族 林子彤露出思考的神色 听你这么一提 我好像也听说过他们家族的故事 等等 什么是出马仙 龙飞城一脸困惑 你一个道家弟子 连出马仙都不知道 燕南飞忍不住质疑起 龙飞城的专业性了 严守一叹了口气 他脑子不灵光 燕师兄 你肯定能看得出来 以前师父们在讲经论道的时候 这家伙满脑子都是吃喝嫖赌 不知道也很正常 合理 燕南飞点点头 不再怀疑了 龙飞城一阵无语 和着自己傻子的设定 是摆脱不了了吗 燕首一解释道 出马仙的前身 是原始的萨满巫师教 发展到现在 主要分布在东北一带 用直白的话介绍就是 一些动物修炼成经以后 要多行善事才能成仙 但妖精的身份 不适合他们在人类社会里活动 所以 他们就会选中一个人类 成为出马仙 与出马仙达成合作 附在出马仙的身上做好事 这么说出马仙是好人啊 龙飞城道 妖怪和人都有好坏之分 有的妖怪通过一些歪门邪道 也一样能成仙 而有些出马仙心术不正 甚至可以反过来控制妖怪 获得邪恶的力量 燕首一顿了顿 接着说道 东北赵家 曾经也是十分出名的出马仙家族 他们世代与黄鼠狼结盟 让子孙后代都成为出马仙 也算是圣极一时 但后来他们家族的理念出了问题 不再做好事 而是利用出马仙的本事 巧取豪夺 成就自己 因此他们 变渐臭了 从东北大家族 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妖道 龙飞城点点头 那申田一郎 也是妖道中人了 和依和欢倒是满配的 申田一郎会被派到这儿来 应该也是有一些实力在身 大家要是和他对上了 必须多加小心 林子彤提醒众人 燕南飞不屑道 我们走我们的阳光道 他们走他们的独木桥 大家碰不到一块的 话虽这么说 燕南飞可以不管 眼首一可不能不管 他拿出手机 编辑了一条短信 发给自己的影子 他让薛凯 好好监视 伊和欢与申田一郎 不知为何 眼首一有种感觉 伊和欢和申田一郎 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现在他才知道 有影子的好处 虽然他看不到薛凯 但时时刻刻 都能感觉到薛凯的存在 薛凯就如同他的影子 他的分身 在他没办法 亲自处理的时候 薛凯就派上用场了 遇到两个妖道 大好心情都被破坏了 燕南飞叹了口气 说道 我们还是先回去 把林师妹叫起床 然后好好商量商量 如何追查 眼首一下落的问题吧 眼首一也正有此意 大家明着是抓眼首一 实则是抓奢刀人 本来他还没有那么迫切 但因为邹瞎子的原因 眼首一必须尽快 抓到奢刀人 问出邹瞎子的孩子的去向才行 从车站回来时 已经是中午十一点了 燕南飞算着时间 寻思着这道饭点了 林小小肯定该起床了 然而 众人来到林小小房门外 不论如何敲门 里面却就是不答应 此时 大家才察觉到不对劲 长山让大家安静下来 自己双手合十 闭着眼睛听了一会儿 而后说道 房间里没有心跳和呼吸声 林师妹不在屋里 什么 燕南飞顿时急了 她从昆仑山出来以后 就静止去的峨眉山 接上林小小 可以说 峨眉山已经将林小小 托付给了燕南飞 要是林小小有什么闪失 燕南飞可不好向 峨眉山交代啊 于是 燕南飞直接抬腿 准备踹开房门 龙飞成大吼一声 踹坏这扇门 可能要赔好几万 下一秒 长山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拽住了燕南飞 拦着我做什么 燕南飞怒道 长山弱弱地说道 我赔不起 燕南飞本来想霸气一回 但想到自己口袋里 也没什么钱 只能用求助的眼神 看着燕手一 燕手一连忙把酒店的 管理人员找过来 用钥匙卡刷开了房门 房门才打开 便看到地上的一片狼藉 林小小的东西 被翻了个遍 地上什么都有 偏偏就是没有林小小 大家急忙走进房间里找了一圈 依旧没有找到林小小 反而在衣柜里 找到了一个 被五花大绑堵着嘴的服务员 管理方也着急了 在他们这种酒店 居然发生了绑架事件 传出去 名声可就毁了啊 所以 酒店经理赶紧喊人去掉监控 燕手一则是弄醒了那名服务员 给他喂了点水 问他情况 那服务员还有点猛 半天都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最后 燕手一也只能放弃 看样子 这家伙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看这个 忽然 林子彤把大家都喊过来了 只见房间卧室的床头 竟放着一把菜刀 看到那把菜刀 燕手一瞬间就明白 是怎么一回事了 定是那奢刀人 绑架了林小小 怎么会有一把菜刀 燕南飞不知情况 还推测道 难道绑匪是在暗示我们 要是不给钱 就用菜刀撕票 菜刀上有一个蛇子 常山提醒道 燕手一面色一变 要是让他们继续推测下去 搞不好 他们就知道是蛇刀人在搞鬼了 于是他拿过菜刀 怒骂道 可恶的燕手一 他绑架了林师妹 竟然还想栽赃嫁货给蛇刀人 燕南飞一愣 是 是这样的吗 必定是的 燕手一咬牙切齿地说道 昨天我们打伤了燕手一 他怀恨在心 之后肯定跟踪咱们来到酒店 对林师妹下手了 常山一脸正经地分析道 只对女人下手 这道很符合燕家人做事的风格 燕手一咳嗽了几声 要不是现在还不能暴露身份 他指定要和常山单独聊几句 但现在情况特殊 他也只能牺牲自己 把大家的怒火 转移到蛇刀人身上了 这个燕手一 简直不是人 燕南飞恶狠狠地骂道 对 不是人 燕手一附和着 在心里补充了一句 他不是人 他是电 他是光 他是唯一的神话 还有什么比我骂我自己更刺激的 龙飞城眼睛间 很快又发现 房间里的办公桌上 放着一张字条 想必 这就是绑架勒索信了 大家拿起一看 只见字条上 只写了一段简单明了的话 想要他画命 就拿林帆那家伙的性命来换 明晚九点 在上行码头 一艘红色的破船上 见不到林帆 我就杀了他 这封信是严守一写的 燕南飞脸色古怪地说道 看来严守一没什么文化 就两句话 还有一个错别字 这个林帆是谁 第二个字是拼音 严守一叹了口气 为了抓住这个奢刀人 自己也算是拼了 以后江湖上的人都要知道 严守一是个没文化的采花贼了 他当然知道 奢刀人想要的人是林帆 说白了 这件事的恩恩怨怨 最根本还是因为 林帆没有兑现当年的承诺 不管是他还是林小小 都只是被牵连进来的人而已 常山问道 你们知道林帆是谁吗 这件事 我们来解决 严守一叹了口气 说道 林帆是严守一的仇家 但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燕南飞担心道 可林师妹的安全 放心吧 他的目标不是林师妹 应该暂时不会伤害他 严守一想了想 又说道 你们且在酒店里休息 养精蓄锐 明晚我带着林帆过来找你们 一同去上航码头接人 届时 大家在一起想办法 合力抓住严守一 也只能这样了 燕南飞无奈地说道 告别燕南飞与常山 林子彤特意提醒酒店经理 林小小失踪的事情 不要宣扬 也不要报警 酒店经理 当然希望是这个结果 否则坏名声的 可是他们的酒店 走出酒店 严守一皱着眉头 林子彤看出他的心事 直说道 不用在意林帆 他虽然是我叔叔 但我对他没有感情 要是用他能换回林小小 我绝对不反对 严守一哭笑不得 你爸能答应吗 他不答应也得答应 谁让林帆闯祸 他现在也不过是 自作自受而已 林子彤倒是铁了心 于是 把林帆带过来 就成了林子彤的任务 三人正打算 先回西湖别墅 远远地去看到 一个熟悉的身影 走到他们的面前 是薛凯 我跟丢了 薛凯走近后说道 他的脸上写满了不爽 似乎对自己 这次失手很不满意 不用太自责 那两人都不是什么菜鸟 严守一安慰了一句 后问道 说说看 他们都去了哪里 做了什么 最后又是怎么更丢的 薛凯沉声说道 他们与你们分开以后 就近找了一家酒店住下 两个人只开了一间房 我看到一和欢进门 就抱住了身田一郎 他们俩 嗨嗨 那种细节就不要说了 严守一提醒道 跳过这一段 他们俩风雨之后 身田一郎带着他到附近的商场逛街 买了不少奢侈品 全都是身田一郎付的钱 龙非诚笑话道 原来这身田一郎 才是真正的田狗 薛凯没接茬 继续说道 后来两人分别走进了厕所 再就没出来过 我进去检查 也没见到他们的身影了 这么说 他们发现你了 严守一皱着眉头问 多半是 薛凯不甘心地点点头 严守一摸着下巴 思考着什么 突然 林子彤手腕上的招魂灵 猛然响起 随后缠绕在招魂灵上的鼠灵蛇 竟然活了过来 瞬间弹了出去 如同一柄银色的飞针 鼠灵蛇消失的方向 乃是路边的一条小巷 大家连忙追进巷子里 只见一条黄鼠狼 竟被死死地钉在墙上 鼠灵蛇刺穿了黄鼠狼的身体 但黄鼠狼还在不停地挣扎 黄鼠狼 龙非诚惊讶道 这玩意儿在戎城可不常见啊 重点是 鼠灵蛇不会无缘无故地攻击 林子彤提醒道 黄鼠狼很快就断气了 连魂魄都散了 严守医将他的尸体提起来 扔进了垃圾桶 含着脸说道 有意思 咱们派人跟踪他们 他们也派了一只黄鼠狼跟踪我们 他们为什么要跟踪我们 龙非诚不解 林子彤打趣地说道 没准是依和欢 看上了你们中的谁 龙非诚竟然不好意思地笑了几声 这祸明显是自我感觉良好 认为依和欢打主意的人是他 严守医倒是懒得和龙非诚 争这个莫名其妙的成就 他隐约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依和欢和身田一郎的城府很深 看面相便是狡猾奸诈之人 和燕南非他们这种一身正气的二愣子 完全不一样 薛凯冷声说道 要不要我潜入他们的房间 将他们解决了 还是不要打草惊蛇了 他们的实力也不弱 你一个人却未必讨得到好处 严守医想了想 决定还是先将射刀人抓到手 给邹瞎子交差以后 再考虑如何对付依和欢他们的事情 于是 薛凯回去依和欢他们的酒店 继续等着二人出现 一晃又到了夜里 严守医洗过澡后 回房看见林子彤正对着邹瞎子给的情谱 声色地练着情 对比邹瞎子那悠扬的情声 林子彤的情声着实有点扰明了 不过严守医不敢说出来 反而还鼓励到 臭丫头 才练情第一天就有这种水平了 不错不错 林子彤背对着严守医 严守医却好像看到 他在白眼自己 不用故意说好听的 我自己有耳朵 严守医尬笑两声 我这不是怕你气馁吗 这是邹叔叔和他妻子留下的东西 我也感兴趣 所以不会放弃的 林子彤边谈边说道 而且我能感觉得到 只要再练几天 弹一首完整的曲子 应该没问题 话音才落 二人就听到龙飞城在楼下喊 颜哥 嫂子 你们房间出什么问题了 我怎么听到有人在锯木头啊 二人沉默了一阵 严守医打开门冲着外头喊 滚犊子 赶紧睡觉去 哪那么多话 龙飞城一脸猛逼 自己怎么就招惹到颜哥了 颜守医关上房门 尴尬地说道 小龙一点音乐鉴赏能力都没有 林子彤这一下也没心情接着练了 他小心翼翼地将古琴和琴谱收好 然后起身 看到桌上有一杯水 便拿起来一饮而尽 颜守医提醒道 那是凉水 我给你换杯热的吧 没事 正好降降火 林子彤一饮而尽 哈了一口气 随后懒洋洋地趴在床上 颜守医也趴在他的身边 小声问 你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是因为下午和林凡没谈拢吗 林凡现在无权无视 他没资格和我谈条件 林子彤说道 我凡是因为 想到邹叔叔快要死了 心里难受 颜守医翻了个身 看着天花板说道 我也难受 小时候邹叔叔弹琴给我听的模样 还历历在目 那时候 我觉得他对我比我爸对我还好 现在才知道 他多半是像疼自己的孩子 一样疼我 这么多年过去了 邹叔叔的孩子 会不会被蛇刀人给卖了 林子彤担心道 至少我们抓住了蛇刀人 也算是迈出第一步 有了线索 就算是天涯海角 我们也会把邹叔叔的孩子 找回来的 说起来 邹叔叔的孩子 应该和咱们差不多大了 这倒是 也不知道他现在究竟在哪 林子彤翻过身 将脑袋枕在 颜守医的胸膛 他说道 孩子没有父母 肯定过得很苦很孤独 所以你的命结 一定要扛过去 我不想让孩子没有父亲 颜守医一愣 忍不住捏了捏 颜子彤的脸蛋 你说什么呢 怎么现在就提孩子的事情 咱们后来不是说好了吗 等安定下来以后 再要孩子 我只是随口 这么一说嘛 林子彤撅着嘴说道 颜守医稍微认真了一点 你最近和联合有交流吗 林子彤摇了摇头 他好像还是很虚弱 只有在关键时候 才会出现 事后又消失了 我也一样 颜守医道 就算我用罪梦香 都无法再见到庆江将军了 二人说着 又拿出从李琴那儿 得到的守心欲研究了一会儿 依旧没有什么发现 只能无奈作罢 关灯睡觉 只是 颜守医很快就入睡了 林子彤却是翻来覆去 睁着眼睛 始终睡不着 后半夜 他悄悄起身 去到厕所 倒过了一阵后 最终颓废地走了出来 他抚摸着自己的肚子 有些不知所措 你来得太早了 太早了 在漫长的等待后 时间总算是来到了 第二天的傍晚 颜守医和林子彤龙飞城 一起前往林凡的住所 准备接上这个罪魁祸首 去和蛇刀人谈判 昨晚林子彤已经与林凡谈过了 他向林凡保证 大家会保护好他的安全 并且说明了 有好几个高手 都会潜伏在一旁 随时出手抓住蛇刀人 林凡本来依旧不敢冒险 哀求林子彤想点其他的办法 但林凡听说 有人因为他 而被蛇刀人绑架 林凡仅存的那点良知 总算是觉醒了 答应今晚帮忙 三人开车来到林凡的别墅外 刚下车 严首一便瞟了一眼别墅的车库 随后眼神有些古怪 臭丫头 林凡昨天真的答应帮忙了 严首一问 林子彤点点头 我爸也给他 做了一晚上的思想工作 说他若是在林镇脱逃的话 以后就再也不是林家的人 林家的荣华富贵 与他不再有半点关系 龙飞城煞有其事地分析道 像林凡这种 过惯了富贵日子的人 应该不会放弃林家的财产吧 然而严首一却叹了口气 你们去敲门喊人吧 龙飞城上前敲门 林子彤喊了几声林凡的名字 然而别墅里 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 林子彤面色一变 一脚踹开了别墅大门 准备进去找林凡 严首一拦住了他 别找了 他早就开车跑路了 林子彤看到别墅楼下 空空如也的车库 顿时醒悟过来 他咬牙切齿地说道 真不敢相信 他这样的人会是我的叔叔 林家人各个聪明能干 勤劳勇敢 最重要的是 敢床杆拼有勇气有担当 然而却出了林凡这么个败类 对不起 是我太相信他了 我昨天就应该直接把他绑起来 林子彤带着歉意说道 严首一摇了摇头 这件事本就不是因我们而起 没有人需要对这些负责 除了林凡和蛇刀人 那现在怎么办 没有林凡 蛇刀人不会放人的 龙飞城也苦恼起来 我的林师妹啊 林凡真不是个男人 要是我的话 就算是刀伤火海 我也要闯一闯 严首一打量着龙飞城 眼神好像要把他的衣服看穿了 看得龙飞城浑身不自在 严哥 你别这样看我啊 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 严首一笑道 难得你有如此勇气 既然你愿意为了林小小付出一切 那么今晚就委屈你一下了 深知严首一风格的龙飞城 顿时明白严首一想要干什么了 他苦着脸说道 怎么又是我啊 上回你骗我装成姜婷 结果我差点没被酱头师那孙子给吓死 这次我不是提前与你通气吗 严首一说道 你的体型和林凡有些相似 乔装打扮一下 蛇刀人应该一时半会认不出来 到时候有我和子童 还有燕南飞和常山在旁边盯着 不等那蛇刀人对你出手 我们就已经把他给生情了 我能相信你们吗 龙飞城委屈地问 你可以永远相信你的好大哥 严首一安慰道 事成之后 我再传你几个民间法术 其实我们鲁班交有一个法术名 叫美女脱衣法 我也不知道 你有没有兴趣学 哼 我龙某人乃是正人君子 怎么会学这种法术 我可是看春秋的 龙飞城一脸正气地说道 但我有个朋友想学 行 我就知道 你是仗义之人 为了你这个朋友 今晚就麻烦你扮成林凡了 拯救林师妹 我义不容辞 看着严首一和龙飞城一唱一鹤 林子彤颇为无语 这难道就是男人至死是少年吗 但好歹是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林子彤回头看着林凡的住所 恨不得一把火把这破房子给烧了 从今往后 林凡已经不是林家的人了 林子彤以后 只把他当一个陌生人 绝对不会再让他给严首一天麻烦 达成计划以后 龙飞城去林凡的家里 拿了几件林凡的衣服 穿在身上 的确和林凡有几分相似 林子彤发挥了 他高超的化妆技术 又给龙飞城增添了几分相似度 最后在严首一的要求之下 林子彤在龙飞城的脸上 画上了几处淤青 让他看起来十分狼狈 同时也模糊了他的长相 蛇刀人应该对林凡的长相不熟悉 龙飞城假扮的林凡 严首一他们便出发 与上航码头 与燕南飞长山二人碰面 去的路上 严首一又给龙飞城塞了几张道符 留着当作底牌 这也算是常规操作了 上航码头就坐落在上航一校附近 严首一和林子彤在学校恋爱的时候 偶尔也会到码头边去散散步 当年上航码头是船运交通枢纽 但现在真正的交通枢纽 已经迁移到了别处 上航码头被打造成了一处网红景点 还推出了一些夜游闽江的游船项目 游客们买了船票 就可以坐上游船 顺着闽江欣赏龙城最繁华的两岸风景 只不过这次去上航码头 严首一顾不上看风景了 今晚保证龙飞城和林小小的安全 是最首要的目标 抵达上航码头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码头来来往往 有不少游客 其中年轻人居多 燕南飞和长山二人 站在人潮中点不知所措 不得不说 燕南飞和长山的长相 还是有几分出众的 燕南飞身上 有种典型的小白脸书生的气息 放在当年 那就是妥妥的宁采尘了 而长山白白静静模样清秀 属于小妖精最喜欢勾搭的那种 两人如今虽然一副俗世打扮 但还是引来了不少小姐姐的关注 一些小姐姐路过时 都忍不住打量着他们俩 甚至还有鼓起勇气上来要微信的 燕南飞对感情仪式没什么经验 有点抗拒 而长山是出家人 不可能谈恋爱的 所以他们站在这多久 就拒绝了多少小姐姐 到后来小姐姐们都明白了 这两货才是一对啊 难怪都不搭理咱们呢 小姐姐们不禁感叹 为什么长得帅的都互相喜欢了 能不能给我们这些老娘们留点肉啊 好不容易熬到严守医他们来了 燕南飞赶紧就拽着严守医等人 往偏僻的地方去 一刻都不想在这里多待了 燕师兄 你这么着急做什么 严守医不解道 燕南飞叹了口气 怪不得说下山是历练呢 这身体之苦好受 心灵之苦才叫磨练哪 算了 不说这事 那个严凡呢 严守医让开身子 指了指化妆成严凡的龙飞成 燕南飞看了一眼 不由地骂道 就是这家伙 害得临师妹被严守医抓走 看他鼻青脸肿的模样 想必你们已经教训过他了 但我咽不下这口气 让我也捶他几拳 龙飞成面色一变 赶紧拦着燕南飞 燕师兄冷静 是我啊 小龙 燕南飞打量着龙飞成 怎么是你 真正的灵反跑了 只能让我顶上了 龙飞成委屈道 不过看你刚才的反应 想必我乔装打扮得很成功 燕南飞收起拳头 不错 我一时间确实没认出你来 常山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小龙舍身取义 实在是令人佩服 龙飞成呸了一声 你以为我乐意啊 行了 待会儿我和赤青送小龙去与燕手一换人 你们躲在一旁伺机而动 一旦灵师妹安全了 大家就一起出手 杀他一个措手不及 好 燕南飞咬牙道 我一定要抓住燕手一这个王八蛋 但记住 一定要留活口 燕手一提醒道 你们也不想他 那么轻易的 就死了对吧 那是当然 计划定下以后 燕南飞和长山 就在附近找个地方躲了起来 燕手一和林子彤 则开始寻找那所谓的红色破船 夜幕之下 两道身影出现在上行码头 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 女子长相平平 但一平一笑之间 却妖艳万分 男子表情严肃 身上散发着一股奇怪的气味 有意思 他们今晚是来抓谁的 一和欢远远地盯着眼手一等人 身田一郎沉生道 华夏有句老话 叫做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现在他们就是螳螂 我们就是黄雀 说不定 咱们今晚还有意外之喜呢 一和欢伸手在身田一郎的胸口上捏了捏 轻声说道 快派出你的大宝贝吧 身田一郎的嘴角抽了抽 默默地拿掉了一和欢的手 随后抖了抖自己的大衣 没想到他的大衣里头 竟然藏了十几只黄鼠狼 那些黄鼠狼被抖落下来 立即向着四面八方跑去 瞬间钻进了黑暗中 消失不见 一和欢轻轻咬着自己的手指头 用鲜艳的珠唇瞬吸着 好戏开场了 我找到红色小破船了 忽然 林子彤指住了脚步 指着一个方向说道 在码头的角落 一艘红色的小破船栓在那 随着江水而摆动 看样子随时会沉没 严手一皱着眉头说道 那射刀人为什么将地点选在这里 难不成事后 他要坐船逃跑 正在纳闷间 时间到了 破船里传出了一阵奇怪的音乐 严手一让林子彤和龙飞成 在岸边等着 自己一个助跑 跳到了破船上 落地的时候 破船一阵晃动 严手一差点没摔倒 他低头一看 只见船上竟然放着一步就手机 此时手机正显示着一个陌生号码 严手一笑了 这射刀人干绑架这行 倒是挺有经验的嘛 他接起电话 淡淡地说道 喂 把林凡留在破船上 你退到百米之外 电话那头的声音冷冷地说道 严手一轻哼一声 林师妹呢 没看到他 我是不会把林凡给你的 射刀人道 你抬头 面向西北方向看 有一座灯塔 严手一确实发现灯塔了 他也注意到 灯塔的顶端 居然绑着一个人 正是林小小 严手一大吃一惊 没想到射刀人居然如此胆大 直接把林小小绑在了灯塔上 好一个大音于是 严手一冷笑道 我派我的人去检查 只要林师妹没事 我就把林凡给你 谁知下一秒 灯塔之上 林小小的身边 竟然出现了第二个人 那人拿着手机 严手一虽然没见过射刀人 但可以肯定 那个人就是在和自己对话的射刀人 射刀人晃了晃手中的匕首 冷声说道 现在这个女人还没有什么事 但你要是再不把林凡放上船 我可就保证不了她的安全了 有意思 严手一发现这个射刀人 一点都不笨 计划也是一环扣一环 于是 严手一挂断电话 让林子彤 把龙飞城带过来 龙飞城上船时 心情格外忐忑 严哥 你确定我会没事 放心 我和子彤现在去接林小小 你就留在船上 燕南飞和常山会保护你 严手一拍了拍龙飞城的肩膀 随后和林子彤下了船 二人悄悄地对燕南飞他们打了个手势 而后赶紧往灯塔的方向跑 他们还摸不清楚射刀人的身前 必须先确保林小小的安全才行 在靠近灯塔的时候 严手一也注意到 林小小身边的射刀人不见了踪影 一会儿上去小心点 严手一提醒道 嗯 林子彤将背在背上 用不条包裹的斩破刀扔给了严手一 而他自己的身上还背着红神伞 等二人来到灯塔下 开始往上攀爬的时候 无意间回头一看 严手一惊讶地看到 小破船下居然有一团黑影 解开了固定小破船的绳子 开始带着龙飞城往江星飘 小龙有危险 严手一咬了咬牙 他没想到射刀人居然还有帮手 一时间不知道水里的那团黑影 到底是人还是鬼 二人以最快的速度 爬到灯塔上 看到背绑在那儿的林小小 严手一上前替他松绑 同时安慰道 林师妹 没事的 我们来救你了 林子彤同时也蹲下身子 帮林小小检查身体 那个混蛋有没有伤害你 林小小眼神无助 眼角还有霉干的泪水 看起来十分可怜 严手一迅速解开了绳子 说道 快 我们赶紧下去 无念师兄 痴青师姐 谢谢你们 林小小感激地说道 别废话了 赶紧走 扑刺 严手一眉头一皱 惊讶地转过头 只见林小小的手里 多出了两根尖锐的峨眉刺 而其中一根峨眉刺 已经刺进了严手一的侧腹 你 林小小冷声说道 鲁般传人严手一 你还要演到什么时候 骗人很好玩吗 亏我之前那般信任你们 腹部的伤口还在流血 严手一用手握住 林小小的峨眉刺 冷声问道 你在说什么 你还在装傻 林小小怒道 绑架我的乃是奢道人 她拆穿了你的身份 要不是她 我现在还被蒙在鼓里 严手一叹了口气 最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现在隐藏下去 也没有意义了 她摘掉了黄金面具 露出本来的容貌 林小小看到严手一的长相 更加确定 根本不存在什么 生鲜惯的无念师兄 有的只是 眼前的这大骗子个严手一 林小小愤怒地说道 你伪造身份来骗我们 到底有什么目的 是想找机会 把我们一网打尽吧 林师妹 你冷静一点 林子彤在一旁说道 我们若真的要对你们出手 之前早就有无数机会了 可是我们并没有这么做 林小小眼中 闪过一丝迟疑 却还是说道 我师父说了 世道险恶 人心不古 只要有人骗过我一次 我就绝对不能再相信他 可是 严手一轻声说道 是你们要来杀我在先的 我遇到了你们 本应该是你死我亡的局面 但我并不想看到 那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隐藏身份 与你们交朋友 即便我说了谎 但我真的有错吗 难道和你们拔刀相向 就一定是对的吗 林小小再次犹豫 她手中的峨眉刺 也有些松懈了 严手一看准机会 一掌拍在林小小的手腕上 林小小惊叫一声 峨眉刺顿时脱手 林子彤看准机会 从身后拔出了红神伞 枪尖瞬间抵在了 林小小的脖子处 林小小回过神来 气急败坏地喊道 我果然不能相信你们 你先冷静点 林子彤看向严手一 你没事吧 皮外伤而已 严手一咬着牙 将峨眉刺从身体里拔出来 鲜血也随之飙飞 反而是出手的林小小 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紧皱眉头 叮铃 峨眉刺被严手一扔在一旁 她撕下了衣袖 压在伤口上 天煞失愧的身体 正在迅速愈合伤口 严手一捂着伤口 吸着凉气 等到疼痛感减轻了一些 才缓缓说道 林师妹 江湖上对我的那些传言 都不是真的 可我师父说 你们严家没一个好东西 抛开我是严家人的这个身份 你自己想想 打从咱们见面起 我有得罪过你们吗 严手一沉声说道 你看看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为了救你 我让我的兄弟置身险境 我和我的妻子冒险过来救你 可你又是怎么对我们的 林小小不由地看向林子彤 林子彤轻声道 纵然有一万个人说 我们不好 但我们对你好 我们就不是坏人 想了解一个人的好坏 不能听别人说 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说完 林子彤放下了红神伞 对林小小摇了摇头 而后便转身搀扶着严手一 你已经安全了 现在我们要去救 我们自己的朋友了 林子彤道 林小小看着二人的背影 一时间愣在原地 她之前因为受到欺骗 而憋了一肚子的火 本以为见面之时 会拼个你死我活 但实际上却是 自己竟然真的对 严手一他们下不了手 难道真的像 严手一他们所说的那样 他们压根就不是坏人 可师父说 林小小的思绪到这儿 突然顿住了 她回想起 这两天 严手一他们对自己的好 师父可没有说过 十恶不赦的严家人 还有善良的一面 她低头往灯塔下方看去 只见龙飞城的小破船 居然已经驶离了岸边 龙飞城在船上大呼小叫 而船底下的黑影 却根本不搭理她 正飞快地拖着船 往江对岸游去 林小小深深地皱起眉头 眼中浮现出一丝愧疚 她咬了咬牙 喊住严手一 严手一 咱们的恩怨暂且不论 我现在陪你们一起去救人 严手一和林子彤停下了脚步 头也不回地说道 你对那舍刀人的计划 有几分了解 舍刀人不止一个 什么 这个回答 可真算是出乎严手一他们的意料 大多数民间教派的传人 都是独来独往 林凡也没有提及别的舍刀人 所以严手一本能地认为 舍刀人只有一个 有两个舍刀人 一个负责绑架我 一个负责抓人 知道了 严手一丢掉止血的布条 默默地拔出了斩破刀 侧着脸说道 船上的人是小龙假扮的 你要是不想让他出事的话 就捡起你的峨眉刺 跟我们一起去救人 可你的伤 已经痊愈了 严手一笑道 我是天煞失魁 林小小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随后咬了咬牙 捡起了峨眉刺 登上了严手一他们的脚步 他说道 我其实没有那么弱 否则刚才那一次 会让你直接没有还手之力 我心底里 也觉得你们不像是坏人 那就证明给我们看吧 严手一说完 回过头去 正要走下灯塔 却不曾想到 他们的面前 不知何时出现了两道人影 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长山 跑快一点 小龙失地有危险 躲在暗处的燕南飞和长山 在看到林小小被解救以后 便一门心思放在小龙的身上了 他们眼看小龙的船越飘越远 二人也不再隐藏 直接冲了出来 到了岸边 看到湍急的河水 长山想都没想 直接纵身跳了进去 彻骨冰凉的江水 瞬间将长山吞没 但下一秒 长山周身竟闪烁起了金色的佛光 庇护着他 不受江水侵蚀 并且飞快地向着小船游去 燕南飞并没有跟着跳进江里 而是拿着他那怀表大小的罗盘 稍微看了一下方位 随后找来一块破木板 扔进河里站了上去 木板很不稳定 左摇右摆 看起比小破船要危险得多 但燕南飞却张开双臂 稳稳地站在了木板之上 更令人惊讶的是 他什么都没有做 那江水竟就推着他追上长山 追着小破船 此乃昆仑山燕家的风水术 燕南飞只花了几秒钟的时间 便看清了江水的水势 又通过罗盘的计算 得出一条依靠着江水的暗流前进的路线 在外人看来 燕南飞简直就像是踏水而行 燕南飞超过了长山 很快就追到小破船旁 龙飞城见到燕南飞过来支援了 忍不住提醒道 燕师兄 我这船底下有水鬼 尽管光线黑暗 但燕南飞还是清晰地看到 船底下有一个小小的黑影 正拖着船前进 小龙 接着 燕南飞忽然扔出了什么东西 龙飞城手忙脚乱地接住 他拿在手里一看 发现竟是自己的法宝彩微剑 顿时勇气激增 燕师兄 你退后 我要开始装逼 不对 出手了 只见龙飞城拿出了一道掌心雷符 贴在了彩微剑之上 随后念动咒语 一箭插进水中 银白色的雷光 在翻腾的江水中扩散 光芒忽闪忽暗 燕南飞耳边 隐隐有闷雷作响 掌心雷 燕南飞认出了这一招 不由得感到诧异 掌心雷乃是毛山派的法术 生鲜罐和毛山八杆子 打不着关系 龙飞城手里 是怎么有掌心雷符的 但如今来不及想那么多 因为燕南飞发现 小破船居然慢慢停下来了 船的前方 一道黑影慢慢飘了起来 小小水鬼 还敢在你龙爷爷面前放肆 龙飞城哈哈大笑 然而下一秒 都笑不出来了 水中突然钻出了 另一道黑影 一脚将龙飞城踹倒 让他上半身 完全浸泡在浆水里 猝不及防地 喝了好几口浆水 从水里钻出来的人 正是之前在灯塔上的蛇刀人 只见蛇刀人 一把捞起水里的黑影 扔在船上 随后又拽着龙飞城的皮带 让他又淹了几秒钟 才把他拽起来 龙飞城呛得喘不过气来 看清楚偷袭他的人之后 心里也慌了 手忙脚乱地 用彩威剑去刺蛇刀人 没想到蛇刀人手里 也有武器 正是那黑乎乎的菜刀 二者相接 竟然是彩威剑落入下风 剑刃上被砍出了一道凹痕 随后 蛇刀人用刀被狠狠地 敲在龙飞城的肩膀上 龙飞城疼地 直接跪在地上 半天都无法动弹 眼手一 你往哪里跑 燕南飞怒道 蛇刀人一回头 手中的菜刀直劈而下 竟硬生生将面前的浆水 劈开了一个两米之深的水沟 燕南飞一时不慎 也摔入水中 解决掉了燕南飞 蛇刀人不再停留 那小破船 竟也与燕南飞的木板一样 顺着水流快速逃跑 林凡 蛇刀人掐住了龙飞城的脖子 你怎能言而无信 龙飞城被掐得喘不过气来 但不屈服的他 硬是抬起手 对蛇刀人竖起了中指 蛇刀人双眼一瞪 抓住了龙飞城的中指 差点就要将之掰断 可他却停下动作了 因为他发现了 龙飞城并非是林凡 你不是林凡 你是那个鲁班传人的同伴 蛇刀人大怒 为何不带林凡来见我 龙飞城嘲笑道 你要什么 我们就给什么 我们鲁班传人 颜面和存啊 混账 蛇刀人大怒 举起菜刀 竟想要断了龙飞城的手指 可就在关键时刻 水中再次窜起一道人影 一拳打在蛇刀人的身上 蛇刀人疼得直咧嘴 随手将龙飞城扔下水 长山姗姗来迟 但也算是赶上了 他赤手空拳 在不足两米长的小破船上 与蛇刀人近身搏斗 而落水的龙飞城 惊慌之下 又喝了好几口水 好在燕南飞及时游了过来 将他稳住 小龙 你抓住这块木板 我去助长山一臂之列 情况危急 燕南飞借力跃出水面 跳上了小破船 让原本就已经逼着的小破船 变得更加拥挤 三人都施展不开手脚 正当燕南飞准备加入战斗之时 长山竟然停下了动作 长山 你怎么 燕南飞的问话才问到一半 也发现了端倪 在这小破船上 还存在着第四个人 正是之前的那个水鬼 只不过水鬼的真面目 只是一个看起来 只有五六岁的小屁孩 那孩子浑身湿透 面色惊恐地蜷缩在三人脚下 长山正是因为发现了这个孩子 才停下了打斗 又见面了 拦住严守一他们去路的人 是伊和欢和申田一郎 伊和欢半个身子 挂在申田一郎的身上 姿态妖娆 申田一郎则气势汹汹地盯着严守一 要是龙飞城在这儿 指定要骂上一句狗男女 严守一望着二人 淡淡地说道 你们来找谁 当然是来找你了 伊和欢笑道 别装了 严守一 我们早就识破你的身份了 林小小忍不住问 你们是怎么看穿他身份的 只见申田一郎拿着手机 在众人面前晃了晃 昨天我们抵达戎城 我用手机给生鲜罐的人打电话 最后想起的 却是那个龙飞城的手机 听申田一郎 连龙飞城的名字都喊出来了 严守一就知道 过去的一天时间里 伊和欢和申田一郎 已经对他们进行深度调查了 他们二人 竟然能躲过薛凯的监视 还做了这么多事情 这让严守一不得不佩服 而且 申田一郎的推测也很有依据 相信也是因为最初的怀疑 而进行调查 最后一步步查出了严守一的真实身份 你们是来杀我的吗 严守一又问 话音踩落 林子彤便已经握紧了红神伞 手中的招魂铃轻轻晃动 别紧张 伊和欢轻声一笑 离开了申田一郎 轻松惬意地走向严守一等人 枪 林子彤猛然用红神伞的枪尖 在伊和欢的脚下 划出了一道横 警告道 别再往前了 有话快说 伊和欢这个女人 骚到了骨子里 她天生带着魅意 这对林子彤而言 是十分有侵略性的 好在林子彤也不是省油的灯 只要伊和欢胆敢在上前一步 林子彤就毫不犹豫地 教伊和欢做人 伊和欢似乎惊讶于林子彤的本事 她停下了脚步 也遇到 严守一 你有这么一位好妻子 可真是不给我机会啊 严守一冷声道 我重复我老婆刚才那句话 有屁快放 行 那我就简单说了 伊和欢淡淡地说道 交出鲁班书 我们可以放你一面 严守一笑了 感情这个女人 是冲着鲁班书来的 抛开神秘的鲁班书下卷不提 鲁班书上卷已是珍宝 中卷更是记录着百家之长 任何人要是得到了鲁班书 飞黄腾打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因为严守一的本事 之前在荣城 依旧没人敢打鲁班书的主意了 没想到 如今又遇到了一个伊和欢 看样子 伊和欢与身田一郎 已经达成合作 两人的目标都是鲁班书 你不是第一个打鲁班书主意的人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严守一亮出了斩破刀 如果有人能够 从我手里抢走鲁班书 那必定不会是你 对方敌意如此明显 严守一不会像哄灵小小一样 去哄一和欢 干脆亮出了武器 双方一触即发 在严守一亮出斩破刀的一瞬间 灯塔的暗处 猛然间钻出了无数黄鼠狼 那些黄鼠狼的攻击性 要比普通的黄鼠狼凶猛得多 上来就呲牙咧嘴地要咬人 横扫便打飞了一群 灵小小也没有闲着 她的身法快如闪电 在一群扑来的黄鼠狼中穿梭 额眉刺进进出出 地上很快就多了一堆黄鼠狼的尸体 二女对付黄鼠狼的时候 严守一可没忘记 一和欢和身田一郎 这两个真正的威胁 只见身田一郎走上前 从袖子里掏出了一张人形俘虏 嘴里念动着什么 随后 人形俘虏燃烧 她的身后 居然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黑影 严守一可以肯定 那玩意儿绝对不是出马仙 召唤出来的黄鼠狼 因为 这家伙虽然是人的身体 但却长着三个丑陋的狗脑袋 地腹灵 三犬牙丝 身田一郎大声喝道 严守一面色大变 身田一郎不仅仅只是 出马仙那么简单 她还是霓虹国的阴阳师 与她签订协议的 并非是黄鼠狼 而是她身后的这只士神的腹灵 霓虹国的阴阳师 最早也是源于华夏 但也在岁月的长河中 演化出了属于 他们自己的一些特殊本领 其中最大的特点便是 阴阳师们喜欢收一些山鬼精怪 当作仆人 也称之为士神 那些士神种类繁多 厉害的家伙也不少 身田一郎所召唤出来的这只士神 属于地腹灵 其根本也是人死后的魂魄 但因为心有怨念而不肯离开 和严守一刃之中的怨灵 有点类似 因为心中有怨 所以魂魄也越来越畸形 这才让身田一郎召唤出来的 这只地腹灵 长出了三个丑陋的狗头 真正让严守一忌惮的是 身田一郎 不仅是他从未接触过的阴阳师 他同时还是赵家的人 说不定也继承了出马仙的一些本领 二者叠加在一起 必定会有奇效发生 否则赵家人 也不会派刚回国的身田一郎 来执行追杀严守一的任务 严守一 交出鲁班书 身田一郎 发出了最后通牒 严守一咬了咬牙 握紧了斩破刀 他猛然冲出 一刀劈向三犬牙丝 反击 就是严守一的回答 身田一郎脸色一沉 他挥出左拳 身后的视神三犬牙丝 最左边的脑袋 便张开嘴 咬向严守一 三犬牙丝的牙齿 如同钢铁般坚硬 你这是在找死 身田一郎嘲笑道 然而下一秒 现实却狠狠地 打了身田一郎的脸 一阵刀光闪过 三犬牙丝左边的那颗脑袋 居然直接被严守一齐根削断 巨大的狗头脱离了身体 掉落在地上 嘴巴不停地张合 眼里充满了震惊和恐惧 另外两个狗头 也万分震怒 乌叶卓想要把 被砍掉的狗头给捡回来 这不可能啊 身田一郎怒吼 严守一哈哈一笑 身田一郎 我看你是被一和欢 吸了太多的精气 疲软了吧 身田一郎瞳孔一缩 本能地用愤怒的眼神 盯着一和欢 一和欢冷哼一声 我吸的只是杨兽 不是你的倒横 你的狗头被砍了 是你自己的原因 别怪到我的头上 可一和欢的回答 更让身田一郎生气 如果不是一和欢地 吸走了自己的精气 那岂不是说明 他身田一郎真就这么弱 雷声大于点小 轻松被严守一制服 不幸邪的身田一郎 再次操控着剩下的狗头 对严守一进行攻击 这次身田一郎有所防备 直接就用上了权力 终于让严守一 感到了一丝压力 灯塔上的空间 本来就不宽大 也限制了严守一发挥 身田一郎见严守一 露出破绽 竟又拿出了三张人形符路 扶摇灵 黑川路 广胡 二宫雪 犬鬼 柴奇虎太郎 这家伙一口气 又同时召唤出了 三只新的弑神 分别是人形鬼黑川路 狐狸模样的二宫雪 还有黑色的恶犬鬼 柴奇虎太郎 三者身上都有着浓浓的怨气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惹的存在 其中犬鬼扑向了严守一 另外两者 这是找上了林子彤与林小小 一时间小小的灯塔顶端 双方杀得你来我往 难舍难分 身田一郎冷笑道 我的祖辈太过无知了 他们既然被选中成为出马仙 就说明 他们的血脉非常然能比拟 为何还要选择屈服于小小的黄鼠狼 出马仙就应该像我一样 让无数鬼怪臣服 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成为我的仆人 我要用他们组建一支 所向辟腻的弑神军队 征服天下 就从你们三个开始 对于身田一郎 这番狂妄的自言自语 严守一很是不屑 倘若多抓弑神 就能称霸天下的话 赵家怎么还会成为 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他们早就应该称霸天下才是 哪轮得到身田一郎 再次大放厥词 所以 身田一郎看似强大的一番宏图壮志 必然存在着一些致命的漏洞 严守一只要找这个漏洞 就能直接击溃南缠的身田一郎 而同时 严守一也不敢忘记伊和欢的存在 在同时迎战三犬牙丝 和柴奇虎太郎的时候 也一直留意着伊和欢的动向 伊和欢依旧没有出手 他那勾人的桃花眼 似乎在观察着什么 如同一只狡猾的狐狸 随时会发出致命一击 真正的出马仙 被选中者是奴仆 是容器 是仙家行走于人世的皮囊 但在赵家的眼中 他们才是主人 那些想要成仙的妖怪 反而成了仆人 倘若仆人无法效忠于主人 主人也就不会成就仆人 最后 在身田一郎的眼中 仆人 可以有很多个 地腹灵 浮游灵 管狐 犬鬼 都是世神中较为强大的种类 身田一郎年纪轻轻 却能够拥有这么多世神 想必没少接受他家族的帮助 只不过 受到太多家族的照顾 可不是什么好事 严守一一人面对三犬牙丝 和柴奇虎太郎 不仅没有落入下风 竟还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 这就是严守一 和身田一郎的区别 尽管严守一的背景强大 可他的爷爷和父亲 却很少为他提供帮助 甚至反过来悄悄地 给他制造困难 这么多年的成长 让严守一完全有能力 独当一面 而身田一郎 纵然拥有好几只厉害的世神 却只能远远地站着 不敢参与真正的战斗 三犬牙丝和柴奇虎太郎 都是十分凶悍的存在 二者左右夹击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他们找到机会 你行不行啊 一和欢见严守一久久没有展现疲态 不由地说起了闲话 身田一郎黑着脸说道 若不是你吸走我太多的道行 这个严守一早就一败涂地了 一和欢微微一笑 直到身田一郎在找借口 男人果然都靠不住 被一和欢这么一吵 身田一郎有些沉不住气 他想要尽快证明自己的本事 既然严守一攻不下 就对付他身边的林子彤 浮游灵黑穿路 乃是一只人形浮游灵 他穿着棕色的裤衩子 上衣盘在腰间 赤露着上半身 脑袋上绑着一条小辫子 不足一米六的身高 却因为戴着一张红色的鬼脸面具 而显得凶神恶煞 手里拿着一柄银色的钛刀 刀刃散发着荧光 这是标准霓虹果武士的模样 黑穿路生前 必定是一名强大的武士 所谓浮游灵 乃是生前强大 死后依旧不幸 自己已经死去的事实 最终游荡在阳间的一种鬼 他们死后的力量 传承于生前 所以在鬼中 也算是比较厉害的存在 按照这个定义 兴许严守一体内的沁江将军 也是浮游灵 但沁江将军 显然要比黑穿路厉害高明得多 黑穿路每次挥刀 都会发出一声爆喝 声如惊雷 令人心惊肉跳 然而林子彤却不受其影响 手里的红神伞 丝毫不逊色于武士太刀 哈 黑穿路一声爆喝 全力劈砍 林子彤双手抬着红神伞 格挡住了这一刀 下一秒 他松开了手 一个巧劲将太刀打到一旁 随后一枪刺出 尖锐的红神伞间 瞬间在黑穿路的脖子上 刺出了一个大窟窿 见到这一幕的深田一郎 脸色十分难看 收拾不了严守一也就罢了 自己的黑穿路 竟然还不是林子彤的对手 这对夫妻 怎么都如此难缠 黑穿路也十分震怒 他无法接受 自己被一个女人击败 好在 黑穿路本身就已经死了 即便喉咙被刺穿 也能迅速恢复过来 而然林子彤 却不会给黑穿路这个机会 只见他摇动招魂灵 那射魂的铃声响起 在黑穿路的耳朵里 却无比刺耳 他甚至丢掉了太刀 痛苦地捂住了耳朵 驴山派招魂灵 正在与广湖二攻雪大战的林小小 猛然间发现了林子彤的身份 旋即他忍不住笑了 出马仙虽然厉害 但驴山派可是控魂高手 深田一郎这回真是撞枪口上了 果不其然 不论深田一郎如何努力 黑穿路愣是不受他的控制 最后干脆跪在了地上 一副认输的姿态 黑穿路 一个忠于阴阳式的侍神 竟然违抗了阴阳式的命令 主动认输了 这种事情 是深田一郎闻所未闻的 林子彤眼中闪过一道寒光 默默地举起了红神伞 此时此刻 只要他愿意 瞬间就能让黑穿路魂飞魄散 然而 就在他要下手的时候 招魂灵上的鼠灵蛇 竟然再次有了反应 只见他飞快地爬到了黑穿路的身上 随后在他的脖子上 狠狠地咬了一口 黑穿路疼得浑身颤抖 却不敢反抗 咬了黑穿路 鼠灵蛇就回到了招魂灵上 又好似没有生命地陷入了沉睡 同时 林子彤脑子里也多出了一道信息 他可以选择杀掉黑穿路 让黑穿路收入招魂灵 让黑穿路为他效力 这就是鼠灵蛇的本事 林子彤心中惊讶 一番权衡之后 冷声对黑穿路说道 路在你脚下 你自己选择 是臣服于我 还是去转世投胎 你在说什么 深田一郎震怒 那是我的弑神 他怎么可能背叛我 弑神与阴阳师 本是签订了同生共死协议的 所以按照深田一郎的了解 黑穿路不可能会背叛他 然而 当他再次检查时却发现 自己与黑穿路的所有联系 早已经断了 大概 就是在鼠灵蛇 咬了黑穿路的那一刻 也就是说 鼠灵蛇竟拥有着切断 他们之间羁绊的本事 这太不可思议了 黑穿路是一名武士 武士精神早已刻入灵魂 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力量 于是 黑穿路对林子彤 低下了高傲的头颅 双膝跪在地上 将额头紧紧地贴在地面 他 要认林子彤为主 不 你不能背叛我 深田一郎瞪大了双眼 脸上 写满了不可思议 这一幕 简直颠覆了他的世界观 林子彤完全无视了 深田一郎的怒骂 将黑穿路收入招魂灵 狠狠地打了深田一郎的脸 骄傲的女王 收服了一名敌国的骑士 他将目光放在 眼手衣的身上 黑穿路 为我出征 刚刚被收进招魂灵的黑穿路 猛然化作一团鬼气冲出 带着无尽的杀意 杀向昔日的战友 三犬牙丝和柴骑虎太郎 这是黑穿路 效忠于林子彤后的第一战 他必然要展现出 足够强大的力量 以得到林子彤的认可 黑穿路不愧是强大的武士 他的太刀招式 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 连眼手衣也被他惊艳到了 似乎效忠于林子彤以后 黑穿路变得更加强大了 一顿时轻松许多 他的脸上 闪过一丝玩味的笑容 其实他早就想到一个 击败申田一郎的办法 只不过如今才有机会去尝试 黑穿路 拜托你了 严手衣击退三犬牙丝后 撂下一句话 居然就这么脱离了战斗 黑穿路没有问什么 只是用尽全力 挡住两个强大的对手 不惜拼着自己受伤 也绝对不后退半步 而甩掉了三犬牙丝 和柴骑虎太郎后 严手衣突然消失在原地 怎么消失了 申田一郎惊呼 一和欢也大惊失色 纵地金光 鲁班书中何时记载了这一招 一和欢自认为 对鲁班传人了解很深 但他却不知道 每一个鲁班传人 都在不停地成长 鲁班传人会的 从来都不只是 鲁班书中那么点内容 这一招纵的金光 让一和欢都没有反应过来 下一秒 申田一郎便感觉到 有寒气在自己的身后 轻蚀着他的脊梁骨 让他感到了彻骨的良意 让你的士神都停手吧 斩破刀搭在了申田一郎的脖子上 严守一站在他的身后 冷声说道 我不介意当一回抗日英雄 申田一郎不敢动弹 仿佛连呼吸都停止了 他僵硬着身体 控制着士神全部停手 那三犬牙丝与柴奇虎太郎 想必是申田一郎手下 最厉害的两名士神 严守一指示 离开了几秒钟的时间 黑穿路就被二者围攻成了重伤 甚至连手臂 都被柴奇虎太郎吃掉了一条 好在黑穿路能够自我复原 而林小小和二宫雪的战斗 是最让严守一感到意外的 别看林小小只是一个 未经世事的小丫头 但她的峨眉刺可不是吃素的 这一番战斗下来 二宫雪不仅没伤到林小小半分 反而自己身上被峨眉刺 刺出了许多窟窿 要是继续战斗下去 输得必然是二宫雪 华夏有句老话 叫做是可杀 不可如 申田一郎咬着牙说道 你还挺有文化的 严守一笑道 按照霓虹国的传统 败将不是应该切服自尽的吗 申田一郎脸色发白 她显然不想死 更没有切服自尽的勇气 一和欢 严守一对一和欢说道 你也放下武器 束手就擒 一和欢就站在申田一郎的身边 她无辜地耸了耸肩膀 可人家手里本来就没有拿武器啊 她的确两手空空 然而下一秒 一和欢突然抬腿 踢向严守一的手臂 她的高跟鞋下 竟弹出了两个隐藏的刀片 刀片上涂着剧毒 要是被划破 指不定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所以 严守一也只能暂避锋芒 放开了申田一郎 一和欢想都没想 一脚将申田一郎踹下了灯塔 眼睁睁地看着 她从灯塔上掉入江水中 她当然不是要杀申田一郎 反而是在救她 现在的申田一郎 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 申田一郎落水 恐怕当场就摔晕过去了 所以 在场的三只弑神 刹那间消失不见 只有身受重伤的黑川路 还存在着 严守一深知这个女人的厉害 眼看申田一郎掉下灯塔 严守一便已经做好了 抓住一和欢的准备 然而一和欢竟然直接避其锋芒 向着林小小跑去 林小小也不是吃素的 打算出手拦住一和欢 手中的峨眉刺 已经向一和欢刺去 哪里走 以此之下 林小小面色大变 峨眉刺虽然刺入了一和欢的身体 但反馈的触感 却与过去完全不听 林小小按道不好 知道自己中招了 果不其然 被刺中的一和欢 缓缓消失不见 反而从一旁的阴影里 冲出了真正的一和欢 一和欢伸手脚剑 一手抓住林小小的手腕 用手刀将她的小臂打断 而后将峨眉刺 转向林小小自己 等林小小反应过来之时 峨眉刺距离她的眼珠子 只有分毫之差 被打断的手臂疼痛感 才传到脑子里 林师妹 眼手一和林子铜面色大变 他们没想到一和欢如此狡诈 竟然不想战斗 一门心思要拿林小小做人质 都停手吧 一和欢笑道 否则她会有什么下场 我可不能保证 林小小无比自责 她已经成为一次人质 还欺骗过眼手一他们一次 而如今同样的戏码 又要上演 她觉得自己就是累赘 根本不值得眼手一他们救 于是她喊道 你们不用管我 杀了这个妖人 然而眼手一只是轻叹一口气 将斩破刀放在了地上 林子铜也毫无怨言地 收起了黑川路 也将红神伞放在地上 还有你的招魂灵 一和欢提醒道 可见 林子铜还是很受一和欢忌讳的 林子铜无奈 将招魂灵也拖了下来 看来我抓对人了 一和欢冷笑道 这位峨眉山的丫头 刚才不是还伤了你们吗 你们为何还要救她 眼手一旦旦地说道 我和他们无冤无仇 同是正道之人 岂能坐视不管 好一个声名大义 一和欢玩味地笑道 那我就要考验 考验你们这些自诩正派的家伙了 你想怎么样 很简单 只要你们按照我说的来做 我可以放过这丫头一马 一和欢想了想 先说道 首先 交出鲁班淑 鲁班淑 眼手一是交不出的 因为如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鲁班淑 真正的鲁班淑 都存在于眼手一他们的脑子里 一代代传承 不过 眼手一早就对这个情况有了准备 只见他从胯包中 拿出了三本破破烂烂的古籍 上面竟然真的写着鲁班淑上中下卷 林子彤见了都觉得惊讶 他从未见过这三本书 一和欢满意地笑了 让眼手一将三本书扔过来 拿到了鲁班淑 一和欢又说道 接下来 你 鲁班传人的妻子 我有一件事要拜托你 林子彤含着脸道 什么事 我要你 斩了眼手一的双臂 扶摇灵 飞穿路 广胡 二宫雪 犬鬼 柴奇虎太郎 一和欢要断眼手一双臂 林小小大吃一惊 随后立马喊道 不要向这妖人屈服 我不值得 闭嘴 一和欢又将峨眉刺靠近了几公分 让林小小忍不住闭上了眼睛 那尖锐的峨眉刺 已经抵在了林小小的眼皮上 要是再前进一点 就会刺穿林小小的眼珠子 林子彤看着这一幕 也始终拿不定主意 一和欢笑道 我已经得到了鲁班淑 不妨告诉你们 我就是想戳破你们这些所谓正道人士 道貌黯然的嘴脸 你们没经历过我们的痛苦 只知道一味地让我们做个好人 可当真正的利益和生死摆在面前的时候 你们的选择和我们有什么区别 说到底 你们也不过是运气比我们好一些而已 我们需要用下三滥手段争取的东西 你们动动手指头就得到了 严守一明白一和欢的意思了 原来这个女人的思想境界居然还不低 她想逼着自己和林子彤 放弃林小小 一和欢就是想要玩弄玩弄人性 一和欢 你错了 真正的正道人士 心怀大意 随时都可以牺牲 即便身在尼垢 也不会忘记抬头看天 严守一大声喝道 臭丫头 挑断我的手镜 证明给她看 林子彤咬了咬牙 迟疑了 还愣着做什么 严守一催促道 林小小虽然闭着眼睛 却已经感受到 严守一语气中的决绝 她不由地红了眼睛 泪水从紧闭的眼角流淌而出 严师兄 我之前错怪你们了 我不值得 我真的不值得 没有任何人就应该去死 如果用我的双手 能换得你的平安 我无怨无悔 子彤 动手 严守一用命令的口吻 说出最后一句话 林子彤也铁了心 狠心用红神伞 刺穿严守一的手臂 挑断她的手筋 剧烈的疼痛 让严守一忍不住惨叫起来 她的双手如同泄了气的皮球 软踏踏地挂在她的肩膀上 就连一根手指头 都动弹不得了 严守一的脸色变得苍白起来 但她却露出了一丝虚弱的笑意 依和欢 你错了 依和欢的笑容收敛 她没想到 严守一真的会为了一个林小小 而甘愿被挑断双手 鲁般传人 不是最重视自己的双手吗 没了双手 还如何传承鲁般的本领 严守一真的 可以为任何人牺牲 一时间 本来想给对方造成心魔的依和欢 自己陷入了矛盾当中 还不放人 林子彤的质问 打断了依和欢的思绪 依和欢回过神来 轻笑一声 随手将林小小推下灯塔 林子彤面色大变 急忙扑过去 拽住了林小小 二人悬在半空中 差点就掉下去了 你如此声明大意 我若不再坏一些 反倒是说不过去了 依和欢笑着走到严守一的身边 用三本鲁般书拍了拍她的胸口 她笑道 你不会真以为 随便拿三本破书 就可以把我糊弄过去了吧 严守一脸色难看 她不得不承认 这个女人的心机和城府 实在是太深了 就连这一步 也都是她提前算好的 魏帝就是用林小小 拖住林子彤 创造出她与自己单独相处的时间 真正的鲁般书 在哪儿 依和欢拿出一把匕首 抵在严守一的脖子上 我的时间不多了 要是等到他们爬上来的时候 你还没有交出鲁般书 我也就只能杀了你 然后逃走了 此时的依和欢十分放松 因为林子彤和林小小自身难保 而严守一双手都断了手巾 没有任何人再是她的威胁 依和欢 严守一叹了口气 淡淡地说道 我不知道 你们对我的调查了解有多深 但有一件事 你们本应该要知道的 哦 什么事 依和欢玩味地问 她自信自己此时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可突然间 本应该无法动弹的严守一 居然猛地转身 打掉了依和欢的匕首 还顺势扣住了她的脖子 将她举到半空中 依和欢瞳孔皱缩 不敢相信地看着严守一 你 你怎么还能动 严守一笑道 你应该调查清楚 我是天煞失魁之身 就算是被挑断手巾 也很快能够恢复 短短几个对话的功夫 严守一那被挑断的手巾 就已经恢复 依和欢已经很聪明了 但她终究疏于对严守一的不了解 反而让严守一多算一步 依和欢震惊到 所以你们要就那丫头也是 不 即便我不是天煞失魁 我也愿意用我的双手 换她的性命 只不过很可惜 我是天煞失魁 你的计划落空了 依和欢气得直咬牙 严守一一个掌刀 落在依和欢的后颈处 不给她废话的机会 直接将她打晕了过去 随后她 直接将晕过去的依和欢 扔在地上 赶忙回去 将还挂在灯塔边缘的林子彤 和林小小给拉上来 刚才你下手好狠 见二女安然无恙 严守一打去地对林子彤说道 林子彤美好气地白了她一眼 你以为只有你疼啊 我也心疼 林小小一愣 自己这刚刚死里逃生 就猝不及防地 被喂了一嘴的狗粮 玄机她想起了 刚才发生的事 忍不住愧疚地低下了头 严大哥 我 此时 林小小对严守一的称呼 已经从严守一变成了严大哥 这也代表着林小小对严守一 看法上的巨大改变 严守一摆了摆手 说道 不碍事 我的伤势已经恢复了 可你们 还是舍命救我了 林小小也不是傻子 谁对她好 她还是拎得轻的 即便严守一能恢复伤势 双手手筋被挑断的疼痛 也不是普通人能承受得了的 她始终还是有愧于严守一他们 我之前错怪你们了 林小小咬牙道 这件事之后 我就回峨眉山去 劝说掌门他们 不要再和你们作对 要是掌门不答应 我就 我就 林小小犹豫了半天 好像自己也没有可以用来威胁掌门的资本 最后她气急败坏 破罐子破摔 我就判出师门 过来跟着你们混 严守一和林子彤哭笑不得 这小丫头 着实是有点小脾气 以后的事情 以后再说吧 严守一安慰道 再不计 也发展 不到需要你判出师门的时候 林小小听后 重重地点点头 心里松了口气 感觉好瘦一点了 林子彤问道 你被绑架的时候 都发生了什么事 那奢道人都对你说了什么 提到此事 林小小认真起来 她连忙答道 昨晚奢道人潜入到我的房间里 把我绑架了 后来她听说 我是来找颜大哥麻烦的 就说出了她的真实身份 我这才知道我们被骗了 所以我们干脆就演了一场戏 奢道人要的是领反 我要杀的是颜大哥 于是就有了刚才发生的事情 林小小顿了顿 又说道 不过 那个奢道人很奇怪 他身边带着一个小男孩 看起来只有五六岁的模样 不过也有几分本事在身 奢道人带着一个小男孩 颜首一和林子彤对视一眼 心里都觉得诧异 奢道人行走江湖 向来是独来独往 怎么带着一个小屁孩 在身边当累赘呢 那小男孩 该不会是邹瞎子的儿子吧 二人又觉得不对劲 按道理说 邹瞎子的儿子 应该已经有二十多岁了 不可能是此时 奢道人身边的那个小男孩 除非奢道人用了什么秘法 限制了男孩长大 想到这里 颜首一仿佛看到了希望 如果能够抓住奢道人 就能找到那个小男孩 万一男孩真的就是 邹瞎子的孩子 那就算是完成了 邹瞎子的心愿了 于是 颜首一当即说道 事情还没完 咱们赶紧下去帮忙 先抓住奢道人再说 林子彤和林小小 连忙起身 然而当三人转过身时 却惊讶地发现 原本应该躺在地上的 依和欢消失不见了 她在那儿 林小小惊叫道 只见依和欢捂着脖子 已经来到了灯塔的边缘 她竟然想要以身犯险 从灯塔上跳下去逃命 颜首一难能让这个女人 如此轻易地逃跑 起手便是一道恐怖的掌心雷 正中依和欢的小腹 依和欢闷哼一声 忍着疼痛和禁挛 纵身跳了下去 三人来到边缘往下看 只看到一团巨大的水花 随后就再也看不到 依和欢的身影了 该死 让她给逃走了 颜首一沉声说道 依和欢和身田一郎都是隐患 只要他们还活着 咱们就会麻烦不断 为了不让两人逃走 颜首一急忙放出了三元 让三元在周围巡视 一旦发现依和欢的身影 立即通知自己 此时此刻 颜首一又发现 那搜在着龙飞城 远去的小破船 居然自己又飘了回来 船上 燕南飞 常山 龙飞城三人都在 除了他们以外 还有那熟悉又陌生的蛇刀人 以及一名小男孩 见状 颜首一连忙带着二女跑下灯塔 去到岸边 他们抵达岸边的时候 小破船也靠岸了 船上的人纷纷走了下来 远远的 颜首一看到燕南飞他们 不由地摸了摸自己的脸 想把黄金面具重新戴起来 却听到燕南飞喊道 颜首一 别戴面具了 我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 闻言 颜首一苦笑一声 也不做挣扎了 以真面目 光明正大的朝他们走去 双方在岸边的沙滩上碰面 燕南飞冷笑道 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无念 赤青 有的只是鲁班传人颜首一 驴山派传人林子彤 龙飞城叹了口气 自己终究还是不配有姓名啊 常山缓缓说道 阿弥陀佛 撒谎是不好的事 看样子 你们都已经知道了 颜首一将双手一摊 淡淡地说道 那你们打算如何对付我 燕南飞和常山对视一眼 没想到颜首一的反应 也如此坦然 燕南飞看向林小小 林师妹 你不过来吗 林小小却异常坚持地 站在颜首一这边 她皱着眉头说道 燕师兄 常山师兄 刚才伊和欢和升天一郎来了 听闻这两个妖人出现 燕南飞也不由得沉下脸 他们人呢 他们拿我做妖邪 威胁颜大哥 交出鲁班叔 并且自费双臂 颜大哥全部照做了 林小小低声说道 我明明背叛了颜大哥 还弄伤了他 但他却不计前嫌 甚至不惜自费双手救我性命 我觉得 颜大哥和师父他们描述的完全不一样 或许 他是好人 这一番话 让燕南飞和常山陷入沉默当中 这几天 燕首一是如何对待他们的 他们有目共睹 如果燕首一真是坏人 弄清楚他们的来历时 有一万种办法害死他们 但燕首一没这么做 恰恰相反的是 这几天 大家相处得很融洽 但燕南飞 终究还是感觉受到了欺骗 他冷声对颜首一说道 你和父亲一样 闭着眼睛都能够撒谎骗人 就算你是好人 我也不敢再相信你了 也许吧 但我所说的一切 不是为了伤害谁 只是为了自保 颜首一达到 而且 我是真心喜欢你们这些朋友的 燕南飞愣了愣 不知该如何回答这句话 忽然 常山双手合时 对燕南飞说道 燕师兄 我天生愚笨 不懂人情事故 但谁对我好 谁对我坏 我能感受得到 燕兄弟这几日 确实对咱们照顾有加 我想 他不是什么坏人 这其中 或许有什么矛盾和误会 怎么连你眼 燕南飞无语 连自己最忠实的小弟 此时都背叛了他 还投入到了 颜首一的怀抱当中去 来时他们一行三人 而现在 林小小和常山 都成颜首一的人了 这让燕南飞颇受打击 燕师兄 颜首一微笑道 我为我之前撒谎而道歉 燕南飞沉默许久 最终冷笑一声 哼 你以为道歉就有用吗 颜首一心里一紧 难道自己和燕南飞 还是无法成为朋友 谁曾想 下一秒燕南飞却说道 只道歉可不够 想要我们原谅你 至少还要一顿烧烤 没什么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两顿 此乃真烈 颜首一不由地露出笑容 行 只要你们还在荣城 我保证烧烤管够 颜首一 希望我们没有看错人 也希望以后 你不要再骗我们了 燕南飞说完 也走向了颜首一 加入到她的队伍当中 她终于也遵从了自己的本心 用自己的眼睛看人 接纳了颜首一这个朋友 颜首一微笑着与燕南飞握手 二者算是真正的朋友了 最后 大家将目光放在了那神秘的奢刀人身上 龙非诚苦笑说道 你们顺带劝说劝说这家伙吧 我现在可是人质啊 经龙非诚这么一提醒 颜首一才注意到 奢刀人的菜刀 居然还架在龙非诚的脖子上呢 想必刚才奢刀人与燕南飞他们碰面 也是戳穿了颜首一的身份 盘算着联合燕南飞与长山 回来找颜首一的麻烦 没想到刚一见面 林小小就带头叛变 最后还把燕南飞和长山给招安了 最后的场面 依旧是奢刀人 站在大家的队里面 放心 你很安全 颜首一说道 我觉得这位奢刀人应该不是什么坏人 奢刀人动作一僵 似乎有些生气 他将菜刀在龙非诚的脖子上比划 用威胁的语气说道 你以为你很了解我 兔子急了还咬人 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龙非诚大喊道 兄弟 冷静点 大不了一会儿烧烤咱也把你带上啊 闭嘴 奢刀人情绪有些激动 颜首一忙收起手里的斩破刀 让其他人后退几步 他说道 你要的不就是西湖吗 我给你便是 但你必须把小龙放了 咱们才有谈的可能 奢刀人冷哼一声 你我都不是傻子 我若是放了他 你会放过我 我们本就不是敌人 无法兑现承诺的人士林凡 不是我 严首一冷静地说道 况且 奢刀人和我们鲁班传人 同是源于民间 我们本该团结才是 没有一定要走上对立面的必要 提起奢刀传人和鲁班传人 奢刀人似乎真的稍微放下了一丝警惕 他观察着严首一 嘴里念念有词 似乎在算着什么 忽然间 奢刀人放下了菜刀 一脚将龙飞城踹向严首一 哎哟 龙飞城狼狈地滚到严首一面前 严首一连忙 给龙飞城松绑 混蛋家伙 放人就放人 为什么要不这一脚 我的屁股要 龙飞城郁闷地喊道 这一脚是替我弟弟踹的 谁让你用掌心雷服电塔 奢刀人骂道 龙飞城现在回到了安全地带 也不像之前那么怂了 刚刚松绑便跳起来喊道 别以为我怕你啊 有本事单挑啊 奢刀人根本懒得与龙飞城争辩 只是轻哼一声蹲在了地上 他的蹲姿比较放松 不像是戒备的模样 这也是一种表现自己无害的方式 好了 小龙 你先去他们那儿 我去和奢刀人聊聊 严首一拍了拍龙飞城的肩膀 随后走到奢刀人的身边 干脆也蹲了下来 为什么突然又相信我了 他问道 奢刀人淡淡地说道 你这个人身上有一丝 若有若无的煞气 我本以为你是个笑面虎 但刚才算了一下 得知你并没有做过什么 伤天害理之事 身上的煞气来源于你的前世 严首一吃惊的张大嘴巴 只是刚才那一瞬间 你连我的前世都算到了 奢刀人不屑一笑 铁口直断奢刀人 你以为我们的名头是吹出来的 若说算命这本事 什么梅花艺术 小六人神术 在奢刀人眼里 都不过是小儿科 严首一还是第一次与奢刀人接触 之前虽然有所听闻 奢刀人能够既往直来 但没想到会这么厉害 反正 今天闹了这么久 我已经出现在你们的面前 想要走也没那么简单 既然知道你不是什么坏人 兴许我们还有坐下来谈一谈的可能 奢刀人解释道 我原本不知道 西湖不属于林凡 那林凡言而无信 我就只能在工地上捣乱 你应该也能看得出来 我动的都是一些不害人的手脚 至于玄武石像碎裂后 造成漩涡之事 只是巧合 不是我刻意做的 我相信你 严首一说道 其实理由很简单 奢刀人没有下死手 正如他没有对 叶南飞他们下死手一样 那我们聊聊吧 奢刀人问 聊聊吧 严首一和奢刀人握了握手 他随后打量起了 奢刀人身边的那个小男孩 男孩刚刚从水里捞出来 身上湿漉漉的 头发都念在了一块 但即便是寒冬腊月 他似乎也不知道了 奢刀人与严首一交谈的时候 男孩也毫不在意 只是好奇地抬头看着天 根本不受两人的影响 他是谁 严首一问 我的师弟 也是我的地点 奢刀人答道 严首一点点头 没有身追下去 他又问 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得到西湖 西湖风水好 在那定居肯定能享福 而且 这本就是林凡与我师父做的交易 我只是要 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罢了 可西湖不属于林凡 他是我的 奢刀人愣了愣 随后无奈道 原来是师父算错了 奢刀人算命的本事这么厉害 也会算错 我们算别人算得准 算自己就不行了 你也是民间教派传人 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严首一心里苦笑 他还以为奢刀人本事这么大 应该能突破这一层限制呢 聊到这儿 严首一忽然发现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如果当年与林凡做交易的奢刀人 是眼前这位奢刀人的师父 那么这位奢刀人岂不是 严首一的呼吸变得沉重起来 他盯着奢刀人 语气略显急促 你能不能把你的帽子摘下来 做什么 我想看看 你长什么样子 你不是有老婆了吗 在奢刀人戒备的语气之下 他缓缓摘掉了帽子 露出一张年轻的人 他看起来 年纪和严首一差不多大 只不过皮肤要黑上许多 脸上还有一些小伤疤 想必是多年行走四方留下来的印记 在看到这奢刀人真面目的那一刻 严首一就忍不住瞪大了眼睛 是你 黄天不负有心人 没想到真让我找到你了 严首一大笑起来 这奇怪的反应 让奢刀人忍不住往后挪了好几步 你有病 严首一这奇怪的反应 着实把奢刀人给吓到了 但严首一实在是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如果我告诉你 我认识你的父亲 你会相信吗 奢刀人一愣 完全不理解严首一 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但他确实不是师父的孩子 师父说他和弟弟都是孤儿 是被师父收养的 在师父死后 奢刀人也曾想过 要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奈何他们可以做到既往之来 却无法算自己的命运 也就无从得知自己的父母到底是谁了 在奢刀人还在愣神的功夫 严首一便已经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我有一位叔叔 他曾与奢刀人做过交易 代价就是自己那刚出生的孩子 奢刀人带走了他的孩子 这一走就是二十几年 这二十几年的时间里 叔叔从没有放弃过寻找自己的孩子 奈何天意弄人 他始终未能如愿 时至今日 他已经病入膏肓 时日无多 却没想到 在这个时候 让我遇到了你 严首一激动地说道 你和邹叔叔 长得简直一模一样 这一番话 着实把奢刀人吓到了 他本是来要西湖的 结果却平白多了一个父亲 诸多的信息 一股脑地涌入奢刀人的脑海里 让他一时间 有点不知所措 走 我现在就带你去看他 严首一直接拽住了奢刀人的手 没想到奢刀人却开始反抗 严首一不由地说道 不能再等了 他快死了 可是 你刚才说 我是被他交易给我师父的 奢刀人咬牙道 他为什么这么做 我是他的儿子 他怎么忍心 把我丢给一个陌生人 事情很复杂 严首一叹了口气 我可以在路上 慢慢解释给你听 不必了 奢刀人脸上露出决然之色 我叫王几网 我的弟弟叫王之来 我们都是奢刀人王如河的徒弟 我们从小都是孤儿 没有父母 你傻不傻呀你 要不是和这个王几网不熟 严首一恨不得给这个家伙几个脑瓜崩 少他妈在这装逼了 我明白你有情绪 有怨言 但你不能再见过他之后再发牢骚吗 如果因为你现在的犹豫 错过了见他的机会 你就永远见不到自己的亲生父亲 永远弄不清楚 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难道你一点都不觉得可惜吗 严首一质问道 似乎是被严首一的这番话给打动了 奢刀人开始动摇 见他举气不定的模样 严首一叹了口气 竟然直接把他扛了起来 站在远处的林子彤等人都惊呆了 龙飞成捂着脸喊道 这是什么情况啊 谈崩了 林子彤面色古怪地说道 看着也不像是谈崩了的反应啊 严兄弟是不是有什么隐藏的爱好啊 艳难飞问 严首一远远地喊道 别瞎猜了 这小子就是邹叔叔的儿子 我靠 龙飞成忍不住抱粗口 表情变得和严首一一样激动 严首一又喊道 子彤快去开车 小龙给老金打电话 赶紧通知邹叔叔 我们找到他的儿子了 让他再坚持坚持 今天就算是绑 我们也要把这小子绑到邹叔叔的面前 好 二人立即行动起来 严首一扛着王吉王跑 小屁孩王之来 屁颠屁颠地在后头追 一旁还站着燕南飞 三个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场面十分滑稽 王吉王回过神来 羞愧难当 怒吼道 把老子放下来 不放 万一你跑了怎么办 我没那么幼稚 赶紧把我放下来 严首一不情不愿地 把王吉王放下来 但双眼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生怕这家伙跑了 王吉王无奈地说道 我跟你去便是了 你也冷静冷静 把当年的事情告诉我 至少让我知道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没问题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吗 严首一满脸殷勤 没有了 正当严首一激动之时 龙飞城却端着手机 脸色难看地 拍了拍严首一的肩膀 对他说道 严哥 有个不好的消息 老金说 邹叔叔的身体恶化 随时可能会断气 这就是 所谓的乐极生悲吧 严首一的脸 瞬间跨了下来 一旁的王吉王也忍不住紧张 他此时才明白 倘若就这么和亲生父亲错过了 他是真的会感到万分遗憾 心里一辈子 都有个填不上的缺口 于是 王吉王意外地开口哀求 一定要让我见他一面 严首一咬牙道 老金不是保证说 还有一周时间吗 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 这样吧 让老金赶紧带上邹叔叔 我们带上王吉王 大家一起 往中心点赶 就在西湖 只要我们争分夺秒 一定还来得及 时间突然就变得紧迫起来 龙飞城才挂断电话 林子彤的车 就已经到了 众人一股脑地挤进了车里 一辆小小的轿车 竟然塞下了八个人 委屈的龙飞城 和弟弟王之来 直接就蹲在后备箱里了 大家将就一下 我们很快就能到了 严首一安慰道 话音踩落 林子彤就将油门踩到底 发动机发出了一阵怒吼 车子瞬间飙飞出去 燕南飞和长山 紧紧地抓着扶手 有些后悔地说道 完了 我们不应该上这辆车啊 别看林子彤平日温文尔雅 是个大家闺秀 但他可是上过 F1赛道的真正赛车手 如今在城市里飙车 那叫一个紧张刺激 舒马赫看了 都得喊一声佩服 时间紧迫 我给你说说具体的情况 严首一一口气 将邹瞎子告诉他们的故事 简单地转述给了王吉网 王吉网听后 心里久久无法平复 他忍不住摇下了车窗 把头探出去 迎着狂风吐了一路 严首一无奈地拍着他的后背 说道 难为你了 这种场合 本是因为让王吉网 好好静一静的 奈何林子彤开车 实在是太猛了 无法给王吉网冷静的时间 甚至还让他晕车吐了一路 我没事 王吉网擦了擦嘴边的口水 苍白着脸强撑地说道 我也有我的故事 趁着这个功夫 也说给你们听听 你要是晕车难受 就别勉强自己了 严首一安慰道 王吉网苦笑一声 我也是为了转移注意力 吉网之来 通晓过去 欲知未来 这就是王吉网和王之来 这一对师兄弟名字的由来 蛇刀人自古流传 乃是鬼谷子的门生后代 他们能占卜生死 预测新亡 尤其是每次世道变迁前 这帮神秘的家伙 就会突然出现 给世人以暗示 因为是民间教派 蛇刀人自然也受 舞弊三驱的影响 因此 他们能算得 要比一些名门正派还要准 什么梅花艺术 太乙神术 奇门遁甲 都不如蛇刀人来得强大 他们有一套自己的本事 正如鲁班淑一样 不传外人 王如何是王吉网他们师父的名字 他是一个受干干的老头 留着一小撮山羊糊 喜欢抽烟 喜欢喝酒 自打王如何把王吉网抢走以后 便把王吉网当作是自己的儿子 在爱护有家的同时 对他的要求也十分严格 王如何带着王吉网 走遍了华夏的大江南北 传授他那些蛇刀人的本事 画符 驱鬼 勘虞 摄阵 但最重要的 还是蛇刀人那 极网之来的本事 王吉网小时候 便看着王如何 立下一个个看似荒诞的誓言 但几年之后 又全部成真 他看着那些穷困潦倒的人 翻身成了富豪 看着那些病入膏肓的人 几年间又活蹦乱跳 也看着一些人 因为预言的祸事降临而死 王吉网对蛇刀人的预言本领 很是向往 然而王如何 却始终不曾把真正的本领 交给王吉网 这让王吉网感到十分难受 好似因为自己得不到师父的认可 直到三年前 他们的师徒二人组里 多出了一个孩子 正是如今的小不点王之来 王之来很聪明 说他是神童也不为过 别的孩子一周才能走路 王之来七个月就会跑了 别的孩子还在牙牙学语 王之来已经开始学习 蛇刀人的本事 有时候王吉网甚至觉得 王之来是一个重生者 打从娘胎里就开始懂事了 否则 为何会那么聪明 但王之来也不是完美的 他是一个哑巴 不会说话 有一天 王如何忽然将师兄弟二人 叫到了一块 竟要开始叫二人 蛇刀人的预言本领 王吉网兴奋极了 可王如何却告诉他们二人 蛇刀人 极网之来 能通晓过去 预知未来 他们师兄弟二人 不能全学 只能学一个 要么选择通晓过去 要么选择预知未来 王吉网不明白 为何自己不能像师父一样 两者都学 王如何说 极网之来不是本事 而是一种诅咒 倘若你们都学了 未来逃不过那命节 但若是各学一半 说不定未来还有一线生机 王吉网此时才知道 师父的良苦用心 其实他很向往 预知未来 但王吉网心里又认为 师弟王之来 更适合学习 预知未来 再加上二者的名字 其实早已经是 师父王如何的态度 身为师兄的王吉网 便选择了通晓过去 作为哑巴师弟的王之来 顺理成章地 开始学习 预知未来 三年的教导 让师兄弟二人 在各自的领域 有了一番建树 他们的成果 令王如何很是满意 然而 恶号降临 王如何的大限将至 身体状况急转而下 前后不过一个月的时间 便撒手人寰 王如何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便是让他们兄弟二人 到荣城去 找西湖 王吉网知道 王如何曾经与林凡立下的承诺 在安葬了王如何以后 就打算带着师弟来到荣城 想要找林凡兑现承诺 可在半途中 他们竟遭到了 不明身份者的追杀 这一路躲躲藏藏 好不容来到了荣城 却又被林凡耍了一通 王吉网一气之下 才在西湖动了各种小手段 之后的事情 严守医都知道了 王吉网叹气道 当时师父的话没说全 现在想来 也许他老人家 不是让我来讨西湖 而是让我到西湖来找你 当年师父 把我从父亲身边抢走 如今师父走了 应该是想让我 回到父亲的身边吧 故事 就是这样 王如何似乎也不是什么坏人 他并非是 想要抢走邹瞎子的儿子 只是命运选中了王吉网 他注定会成为奢刀人 冥冥之中 命运的线连接着所有人 因为邹瞎子的选择 导致王吉网成为了奢刀人 而也许 又是因为王吉网成为了奢刀人 邹瞎子才会突然病重 这最终的最终 王吉网都没有逃过 舞弊三缺的影响 这也是每一个 民间传人的宿命 他们注定要孤独地 在这世上走一走 燕南飞拍了拍 王吉网的肩膀 安慰道 你的师父 你的父亲 其实都爱着你 谢谢 王吉网低下了头 林小小道 你别哭呀 对不起 我只是忍不住 哦 又想要吐了 王吉网又探出去 吐了半天 严守医等人 无奈地捂着鼻子 比较让严守医在意的是 王吉网所说的 在半途中 追杀他们的那伙人 这帮人是什么来历 为什么要追杀王吉网 他们是针对奢刀人 还是针对民间教派 等王吉网稍微缓过来一点 严守医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王吉网答道 我也搞不清楚他们的身份 那伙人我从没见过 而且 好像就是冲着我们来的 他们训练有素 穿着打扮都是一模一样的 最重要的是 这伙人所会的本领特别杂 特别杂 严守医不解 他们好像不是 来自于同一个门派 而是各自有各自的本事 例如 有人会掌心雷 有人会捂雷正法 有的是出马仙 有的又是赶尸人 王吉网的这番回答 让车里的所有人 都忍不住惊讶 这个世界上 竟然还存在着 这样的一个组织 如今时代不同了 像他们这样的 奇人意识越来越少 每个门派 都把自己的弟子 看得紧紧的 不可能放任他们 在外头胡作非为 除非 这帮家伙全都是 各个门派的叛徒 团结到了一块 可谁又有这个本事 把这帮家伙 号召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 这么一伙人凑到一块 为何要追杀王吉网 他们到底有什么目的 严守一百思不得其解 车子正在 荣城的街道上 急速飞驰 车内头一回 安静了下来 大家沉默着 思考着追杀王吉网的 那伙人的来历 长山忽然说道 我的师父 曾经提起这么一伙人 众人顿时都被长山 吸引了注意力 催促长山快些说下去 只听长山说道 师父曾说 古往今来 背叛师门的人有不少 但在师父所了解的时间里 有一回各大门派弟子 集体背叛出逃的事件 那次逃出师门的 还不仅仅只是普通弟子 而是一些精英弟子 甚至有的 还是下一任掌门人的存在 严守一惊讶道 他们为什么集体叛逃 林小小小声说道 这件事我也知道 而且据说那些叛逃的弟子 在叛逃之前都下山历练过 回来以后没多久 就陆陆续续 开始叛出师门了 燕南飞一拍大腿 你们这么说 我倒是也想起来了 那些叛逃的弟子 全都到心崩坏 之前念了十几二十年的 经文古书 全都被推翻了 说他们疯了也不为过 蹲在后背乡里的龙飞城 探出脑袋来 无比好奇地说道 你们别光讨论啊 跟我们介绍介绍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才会让这群精英弟子 集体叛逃啊 就连正在开车的林子彤 都竖起了耳朵 想听一听这段奇闻的真相 最终常山说道 他们在叛逃之前 都接触过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严仇 严守一 腰瘦了 吃瓜吃到自己身上来了 严守一哭笑不得 甚至有点不好意思 你们的意思是 是我爸让他们背叛师门的 当年我们的妙计师叔 据说就是因为被你父亲带坏了 回山后 心思根本不在经文上 每天坐禅时 脑子里都在胡思乱想 晚上还把众师弟召集在一起 给他们讲山下女人的故事 长山低声说道 严守一更尴尬了 燕南飞笑道 如今各大门派公认的 就是你父亲把大家给带坏了 那些叛逃出去的精英弟子 最后都加入了你父亲创立的门派 好像叫什么玄山十三太保 严守一直咳嗽 他确实知道 有玄山十三太保这玩意儿 但不知道这里面的成员 居然全都大有来头 林小小还说道 据说现在玄山十三太保 已经有上百号人马了 加入其中的 全都是各门各派的精英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 除了你父亲和妙计师叔以外 还有茅山的狗道士 以及一名神秘的瞎子 那瞎子号称秦鬼 秦鬼 这瞎子听起来有意思 王吉王吐曹道 严守一默默地说道 这瞎子就是你爹 王吉王 王吉王捂着脑袋缓了缓 理了理思绪后说道 按照你们这意思 那些追杀我们的人 有可能是玄山十三太保 难道 是我爸指使他们来杀我的 不可能 你别胡思乱想了 严守一否认道 第一 你爸不可能派人来杀你 第二 追杀你的人 未必就是玄山十三太保 这第二点 燕南飞还是很认同的 若真是玄山的人来 追杀你们 你们不可能活着来到戎城 玄山里的人各个都是人中龙凤 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脚楚 是天之骄子 如今 他们叛逃失门多年 实力只会更强大 想要收拾王吉王这样的愣头青 必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众人分析来分析去 最终还是没有什么头绪 严守一看了一眼地图 他们距离西湖 已经很近很近了 这时 老金来了电话 说 已经将邹瞎子送到西湖了 林子彤道 一会儿把邹叔叔骨琴带去吧 那是他妻子留给他的东西 兴许邹叔叔还想看他最后一眼 龙飞城从后备箱将骨琴递了出来 王吉王接过后 忍不住仔细观察 这可是他父母爱情的象征 正在此时 车子忽然不受控制地左右摇摆起来 怎么了 龙飞城紧张道 林子彤咬了咬牙 看了一眼后视镜 有一辆车突然朝我们撞过来 眼手一眉头一皱 怎么关键时刻却有人跳出来捣乱 难道是一和欢和身田一郎 他转身看去 却见撞他们的是一辆面包车 更加令他吃惊的是 后面还有更多的面包车朝他们包围过来 他们是冲着我们来的 眼手一立声说道 臭丫头 加快点速度 你们坐稳了 林子彤一口气将油门踩到底 豪车的优势顿时体现出来 眨眼的功夫便将那些面包车甩在身后 还没等大家庆祝 一道寒芒闪过车胎砰的一声爆炸 林子彤死死地握住方向盘 才没有撞到路边的人行道 他们扔了飞刀 扎破了车胎 林小小大喊道 能扔飞刀 那定然不是普通人了 王吉往回头一看 脸上露出愤怒之色 是追杀我的那帮人 早不出现晚不出现 偏偏在关键时刻跳出来捣乱 眼手一心里窝火 和王吉往换了个位置 将身子探了出去 只见那面包车上也挤满了人 他们全都身穿黑衣 蒙着脸 好像是霓虹国的人者 隔着十几米的距离 眼手一先是对他们竖了一下中指 随后轻飘飘地扔出了几张道符 道符还没落地 眼手一他们已经冲出去十几米 后方的面包车瞬间追了上来 正好撞在道符之上 那道符紧紧地贴在他们的车窗上 哪怕用雨刮器都刮不掉 郁青命令 截入众神 雷霆上盛 灭魂飞破 千千截手 万万减刑 敢不从命 粉骨碎身 眼手一念出咒语 那后方的道符瞬间燃烧 释放出了可怕的雷电 砰砰砰砰 车窗硬声碎裂 那些面包车纷纷乱了阵脚 横冲直撞 直接翻倒在路边 眼手一缩回脑袋 对林子彤笑道 暂时解决了 你可以放心开车了 还没等林子彤回答 前方的路口中央 忽然出现了一顶诡异的轿子 抬轿的也不是活人 而是16个脸色惨白的指人 西湖本是繁华地段 只不过如今时间已晚 路上基本没什么行人 追杀者没准 还提前做了部署 所以 如今大街上静悄悄的 一个人都没有 只有闪动的广告牌灯箱 在提醒着众人 这不是静止的画面 然而在大马路中央 却忽然间出现了一顶轿子 凑近一看 轿子竟然也是指湖的 抬轿的乃是16个脸色惨白 点着两个腮红的指人 他们或哭或笑 神态各异 但相同的是 他们的表情都十分诡异 活人根本无法 做出这样的表情 16个指人唱啊跳啊 一边抬着轿子 一边往天上撒着黄纸 饶是严守一 他们见过了大场面 此时也不由地觉得毛骨悚然 前面那是什么东西 林子彤紧握方向盘 心里再犹豫 究竟是撞过去 还是绕路走 严守一沉声说道 看样子像是鬼王出巡 但轿子旁边 没有什么小鬼开路 这就不太正常了 而且 戎城现在哪来的鬼王 龙飞城在后头喊道 戎城三大鬼王 已经全部死光了 就算有新的鬼王势力 要进入戎城 严守一也应该能收到消息才对 现在怎么办 林子彤问 严守一咬了咬牙 对方来者不善 咱们也别客气 直接撞过去 好 林子彤直接将油门踩到底 车子的发动机 发出爆炸般的声响 仿佛下一秒就要炸了 王吉王他们紧紧地抓着扶手 紧张地说道 咱们是不是应该再考虑考虑啊 都这个时候了 还考虑什么 严守一一掌拍在车顶上 金光瞬间将汽车笼罩 天地玄宗 万气本根 广修万劫 正无神通 三界内外 围到独尊 金光速献 富户无身 金光骤施展成功 那对邪物十分有用的金光 严严实实地包裹着汽车 咻 汽车好似一根利剑 急速驶向停在路中间的轿子 要撞上了 大家抓紧 林子彤大喊 就在车子即将撞上轿子的时候 那轿连突然掀开 里头坐着一名脸色苍白 长得十分阴柔的男子 男子只是一招手 到跟前的车子便腾空飞了起来 越过轿子 重重地摔在地上 车子一连翻了好几个圈 最后撞在马路牙子上 才面前停下来 众人惊叫着 感觉这一摔 差点把五脏六腑都摔一位了 闭店 王吉网第一个反应过来 他着急去查看王之来的情况 他没事 龙飞城在后备箱里喊道 有我护着他呢 严首一回过神来 让大家抓紧时间下车 下了车后 又赶紧打开后备箱 只见龙飞城将王之来抱在怀里 自己摔得头破血流 但王之来却一点伤都没有 王吉网见状 由衷地对龙飞城说了一声谢谢 小龙 你还能站起来吗 严首一问 我可以 龙飞城亮亮呛呛地站起来 却十分勉强 见状 常山直接将龙飞城背在身上 严首一忌惮地看了那轿子一眼 此地不宜久留 大家赶紧走 如果实在走不了了 我留下来挡住那群家伙 王吉网 你什么都不要管 不论如何你 都要去见邹叔叔一面 王吉网咬咬牙 也背起了王之来 大家一起向西湖跑去 好在他们已经来到西湖景区外了 距离约定的地点也不远 轿子上的阴柔男子 见严首一他们要逃跑 便大手一挥 那些负责抬轿的指人们 竟纷纷掏出了武器 冷笑着朝他们追来 快走 严首一喝道 众人慌忙逃跑 林子彤紧紧地 跟在严首一的身边 他皱着眉头说道 大沙子 你看出对方的来历了吗 严首一沉声说道 扎指人 坐在轿子里的那个人 和阿公有关系 林子彤惊讶道 虽然同是扎指人 但这么多年流传下来 即便是同一职业 最后也会有不同的传承方向 这个世界上 不止我这一脉的鲁班传人 必然也有其他脉的扎指传人 现在还不能确定 这个扎指人和阿公是否认识 严首一道 这个家伙很强大 比阿公厉害得多 我们暂时 不要和他正面交锋 至少等王吉网见过邹叔叔 以后再做打算 明白 严首一一火人与指人们 一前一后 跑进了西湖的区域 警区的保安不见了踪影 警区也空无一人 指人们的速度很快 他们全都是以诡异的姿势 四足着地 奔跑起来如同野狗一样 众人刚刚进入西湖 指人就追到了屁股后头 其中一名指人拉满了弓 朝着龙飞城射了一箭 叮 跑在长山身边的林小小 猛然扔出了一根峨眉刺 将那箭矢打到一旁 龙飞城见状 忍不住说道 林师妹 救命之恩无以为报 改日我以身相许 林小小白了他一眼 一名指人也来到了王之来的身后 却没有像对龙飞城那样 直接下死手 而是伸出手去抓王之来 一阵破空声响起 那指人伸出的手瞬间被斩断 断手掉落在地上 很快就烧成了灰烬 王吉网一手拖着王之来 一手持着射刀人的菜刀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不由地说道 严守一 这帮家伙是冲着我弟弟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 严守一大声问 他们对我们都下杀手 唯独要活着我弟弟 他们定是想抓走我弟弟 让我弟弟替他们预知未来 王吉网说的话很有说服力 严守一也有这样的猜测 于是他干脆喊道 所有人靠近王吉网和王之来 千万别让这帮家伙抓走王之来 大家都不是什么 头一回战斗的愣头青 所有人在听到严守一的话后 全都向王吉网靠拢 并且主动跑到他们兄弟二人的身后 替他们挡住那些诡异的指人 王吉网也收了刀 把王之来从背在背上 换成了抱在怀里 王之来不会说话 也没有尖叫 他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哥哥 将脑袋垫在王吉网的肩膀上 回头看着那些要抓他的指人 指人开始不停地射箭 但全都被林子彤的红神伞给挡下来 严守一使出了奇门遁甲之术 勉强拖延了那些指人的脚步 然而 那些指人就好像打不死的小强 甩不掉的牛皮糖 不管他们用什么办法 也只能拖延他们的速度 眨眼的功夫 他们又能追上来 前面那座小屋就是了 老金和邹叔叔都在那 林子彤忽然喊道 西湖边上 有一座临时搭建的小屋 老金正站在门外抽着烟 愁眉苦脸的模样 显然是在思考着 如何为邹瞎子 再续命一秒 忽然老金听到了动静 抬头往严守医他们的方向看去 看到严守医他们出现了 老金不由地喊道 你们总算来了 赶紧 话才说到一半 老金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严守医他们神色慌张 而且 他们的身后 明显有什么在追着他们 定睛一看 竟然是一群指人 老金大喊道 这是什么情况啊 待会儿再解释 邹叔叔在里头吗 严守医大声问 在 但他也就仅剩最后一口气了 严守医松了口气 赶上救了就好 一群人冲到了小屋外 还来不及说什么 那群指人也跟了过来 严守医立马抽出斩破刀 正面迎了上去 王吉王 你不用管我们 赶紧去屋里和邹叔叔说说话 其他人也纷纷各显神通 为王吉王创造时间 王吉王感激地看了大家一眼 随后放下王之来 深吸了一口气 走进了屋内 老金躲在角落 瑟瑟发抖 看向一旁受伤的龙飞城 这他妈什么情况啊 我他妈怎么知道 龙飞城苦着脸说道 老子什么也没干 招谁惹谁了这是 指人的攻势十分凶猛 而且数量很多 即便大家能打得过指人 也防不住他们无孔不入 在大家目不暇接的时候 燕南飞一声不吭地 在小屋周围摆起了阵 一番操作过后 他退到小屋门口 盘膝坐了下来 拿出了怀里那个怀表大小的罗盘 天地日月星 吴赵峰都神 随气一设置 追精力现行 不问神与鬼 选慎妖与精 八将闻无照 火急献真行 小屋的四周 猛然从地底窜出了八道金光 随后一个个手持武器 威风凛凛的将军 从地底钻了出来 每一名将军 就好似门神一样镇守一方 他们的武器相互连结 形成结界 直接将靠近小屋的指人 全部赶了出去 严守一他们 顿时放松下来 那些指人不肯死心 还想靠近 却无一例外 都被精光给挡在了外头 不管他们怎么敲打攻击结界 始终没有任何结果 严守一回过头 见识燕南飞大展神通 不由地对他竖起大拇指 厉害了 龙飞城更是毫不吝啬 自己的赞美之词 没想到燕师兄这么厉害 真是小刀拉屁股 给我开了眼了 燕南飞却神色凝重 沉生说道 此乃八将阵八方 以我的实力 最多能维持此阵五分钟的时间 五分钟一过 我也没有办法了 八道强悍的将军虚影 镇守住了小屋的八个方向 那些指人想要进来 却根本没有办法 严守一他们 终于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那扎指人到底是谁 林小小脸色有些惶恐地说道 他的气势 简直和我们门派里的一些长老 不分上下 强者身上 总是能流露出一些气势 就如我们时常无法做到 和长辈只是一样 他们的阅历 他们的实力 带给他们这样的气势 这股气势不用言语 却能让人清晰地感受到 他们是来抓王之来的 严守一看向那小哑巴王之来 却见王之来 似乎根本不害怕外面的那些指人 他只在乎小屋里的王吉王 小小的身体 垫着脚尖 趴在窗户上 好奇地往里看 老金 邹叔叔现在怎么样了 严守一问老金 老金叹了口气 凭我的本事 他本来还能再撑几天的 但不知为何 他的病情突然就恶化 似乎有一股不可抗力 在拉扯着他的魂魄 总之 我是无能为力了 连老金都说出这样的话 严守一的心 也沉到了谷底 邹瞎子 是再无回天之力了 万幸的是 在他死之前 还能见到王吉王一面 也算是了却了一个心愿吧 虽然严守一 也很想进去见邹瞎子一面 但他还是忍住了 他认为 这宝贵的时间 还是留给他们父子二人吧 林子彤上前轻轻地抱住 严守一 以示安慰 我不明白 严守一低声 在林子彤耳边说道 我爸他究竟在忙些什么 从初遇以来 他总是忽然消失 神龙见首不见尾 这次说是带奶奶去峨眉山 可林师妹还是来追杀我们 邹叔叔病入膏肓 我给老爸打电话 他没接 我给他发短信 他没回 他就要错过自己最好的兄弟了 可邹叔叔 却还是让我不要去打扰他 他究竟在做什么 林子彤难过地用自己的脸颊 贴着严守一的脸 交换着二人间的体温 等爸他回话了 我们再问个究竟吧 二人说话间 燕南飞忽然脸色一变 惊呼道 那家伙来了 众人回过神来 只见远处 那诡异的轿子再次出现 依旧是由指人所扛着的 周围围攻阵法的指人们 也仿佛受到了召唤 纷纷回到轿子旁 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那轿子后头 还跟着一群黑衣人 正是之前开着面包车 撞眼手衣他们的人 他们都是一伙的 现在集合在一块 来找咱们了 林小小沉生说道 众人纷纷打起十二分精神 哪怕身在大阵当中 依旧不敢拖大 燕南飞咬牙道 我的阵法 未必扛得住那名扎指人的本事 大家做好正面迎战 全力以赴的准备吧 众人纷纷站了起来 拿起武器全力以赴 只见那轿子 缓缓地来到小屋外 黑衣人们没有急着出手 而是全都站在了轿子的后方 尊卑有序 秩序井然 轿连掀开了 先前见到的那个 阴柔中年男子 从轿子里探出头来 打亮着眼手衣他们 蛇刀人 男子淡淡地说道 交出蛇刀人王之来 我便放你们一马 龙飞城和老金 连忙将王之来挡在身后 眼手一冷哼一声 你是扎指人 咱们也算是同宗同园 有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 需要动刀动枪吗 男子笑了 笑得并奄奄的 我现在不正是 在与你们商量吗 看在你是鲁班传人的份上 放过你一马 若是其他人 我可是会赶尽杀绝的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这你无需知道 男子问 我的条件 你们答不答应 对方的态度如此强硬 眼手一也没有别的办法 无视洞中太义军 头戴七星部四灵 手执龙刀镇上力 力训巡离直至昆 对护游行至前害 遥望天门夜帝君 坎子横山顶上过 直下更攻封鬼门 敢有不顺无道者 驱来剑下化卫尘 急急如律令 眼手一掏出道符 划过斩破刀 斩破刀上 顿时燃起了熊熊烈焰 上次他使用离火痴刃咒 还是在斩杀江无声的时候 而如今他要面对的 恐怕是更加强大的对手 男子健壮 不屑一笑 离火痴刃咒 这就是你的选择 你的答案吗 那好 这是你自己选择的 怪不得我了 男子扔出了一张剪纸 乃是一串小人的模样 小人手牵着手 身上写着密密麻麻的符文 那一串小人飞到了结界之上 随后猛然发生一连串的爆炸 轰轰轰轰轰轰 近在咫尺的爆炸 震得大家耳鸣不断 八个将军虚影 刹那间化作飞灰 燕南飞更是因为阵法被迫 当场吐血倒地 昏迷不醒 燕师兄 林小小扑上前去 几次叫唤 燕南飞都没有反应 受到爆炸的影响 眼手衣也感觉到头云眼花 他尽力将林子彤保护在身边 却看到长山主动冲向扎纸人 翁班扎尔萨朵 长山念出口诀 身上泛着金光 整个如同圣佛将士 此乃金刚萨朵心咒 然而 扎纸人对此境不屑一顾 他伸出右手 双指并拢 面前的八只指人 竟然拼接在了一块 变成了两只三米之高的巨人 他们一左一右 轻松拦住长山 同时左右夹击 让长山节节败退 长山师兄小心 林小小话还没有说出口 长山的惊身就被指人锁破 紧接着一拳就被打晕了过去 燕南飞和长山接连倒下 严守一一方的劣势越来越大 这让严守一不得不心急起来 他咬咬牙 对林子彤说道 臭丫头 你带着林小小和王之来先走 我留下来殿后 你一个人 林子彤不愿离去 总有人要留下来拖时间 我们绝不能把王之来让给他们 林子彤深深地看了严守一眼 随后转身跑向王之来 一把将这小哑巴抱了起来 然而他并没有走 而是将王之来塞到了林小小的怀里 同时提醒老金和龙飞城 你们俩保护林师妹和王之来离开 我和守一留下来殿后 老金可没什么战斗力 留下来不过是拖后腿 所以他根本没有纠结 就拽着大家逃跑 严守一看到回来的林子彤 不由得有些生气 你哪次能听我的话 林子彤瞪了他一眼 我不想守寡 要活一起活下 要死一起死 在真正的强者面前 严守一感到了空前的压力 实力不俗的燕南飞和常山 接连倒下 在这位中年杂子人的气势压迫下 大家就好像是未成年的小孩 根本没有反抗之力 恐怕就连当初的鬼王白石喜 都远不是这位杂子人的对手 杂子人看到林小小要带着王之来逃跑 干脆动了动手指 命令那些黑衣人跟班 将小巫团团围住 林小小一看追兵如此之多 便不敢贸然突破 只能带着王之来 退回到严守一的身后 严大哥 我们现在怎么办 林小小紧张地问 严守一咬了咬牙 可以想象得到 接下来必然是一场血战 而且 目前他根本看不到什么希望 不知谁能出现 帮助他化险为夷 没有办法了 严守一冷声说道 保护好王之来 我们和他们拼了 两个巨大的指人 迎面向严守一跑来 严守一手持斩破刀 以弓为手 迎了上去 林子彤当然也不会让严守一独自面对 他也带着红神伞前去迎战 两人各自对抗一名指人 杀得你来我往 但这样的结果 显然不是严守一想要看到的 因为他们目前收拾两个指人 就如此困难 而真正的幕后强者 那名扎指人 还站在轿子前 饶有兴趣的观战 即便打败了指人 又能如何 等扎指人真正出手了 大家都没有胜利的希望 黑衣人们也对林小小出手了 但林小小的行动敏捷 身体无比灵巧 即便抱着王之来 竟然也能在黑衣人的围攻之下 找到空荡进行闪躲 一群十几个黑衣人 愣是没能抓住林小小 阿达 龙飞城和老金 则是猥琐地躲在角落 因为那些黑衣人的注意力 全都在王之来身上 所以二人时不时能够偷袭一下 黑衣人们被惹怒了 奋出了三分之一 来对付龙飞城和老金 两人暗道不好 凭他们俩的本事 就算是三分之一的黑衣人 都能轻松将他们给打趴下 于是 二人退无可退 背后就是小巫 龙飞城不得已开始拍打小巫的大门 王吉王 邹叔叔 我也不想打扰你们 但我们真的快要撑不住了 黑衣人将龙飞城逼上绝路 甚至打掉了他手里的彩威剑 老金就更没有什么反抗的手段了 他只能抱着脑袋蹲在地上 千军一发之际 小巫的房门被打开了 迎面飞出一把菜刀 正中一名黑衣人的胸口 强大的力量 甚至带着这名黑衣人 向后倒飞了五六米 小巫的门内 王吉王黑着脸走了出来 没完没了 王吉王重新亮出了两把菜刀 愤怒地吼道 你们想要我的命 我就要了你们的命 杀 一声爆喝 王吉王杀入黑衣人当中 他射刀人的本事也不是盖的 那些小有本领的黑衣人 竟然都不是王吉王的对手 一时间王吉王一人就杀得对面 五六个黑衣人节节败退 这凶悍程度 可比那些在路上打架斗殴的 该溜子厉害多了 王吉王出来了 那邹叔叔呢 龙飞城紧张到 邹叔叔不会死了吧 嗨嗨 浑小子 我还没死 邹瞎子虚弱的声音 从屋内传来 龙飞城连滚带爬地跑进小屋 道 邹叔叔 外面来了一伙身份不明的家伙 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把我古琴 拿进来 都什么时候了 您老还想着弹琴啊 少废话 拿进来 可嗨嗨 虽然邹瞎子的要求 让龙飞城不能理解 但他还是冒着危险 跑到外头将古琴送了进来 似乎是因为见到了王吉王的原因 邹瞎子看起来 竟比之前要有精神得多 看他现在的模样 似乎还打算演奏一曲 老金走进来 好奇地看了一眼 随后却是忍不住叹气 现在邹瞎子之所以还能说话弹琴 完全就是回光返照了 当一个人回光返照的情况出现 那么他死亡的事 就是板上钉钉的了 只是龙飞城 不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还忍不住问 邹叔叔 您真打算弹琴 邹瞎子轻轻地俯着琴 浑浊的眼中 竟然出现了一丝光明 那眼神似乎在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 随后 他脸色变得阴沉下来 道 我要弹一曲 十面埋伏 两只巨大的指人 被严守医和林子彤挡住了脚步 中年扎子人远远地看着 发现自打王几网出来以后 自己带来的人手 似乎一时半会儿 还抓不住王之来 他的耐心被消磨光了 鲁班传人 驴山派弟子 昆仑山艳家子弟 林颖四佛图 峨眉山弟子 奢刀人 古一传人 今日这荣城西湖 倒是比我想象中热闹许多 扎子人再次开口 他冷笑着说道 但你们却不知好歹 站在了我的队里面 你们可知道 与我储粮作对 是什么下场 严守医一边对付着纸人 一边回应道 老东西 你也就比我们早出生二十年罢了 要是再给我们二十年时间 保证把你打出屎来 扎子人脸色一黑 本想说点狠话 没想到竟反过来 被严守医给打脸了 既然如此 就更没有放过他们的理由了 只见扎子人忽然张开双臂 那肥大的袖口中 涌出了无数纸人 本来不过八掌大小的 减脂小人 在落地后 全都变成了一米左右身高 手持兵器的矮小指人 数百个指人 将严守医等人团团包围 这正是 竟有点像花果山上的猴子们 下山闹事了 被这群指人包围 严守医和林子彤 更加陷入被动 二人只能且战且退 慢慢地与王吉王他们会合 这些指人太难缠了 王吉王喊道 他们根本不怕死 用火烧 严守医当机立断 使出了天雷御火绝 大片的火焰从天而降 上回对付阿公的时候 阿公的指人就颇怕天雷火 严守医觉得 这次也一定有效 然而令他惊讶的是 在经过大火的洗礼之后 这群指人竟然一个都没有倒下 恰恰相反 他们毫发无损 脸上带着鄙夷的笑容 更近了一步 这群指人不怕火 严守医震惊道 这怎么可能 后方的扎指人哈哈大笑 我们扎指人传承这么多年 岂会不了解自己的弱点 我的指人 乃是用金箔和特殊工艺打造 真金不怕火炼 就算你用的是三昧真火 也烧不坏我的指人 得知真相后 严守医等人面如死灰 王吉网叹气道 难怪我的菜刀 砍在这些指人身上 就好像砍在钢铁上似的 这家伙实在是太强了 别灰心 坚持住 严守医给大家加油打气 不放弃 还有一线希望 放弃了就必死无疑了 把王之来交出来 我可饶你们一死 扎指人喝道 王吉网咬了咬牙 他们要的果然是我弟弟 王之来在林晓晓的怀中 淡然地看着四周 他好像一点都不害怕 严守医观察到了王之来的反应 心里不由地觉得奇怪 王吉网不是说 王之来是个天才吗 可现在的王之来 对眼前的灾难一点都不在乎 甚至可以说是视若无睹 这乃是天才 这分明是傻子啊 除非 除非他知道 大家最终一定会化险为夷 所以他才不在乎 可是到如今 又有谁能站出来 帮助大家化险为夷呢 严守医想不通 扎指人见严守医他们 还是没有投降的意思 便将心一横 控制着指人们 下最后的狠手 这些指人好像蚂蚁 一旦扑到严守医他们身上 后方的其他指人 就会紧跟上 到时候将他们一一蚕食 然而 就在严守医他们束手无策 即将绝望指示 一阵猛烈的琴声响起 那琴声好像竹林中呼啸着的狂风 好像湖水上猛烈的暴雨 好像战场上凄厉的厮杀 好像地狱里痛苦的哭嚎 一时间 不管是严守医 还是那些指人 全都被琴声给震住了 厮杀暂停 但琴声不断 那琴声密密麻麻 紧张无比 令人感觉到 四周似乎有无数双眼睛 在盯着自己 杀一字四面八方而来 就好像 十面埋讽 杂指人皱起眉头 他早就听出 这琴声中的不凡 也明白 这首曲子 正叫十面埋伏 但 是何人在弹琴 突然 琴声停下了 但那余音 却是绕着西湖 久久没有消失 严守医回过头 看着小巫的方向 难难道 是邹叔叔在弹琴吗 可是他早已经病入膏肓 居然还有力气弹琴 下一秒 一阵骤弦声突然响起 小巫瞬间炸裂 碎片向着四周崩飞 严守一等人 急忙趴下躲避 一阵烟尘消散 只见屋内坐在一名黑衣男子 空洞的双眼直视前方 他瘦瘦干干 和老头没什么区别 但他那双放在琴上的手 却显得格外有力 谁人胆胆欺负我的小崽子们 邹瞎子用手摁着琴弦 冷冷地问 琴声骤然停止 邹瞎子的声音 听起来中气十足 震耳欲聋 完全不像是大县将至之人 邹叔说 严守一对邹瞎子的出手 感到十分意外 本以为邹瞎子的病奇迹般的好了 但仔细一看 邹瞎子的脸色 没有丝毫好转 老金低声说道 他这是回光返照 拼着魂飞魄散 也要出手就咱们 闻言 严守一等人面露不忍之色 王吉网更是紧咬牙关 大家都不希望邹瞎子在死之前 还要付出这样的代价 可目前能对付那名杂指人 楚良的 似乎也再没有其他人了 见到邹瞎子 楚良不由的一正 脸上露出戒备之色 你是何人 邹瞎子哈哈大笑 是你太过孤陋寡闻 还是老子销声匿迹太久 江湖上的人都忘了 我的威名 你认不得我这个人 至少要认得我这把琴吧 楚良定睛一看 瞳孔皱缩 他喃喃道 你是琴鬼 你是邹老鬼 琴鬼之威名 江湖上令人闻风丧胆 楚良也曾经听说过 但近二十年来 琴鬼销声匿迹 威名不在 可即便如此 此时楚良认出了邹瞎子 依旧感到无比惶恐 一嫌杀一人 一曲图满城 你是千人图琴鬼 邹老鬼 从楚良口中说出这番话 配上他那十分忌惮的表情 足以说明 邹瞎子曾经在江湖上 留下了多么害人听闻的神话 邹瞎子高傲地抬起头 冷声说道 听过老子的大名 还不赶紧收拾东西滚蛋 楚良咬咬牙 居然郑重地走下了轿子 远远地对着邹瞎子 抱拳弯腰 我要的只是那个叫王之来的小孩 你若能将王之来交给我 日后必有重险 滚 楚良的话才说完 邹瞎子便骤然扫闲 震动的琴弦 甚至扫出了树道剑气 劈向楚良 楚良面色一变 连忙双手合拢 左右两只巨大的指人 立刻挡在了他的面前 然而 连严守一和林子彤都无法轻易击败的巨型指人 在邹瞎子一招之下 瞬间支离破碎 看着漫天飞舞的指线 楚良吃惊无比 他心中忍不住感叹 不愧是邹老鬼 此等本事 当真天下一绝 严守一等人 更是看得目瞪口呆 要知道 邹瞎子已经是回光返照了 倘若是他全胜时期 杀着楚良岂不是跟娃似的 只听邹瞎子历声道 王吉网 是老子的儿子 王之来是他弟弟 自然也是我儿子 你哪来的胆子 敢向老子要人 滚 此番回答霸道无比 严守一甚至能够想象得到 当年邹瞎子跟着自己父亲闯荡江湖时 那种英姿飒爽的模样 这才是江湖人 楚良的脸色殷勤不定 他知道邹瞎子的厉害 此时不敢贸然与他撕破脸皮 但抓住王之来 就是他的任务 倘若任务无法完成 定会被他人耻笑 一时间楚良犹豫不决 不知该不该退去 邹瞎子虽然瞎了眼 却好像能看到楚良在哪 能看清楚良的神色似的 感应到楚良的犹豫 邹瞎子冷笑起来 我给过你机会 一会儿若是走不了了 可别怪我 说吧 邹瞎子再次谈起情来 依旧是之前的十面埋伏 但这次的启示 情声要密集得多 那旋律似乎牵动了在场所有人的心 让大家的心脏随着旋律跳动 并且越跳越快 仿佛随时会炸开似的 西湖平静的水面上 泛起了波澜 一个个小小的水纹 向着四周扩散 互相干扰 互相打乱 之后 湖面似乎沸腾了起来 鱼儿在水面上跃动 实属难得一见的奇观 啊 突然 一名黑衣人抱头跪地 哀嚎不止 他只觉得自己的脑子里 仿佛有千万只虫子在蠕动 让他头疼欲裂 生不如死 越来越多的黑衣人倒在地上 而严守一等人 却完全不受影响 邹叔叔的情 竟然这么厉害 林子彤感到万分惊讶 他之前虽然研究过 却完全不知道 邹瞎子给的情谱的力量 他的情声 的确有让人头疼的作用 但那完全是因为 谈得太难听 楚良见到自己的手下 接连倒下 心中也生出了退意 但他还是没有退却 而是硬着头皮 站在原地 突然间 邹瞎子拍打情板 四周西湖里的水 骤然爆炸 掀起了十余米高的巨浪 将黑衣人全部打湿 楚良被吓得浑身一颤 心里的防线终于崩溃 他竟当场跪在地上 双手举过头顶 对着邹瞎子大喊 手下留情 我这就退走 再不打扰 这随意一谈 便让西湖爆炸 要是邹瞎子 真想弄死他们 这一群人 楚良觉得自己 根本没有逃走的可能 之所以现在还活着 楚良认为 完全是因为邹瞎子年纪大了 不像过去那样 杀人不眨眼了 所以 心里的恐惧 最终还是战胜了理智 让楚良下的跪地求饶 邹瞎子停下了动作 那些缓过来的黑衣人忍着痛 全都老老实实地跪在地上 不敢造次 只求邹瞎子 能放他们一条生路 之前还在追杀 严手一他们 对他们不屑一顾的楚良等人 如今全都跪在邹瞎子的面前 秦魔邹老鬼的实力与名声 严手一他们此时才真正感受到 滚 邹瞎子喝道 楚良等人如获大赦 急忙收拾东西逃跑 黑衣人一溜烟就跑没影了 楚良却还要等那些指人回来 给他抬轿子 他着急地 恨不得自己扛着轿子跑路 看着楚良等人总算离开 严手一露出一丝笑容 但还没等他回头感谢邹瞎子 就看到邹瞎子猛然吐出一口鲜血 整个人无力地倒在古琴之上 古琴染了血 看起来更加沧桑了 邹叔叔 爸 众人面色大变 急忙跑上前 替邹瞎子拍背顺气 我的大线将至 已经无力回天了 邹瞎子笑了笑 在大家的帮助之下 养着面躺在了椅子上 爸 王吉网泪流满面 如梗在喉 一时间竟说不出一句话来 父子团聚和亲人生死离别 竟发生在同一天 这巨大的落差 让王吉网说不出的痛苦 严手一也是无比不舍 邹叔叔 如果我们能再强一些就好了 比起我们那时 你们已经很不错了 邹瞎子安慰道 我本以为我死的时候 会是孤家寡人 却没想到 现在我身边还有你们这群小辈 更是见到了我的亲儿子 我这一生死而无憾 儿子 我在 王吉网抹了一把眼泪 下一秒眼眶里又蓄满了泪水 甚至看不清邹瞎子的模样 手一是个好孩子 我走之后 你定要留在他的身边 报答严家对我们的恩情 我与他父亲 情同手足 你与手一 也尽量能够互相扶持 我就这一个心愿 你能答应吗 严手一忍不住吸了一下鼻子 他已经极力在克制 但看到邹瞎子在临死之际 竟还想着自己 一时也情难自控 流下眼泪 王吉网握住邹瞎子的手 重重地点头 不停地答应 我答应 我全都答应 把您说啥我都答应 手一 邹瞎子又喊了严手一的名字 严手一赶紧握住 邹瞎子的另一只手 邹叔叔 我在 你或许难以理解 你父亲的种种行为 但他也有许多难言之意 有时候 别太逼他 说到了严丑等人 邹瞎子的脸上 竟然浮现出了笑容 他似乎在回忆 与严丑他们闯江湖时的 点点滴滴 那或许是邹瞎子这辈子 除了在天桥下 听妻子弹琴以外 最美好的时光了吧 为了让邹瞎子心安 严手一默默地点了点头 这下 邹瞎子彻底没了遗憾 他用浑浊的眼睛 看着王吉网 不知多久没有闭上的双眼 徐徐闭上 如同忙碌了许久的工人 放松地进入了梦乡 呼吸停止了 周围安静了 众人看着已经死去的邹瞎子 心中都涌出了一股 难以言表的痛苦 王吉网忍着泪 艰难地 将头埋进邹瞎子的胸口 感受着 他一直渴望的父爱 小雅巴王之来 看着如此难过的哥哥 总算有了一点反应 他轻轻地抓住王吉网的手 似乎是在给王吉网力量 他死了 老金抿着嘴 心中无比愧疚 齐皇派古一如此厉害 但终究 无法掌控生死 老金也在想 如果自己再厉害一点 或许还能为邹瞎子续上几年 林子通紧紧地抓住 严手一的手 严手一转过身去 将他拥入怀中 他虽然 看不到严手一的脸 但却可以感受到 严手一颤抖的胸膛 感受到大颗大颗的泪珠 滴落在他的肩膀 即便隔着衣服 都是那样的清晰 龙飞城干脆坐在地上 四肢张开 茫然地望着天空 漫天的繁星里 一颗星星逐渐暗去 似乎在宣告着 一名强者的陨落 闽江下游 两个人引狼狈地 从江中爬出来 才刚上岸 深田一郎就忍不住 抓住一颗欢的衣领 狠狠地扇了他一耳光 八个崖露 一颗欢被这一耳光 扇得直接吐血 但他却没有倒下 而是低着头 擦掉了嘴角的鲜血 随后在脚边 捡起了一块石头 狠狠地砸向 深田一郎的脑袋 这一下 可把深田一郎的脑袋 砸得开花 深田一郎没想到 一颗欢境还敢还手 一时间被砸得七昏八速 直接坐在了地上 一颗欢扔掉了石头 喘着粗气说道 你真以为你打不过 掩手一他们 是因为我吸了你的道行 深田一郎捂着头上的伤 怨气横生地说道 难道不是 你自己有几斤几两 难道都没有一点 自知之明吗 一颗欢冷笑道 我没有碰你的道行 你就是打不过 掩手一他们 不仅现在打不过 就算再给你十年 你也依旧不是他们的对手 死女人 我杀了你 深田一郎恼羞成怒 想要直接杀了一颗欢 他将一颗欢压在身下 掐着他的脖子 用尽了全部力气 一颗欢无法呼吸 脸色也变得十分苍白 仿佛真的要窒息了 可就在此时 深田一郎忽然闷哼一声 随后满脸震惊地望着一颗欢 无力地向一旁翻倒 他的胸口插着一柄匕首 一颗欢爬起来 剧烈地咳嗽了几声 随后哈哈大笑起来 深田一郎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忍着痛拔掉了匕首 然后狼狈地向着岸边爬 一颗欢就这么看着 看着深田一郎爬出了十几米远 胸口的血一路流淌 他忽然站起来 又捡起了一块石头 那石头甚至和深田一郎的脑袋 差不多大 他走到深田一郎的身后 狠狠地砸了下去 一次 两次 无数次 直到深田一郎再也不动弹 直到他的尸体 被涨潮得将水冲刷 一颗欢才停下来 随后放肆癫狂的大笑 他扔掉石头 坐在深田一郎的身上 忽然间 深田一郎体内 爆发出了好几道魂魄 正是他所收服的那些弑神 然而一颗欢不慌 竟将这些弑神 全部吞进嘴里 这次 一颗欢是真的拿走了 深田一郎的所有道行 深田一郎的尸体 也彻底干瘪下去 扒掉那层皮 就只剩下骨头了 一颗欢做完这一切 默默地坐在江边 就在深田一郎的尸体旁 想到了今天 惨败在岩手一手里之事 心里说不出的郁闷 他自以为掌控了一切 实际上却被岩手一轻松制服 这种挫败感 让一和欢很不爽 却在此时 一顶轿子出现在一和欢的身后 一和欢面色一变 刚要有动作 楚良冰冷的手臂 已经按在了他的天灵盖上 你是谁 楚良问道 从楚良的身上 一和欢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他咽了口唾沫 答道 物真派 孤红失态之徒 一和欢 原来是那个骚货的徒弟 楚良打量着一和欢的背影 又注意到了一旁的尸体 他问 这具尸体又是谁的 东北赵家家主的儿子 身田一郎 一和欢此时不敢撒谎 楚良感到有些意外 他又问 他是怎么死的 一和欢咬咬牙 被鲁班传人岩手一所杀 鲁班传人 楚良瞬间想到了 刚才见过的岩手一 他微微沉默 没想到 刚才那小子 竟然是岩手的儿子岩手一 随后楚良道 你以为你骗得了我 一和欢心中一紧 不敢吭声 忽然间 楚良的手离开了一和欢的天灵感 一和欢松了口气 耳边便传来楚良的声音 将此事告诉赵家人 就说身田一郎是岩手一所杀 为什么 一和欢刚转过头 却不见了楚良的身影 他稍微一想 便知道缘由了 将杀死身田一郎的罪名 嫁祸给岩手一 这样赵家就会举全族之力追杀岩手一 好一个借刀杀人 一和欢虽然不知楚良是什么身份 但他明白 岩手一的敌人有不少 看着一旁的尸体 一和欢冷笑道 岩手一 你好好等着吧 赵家人可是出了名的户端 接下来的日子 有你好受的 走瞎子死后 众人为其收尸 在灵堂陈列了三天 送去火化 之后便是出病 下葬 期间 岩手一和王吉网王之来 全都披麻戴笑 岩手一更是七天七夜没合眼 以此来表达 自己对邹瞎子的感激和不舍 七天下来 岩手一和王吉网的关系 倒是好了不少 兴许是邹瞎子临死前的一番 化起了作用 王吉网十分信任岩手一 阴影也有把他当兄弟的打算 当然 岩手一自身的性格 也让王吉网十分认可 投契之后 岩手一和众人 一起去邹瞎子的墓前焚香烧纸 仪式正在进行中 岩手一的手机忽然震动起来 他本不想搭理这通电话 但拿起手机一看 他不由地皱起眉头 然后走到一旁 爸 邹瞎子身体如何了 岩手一那头 传来了略微紧张的话语 岩手一沉默了有十来秒 最终叹了口气 今天是邹叔叔头七 接下来是电话那头的沉默 这段沉默 很久很久 足足有五六分钟 期间岩手一一言不发 等待着岩手一主动开口 许久 岩愁颤抖着声音问 他是什么死的 他死的时候 你在他身边吗 他还有什么遗愿未了 邹叔叔死前 想要见一见 当年被射刀人带走的孩子 我们凑巧找到了他 了却了邹叔叔的遗愿 但在邹叔叔死的那晚 有一群奇怪的家伙追杀我们 邹叔叔在死之前 替我们赶走了他 最后 他死的时候 我们都在他的身边 邹叔叔说 他已经死而无憾了 岩手一平淡地回答 语气中不带任何的感情 其实这也是一种责怪 责怪岩愁 为什么不接电话 为什么在关键的时候失联 听了岩手一的回答 岩愁长叹一口气 再次沉默 这下岩手一忍不住了 他质问道 爸 您到底在密谋什么 虽然邹瞎子 在死前叮嘱岩手一 不要逼问岩愁 但岩手一还是没能忍住 您总是突然消失 我怎么也联系不上您 好几次我生死当前 最绝望的时候 您都不在 您不是说 要带奶奶去峨眉山吗 为什么峨眉山还派人来追杀我 邹叔叔在死前 一定很想再见到你们一面 哪怕是听到您的声音也行 但您还是失踪 邹叔叔说 您再办很重要的事 但我真的想不通 有什么比我重要 有什么比邹叔叔更重要 七天以来压抑的情绪 在这一刻爆发 岩手一也顾不上 电话那头是谁了 质问的声音越来越大 被惊扰的林子彤 连忙来到岩手一的身边 安慰了他几句 还对着电话那头的岩愁说 爸 您别生气 手一是因为太难过了 一时间没能控制好自己 我明白 岩愁淡淡地说道 邹瞎子是我一辈子的兄弟 他死去了 我比任何人都难受 但我是一个男人 如果我哭了 那些跟着我的人怎么办 谁都能倒下 我不行 谁都能表现出软弱的一面 我不行 等他冷静下来 再让他给我回电话吧 然而岩手一却说道 我现在就很冷静 您说吧 说说您都在忙着 如何拯救事件 电话那头 传来岩愁的重重的叹气声 似乎也是 岩愁自己在调整情绪 不一会儿 岩愁缓缓开口 在我年轻的时候 曾创立了一个组织 名为玄山 最初跟着我的 有十三人 我们戏称 自己为玄山十三太保 你邹叔叔就是其中之一 排行老五 我们不问出生 不问富贵 不问贫贱 不管你是谁 只要你心忧天下 便可以加入我们 与我们一起行侠仗义 成奸除恶 但后来 因为你母亲怀孕了 我决定退隐江湖 没多久又进了监狱 这一待就是十年 当年玄山中的人 也都各回个家 过起了平凡的生活 我以为 玄山就这么散了 然而出狱之前我发现 玄山并没有散 而是被一些歪门邪道之徒重建 他们收的人 不再是仗义之士 而是一些生名狼藉的家伙 这帮人聚在一起 打着玄山的名号 无恶不作 这些年 不知多少人被他们所害 玄山乃是我们这帮人 共同创立 它代表着什么不言而喻 我出狱之后 自然是要收拾这帮家伙 这也是你邹叔叔的愿望 接上你奶奶以后 我与狗道士 妙计突驴 一路西行 沿途收拾那些玄山恶人 这才导致前进速度缓慢 至今没能抵达峨眉山 前几日 我们杀入玄山的一处老巢 在山中内容了他们的轨迹 足足被困了半个月之久 妙计身受重伤 但我们好歹算是活着出来了 谁知出来之后 就收到了你发来的恶号 言仇长叹一声 若是我们能早一点出来 定要回来送邹瞎子一程 奈何这世间向来没有如果 首一 我知道你心中有怨 但你邹叔叔一声极恶如仇 他必然是不想拖慢我们的脚步 才不肯让你通知我们的 实话说 倘若是 我要死了 我也不会让他们知道